恭喜你 抽中一个爱的抱抱 坐在公园的场椅上 赵安看着一个小丑打扮的人 拿着一个抽奖箱子 背上背着一个气球编制的被篓 里面装着一些小玩具 有气球锤 恶魔发家 塑料棒棒糖之类的 行人抽中了 就给奖励一个玩具 当然也有不中的 比如刚才的两个穿着清凉的小姐姐 显然是抽到一个谢谢参与 可是小丑却笑嘻嘻地说 恭喜你 抽中一个爱的抱抱 说完张开双臂 做出要拥抱的姿势 小姐姐却惊叫一声 快速地躲开了 绕到她背后 抢了气球背楼里的气球锤 砰砰砰地 在小丑的头上敲了几下 然后拿着气球锤 也没有归还的意思 就和另一个小姐姐 有说有笑地走了 小丑也不生气 接着让过路的行人抽奖 当然目标人物都是一些年轻人 抽中了就给一个奖品 没抽中的就嬉闹一番 路人也不生气 就当是玩一个游戏 赵安没有要参与的想法 他是一家登市城的销售员 今天出来是为了跑业务 销售的工资其实不高 收入全靠提成 所以跑业务 是很多销售员的常态 今天一大早 赵安就拿着资料 去了一个刚刚交付的楼盘推销灯室 运气不错 成交了好几笔订单 来到这个公园休息 顺便整理客户资料 盘算着 下午要去哪个楼盘推销业务 于是就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嬉皮笑脸的小丑 拦住过往的行人 从抽奖箱子里 摸出三个纸团问道 这位小哥哥 你是要这个金色的纸团 还是这个银色的纸团 还是这个白色的 被拦住的年轻男子 显然也知道这个梗 一把把三个纸团 抢到手里说道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成年人就都知道全部都要 说完依次打开纸团 其中两个都是谢谢参与 只有一个写着 奖励热气球一个 嗯 热气球 好像不错哦 没事可以坐上天溜达 年轻男子 显然对这个奖励很满意 小丑化得裂开的嘴角 微微上扬 恭喜获得热气球一个 说完 他从自己异常宽大的衣服兜里 掏出一个了气球 呼呼呼地几下吹成形 灵巧的手指挽了一个圈 把口子扎好 果然是一个热气球 一个白色的气球 上面写了个草书的热字 年轻男子被气乐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双手接过气球 伸到小丑的耳朵边上 用力一挤 谢谢您嘞 气球崩的一声爆掉了 成功反击的年轻男子 开心地跑掉了 赵安看出来了 这个小丑 显然是一个行为艺术者 故意逗弄过路的人 短暂地接触 并给他们带来快乐 只不过他的穿着 实在太夸张了 头上戴着毛绒的恶魔脚 绵容连体的小丑 一看着有些厚实 也有可能是藏着一些道具 赵安就想问他 难道不热吗 我这跑了一上午的业务 都热得要死要活的 仿佛感受到赵安的注视 嬉戏小丑 蹦蹦跳跳地跑到赵安的面前 说道 小哥哥 要抽奖吗 奖品超级丰厚的 还有一份神秘的大奖哦 赵安笑问道 神秘大奖不是热气球吗 小丑被逗得哈哈大笑 却不接查 自顾自地从抽奖箱里 抓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纸团 红的 绿的 青的 紫的 黑的 彩色的都有 然后依次抛到空中 快速做着抛街球的杂技 笑嘻嘻地看着赵安问道 小哥哥 抽一个 说不定就抽中 我们的神秘大奖了 赵安拿出手机 想给他拍下来 小丑 却连忙制止他说道 快选哦 你要不选的话 我就代替你选择了哦 赵安一乐 哦 那你就帮我选吧 如你所愿 只见小丑单手一抓 抓住一个有些透明的纸团 对就是一个透明的纸团 看起来有些诡异 虚幻 其余颜色的纸团 任由他掉在地上 小丑撇开的嘴角笑容依旧 恭喜你抽中 我们的神秘大奖 说完帮着赵安 把纸团面向赵安拆开 显示出上面的文字 用你身上所有的钱 换取这个真实之眼 可以看穿一切隐藏 看破一切虚妄的 真实之眼 赵安有些猛 心想我身上就二百多块钱 这你也能坑 刚才还有些细细的小丑 脸色突然变得有些严厉 眼神也变得凶狠 请选择换或者不换 这时候的赵安才发现 四周的行人早已消失不见 偌大的公园 就剩他和小丑两个人 晴朗的天空都变得有些阴暗 而小丑的话语 却仿佛灵魂拷问一般 直击赵安的灵魂深处 赵安咽了口吐沫 眼神低沉地问道 为什么是我 一个常识 小丑回答道 你选择完毕后 我就会消失 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 告诉我你的选择 用你身上所有的钱 换取这个真实之眼 换或者不换 十九八七 小丑的声音听着有些迷幻 给赵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而随着倒计时的声音 赵安急忙大声地说道 我选 我选 我选择可以看穿一切隐藏 看破一切虚妄的 真实之眼 呵呵 交易完成 祝你好运 小丑又忽然换上了 嬉皮笑脸的面容 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接着突兀的消失不见 连同刚才掉在地上的纸团 也没了踪迹 仿佛从没有出现过 四周的光线逐渐明亮了起来 赵安看见 原先手里准备拍照的手机 掉在了地上 而自己的左手心里 却多了一个真眼 尼玛 这个不就是和某游戏里的真眼 一模一样真眼吗 提莫爷爷的商城七十五一个 你居然卖我二百多 仿佛透明事物般的真眼 像是 嵌在手心里一样 并不会随着赵安得手翻转而掉落 上面居然还有一个 如同漫画二次元般的介绍方框 真实之眼一集 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百米内 布置一个可以探查方圆一百米的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 可以让你看到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实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看到和探查到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这尼玛 游戏殆尽现实了 还是隐藏版的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布置在人体上 嗯 这个可以有 赵安心里想着 嘴上却忍不住尼南道 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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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赵安当场试验起来 一个真眼插在花坛边的草丛里 只见他的事业 立马变得奇幻无比 仿佛能够从任何视角 观察一百米范围内的任何事物 之前目光只是不到的东西 现在可以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地观看 咦 那是啥 一个偏僻的三角草丛里 居然有一张红彤彤的票子 赵安左右看了一眼 没人 十秒钟后 赵安把票子装进自己兜里 默念道 收回 真眼又回到了手心里面 原来括号里的可回收 是插下去不用了 还可以收回来的意思吗 恭喜获得好运值一百 去收集更多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原来好运值是什么东西 而且还能升级 简直太牛掰了 突然 赵安再次惊呼道 我擦 我的钱 刚才这个神秘的小丑说 这个交易室 是用身上所有的钱 来交换他手里的真实之眼 现在交易达成 真眼在手了 是不是意味着身上的钱 不排除这个可能 赵安赶紧摸出衣服兜里 那用了好多年 都开始掉皮的钱包 刚摸上去的手感 就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打开一看 裹不出其然 空空如也 一毛都不剩 真的是一毛都不剩 他平常钱包里 也有个一两百块的零花钱 要买点早餐 坐坐公交什么的 现在全部都不在了 接着 赵安又摸出手机 以最快的速度解锁 点开微信 支付 钱包 微信钱包里面 本来有一百多的余额 都是平时抢红包抢的 现在显示的 却是0.00 这操作 让赵安完全傻眼 这尼玛 连互联网上的信用货币 都能悄无声息地转走 那银行卡呢 我就不信银行卡上 算了 万一呢 银行卡里 还有赵安这几个月 打工并省吃点 用存下来的8000块 赵安看了看 左手心躺着的真眼 你该不会 把银行卡里的钱 一并转走了吧 不是说 只是身上所有的钱吗 整理了一下衣着 大步朝最近的银行跑去 不去看一眼 终究不会死心 赵安出生在 滇省的一个小县城 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家境一般 上大学的时候 还经常勤工减学 补贴生活费 所以 几千块对赵安来说 是很重要的财产 毕竟也是辛苦打工 并且还得省吃点 用存下来的 现代社会 人心浮躁 金钱至上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跑出了公园 找到最近的提款机 插卡书密码一气呵成 领了查询余额的时候 赵安的手 却都开始有些颤抖了 这些可是他的血汗钱啊 终于还是按下 查询余额的案件 提示音响起 正在查询 请稍后 明明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却依然让赵安觉得 无比的煎熬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等你要失去了 你才知道珍惜 当然 钱财在什么时候 都是值得珍惜的 提款机显示屏上 赫然显示着 你的活气余额0.00 赵安欲哭无泪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提前带个十万八万的 看你能不能给我清零了 真是应了以前的 一句网络流行语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什么叫身无分文 这就是身无分文 啊 也不对 哥们刚才不是 才减了一百块的吗 看着左手心欠着的针眼 大概也就十厘米长 下端是花纹细致的木柄 顶端是金属质感的 像牛角般弯曲的形状 忠心拱为一颗 如同眼睛般的红宝石 发着令人迷醉的璀璨光芒 赵安自言自语道 不就身无分文吗 今天咱们 就从这一百块开始 再次看看这个真眼的介绍 真是只眼一级 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百米内 布置一个可以探查 方圆一百米的真是只眼 真是只眼 可以让你看到 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是只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 看到和探查到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是只眼吧 所有隐藏的事物 哼哼 赵安有主意了 走出自住银行不远 大概也就一百多米 赵安闲停信步 走进一家彩票店 对 华夏福利彩票 要问赵安 是要靠买彩票 来打个翻身仗吗 对 也不对 他要买的 不是双色球之类的 乐透型彩票 而是极开 极对的呱呱彩 既然真眼 可以让隐藏事物 无所遁形 那么 呱呱乐在真眼之下 就是明摆着的东西 不再有任何的秘密 走到把台前 左手不经意间 轻抚把台上的绿植 赵安心中默念 不止 左手虚幻的针眼 突兀的就插在花盆里 然后赵安的视野就变了 凡是眼睛 不能直视到的物品 都以三地轮廓的形式 出现在赵安的眼前 把台上的各种东西 杂志啊 说啊 抽屉里的东西 甚至是背对着赵安的电脑屏幕 只要赵安心念一动 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视线在看向呱呱乐区 好家伙 真是和尚长狮子 明白着 而且居然还有文字介绍 赵安的视野里 就可以看到一个虚幻的小方框 可中十元 真是逼了狗了 有这样的外挂 就算傻瓜来操作 都能中奖的咯 老板 这个怎么卖的 赵安故意指着五元面值的富贵 满堂问道 老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 面容娇好 扎着马尾便 戴个黑矿眼镜 打量了赵安一眼道 这个五块 来十张吧 赵安把刚捡到的一百块 拍在桌子上大气地说 这个可以挑的吧 可以啊 来 找你五十 赵安走上去 看似随意 实则精心地挑了十张 跟老板要了专门刮奖的瓜子 就走到一旁的小桌子上去 刮了起来 刮奖其实是很愉快的事情 加上开卷考试般的双重快乐 让赵安一夜抱穷的心情 一扫而空 第一张 中一百 第二张没中 故意的 第三张 老板 这有个元宝是什么意思啊 赵安拿着刮完的彩票 走到把台去问老板 女老板眼睛一亮 哦 中了 然后这个有点天然呆的女老板 彩票上一扫后说道 两千八百五爷 其他有中的吗 赵安把手里 剩下中了的 六张彩票递了过去 女老板一一扫码 累计三千七百五 帅个运气不错 十张中了七张就三千多 现在要对讲吗 对 女老板拉开抽屉 数了三十七张百元大钞递过来 一共三千七百五十 你数数 赵安接过钱还没数 脑海中就想起了一个 机械般的提示音 不错 很期待 就是不知道要多少 才可以把真眼升到二级 而且 二级又有什么新的功能呢 这一愣神的功夫 为了掩饰 赵安就不数钱了 把钱就捏手里说道 今年运气爆棚 好运连连 接着挂 这次我要挂一本 女老板听到赵安的话 也有些小开心 彩票销售点都是拿提成的 奖金是由彩票中心来出 卖得多他就赚得多 只见他介绍到 这个十五元面值的一本九百 这些都是刚到的 帅哥你挑一本 随便挑 都可以的 赵安又顾忌重施 重新挑了一本 实际上在真眼的作用下 这本牛气冲天里的其中一张 才是这个店所有 呱呱乐中奖金最多的 把手里的钱 点了九百块付给老板 剩下的就大大咧咧地 放到了钱包里 拿起瓜子 赵安又独自来到小桌子上 悠哉悠哉地刮了起来 也就十来分钟 六十张彩票全部挂完 赵安拿着有奖的彩票 回到把台 没中的就丢桌子上了 对家 这些是中奖了的吗 我看一下 女老板拿着扫码器 对着彩票一通扫 大概有二十多张 在扫码器滴滴声中 奖金也在几十几百的累加当中 直到最后一张彩票扫过 扫码器的滴滴声 都仿佛都有些高昂 一等奖 五十万 女老板惊呼 帅哥 你中了一等奖 就是这个系列的最高奖吗 奖金五十万 我们店里 已经很久都没人中过这么大的奖了 你今天真是好运爆棚啊 赵安表情非常淡定 微微一笑道 这么多奖金 你这里可以直接对奖吗 彩票店女老板笑着说 是这样 帅哥 你的这张彩票 中了这个票种的最高奖五十万 由于超过一万块的奖金 要自行到福彩中心领取 所以如果你是要当日对奖的话 需要你带着本人身份证 前往彩票中心领取的 说着 把票递给了赵安接着说道 请你收好 这肯定是当日对啊 身份证我都带了 那我只能给你对你其余的 两千三百四十块女老板 再次从抽屉里 取出两千三百四十块 递给了赵安笑道 然后因为你是在我们店中的奖 这是我们店的荣誉 对我们也是 很好的宣传机会 所以等会儿 我会陪你一起去福彩中心领奖哦 赵安脑海中再次听到 增加两千三百四十好运值的提醒 心中暗自窃喜 不动声色地收回真眼 现在就去吗 对 现在就去 现在十点十五分 去迟了中心下班了 就要等到下午了 好吧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吧 赵安点头说道 接着 彩票店女老板关了玻璃门 用一把长锁锁上 再拉下卷帘门 就在门口拦了辆出租车 往福彩中心而去 去本地的福彩中心的出租车上 天然呆女老板 给彩票中心的主任打了个电话 就跟坐在旁边的赵安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帅哥哪里人啊 多大年纪啊 做什么工作啊 有女朋友没有啊 赵安却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心里都已经开始憧憬 赚取千万财富 迎娶相恋多年女友 走上人生巅峰的轨迹了 女友是大学同学 从大一一起走到 现在已经五年了 毕业了之后 一起在这个城市工作 不过女友进的是 本地的一家地产公司做销售 收入比赵安可高多了 她的女友名叫杨雅琴 她说很喜欢这个城市 有在这边定居的想法 现在的赵安打算 靠着睁眼的超凡能力 赚取可观的财富 以后在这个城市 买下两三套房子 再把双方的父母都接过来 可以住在一起 也可以各住各的 那种有钱了 不用再为了生活奔波 自由畅快的感觉 想想都觉得非常的惬意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目的地彩票中心到了 赵安主动付了钱下了车 走进彩票中心 进门就是宽阔的大厅 大厅左右两边的墙壁上 贴满的已经中奖 并对奖的彩票 双色球的 乐透的 呱呱乐的 密密麻麻的 贴满了整个墙壁 不易而足 毕竟超过一万块的奖金 必须在当地的彩票中心领取 并缴纳20%的 个人偶然所得税 女老板领着赵安 来到彩票中心主任的办公室 张主任看到他俩 主动伸出 手来握手 这就是今天 刮中投奖的幸运吧 你的本人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 赵安回应道 那走吧 我带你 去兑换你的大奖 张主任笑着说道 说吧 带头往外走去 一直走到另外一个大的办公室 里面有好些个工作人员 进门的位置有台电脑 上面连接了一个扫码器 张主任伸过手来说道 请出示你中奖的彩票 赵安连忙把兜里的彩票递上 主任拿过扫码器一扫 第一 接着电脑立马打印出一张兑换票 然后 要过赵安的身份证 把兑票和身份证 递给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先完税 工作人员接过来操作一番 看着赵安说道 赵先生你好 首先恭喜你中的大奖50万元 其次是按照国家规定 必须缴纳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 请签字 然后递过来一张打印好的税单 赵安审视了一下 麻利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接着 另一个工作人员过来询问 奖金是要现金还是打卡上 现金多不方便 赵安递过了自己的银行卡 这个工作人员再次操作一番 银行收款短信还没有到 赵安的脑海 先想起刚才同样的机械的女生 恭喜获得好运值40万 好运值加4000 你的真实只眼升级 等级2 你的真实只眼升级 等级3 这就到三级了 现在不适合查看 等一下找个没人的地方 再仔细研究 张主任看到打款成功 再次地跟赵安握手 恭喜了 谢谢赵安也有些高兴 还有什么程序吗 张主任笑着说道 接下来就是照相了 不过100万以下可以省略 需要省略吗 省略吧 赵安说道 那就再见吧 欢迎下次再来哦 结束了兑换流程 赵安就跟彩票店的女老板一起 走出了彩票中心的大门 接下来又陪同女老板去广告公司 打印了一幅横幅广告 就一起坐车回去了 估计接下来一个月时间 这家华夏福利彩票的销售点的门口 都会挂着这个横幅 恭喜本站彩名赵先生 喜中呱呱乐牛气 冲天头奖50万元 此刻的赵安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都里有钱 心中不慌 他随意找了家大排档 解决了中午饭 然后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出租房 准备仔细研究研究 升级到三级的真势之眼 相比一级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增加了一些什么新的功能 安摊开自己的左手 看向现在手心的真眼 真势之眼三级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10公里内 不止三个 可以探查方圆1000米 含地下一百米的真势之眼 真势之眼可以让你看到 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势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看到和探查到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势之眼吧 首先是可以插的眼 由最初的一个变成了三个 其次是可布置范围的增加 而且一增加就是10公里 10公里的距离 完全可以人在视中心 却可以把眼插到视角的位置 可探查范围也增加了 连升两级的结果 就是以前只能探查100米 现在是1000米 还有地下一百米 也可以探查了 赵安心里嘀咕 地下一百米是什么鬼 这是要我去考古吗 摸金发秋 班山谢灵 还是要我去扮演麒麟小哥 不过新升级的强大功能 再次刷新了赵安的感官 对比早上钱财消失的失落 赵安忍不住心里默默地念了句 果然 万事万物都逃不过真相定律 然后赵安又犯愁了 接下来该怎么靠真眼继续赚钱 难道又去买呱呱彩 虽然彩票中心的张主任 笑眯眯说了 欢迎再来 但你要是接二连三地去对讲 百分百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 肯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或者换个城市买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赵安心一横 不管了 有钱了 先改善改善生活 两三套房买不起 衣服鞋袜该置换身心的了 手机倒不用换新的 不过可以给杨亚琴买一个 嘿嘿 虽然都说13箱 但买个新款的苹果12 杨亚琴一定会觉得惊喜的 赵安的女朋友杨亚琴 在地产公司上班 工资虽然比赵安高 但也是刚入职不久 再加上女孩子嘛 花销要大一些 而且两个月前 刚买苹果11plus 新款苹果12只能忍痛 暂且不买了 说干就干 赵安再次出门 来到国民男装海澜之家 给自己选了一套偏休闲的行头 接着去苹果手机专卖 买了部苹果12的手机 128G的 然后还去了趟珠宝店 买了穿钻石的项链 花了两万多 毕竟好像一直以来 赵安都没有送过什么 像样的礼物给女朋友 最后还订了一束花 这些都搞定了 赵安才摸出 电话打给杨雅琴 宝宝 要下班了吗 快了 电话那头回应道 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有话对你说哦 好的 在哪 你想吃什么 今天你做主哦 一通逆味的电话下来 订下了吃饭的时间地点 赵安又回到出租房 小睡了一会儿 今天一天悲喜交加 东奔西跑 也有些累了 而且还要为晚上的节目 养精蓄锐 毕竟中午不睡 下午白费 下午不睡 晚上崩溃 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赵安没想到 晚上赴约吃饭 自己的礼物 都还没有来递及送 相恋五年的女友 竟然跟自己提出分手 昏黄淡雅的餐厅里 赵安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瞪大了眼睛 你是吃错药了 还是没有睡醒 我给你一个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这是一家情侣主题餐厅 场景布置的清新淡雅 却又不是暧昧的气氛 消费当然有些偏高 赵安以前是没有机会 在这里消费的 不过现在兜里有钱 心中不慌 吃一顿 怎么也是吃得起的 所以早早地 便在这里定好了位置 只是现在的赵安心里 却一点 也没有觉得气氛暧昧 反而觉得 身体如同掉进了冰窖里 再癌上一记晴天霹雳 她搞不明白 好端端的 对方为什么要提出分手 我踏马的马上就要起飞了 你就不想跟我一起 见识一下世界的繁华 没错 就是分手这个模样清纯 眉目清秀的女子 眼神决绝地 看着赵安的眼睛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就是赵安的女朋友 杨雅琴 大学同窗 五年恋人 此时坐在赵安的对面 却仿佛是一个陌生人 从未有过的陌生感 让她紧张又失态 而且 他们谈了五年 在赵安眼里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固 甚至就连刚才的电话里 都还在甜蜜地腻歪着 如今这样 实在是让赵安想不通 赵安一把抓住杨雅琴的手 质问道 为什么 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说分手 我哪点做得不好吗 还是你就那么不相信 我能带你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 杨雅琴挣脱赵安的手 一脸不屑地说 在你眼里 什么叫好日子 怎么过好日子 靠你卖灯泡吗 赵安正打算反驳说 我是卖灯士 不是灯泡 何况自己现在有了超凡能力 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 银行卡上 有已经几十万躺着 以后还能十倍百倍地赚钱什么的 杨雅琴已经连猪泡般地开口说道 赵安 赵先生 我踏马地认识你五年了 你请我在像样的餐厅吃过饭吗 有送过我像样的礼物吗 从毕业到现在 你工资还是四千三 连我的一半都不到 要不是李秋水给你介绍工作 你恐怕连四千三的工作都找不到 你在这个城市生存都勉强 出人头地更是难上加难 我很难想象 继续跟你在一起 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现在我把实话告诉你吧 也就因为你有点小帅 我也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备胎 而像你这样的备胎 我还有好多个 所以我们分手吧 当然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来缠着我 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赵安脸上充满了震惊 自己原本以为的相亲相爱 真相却是这个可耻的女人 把自己当成了备胎 而像自己这样的备胎 这女人还有好多个 我踏码的真是个傻逼 五年了 竟然都发现不了 原来这就是我一厢情愿的爱情 去你的吧 赵安冷笑着 拿出下午刚买的爱风十二 准备反逢几句 谁料杨雅琴更是讥讽的一笑 把手往手提包里一掏 三个手指捏着一个手机出来 在赵安眼前晃了晃道 不好意思 上个星期就买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要强 喜欢的东西我就得买 怎么样 不便宜吧 花掉你全部存款吧 你说你 值得骂杨雅琴不给赵安辩解的机会 继续嘲讽到 买个手机大几千 随随便便买个包上万块 我想问你知道 什么才叫好日子吗 住的有套房子吧 出行的有车子吧 衣食住行的有票子吧 没有票子 你拿什么养我 我可不想跟着你受穷受累过 喝西北风的日子 赵安平时吐槽别人言辞犀利 如今却被杨雅琴也得说不出话来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 我有钱 杨雅琴听到说 你有钱 一万还是八千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了 我也不是以前的我 那么好哄了 本来我也没打算让你出局 你人虽然穷是穷了一点 但是模样还是挺俊的 床上的功夫也还行 不吵不闹 不争不抢的 我也没打算 马上踹了你 可你今天这么做 是几个意思 买身新衣服穿上 请我到情侣主题餐厅 准备送我新手机 是不是还订了树花 说着略微俯身 大眼睛盯着赵安说 你是想跟我求婚吗 哈哈 你的戒指呢 掏出来给我看看 有钻石吗 几颗拉的 正说的兴起 一个穿着硬有 快乐奔跑 马甲小歌手 拿着一束玫瑰跑了过来 赵先生你好 你的跑腿订单 请签收 然后在赵安签收后 又疯一样地跑掉了 看着这束娇艳的玫瑰 杨雅琴眼神显得有些玩味 又有些得意 反观赵安愈发的失落沉默 本来他今天 突然拥有了奇迹般的超凡能力 并且靠着这个能力 价子赚了四十多万 从今后得的他 将不再只是个穷小子 而是即将飞黄腾达 一朝飞天的潜力骨 可是这些现在看来 就是一场笑话 什么五年的感情 都是假的 什么清纯可人 都是骗人的 自己的一厢情愿换来的 不过是别人 把自己当作备胎 接着呢 拿出来看看杨雅琴笑颜如花 故意地伸出左手 要不你求婚吧 说不定 我看在你技术好的缘故 就答应你啊 我就是单纯地想分享一下 喜悦的心情 你这贱人 居然误会 我要求婚 美好的过往 如梦幻泡影般破碎 绩效嘲讽 都不是难过的源头 欺瞒背叛才是 是的 在赵安眼里 这个女人背叛了自己 备胎啊 多么讽刺的事情 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安真想起身在她脸上 给她来上两巴掌 可打女人这种事 又太丢愤了 坐立男安左右为难着 想想都有修窝呢 不行 我得反击 赵安平常嘴皮子还算利索 不能就这么轻易倒下 赵安怒急返笑 说道 你就这么认定 我就一辈子上不了台面 在你眼里 我就一定会穷一辈子 杨雅琴冷笑一声 不然怎样 真以为我会嫁给你 讲真的 就是最大的原罪 跟你谈恋爱 使我感觉我这辈子 最耻辱的事情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也不要联系我 不要玷污我纯洁的灵魂 永远在我面前消失 说完 拿起桌上的小提包 起身在眼神 决绝地看了赵安一眼 再见 再也不见 说完头也不回地 推门走了 我尼玛 愤怒的赵安 没有起身挽留 因为没有必要 这个以前深爱过的女人 现在却让她感觉 无比的厌恶 她想起了以前 有本书这样写道 默契少年穷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以前觉得 这话说得很中二 现在却深以为然 亏得赵安还打算请她吃饭 费了心思 点了很多她爱吃的 现在自己一个人 又吃不了那么多 只见她摸出手机 打来的电话 喂 秋水 吃饭没 出来吃饭 喂着我发给你 李秋水是赵安大学同学 关系非常的要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穿一条裤子的那种 赵安叫过服务员 让推迟二十分钟上彩 顺便把花拿去丢掉 别一会死党看到了 又是一顿嘲笑 不多时 一个长相斯文 眼神轻挑 嘴角微微上扬的男子 推门进来 赵安招呼一声 这里 这就是李秋水了 家境殷实的李秋水 是个富二代 从小就喜欢飞鹰走狗 钓鱼摸虾 钓郎当的外表下 是一颗正直善良的心 是赵安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 赵安在登石城的工作 还是他介绍的 李秋水拉椅子 坐下开口就是一句 咋的啦 兄弟 无缘无故叫我到这里吃饭 你是要跟我搞鸡吗 搞莫子鸡 老子要搞你的鸡 还用等到今天 那你这上几个意思啊 李秋水不解地问道 在好基友面前 赵安毫不避讳地说 本来打算请杨雅琴吃饭的 结果他以为我要跟他求婚 赶紧像丢包袱一样 跟我分手了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尼玛 你这诗居然唱了起来 气得赵安拿起桌上的杯子御杂 李秋水立马双手交叉 做了个防御姿态 虽然你们在一起五年了 但我作为见证者 却一直都就不看好你俩 只是我又不太好说 你俩就像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 见赵安又在找水杯 赶紧改口 当然 你是鲜花 你是一朵出淤泥不染的白莲花 插在牛粪上 怎么样 插得爽不 润不 赵安听着这个兄弟插可打混 刚刚失恋带被羞辱的憋们 心情却好转了一些 正好这个时候菜上来了 就说道 别他妈的胡说八道 赶紧吃饭 吃完再陪我撸串去 火速吃完 赵安把账结了 两人打车走人 去了老字号路边摊 喝酒撸串 一直到大半夜 结果赵安还喝得鸣鼎大醉 被李秋水送回出租房 次日醒来 头痛欲裂的赵安 一早就接到李秋水的电话 什么 去钓鱼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长江根据流域分段不同 有不同的别称 发源地叫驼驼河 山高暗险中年积雪 当驱口以下到八堂河口叫通天河 当然这个通天河 不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 水势平缓 河谷宽阔 通天河下游叫金沙江 因盛产黄金而得名 在下游 还有川江 杨子江的称呼 水量丰富 历史悠久 是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之一 宿醉未醒的赵安 被精力充沛的李秋水 拉到了长江边上 准备钓鱼 还美其名曰 为了安慰赵安受伤的心灵 带他出来散散心 赵安反而觉得 他其实就是想找一个钓友 自幼生长在长江边的李秋水 从小就是钓鱼爱好者 家里各种钓区上百种 关于钓鱼他还有各种说辞 什么一曲高歌一尊九 一人独钓一江丘 还有一缩一粒一片粥 一丈四轮一鱼钩 这在赵安看来 简直像一个神经病 李秋水一边整理鱼竿鱼线 一边坐儿打窝 还一边调侃着赵安 盛装出席 只为钓鱼 雷霆嘎巴 鸡脚嘎拉 这番言语 把赵安整得哭笑不得 却又不得不反击 你不知道刚出台的政策 长江流域十年禁鱼 小心警察叔叔过来 没收你的鱼竿 再把你关小黑屋里 这你就理解错了 你看我这一干一掉 规规拒绝 赵安不甘心继续反击道 善反穷三代 钓鱼毁一生 一招学会狗撵兔 从此踏上不归路 谁料李秋水不但不生气 还惊奇地说 又为学会抄段子了 来来来 咱们battle battle 赵安今天才没心思跟他斗嘴 拿过一根鱼竿 熟练的挂耳 抛肝 坐在小马扎上 悠哉悠哉钓起鱼来 老话怎么说来着 来都来了 将就着吧 以前也没少陪这家伙来钓鱼 不知道针眼在这里效果怎么样 想到这里 赵安趁里秋水不注意 不动声息地布置一个针眼在身旁 赵安的视野 随着针眼的布置再次改变 水里的各种鱼虾泻 各种水生动植物 在赵安眼里清晰可见 江水的折射和散光 完全不存在 滔滔的江水 在赵安面前 像是一个大号的水族箱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赵安看向其中一条鱼 旁边的介绍更加的生动 长江河里 长42厘米 重量1.8千克 野性四星 野性都给你标出了星级 升到三级的针眼功能强大的一匹啊 还有地面100米以下的鹅卵石泥沙 层层叠叠叠都可以看到 目光所及的鹅卵石也有介绍 小号鹅卵石 最大圆镜63.4厘米 印度6级 泥沙都有标注 沙粒 最大圆镜0.04厘米 可用作建筑材料 当然不看的话就没有介绍 不然密密麻麻的 会晃得你眼花 其中有些泥沙还闪着光点 赵安看过去有显示介绍 金沙粒 重量0.08克 可提取黄金 赵安摇摇头表示 没纳技术 水下里秋水所打的窝料处 已经有好几条一尺来长的鱿鱼 在嚼石散落在河床底的窝料 赵安收缩线轮调整鱼钩 调整到一条野性 只有二星的草鱼前边 这条草鱼吃时有些慵懒 小嘴一张一息地吸食着美味的窝料 连带着钓耳一起吃进了嘴里 钓钩在嚼石的时候 直接挂在了草鱼的牙床上 草鱼吃痛 尾其猛的一摆就要逃走 赵安视野里 看见这鱼咬勾咬的结实了 在浮飘刚刚下沉的一瞬间 就握紧鱼杆 右手卡住线轮的保险 左手把这线轮的摇坝 收紧鱼线 溜起鱼来 这条鱼野性只有两星 略微挣扎了几下 就被拉到了岸边 我靠 可以啊 开门红 今天是要抱筒的节奏啊 李秋水两眼放光的惊呼道 从今天起 告别空军 手上的动作 却一点都不慢 单手拿着抄网一抄 就把这条三斤多的草鱼 抄出水面 麻利地解下钓钩 右手虎口张开 卡住两边塞盖 左手握住鱼尾前端 草鱼挣扎不脱 一秒钟的功夫 就被放到的鱼户里 李秋水看着再次挂耳的赵安 嘴里字字两声道 果然是擒场示意 钓场得意 我敢打赌 你今天起码能钓上来两条鱼 赵安却不接他这茬 继续过耳抛肝 嘴里有些信义阑珊的说道 我昨天早上买彩票 中了五十万 李秋水大概没听清 你说啥 啥五十万 赵安扭过头 看着这个家伙 提上一口气 大声说道 我说 我 昨天买彩票 中了五十万 本来打算给杨雅琴一个惊喜的 谁知道 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备胎 还以为我昨天 是要跟他求婚来着 怕我黏着他 像甩牛皮糖一样 把我给甩了 搞得我中彩票的心情都没了 李秋水疑惑道 听说过 你又买彩票的爱好啊 赵安假装大跌跌地回答道 就随意地买了几张 谁知道就中了 那这个杨雅琴 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秋水一脸玩味地打去道 要不你带上 这五十万 下午的时候 咱们去他那 买上一套房子 惊掉他的下巴 这种装逼打脸的瓜 我可是最喜欢吃的了 赵安有些嫌弃道 钱财乃身外之物 为了装逼 特意去买房子 显得太刻意了 李秋水打去道 啥时候 见你觉悟这么高了 刻意就刻意 就许他羞辱你 还不许你还回去了 赵安心意阑珊地说道 算了 这样做的话 他还会以为 是你借钱给我 特意去装这个逼 心里面还不知道 是怎么编排我 而且 他昨天那么羞辱我 我也不想再见到他 何必去跟他增加业绩 说着 又一条鱼上钩 赵安熟练地溜鱼 再拉到岸边 李秋水这次震惊了 这他瞄得才几分钟 你这就第二条了 手上却不慢 一抄网把鱼抄上岸 马里的解鱼落袋道 你昨晚上踩狗屎了 运气这么好 长江河鱼是出了名的难钓 你这一下钓两条 都不带掩饰的 你给我说道说道 有什么秘诀没有 快快快 赶紧的 赵安只好善笑道 哪里有什么秘诀 运气好运气好 赶紧转移话题道 你看今天都收获了两条鱼 是拿回去清蒸 还是红烧好 李秋水比一道 什么清蒸红烧 野生合鱼 烤着吃才是最香 哼哼 我要认真了 今天要不钓个十条八条的 绝不收干 我一专业钓手 还能被你比下去 赵安听他这样说 却不想再靠针眼 再作弊下去了 这是他最好的朋友 娱乐道还可以 叫真的花酒 没有必要了 想到这里 赵安就准备 把针眼收回来 靠真本事钓鱼 本来也就是打算 钓鱼放松心情的 正当赵安伸出左手 准备回收针眼的时候 发现他的视野里 在河岸上方大概300多米处 一处独立显眼的红光 一闪一闪的 吸引了赵安的注意 目光凝聚看下介绍 让赵安倒吸了一口凉气 狗头金矿石 重量16.34千克 纯度91.3 可换取可观的财富 居然是金矿石 还是这么大一块 之所以没有一开始没有看到 是因为赵安刚才的视线 是正前方的河面 看鱼去了 而新发现的狗头金矿石 是在河岸上 大概两米多深的地方埋藏着 也就是赵安的左上方 算是视野盲区 没有一开始就看到 也属正常 以前赵安还老是 在新闻上看到说某某 在河边捡到狗头金 某某又在哪里捡到狗头金 今天居然轮到自己发现了 还是这么大一块 睁眼的介绍上说有30多金 含金量还这么高 埋的也不算深 才两米多 完全可以自行挖掘 赵安心里有了定计 晚上独自带上十字搞铁锹 过来挖金矿 这里就有人说了 为什么不告诉李秋水 是想吃毒食吗 首先是不好解释 你是如何知道 这个确切的位置挖下去 就能有金矿石的 而且越解释 暴露的东西更多 麻烦也会更多 所以有时候 吃毒食是必要的 何况李秋水家里 是开代工工厂的 他这样的富二代 还不一定看得上这块金矿石 说不定还没有 他对河里的鱼兴趣大 于是赵安记住了这个位置 悄然收回针眼 接着不动声色地钓起鱼来 不多时 李秋水的第一条鱼也上钩了 把他兴奋地大呼小叫 看到没 大鱼上钩了 赵安见李秋水中鱼了 也放下自己的钓具 换上了钞网 等李秋水把鱼溜到岸边 熟练把鱼抄上了岸 是一条大概二三两的鲫鱼 水哥威武 水哥霸气 赵安打趣道 不愧是长江钓鱼比赛 幼儿组的冠军 把李秋水气得牙痒痒 去去去 就这样 在两个好基友的互相打趣中 俩人钓到晌午时候 秋水又钓上来两条鱼 赵安也凭运气再钓一条 两人看鱼货蛮多 决定收工打到回府 收拾好鱼具和收获的两人 找了家烤鱼店 搞个来货家 大大小小六条鱼 打起来也有小时鲸左右 一个不留 全部烤了 烤鱼店本来中午是不营业的 一般是夜间才开门 不过两人是熟客 李秋水又提前打过招呼 老板就破例给他们烤上 李秋水要过两瓶啤酒 自己倒上一杯 给赵安也倒上 一边倒一边问道 赵安啊 以后有什么打算 如果是小富吉安 四十万回你们小县城 倒也能轻松快活地过上小康生活 在这里的话 可能真的连套房子首付都不够 赵安端起杯子 喝了一口啤酒 说道 四十万确实不多 也干不了什么大的事情 不过打工的话 也够打好些年了 所以我打算 先把登市城的给工作辞了 回头你跟你叔说一下 我就不亲自去了 李秋水也端起杯子一口喝干 接着又自己倒上说道 辞职也好 那的工作工资不高 提成也少 当初我建议你去我家厂子里 当个小领导 你自己又摸不开面子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小子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没事 不干就不干吧 回头我给叔说一声就行 赵安举杯跟他碰了下 两人各自干了一杯 赵安说道 谢了 可能就是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吧 嗯 博彩也算赌的一种 我打算先还几天 过几天再看看 有什么合适项目 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反正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做生意又不会 就只有钓钓鱼 摸摸虾 才能维持得了生活的样子 正好于考好了端了上来 李秋水模仿着网上的段子 啪哩啪气地说道 赵安就受不了他这个痞样 当即讽刺道 当心单反穷三代 钓鱼毁一声 李秋水再给赵安倒上酒 嘴上说道 那不能 我这只是娱乐消遣 又不是干不好 就得回家继承百易家产的那样 再说 我家老头子 也没有百易家产给我继承 我也就偷得福生半日闲 一杆一线钓长年 赵安知道 她是故意念着歪师来逗自己开心 心里也十分感动 觉得不管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好朋友陪着 哪怕她没能给予什么实质的帮助 就这样说说闹闹 一如从前的模样 也是极大的满足了 两人就这样互相打趣 一如从前那样 愉快地吃完了烤鱼 赵安惦记着晚上挖矿的事情 就跟李秋水到了别 各自离开 赵安却没有立刻回到出租房 而是先去了个杂货店 买了一个十字稿 一把铁锹 一个小铁锤 还有一根铁签子 至于赵明灯就不用买了 因为真眼的视野 那是比白天都还要清晰的 接着又去户外用品店 买了一个结实的背包 为晚上得挖矿之行 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然后才回到出租房 这个时候赵安也感觉很疲倦了 昨天一天大起大落好几回 先是收获了神奇的真眼 接着背包清零 钱财被洗劫一空 买彩票又中奖四十万大钞 本想着跟恋人分享喜悦 却又被迫失恋 想找个人安慰 又被灌得鸣顶大醉 酒还未醒 一大早又被拉起来钓鱼 筋疲力尽的赵安 订了个闹钟倒头就睡 期望恢复恢复精力 晚上还要去挖矿 这可是个体力火 晚上八点 赵安在闹铃的吵闹钟行转 五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让他的精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摊开左手 只有赵安能看见的真眼 牵在手心里 虚幻的光芒流转 让赵安沉醉其中 感觉不是那么真实 窗外的哗啦啦的雨声 又把赵安又拉回了现实 我靠 要冲洗这个浮躁的世界 街上没有一个行人 偶尔有一两辆车匆匆而过 飞速旋转的车轮 把路面的积水 碾起一米多高 又快速地掉落 溅起一片片水花 我靠 这么大的雨我还怎么挖矿啊 赵安心里郁闷地想 这里离江边 应该不到十公里吧 升到了三级的真眼 可以在赵安身处的 十公里内布置 他伸出左手心里默念 布置 一个真实之眼 就插在赵安和李秋水之前 钓鱼的位置 视野里长江的水位 都上涨了两米 赵安发现金矿石的位置 同样被江水淹没 完全没有办法独自挖掘 除非开一台挖掘机去 那就要看挖掘机技术 到底哪家强了 赵安自嘲道 算了 干饭去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人干饭得用盆 楼下的小饭店 也因为这场雨 人可稀少 赵安点了三个菜 一荤一素一汤 大块朵一之后 回房间接着困叫 一夜无事 直到天亮 醒来的赵安 感觉神清气爽 雨也停了 天也晴了 洗漱穿衣服 一气呵成 来到楼下点了一份水饺 两个卤蛋一份豆浆 吃饱喝足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正在这时 两辆警车 一前一后停在了门口 上面下来了四个警察 三男一女 穿着警服 看警衔一个两杠三花 其余三个都是两杠一花 下了车的警察 两个往楼上走去 两个往小饭店走了进来 为首的两杠三花 叫过小饭店的老板 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问道 一看指着赵安说 那不就是 赵安先前是背对着门口 两个警察转过身 刚好和他来了个面对面 赵安一脸的疑惑 这几个警察 是来找我的 我最近没犯事啊 我一个三好市民 犯法的事 可是从来都不沾边的 我一手的两杠三花 长得大方脸 眼神犀利地看着赵安说 你好 请问是叫赵安吗 请出示身份证 赵安面带疑惑地说 我是 说着掏出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 请问有什么事吗 方脸警察接过来 拿了一个有点像手机一样的机器 把身份证一放 然后然后操作一番 就还给了赵安并说道 是这样 我们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下 请你跟我们回一下公安局 赵安收好身份证 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 但听他讲 又仅仅是协助调查 就很失去道 好的 接着叫过老板结了账 就跟着两个警察上了警车 警车行驶在路上 车上两个警察一言不发 赵安显得有些局促 心里有很多疑惑 啥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啊 不多时 警车开进了市公安局 两个警察把赵安带到了 一个门上 写着问讯室的房间 里面有一张办公桌 桌子两边 各放了几张椅子 其中一个警察在桌子那头坐下 另一个把门关上 并向赵安说道 请坐 然后自己也到另一边坐下 方连警察开口道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 我姓何 针对近期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询问采用双人询问制 并全程录音录像 说着指了下房间 两个对角的监视器 继续说道 希望你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赵安点点头说道 明白 我会句实回答的 姓名 赵安 年龄 23 认识一个叫杨雅琴的吗 认识 她是我女朋友 不过两天前 我们分手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为什么分手 我们在一起五年多 可能她觉得 我是个穷小子 满足不了她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所以 赵安摊开两手 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至于备胎的事情 实在是难以启齿 和警官面露疑惑 不对啊 我们查了你的银行记录 你的卡上 最近新增加了40万元 那你有没有查到 我那突然失踪的8000块呢 赵安心里吐槽 嘴上却不敢怠慢 那是我前天买彩票中的 他并不知道我中奖 而是很着急的 就跟我 单方面的说分手了 说着 从钱包里摸出税单 以及福彩中心的中奖证明 递了过去 另外一个警察接了过去说 我需要复印一下 说完 便拿拿了税单 以及中奖证明 到角落的复印机复印去了 杨雅琴最近有跟你联系过吗 何警官继续问道 没有 前天晚上之后 就没有再联系过 赵安有些好奇 随即有些忐忑地问道 何警官 他出什么事了吗 他死了 何警官面无表情 就像是在叙述一个冷漠的故事 他死了 这三个字 却仿佛电机一样 贯穿赵安的耳膜 震撼了他的听觉神经 难以置信地回荡在他的脑海 他怎么死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疾病 也没听说他招惹什么人 前天还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死了 赵安有些激动地问道 虽然是杨雅琴把他当作备胎 可是赵安不是冷血动物 这五年的感情 五年的点点滴滴 他心里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即使杨雅琴不安好心 可也不是说忘就忘 说放手就能放手的 骤然之间听说杨雅琴的死讯 难免总会会有些失态 这一刹 他想起了与杨雅琴初见时的经验 在见识自己的羞涩 相识时彼此的仰慕 到相恋时的喜悦 再到分手时 自己的失落 还有得知他死讯 自己心里的百般滋味 说死的好吧 显得自己冷血 说可惜可怜吧 自己也只是备胎 还是被换下来的那种 没资格 和警官把他的复杂表情看在眼里 却没有表现出什么 而是继续向他陈述案情 今天早上六点 两个钓鱼爱好者 在回水沥的江边上 发现了他的尸体 警方初步判定他是被谋杀致死 请问你昨天晚上 八点到十点是在什么地方 赵安有些恼怒 你是在怀疑我吗 警官 我做事一向光明正大 就算是他不爱我了 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 那也是他的自由 我怎么会杀害他呢 再说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 就凭他是我前女友 另一个警官复印完毕 回来拉过椅子坐下说道 我们有我们的办案流程 请你配合 如实地回答问题 赵安也察觉自己有些失态 只好回答 昨天我一下午 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醒来时刚好八点 我订了闹钟 当时看到屋外下起了暴雨 就没有外出活动 只是在八点半左右 到刚才的小饭店吃了顿饭 完了大概九点多 就回房间继续睡觉了 接着何警官 又问了其他的几个问题 赵安也如实地回答 最后 何警官把笔录给赵安看了笔录 并签字按手印 赵安照做后 何警官便拿着笔录出去了 另一个警官则留在这里 赵安便向这个警官打听 他在哪里 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关于案情机密 恕我不便透露 而且 你不是亲属 不可以探望 你先就在这里稍待一会儿 等我们的通知 留下来看着赵安的警官说道 所以 自己这事 被拘留了 赵安心里一阵烦躁 这个杨亚琴 死了都让自己难受 香菇 这时候 另外一间办公室 刚才的两个警察也回来了 和警官坐办公桌后 喝了一口水问道 小李 说说赵安附近走访的情况 这个小李 也就是那个女警员说道 根据我们走访的情况 这个赵安搬过来六七个月了 平时基本上是早出晚归 几乎都是独自一人 也很少带人回来 晚上回家后 也很少出门 喜欢去楼下小饭店吃饭 与附近居民 几乎没有太多交集 另外一个警察也说道 我们调取附近街道和楼道的监控 发现这个赵安 确实在昨晚8点20分外出 但只是在小饭店吃饭 9点10分回去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和警官陈英办上 说道 那这个赵安 基本可以排除嫌疑了 试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详细的试检报告出来了吗 小李说 还没有 由于尸体经过长时间水泡 详细的试检报告 可能会推迟一会儿 和警官起身 交代两个警员道 你俩去养雅琴 工作和住宿的地方 继续探查 看一下死者最近 都和些什么人来往 还有去电信局 打印一份死者的电话清单 说完走回了赵安所在的问询室 伸手跟赵安握了下手道 谢谢你的配合 你可以走了 有什么线索 请及时地告知我们 回去以后 记得不要随意地宣传案情 一切以我们公安局的公告为主 说吧 让另一个警员送赵安回去 赵安却表示不必了 说自己 还有其他事安排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自行离开 赵安独自走出了 市公安局的大门 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他曾经用真心 爱了五年的女人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虽然最后他说出了那样的话 赵安也没心情 去甄别他话里的真假 最起码五年的感情 也不是两天时间 说忘就忘说放就放的 这五年里 他都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 骤然听闻这个噩耗 换谁都会接受不了 赵安心里想着 也许我可以做些什么 赵安想着真眼的强大 也许可以靠着真眼的功能 找到杀害他的凶手 将之绳之以法 毕竟自己也睡了 他那么多年 虽然是个贱货 但那也是我的贱货 关键还是发生了 跟自己有关的命案 说不定会有警察会盯着自己 那就不好去挖取 将岸上的狗头金矿石了 万一正挖得起劲 一群警察把你包围 那该怎么解释 挖坑自埋殉情吗 在完全解除自己的嫌疑 或者找到真凶之前 自己都不方便 去做一些容易引人注意的事情 想到这里 赵安随即伸出左手 默念布置 一个真眼布置在了 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上 随即切换视野 在大楼里仔细查找 终于找到了目标 解剖室 只见一具女师躺在解剖台上 赫然就是杨雅琴 只是现在的她 不再咄咄逼人 而是安安静静地躺着 身体透着泡水过后的浮肿 身上 脸上长出一些恶心的斑点 那是尸斑 赵安有些不忍心在看 于是查找了试检报告 上面写着 死者 杨雅琴 23岁 头部有一刀大面积凹陷 最大深度2.3厘米 怀疑是为钝气所伤 此为致命伤 身体其余无具体伤痕 赵安又查找了一番 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没有更多的线索 这就有些难受了 对了 她身上的物品呢 她随身携带的包盒手机呢 那手机和包赵安上次都见过 她那么喜欢他的包盒手机 肯定是随身携带的 现在没有找到他的包盒手机 说不定他的提包盒手机里 会有什么线索 关于找东西 真眼在手的赵安 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说干就干 赵安打了个车 来到杨雅琴的住处 这是一栋电梯公寓 当初本来他本打算 同杨雅琴合租在一起住的 却遭到杨雅琴的激烈反对 和这自己只是一个备胎 哪有资格跟他合租吗 赵安一个真眼 于是赵安推测到 杨雅琴是被江水冲到江边的 那他就是在江水的上游被抛尸的 那么沿着江边一路插着真眼走 仔细地寻找 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再次打个车来到沿江路 这里离江边只有不到100米距离 发现杨雅琴尸体的江边 就叫回水驼 因江水流至这里 会产生很多漩涡而得名 有可能正是因为多个漩涡的作用 才把他的尸体冲到了岸边 要不然就可能葬身于腹了 赵安收回所有的真眼 以长江为中心 三个真眼分别并排插插下去 然后仔细地在真实的视野下仔细探查 凡是跟提包和手机相像的 都看一下详细信息 约莫十来分钟 探查完毕 毫无收获 接着赵安原地不动 回收了真眼 网上挪了1000米 再次插下真眼探查 反正10公里内都可以随意布置 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感 花费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都沿江探查了20多公里 结果却一无所获 赵安怀疑 是不是自己探查得不够仔细 会不会有什么遗漏 有心想 倒回来再找一遍 奈何姑姑叫的肚子 提醒了他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时节是小 饿死是大 皇帝还不拆恶兵呢 先不管了 找地方填报肚子再说 赵安摸出手机 在大众点评上 找了一家在附近的 平分高的名叫 刘姐四方菜的饭馆 距离大约50米 不远 走了几步也就到了 进门看见空落落的 这个时间点 也不会有什么客人 赵安找了张干净的空桌子坐下 点了三菜一汤 李秋水在旁边 插颗打昏痘痘嘴 那才下饭 勉强吃了八成饱 再喝口汤溜溜缝 最后扯过桌上的纸巾擦下嘴 再随手丢到桌下的垃圾桶里 等等 垃圾 有没有可能被当作垃圾 给丢掉了 那我要翻遍全程的垃圾桶吗 叫过老板结了账 赵安心事重重地 走出这家饭店 翻遍全程的垃圾桶 不太现实 而所有的垃圾 最终都会集中到垃圾处理站 而且这时候 垃圾处理站位于市郊的鸡脚嘎拉里 出租司机本来不愿去的 不过赵安说了句 加钱就去负在金钱的淫威下了 半小时后 出租车停在了试垃圾处理站的门口 赵安付了一百块 并对司机说 在这里等我十分钟 等一下再给你一百 出租车司机欣然答应了 赵安一下车 就随手把睁眼插在垃圾处理站里面 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 赵安插眼的手法越来越熟练 探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进门是一个铝合金架子 盖上采钢瓦大的一个操作间 几个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奋捡垃圾 把可回收的废品收集起来 估计是要卖掉的 另一个单独的铁盒子 装着从垃圾里捡出的钢泵 纸币 还有手机等价值高点的物品 其中一部手机正是最新款的iPhone 12 它的屏幕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 像是被压录机碾压过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杨亚琴的 赵安在睁眼视野下 看了下这部手机的介绍 破损的iPhone 12手机 被敲击了十几下 曾经的主人是杨亚琴 找到了 就是他 接下来就是怎么拿回来了 只见赵安脸上堆起笑容 打了个招呼 打扰一下 几位师傅 几个工人看向赵安 其中一个个子高大的工人 像是领头的说道 你怎么进来的 没看到门口的闲人免禁吗 赵安赶紧摸出 刚才路边顺手买的烟 一人发一支 最后没发完的 全塞到高个子工人的手里 嘴上连说 打扰了打扰了 赵安自己倒不抽烟 但社会上做事 还是要会来事 这是他这几个月做销售 总结的道理 高个子工人这才说道 说吧 什么事 赵安这才善笑地说道 是这样 昨天我两口子吵架 把我家那口子气得 回去把我手机给摔了 还给我扔垃圾桶里 可是我手机里 有一些重要的资料 我就寻思着看看 你们这里能找得到不 高个子工人 今天捡到的手机都在这里了 你看看有没有你的 先给你说好 若是有你的 怎么得也得 给点辛苦费才拿得走 一定一定 赵安连声答应 然后走到铁盒子前 假意查看一番 接着 奴定地指着那部iPhone12说道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手机 师傅你看 给多少钱合适呢 高个子也是个明白人 苹果呀 怎么得也得给个2000吧 赵安面露难色 2000啊 2000太多了 你看都破成这样了 要不1000怎样 最少1500 啊要不要 赵安咬咬牙 行 1500就1500 说完从钱包里数了1500块 递给了高个子工人 给 你点一下 高个子脸上这才露出笑容 结果钱点了点数 对的 手机你拿走吧 赵安忙不迭地拿过手机 装衣服口袋里 说了声谢谢 就走了出去 刚才已经查探过了 这里属于杨雅琴的 就这一部手机 手提包 估计是有人捡走了 出门一看 刚才的出租车 果然还停在门口 打开车门坐上车 跟司机说了声回市区 赵安紧绷的神经 才放松下来 毕竟五大三粗几条大汉 万一有什么冲突 赵安这小身板 可扛不住 最终出租车 停在了一家手机维修店门口 赵安如约付了一百大洋 进了维修店 赵安把杨雅琴的手机 递给维修人员 并说道 不惜一切代价修好它 维修小哥接过手机 拆开后盖 拆下屏幕和主板 看了下破损情况 就对赵安说道 修好的话 至少得五千块 不是特别必要的话 建议买个新的了 赵安说道 没有事 你只管修 多久能修好 一天 你明天来拿 我给你加一千 六点之前 你给我修好赵安 未免夜长梦多 加加让维修小哥赶紧修好 这个手机明显是人为破坏的 肯定有重要的线索 说完还一直盯着它 免得它中途 更换了什么部件 丢失数据就不好了 好嘞 维修小哥听闻 还有这种操作 哪有不同意的 急忙带上单眼显微镜 拿出万用表和热风枪 就忙碌了起来 赵安则在一旁刷着手机 默默地等待 金钱的力量是伟大的 不到五点半 维修小哥就通知手机修好了 开机 需要密码 赵安又把手机递过去 解开小哥有些困惑 但赵安哪会告诉他原因 密码解开后 赵安检查了信息 微信 都是一些正常的内容 图片和视频 也都是杨雅琴的自拍啊什么的 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没理由啊 难道是被删除了 赵安又问维修小哥 有些被删除的图片视频 能恢复吗 小哥面露难色 能是能 你看 赵安面无表情的 再加一千 维修小哥高兴坏了 你稍等 马上就好 说吧再次操作一番 大概五六分钟 好了 你看一下 有几条被删除的信息 我一并给你恢复了 你看看 赵安点开手机看了看 果然有料 心中有了底气 这里也不是细究的地方 想要的结果有了就行 于是痛打卡付钱 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门的赵安再次打了个出租车 不过这次是去市公安局 兜兜转转一天时间 又回到这里 到了公安局 赵安直接轻车熟路地走进刑警队 迎面正好碰上了上次那个理性女警官 急忙招呼道 警官 我找到了杨雅琴的手机 里面有她拍摄的重要证据 理性女警官接过手机 点开赵安所说的证据 疑惑地问道 杨雅琴的手机 你又是从哪里找到的 赵安准备编一个地点 又发现不妥 只好实话实说 那个 呃 我在垃圾处理站找到的 怎么样 能锁定凶手吗 垃圾处理站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理性女警官又点了点头道 算了 这下八九不离时能作为关键证据 我们马上要召开会议 你在这里等一下说完 匆匆地走了 于是累了一天的赵安 就在走廊的连排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 就看到一二十个警察 走进一间大的会议室 理性女警官和何警官 随后也走了进去 赵安有些好奇地想看一下 谁料走最后的何警官说了句 赵先生稍等 便把门给关上了 赵安嘴角抽了抽 想插个针眼观察一下 想想又算了 能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就交给警察同志好了 于是就坐在椅子上 无聊地玩起了手机 这一等 就是一个多小时 刑警队布置抓捕任务的会议终于结束 只见门一开 一个个精明干练的警员鱼贯而出 然后各自佩戴装备 准备车辆 紧张有序地完成着准备工作 最后出来的是理性警官和何警官 何警官看到赵安 感慨地说 你找到的手机提供的证据非常充足 遗兄曾经留有案底 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 这次是一次联合行动 武警的特警大队也将配合我们的工作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会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一会儿让小李送你回去 旁边的理性女警官却有些不满道 报告队长 我申请参加这次行动 和警官脸一板 胡闹 李指缘 执行命令 说完就匆忙地走了 李警官气得直跺脚 却毫无办法 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 最后瞟了赵安一眼 咬着牙说了声 走吧 护送你回去 大功臣 赵安涉于李指缘的气势 有些弱弱地说 那个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李指缘大眼一瞪 怎么 瞧不上我 我可是自由搏击全省冠军 就你这样的我 可以打十个 说完杨了杨下吧 意思是你要不试试 赵安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 再说了 你们早上把我从饭店带走 别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呢 不是警车 我自己的车 反正我不参加行动 正好我也下班了 别婆婆妈妈的了 楼下大门等我 说完就疯疯活活地走了 赵安听言 只好下楼去等 不到五分钟 一辆黑色的凯美瑞 停在赵安面前 车玻璃摇下来 露出李指缘精致的脸蛋 已经换好变装的李指缘 看起来要柔和一些 不像穿警服那样 有些凶巴巴的 看什么 上车啊 赵安赶紧收起自己的猪疙样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进去 顺手关好车门 安全带 李指缘再次提醒道 赵安急忙挤好安全带 李指缘才发动车子 使出公安局汇入车流 坐在副驾驶的赵安 觉得有些压抑 主要是李指缘的气场太强 于是赵安做了几个深呼吸 把自己的胸膛挺了挺 努力地瞪大了眼睛 不错 这下自己的气场够了 哪儿大丈夫 哪能被一个弱女子压了一头 但想到他说 能打自己十个 又不知不觉地软了下去 李指缘用眼角的余光 瞟了他一眼 问道 你干嘛 赵安看了他一下 又转头看前方说道 没干嘛呀 嗯 我是说忙了一天了 那个李警官 你吃晚饭了吗 没吃的话 要不一起吃点 不必 我的任务是 安全地送你回去 李指缘没好气地说道 送你到地方后 你爱吃啥吃啥 成功转移话题的赵安就说 哪里不安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不是一样 不敢劳烦李警官相送 我早上就吃了份水饺 现在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不信你听听我肚子 咕咕咕咕的叫声 他在抗议 抗议我为了辛苦的工作 让他挨饿了 李指缘无奈道 说起来也是 你找到了关键证据 为我们减轻了大量的工作 说吧 想吃什么 我请你 赵安打折随棍上 吃火锅吧 太油腻 赵安接着说 吃麻辣烫 不好吃 吃烤鱼 烤鱼好吃 不胃声 赵安无语 那 李警官 你选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李指缘奄然一笑 吃什么 吃你的水饺吧 你不是爱吃水饺吗 嗯 到了 赵安一愣 往车外一看 可不是到了 今早上吃早餐的小饭店 才发现自己 好像被耍了 只好善善一笑道 算了 这个点哪里还有水饺卖 我就在这里下了 再见 李指缘连忙喊住他 等一下 留个电话吧 万一有什么情况 可以给我打电话 赵安看着美女景花的眼睛 不由地败下阵来 她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 赵安又想到了 刚才她说能打自己十个的话 不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想什么呢 你的电话 赵安把自己的电话 报给了他 李指缘拨打了一下 听见赵安的手机响起 就挂断了 这是我的电话 记住了 有什么事一定给我打电话 听到了吗 赵安点了点头 就下了车 等到李指缘驾车远去 赵安还是进了小饭店 毕竟习惯了这家饭店的味道 还经济实惠 熟练地点了三菜一汤 老板看见赵安上午被警察带走 晚上没事人一样回来 不由得有些诧异 却没说什么 只是说 帅哥 请稍等 马上就好 不一会 青椒肉丝 麻婆豆腐 蒜苗回锅肉 西红柿蛋汤 依次端了上来 早就饿得不行的赵安 看得食指大动 成了碗米饭就开动起来 吃完晚餐的赵安 回到了出租屋 进门就看到了自己准备挖矿的背包 才想起 本来是准备昨天就去挖矿的 等到今天还没有去 今天忙碌了一天 也不想动弹了 算了 继续搁置 明天晚上再去 反正又跑不了 想到这 一个睁眼插过去 看见狗头金矿石 好好的在那里 就洗漱洗漱睡觉了 一日一早 晚上睡得格外好的赵安 睡到了自然醒 毕业以来 就没有这么轻松过 事实上 打工赚的微薄薪水 再加上与杨雅琴 谈恋爱的经济压力 一直都给予赵安莫大的紧迫感 却又无能为力的窘迫 现在经济压力的 到了极大的缓解 自然睡得特别香甜 穿衣洗漱 下楼吃完早餐 赵安打算去附近的 网吧炮上一天 打打游戏 看看电影 舒服惬意地过完一天 养精蓄锐 晚上好去挖掘 之前发现的狗头金矿石 来到附近一家装修考究的网咖 赵安刷了身份证 充了钱 随意找了个空位置坐下 一大早 网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空位置很多的 熟练地开机 驾轻就熟地点开 LOL 登陆后轻松地匹配游戏 召唤师峡谷 你的超凡大师回来了 正在这时 赵安的电话响起 是李纸元李警官的 赵安有些纳闷地接通 李警官 一大早地 有何指教 没什么指示 电话那头的李纸元 似乎在开车 你在哪里 我过来找你 杀害杨雅琴的凶手已经招供 案件已经完结 并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了 我这里 有一些案件的细节 要向你通报一下 这个案子 赵安也有许多疑惑的地方 于是给了李纸元 一个附近的茶楼的地址 李纸元接着说 那你等我一下 我一会就到 我到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早上省电视台的 头条新闻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电脑耳机里 传来熟悉的女生 全军出击 赵安却有些无奈地 在公屏上打字 抱歉了各位 老婆快生了 我得赶紧去看看 给大家带来不便 你们TMD来打我了 打完字就退出了游戏 留下四个队友 在风中凌乱 公屏上各种国骂 纷纷扬言要举报他 也有助他生三个儿子 全都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 不过赵安看不到 反正疲了这一下很开心 赵安点开浏览器 搜索今日省内头条 怀着好奇点了开来 只见一个女主持人播报道 据本台消息 昨日某某市公安局 联合特勤大队 市集毒支队 开展名为破冰行动的联合行动 一举缴获各种毒品 263公斤 制毒原料1300公斤 制毒贩毒人员16名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接下来就是公安局的抓捕画面 其中一个特写镜头 赫然就是杨雅琴手机里 杀害他的遗凶 赵安看到这里唏嘘不已 坏人终将绳之以法 自己也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李指缘要给自己说什么 于是关掉电脑 就去约定地点等待 这个茶楼 赵安以前跟客户来过一次 还算有些印象 他点了胡普尔 没多久李指缘来了 今天的景华没有穿制服 上身的棉质的白色T恤 裤子是宽松的休闲风 配一双仙巧的灰色板鞋 显得很有活力的样子 赵安招呼一声 这里 李景华眉眼一条 却还是坐在了赵安对面 干嘛定在茶楼啊 感觉像是老年人的做派 赵安解释道 年轻人也可以喝茶的 普尔酱汁养味 红茶提身削皮 绿茶抗衰美容 各有各的特色 而且也没有规定 年轻人不能饮茶吧 这下李指缘就有些诧异了 懂得还挺多的嘛 那你知道我今天来 是要跟你讲些什么 赵安赶紧给市局景华 倒上一杯茶 愿闻其详 李景华得意地仰起了下巴 白眼一翻 意思是 让你秀 就这 赵安只好端起自己的杯子 假模假样地敬了一下 请警官大人指点迷惊 李指缘端起茶杯 清喝了一口 才娓娓道来 昨天晚上 我们突审了刘明翰 也就是杀害你前女友的遗凶 在我们的严格审问下 他什么都招了 说完顿了下 示意赵安倒茶 赵安顿时上了心 迅速给他续上 李指缘接着说 这个刘明翰 是个制毒的毒二代 上个月在杨雅琴那里买了两套相邻的房子 准备打通来做新的制毒车间 为的是居民楼的隐蔽性 由于出手阔绰 年少多惊 就把杨雅琴给吸引住了 一来二去 两人也确立了关系 当然 一个涂财一个涂色也不新鲜 平时杨雅琴要求的 买包买手机买手势 这些刘明翰都满足了他 就在三天前 也就是在和你分手的那天晚上 杨雅琴要求刘明翰 给他买套房子 刘明翰犹豫了就没有答应 这两人就产生了争执 刘明翰生气开车走了 杨雅琴估计是怕失去不义得的金主 就打车在后面追 谁料就把杨雅琴 引到了刘明翰的制毒工厂 赵安追问 那他为什么要偷拍呢 估计是为了要挟吧 可是他打错了算盘 这些毒贩子 都是丧心病狂的家伙 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干不出来 结果反悟了轻轻性命 李芷源说道 听到这里 赵安沉默良久 他有些自责 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李芷源却冷笑道 这世间人多了去了 什么样的都有可能遇到的 赵安沉默片刻 说道 算了 这下 我算弄明白这事的前后始末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了吧 联系杨雅琴的家人了吗 李芷源说道 联系了 昨天我们就联系了 今天应该就到了 怎么 想去见见 赵安搭了搭肩 算了 既然凶手也已经找到了 我就不去添乱了 怎么的 警察同志 到晌午了 要不一起吃个饭 那就不必了 事情给你讲明白了 就不要想着套近乎了 再会 李芷源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跟赵安挥挥手 潇洒地起身走了 得 还真是挥一挥一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下赵安 也没有了打游戏的心情 随便吃了点东西当做午饭 就又回了出租房 躺着养精蓄锐了 终于又到了晚上 今天可没有下雨 而且月黑风高 正是发掘财货的好时机 赵安穿了件黑色的外套 收拾好了工具 把铁锹 十字稿 手锤 铁签 这一系列挖掘工具 放到了黑色背包里 草草地吃了顿晚饭 又去便利店 买了两瓶水和几个面包 准备得相当的充分 就一路步行到了 之前和李秋水钓鱼的地点 水位经过一天的回落 已经下降到了 之前差不多的水平 之前淹没的部分 也裸露了出来 赵安插下针眼 狗头金矿石的位置 相当的显眼 之前被水淹没不好挖掘 现在却没有这个问题了 说干就干 挖金矿啊 普通人一辈子 可能都遇不到的事情 赵安插下真实之眼 视野瞬间变得清晰无比 接着打开背包 取出铁锹和十字稿 一口唾沫土 在掌心里揉搓一下 防止手滑 然后用铁锹 再以矿石为中心 画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圆圈 接着换上十字稿 对着圈内就是一挖 这不挖 不知道一挖吓一跳 怎么这么硬 殊不知这样的水岸 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江水冲压 尤其是鹅卵石和沙利 相互的挤压和叠加 在江水的不断冲刷下 早就变得非常的锦石 就是用小一点的挖掘机 也不是那么好挖的 非得是大型的采矿型的挖掘机 才挖得动 而且越往下挖掘 越是锦石 锦石的挖掘点 让赵安犯了仇 可要让他放弃 又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他改变了策略 从背包里取出铁签子 用铁签子 把河沙滑松乱 尤其是鹅卵石周边的河沙 给他把紧紧包裹的河沙清理了 再用铁签子 把鹅卵石撬起来 表面的鹅卵石清理干净 只剩下河沙 就变得松散 赵安用铁筹 把沙利缠到坑外 下面又露出沙加石的组合 赵安撸起袖子 按照刚才的方式接着挖 铁签子划不动了 就用锤子把铁签子 砸到鹅卵石的缝隙里 把它撬出来 忙活了两个小时 挖到了齐腰的位置 才发现 圈子画小了 不好操作 没有办法 只好再次扩大工作面 又是一通忙活 直到赵安感觉有些疲惫 就放下工具 拿出背包里的面包和水 一口面包就口水 吃喝了起来 别说 几口干粮下肚 赵安都感觉自己的力气 又恢复了一些 这个时候 赵安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是开挖掘机的 这要是用挖机 可能一两分钟就挖出来了 别说 就赵安这技能 以后用挖掘机的机会肯定不少 要不干脆去学习挖掘机怎么样 赵安心里想着 以后自己看到什么宝贝埋土里 开着挖掘机 去光光几下挖出来 那感觉 想想都带劲 但也只是想想 也不是什么地方 都可以让你随意想挖就挖的 私人的土地 肯定不能让你随便乱挖 就算是别人允许了 那挖出的东西算谁的 公家的无主之地也不行 这玩意 好像得要采矿许可证吧 别一不小心 被当作非法开采 给抓了就不好了 低调啊低调 闷声发财才是王道 吃完了面包 又休息了大概十来分钟 赵安再次拿起工具 继续干 挖到一人多身的时候 可能是低于水平面的原因 江水开始顺着沙力的缝隙流了过来 很快就没过了赵安的膝盖 让赵安的挖掘工作 越来越困难 赵安用睁眼视野看了一下 离金矿石也就二十多厘米了 加把劲 今天晚上一定把它挖出来 眼看就要到手了 赵安不顾江水的侵扰卖力干活 现在水泡着 已经不需要清理沙子了 也清理不了 只需要把鹅卵石撬松丢到坑外 在真实之眼的视野下 清晰地把握每一个鹅卵石的形状 江水虽然给挖掘工作增加阻挠 但水流也会让沙子变得蓬松 一鼓作气之下 很快赵安就清理完金矿石上方 和周围的鹅卵石 金矿石周边 只剩被水泡松的沙子 再也没有阻碍 赵安放下工具 双手插进水里一阵摸索 刨开周围的沙子 两手抱住狗头金矿石 用力往上一把 这块在沙石中埋藏了几千万年的金矿石 终于露出了水面 赵安迷醉地看着这块价值不菲的矿石 它整个形状大体成椭圆形 一头有些隆起 乍一看还真像一颗狗头 睁眼提示的信息显示 有16.34千克 赵安有些想放声大笑 这可是金矿啊 按刻计算价值的 这一下是真的发财了 欣赏了片刻 赵安就把矿石丢出坑外 用十字稿 把坑壁的石头刨下来垫下脚 差不多了 就丢掉十字稿 锤子和铁签子也放弃不要 只留了铁锹丢到坑外 反正以后也不会自己亲自来挖了 主要是 这活太踏马地累了 然后双手一按一撑 就爬了出来 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抱住金矿石 再仔细地欣赏一会 然后就放到了 事先准备好的背包里 拉好拉链 接下来赵安喝了口水 拿起了铁锹 把挖出来的沙子和石头 往坑里回填 不说抹出痕迹 至少得把坑给填上吧 又花费了半小时力气 赵安终于把坑填得差不多 这下子是终于累瘫了 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弹一下 看天色差不多也天亮了 四下也没有人经过 就把背包整着脑袋 躺在了凹凸不平的江岸上 小小地休憩一下 赵安摊开左手 真实只眼迷幻的光芒流转 看得赵安都有些吃了 他心里既是欢喜 又是憧憬 真眼啊真眼 你还能带给我多少惊喜呢 天色微微发白时 赵安觉得休息够了 背起沉甸甸的的背包 准备收回真眼回去了 就在这时 真眼的视野里一个红色的光点 快速地向赵安接近着 赵安定神一看 在水里 上游大概一百米处 有一个褐色的包微微浮出水面 大部分还在水里沁着 一浮一沉地往下游飘来 离岸边也就三四米的样子 赵安看向真眼的介绍 爱马仕皮包 内有孙正明贪腐脏款 数量六十万 名表若干 我靠 六十万赵安脱口而出 还是脏款 先捞起来再说 他左右看了下 岸边正好有根长竹竿 赵安于是 不多时水里浮沉的皮包一点点靠近 当距离足够时 赵安拿竹竿往岸边一把 皮包往岸边又靠近了一点 在一波彻底靠岸 赵安伸手 抓住皮包的提手 就把他提了上来 拉开拉链一看 里面齐齐整整的百元大钞 好几十叠杂乱地放着 里面还夹杂着几块手表 赵安也不认识 用真眼一看 僵尸单顿 伯爵 劳力士 全是价值不菲的名表 赵安自言自语道 本来只想挖个矿 结果直接爆金币 哎 小了 格局小了 哈哈哈哈 突然间 赵安一个愣神 发现一个问题 这次怎么没有增加好运值 这要是增加六十万的好运值 多够真眼升到四级了 但就是没有 为什么 是因为这是赃款吗 还有孙正明是哪号人物 不认识 难道收集好运值 需要的是靠真眼 收获的合法财富 赵安心里就开始纠结了 自己也是第一次 手里能有这么多现金 可是这又是明摆着的不义之财 这又是赵安难以接受的 带回家已经不现实了 说不定会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上交给有关单位 又有些师出无名 反问你 你咋知道 这是我们在寻找的赃款赃物 你也不好回答对吧 他突然想起 昨天无意间看过的新闻 说是穷省一个环卫工人 捡到前上交警局的事 对了 可以交给警察 就说是自己捡的 问我为什么上交 就说我是红领精 实惊不媚 赵安为自己的机制点赞 反正自己手握真实之眼 发财是早晚的事 于是 赵安拨通了李指缘电话 不宜会接通了 李警花有些疲倦地说道 一大早什么事 我刚准备下夜班 赵安说道 是这样 李警官 不有意要打扰你 我昨晚上在江边钓鱼 临走时 发现江面上有个皮包漂浮着 就捞了上来 为此连我的鱼端都被冲走了 说重点电话那头的傲娇女警 有些不耐烦了 重点就是 包里面有大量现金 我瞄了下 大概有五六十万 还有一些名表僵尸单顿啊 百达斐利亚什么的 我怀疑这个包在谁里 有些不寻常 可能 捡到六十万现金 还有大量名表 你现在在哪里 李警官有些急切地 打断了赵安的说话 现在 立刻 马上报告你的位置 赵安却不慌 哎呀 我这钓了一晚上的鱼 鱼也丢了 鱼竿也被冲走了 又累又饿的 老眼昏花的 看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李指缘听了 没好气地说道 我请你吃饭 可以了吧 赵安接着说 我这钓了一晚上的鱼 困得不行 要不吃晚饭 李指缘答应了 赵安才报上了地址 挂掉电话 赵安才背起自己的背包 在地上捡到的提包 慢悠悠地走到了马路边 坐车回到出租房 把背包塞到床底下 这才提着爱马仕包 下楼等待李指缘过来 不多时 一身警服的李指缘 骑着警用摩托 风驰电车的感到 别说戴着安全头盔的李指缘 看起来挺英姿洒爽的 一看到赵安就问 包呢 赵安把手提包递给他 诺 看了下 又拉上拉链递给赵安说道 提上 跟我回市局录个笔录 说吧潇洒地白腿上车 然后看着赵安头一偏 试意上车 赵安打折随棍上 坐在李指缘后座 摩托车快速地发动 往市局方向驶去 赵安还是第一次 做女棋手的后座 心里有些心愿一马 警官 有些不稳啊 我是扶着邮箱 还是扶你的腰啊 谁料李指缘故意把头往后一颗 头盔正好撞在了赵安的额头 扶尾箱 这下子赵安彻底安分了 毕竟是自由搏击冠军 十个自己也不够打的 还是别招惹了 赵安跟着李指缘 到了警局上交赃款赃物 做了笔录 再被下班的李指缘 顺便送回了出租房 临下车时赵安提醒道 我记得有人说请我吃饭 李指缘心里想 要不是为了立功受奖 谁愿意请你 白了赵安一眼说道 晚上七点 我打给你 下车 赵安笑着下了车 傲娇景花又风驰电车地开走了 赵安拖着这疲惫的身躯 回了出租房 检查了一下床底的背包 仔细地锁好门 然后洗了个热水澡 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辛苦了一个晚上 总算是挖出来了 下一步就是找地方 把这块宝贝卖掉 换成红彤彤的钞票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 赵安一觉睡到了下午 起床就给李秋水打电话 打算让李秋水帮忙卖掉金矿石 毕竟江城他又不熟 李秋水即便只是个小富二代 毕竟也是江城地头蛇 基本本的人脉还是有的 虽然赵安之前买彩票中了五十万 不怎么缺钱 但是严格来说 这块金矿石也算得上来历不明 能卖掉的话 尽快搞个好价钱卖掉算了 他可不想最后收获五百块钱 加小景七的结局 至于自己收藏或者上拍卖 那就更别想了 不一会电话接通了 不过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生 喂 是找秋水的吗 她在洗澡 哇靠 这是什么节奏 李秋水平时不是钓鱼摸虾 就是上山捉鸟的 啥时候开始泡妞了 而且听她说她在洗澡 这里面的内容就有很多哦 赵安心里有了数 就对着电话说道 你让她洗完澡给我打电话 我有事找她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小子什么时候开了窍 等一下得找他说到说道 不多会儿 李秋水的电话打了过来 干啥 安子 怎么想起跟哥们打电话了 赵安却打去道 我要不打这个电话 还不知道你小子金屋藏娇了 老实交代 什么来头 高矮胖瘦 什么金屋藏娇 这是我这儿巴金的女朋友 你不要凭空误我清白 改天介绍你们认识 李秋水急忙解释道 赵安说什么也不信得道 你也别改天了 正好我找你有点事 你过来接我一下 顺便我也认识 认识你的女朋友 行 说个地点 我一会就来 李秋水爽快地答应道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敢动我衣服 我砍他手足 这话里话外威胁意思 易于言表 说完李秋水 就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没有给赵安反击的机会 接着赵安匆忙地洗漱 发短信李秋水到出租房来接自己 然后从床底下 把装有狗头金矿式的背包背在身上 就出了房门 刚到楼下 李秋水就开着一辆宝马X5停在赵安跟前 赵安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 扭头就看见 坐在后排的一个的长得很漂亮的女子 使得赵安眼睛都为之一亮 转头又向李秋水调侃道 呦 水哥 这次的姑娘可比上次那个漂亮得多 李秋水连忙解释道 哪有什么上次 不要乱讲 哥们第一次谈恋爱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的初恋女朋友黄杰 黄杰 这是我好哥们好兄弟赵安 还有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家伙刚失恋 巴布的拆散一对是一对 黄杰倒显得落落大方 笑眯眯地伸出手 准备握手说 赵哥 你好 就在赵安准备伸手去握手时 李秋水迅捷地握住赵安的手说 握手就不必了 显得太客套 赵安气劫 你怎么这么小气 不就是握个手吗 你还抓着我女朋友呢 李秋水一脸恶心的样子 嫌弃地丢开赵安的手 好恶心 你怎么才失恋几天 就这么变态了 赵安说道 那可不 你不知道这几天 都发生了些什么大事 李秋水好奇地问道 大事 什么大事 你又中大奖了 还是杨雅琴找你复合了 我跟你讲 杨雅琴那种人 真的不是你的菜 赵安就把这两天 关于杨雅琴的事 简单地跟李秋水说了下 李秋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声音都提到了八度 我靠 这么离奇 这么玄幻的吗 感觉都够拍一部电视剧了 对了 你说找我有事 就是要给我说这个吗 赵安打开背包 取出狗头金矿石说道 昨天我到江边散步 无意中捡到了这个 李秋水看着这块金灿灿的石头 再次被震惊了 我靠 这是吗 金矿石吗 你小子走狗屎运了这东西 都能捡得到 在哪里捡的 带我去捡一个 赵安笑了笑说 就在前天 我们钓鱼的上边一点点 李秋水被震得体无完肤 那地方他钓了无数次的鱼 却从来没有碰到过 却让赵安这小子捡了漏 随即也有些释然 自己每次都只是钓鱼 哪有空注意其他的东西 就说道 你这金矿原石 是想卖掉 对吗 赵安说 废话 不卖掉我 留着下宅子吗 我这不寻思着 找你这地头蛇参谋参谋 李秋水露出了然的表情 我有个表哥 正好在一家珠宝食品店当店长 我带你过去 问他们收不收 说着发动了车子 一边开还一边说 你小子最近可以啊 先是中了50万的呱呱彩 这次又捡到那么大的一块金矿石 看来真印了网络上的那句话 当你失业失恋 失去一切时 就是你准备要发达的开始 赵安却不以为然 开始转移话题 你还没有给我解释解释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你 怎么突然就谈起恋爱了 难道是春天到了 花儿开了 小花狗也开始谈恋爱了 去你大爷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李秋水从后视镜里 看了下后排的黄杰 两人相视一笑 黄杰还偷偷做了个 嘟嘴亲吻的动作 李秋水给赵安卫尾道来 我和小杰 是在前两天的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我以前从来不相信一见钟情 可是我在看到小杰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 非去不可的女孩 然后我鼓着勇气去搭讪 没想到 话未说完 黄杰接过了话头 没想到这个 你一见钟情的女子 也第一眼就爱上了你 李秋水黑黑一笑 你不知道 当时我那种感觉 脸红心跳 自己人都得到了升华 或许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吧 赵安呸了一口 以后秀恩爱情在中午 因为早晚都会未婚先孕的 话说 你俩这节奏也太快了 才认识 几天就滚床单 小心闹出人命哦 这话把后排的黄杰说得 两颊飞红的低下了头不说话 李秋水却得意的黑黑一笑 哎呀 年轻人嘛 把持不住很正常的嘛 几个人说说闹闹 车开到了一家名为 爱上珠宝的珠宝首饰店的门口 下了车 李秋水静止带着两人进去 一进门 几位年轻貌美的导购小姐 就一起鞠躬 面带职业微笑地说道 欢迎光临爱上珠宝 赵安心里想着 这气势 可以啊 李秋水大大咧咧地问道 我找你们店长陈东 他今天在店里吗 一个没脚有颗小质的漂亮导购说道 我们店长在店 不过今天总公司的执行董事 刚好来店视察 店长现在还在二楼陪着领导 需要我给你通报一下吗 二楼是精品专柜吧 李秋水说道 正好我也想买一些精品的首饰 送给我的女朋友 你带我上去看看 说完还不忘招呼黄杰和赵安 几人上了二楼 感觉二楼的装饰 比起一楼来要精致得多 光线也更加的柔和 导购小姐热情地跟李秋水 介绍着各种珠宝 首饰 钻石 玉器 赵安看了下标价 都是六位数以上的 这里面几百上千件首饰 价值不得上亿 李秋水没说买也没说不买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 不多时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 身材挺拔 长得白白净净的男子走了过来 一把就搂住李秋水的肩膀 露出十二颗大白牙的笑容道 表弟 今天这么有空到我们店里了 李秋水看了下导购小姐 只是笑没说话 男子便对导购小姐说 这里我来 你先下去吧 待导购小姐离开后 李秋水便互相给介绍了下 赵安才知道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子 便是李秋水的表哥 陈东 陈东先是对黄杰打了个招呼 这个就是未来弟媳妇吗 果然是如花似玉 天生丽质 一会儿如果有看上的手势 我做主 打七折 黄杰甜甜的一笑 那就谢谢表哥了 然后陈东伸出手 跟赵安握了下 说道 赵兄弟幸会 我是秋水的表哥陈东 赵安也客气地说道 东哥 你好 今天来找你是有点是想麻烦你 陈东示意三人到 一边的会客桌坐下 开口说道 你是秋水的好朋友 便是我陈东的朋友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赵安一边取下背包一边说道 是这样 我无意中捡到了这个东西 想请你给估下值 顺便问一下 你们收不收 说着 从背包里取出那块狗头金矿石 饶是见多识广的陈东 看到这颗金矿原石的瞬间 也被震惊得一塌糊涂 看着赵安问道 你确定这么大一块 是你捡到的 你知道我从业十多年 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金矿原石 你撑过了吗 没有的话 我去拿撑过来撑一下 赵安肯定地回答道 东哥放心 就只是无意中捡到的 来之前 我撑过了16.3千克 陈东说 行 原石的话我们公司是收的 不过 我需要一小片检测一下纯度 赵安说 没问题 说着 便示意陈东自取 陈东便从后面的柜台 拿出一个钳子 从金矿原石的边角 夹取了一小片碎片 说了声稍等片刻 就自顾自地离开了 大概一盏茶的功夫 陈东便带着一台电子秤走了回来 高兴地说 恭喜啊 赵安兄弟 刚才我们检测完毕 这块金矿原石的纯度 达到了惊人的92% 说着 一屁股坐在了赵安和李秋水的中间 放下电子秤 把金矿原石放在了电子秤上 电子秤立马显示 16.340 单位是千克 陈东接着说 16.34千克 按照当前的国际黄金价格 一克是464元 你这块金矿原石纯度 有92% 我做主 给你按本公司最高的比例 90%国际金价收购 你看行吗 赵安点头表示同意 毕竟具体行情走势 他也不懂 而且能有90% 已经很不错了 陈东拿出计算器 边算边说 16.340乘464 再乘以0.9 等于6823584 我给你取个整 682万4千 怎么样 等一下 还没等赵安点头 一个清脆的女生 打断了众人 赵安回头一看 柔和的灯光下 站着好几个靓丽的女子 为首的那个更是惊为天人 赵安从未见过长得如此漂亮 气质如此出众的女子 精致的脸蛋 试着薄薄的妆容 修剪得体的定制小西服 包裹着恰到好处的身材 有话说 添一分则肥 减一分则受恐怕 就是形容这个女子的 女子迈着优雅的步伐 很有节奏地 走到几人跟前 陈东站起来 说了声 爱懂 女子示意陈东坐下 看向赵安说道 这块金元石 是你的吗 赵安说 是的 这个被换作爱懂的女子 接着说道 我看这块天然元石 形似失而待毅 隐约像是传说中的猛兽皮修 最重要的是 它是天然行程 所以不仅仅是按一般的黄金价格 来收购 我代表公司给你加价到800万 你看行吗 赵安心想 还有这好事 直接给加了一百多万 不同意才见鬼了 这个皮修 果然给自己带来了财运 于是赵安表示 就按照爱懂说的办 爱懂笑了笑 说道 你不要后悔才是 便让陈东去准备合同 双方签好了合同 陈东按爱懂的吩咐 给赵安转两账 几秒钟不到 就收到短信提示 赵安的脑海中 同时也想起了提示音 恭喜获得好运值800万 你的真实之言已经升级 请尽快查看新增功能吧 回去再慢慢看 现在却不是查看的时候 赵安心里想着 一边摸出手机 是以前已经到账了 爱懂点了点头说道 我叫爱情柔 是爱上珠宝的执行董事 这次来江城 不仅是检查分店 重点是 我们这次 带来一批 从缅甸工盘上 带回来的玉石 以及翡翠的原石 明天下午 打算以分店的名义 举办一次拍卖会 并且可以现场切割 用以提高我们分店的知名度 我看赵先生的运气 着实不错 所以我诚挚地邀请赵先生 参加我们的拍卖会 说完地上一张精美的勤俭 说 到时候你的这块金矿原石 将作为开场的首拍 赵先生 有兴趣来看它吗 赵安接过勤俭 心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赌食 嘴上表示会酌情参加 心里却想着美女的名字 爱情柔 真是人如其名 全眼无声兮兮流 树荫照水爱情柔 李秋水看交易圆满完成 皆大欢喜 便带着黄杰 兴致勃勃地挑选了几样首饰 花了三十多万 最后和陈东告别 带着黄杰 和晕乎乎的赵安 出门去了 三人出了爱上珠宝的大门 李秋水问赵安 有什么安排没有 说你小子发了横财 都不懂得请客吃饭 赵安说道 吃饭都是小事 不过今天哥们有约了 都吃了你一天狗粮了 我得去找个美女 安慰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你小子是飘了 还是觉得我提不动刀呢 你以为这美女是大白菜 你想批发就批发的吗 李秋水笑道 还有 你刚才看爱美女的眼神 把一个老色批的形象 演绎得入目三分 兄弟 当个人吧 别见着美女就走不动的 去去去赵安赶紧贴亲 我那是被这爱情柔 主动加钱的举动震惊了 你说 但凡是个买家 都是要主动压价的 哪里有主动加钱呢 还一家 就是一百多万 李秋水冷笑道 别拿你的境界去想象 有钱人的世界 你想想 他性爱 年纪轻轻 又是爱上珠宝总公司的 执行董事 指不定就是千亿集团的继承人 留学归来的霸道女总裁 说着 李秋水又换上一副 渐渐的模样说道 唉 别说你小子很有眼光 霸道女总裁爱上我 这是妥妥的偶像剧的套路 要不你努把力 成功把他拿下 到时候你就资产过意 单手开法拉力 然后带我止醉金迷 哈哈 想想都殆尽啊 赵安都被小伙伴的想象力无语了 抓着李秋水的头 使劲晃了几下 你家不就是资产过意吗 怎么没见你单手开法拉力 李秋水甩开赵安的手 伸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善笑道 法拉力也就骗骗小姑娘 大剧才是男人的浪漫 我那辆大剧你见过的 那肌肉 那咆哮声 那动力 我都舍不得开 赵安说 你的确是舍不得开 一脚游下去 你一根路亚就没了 两人说说闹闹走走停停 黄杰在一旁只是听着 偶尔笑笑 却从不插话 来到李秋水停车的地方 李秋水打开车门 很绅士地护着黄杰坐了进去 看向赵安道 你真不打算跟我们走 赵安说 你们先走吧 我一会儿真有意愿 那我就不管你了 说着李秋水坐上车 关上车门 赵安又走上去 悄悄前窗玻璃 李秋水无奈地 把玻璃按下来 又怎么了 赵安故作神秘道 你俩安全措施要做好了 别闹出人命了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气得李秋水想 找个水瓶子 把他砸扁了 去死 说完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李芷源家 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李芷源 还在呼呼大睡 完全忘记了 晚上和赵安的约定 估计在李景花的心里 重要性不是那么的高 管你那么多 睡足了再说 咔的一声 门开了 李富李正国和李母沈一秋 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李正国是工作了 二十多年的老警察 如今依旧活跃在警务系统中 李芷源当上了警察 估计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李母沈一秋 在市府连担任副主席 工作到还算清闲 李正国换上拖鞋 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拿起茶几上的紫砂壶 洗刷一下 就给自己泡上一壶 还不忘嘱咐沈一秋道 你去做饭 圆圆的门关着 估计昨晚上又上夜班了 你去给他做一个 他最爱的鱼香肉丝 再给我煮一个三鲜汤 哈哈 说得我都饿了 沈一秋脸色一板 眉毛一挑埋怨道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你看你闺女都多大了 今年二十四 转明年就二十五了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你说 你们市局那么多男青年 你怎么不知道 给他物色一个 话匣子一开 沈一秋不等李正国解释 连猪泡一般数落到 你说你 自己当警察也就算了 非得让闺女也跟着你当 一天天就知道五枪弄棒 还拿了什么老十字 自由搏击的冠军 怎么 一个女孩子很能打很光荣吗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我跟你讲你听好了 再不给他找个人嫁了 你就给刘家里养个老姑娘吧 话说完 李都不理李正国忧怨的表情 一把推开李纸园的房门 房间里傲娇的李景花 正在蒙头大睡 浑然不知危险地来临 沈一秋掀开李纸园的被子 平日里英姿飒爽的李景花 现在劈头散发 沉睡中无意识流出的口水 把枕头都浸湿了一团 看到这一幕的沈一秋 就气不打一出来 一巴掌拍在亮丽景花的翘臀上吼道 李纸园 起床了 几点了 还不起来 李纸园睁开了朦胧的睡眼 坐了起来 揉了揉散乱的长发 发出了一声哀怨的嘶吼 妈你干嘛 让我再睡会儿 睡睡睡 就知道睡 沈一秋一脸怒容 有那睡的时间 不知道出去转转 你不知道你妈我在复联工作吗 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给我在复联的工作 都带来很大的干扰 李纸园忧愿道 我找不找男朋友 跟你复联的工作 有什么关系 沈一秋道 是没多大关系 可那个柳安华 就我们单位另外那个副主席 天天在我跟前说 他女婿怎么怎么样 又是开公司 又是买宝马 还说同样是做妇女工作的 我连你这个妇女的工作都做不好 呸 他们家女儿才是妇女 李纸园总算明白事情的来源 拉过沈一秋的手 好声安慰道 妈咱不气 不生气哦赶名 我给你找一个更帅更优秀的女婿 开大公司 买大宝马 气死那个柳什么的副主席 好不好 说着又替自己解释道 你也知道 我们单位追我的也不少 可我总感觉不太合适 再加上有些审美疲劳 工作也忙 这不敢在生父队长的关口 哪有时间谈恋爱呢 你要升副队了 消息准确吗 副队长可是个关口 好多人混一辈子 就是个政科 就连你妈我工作了二十多年 也才是个副处级 有这机会你可得把握好了 行 工作要紧 今天起妈不催你找男朋友了 不过有机会 你自得要把握住 你快起来 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鱼香肉丝 哎呀 说到吃饭 李纸园似乎想起了什么 惊呼一声 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饭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说完火急火燎的要往外跑 沈一秋拉住他 你就穿睡衣出门啊 李纸园惊醒过来 跑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头发随意梳了下 挽了个马尾 匆匆忙忙地找了件便装穿上 拿上手机钥匙就出门去了 看着宝贝闺女急匆匆地破门而出 李母沈一秋犯起了嘀咕 这么晚了饭也不吃 老李 你是个老刑警了 你给分析分析 这丫头是去干啥了 昨晚上才值了夜班 今天没夜班吧 这个点出去 估计也就是吃饭吧 李正国端起紫砂壶做了一口道 我看过他们的值班表 今晚是别的组值班 估计是和什么人吃饭吧 你的鱼香肉丝都不香了 沈一秋再次疑惑地说道 吃饭和谁吃 男的女的 没听说过他有密切的女性朋友 可如果是男的的话 说着 沈一秋坐到李正国旁边 伸手抢过李正国手里的紫砂壶 砰的一声放在茶几上 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老李 咱们跟上去看看 看今晚上和你闺女吃饭的 到底是男是女 女的也就算了 男的的话 我可得把把关 走 趁他没走远跟上去 跟踪可是你的强项 我们再伪装伪装 别被发现了 说完就去房间换衣服去了 李正国先是心疼了紫砂壶三秒 再是心疼宝贝闺女三秒 出门还要被亲生父母 做贼一样地跟踪 心疼过后 也去房间换了身衣服 老两口偷偷摸摸地跟了上去 另一边的赵安 在跟李秋水分别后 终于有时间查看升级后的真眼 新增加了些什么功能 真实之眼四级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100公里内 不止五个 可以探查方圆1000米 含地下一千米的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 可以让你看到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实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看到和探查到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可查范围倒是没增加 眼位增加了两个 不知范围增加到了100公里 地下范围也增加到了1公里 看来是往挖矿的方向 是越走越远了 还有布置范围的增加 让赵安的操作空间 变得更加灵活 可以远程插眼 更是增加了自己探查的隐蔽性 赵安看了一下好运值 845万 看来离升到5级也不远了 不过越往后 肯定是越难升级 按照以往的规律 一个一升6级 十一升7级 百一升8级 千一升9级 算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9级 也许升到5到6级就到头了 转眼已经是7点多了 赵安还没有等到李子元的电话 心里不禁有些恼怒 敢放我鸽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赵安找了一家 名叫渝州畅晚的海鲜餐厅 找了个靠窗的空位置坐下 一个服务员拿着菜单礼貌地问道 先生请问几位 赵安说道 两位 不过我同伴还有一回才到 可以先点餐 等我朋友到了在上吗 服务员递上菜单 赵安看了下点了几样 看似很贵的 澳洲龙虾刺身 清蒸龙胆十斑 糖心肝爆 炭烤响罗 再加两份鰻鱼饭 又点了平92年的波尔多 标价6800 赵安说道 红酒可以先醒着了 另外算了一下多少钱 一共14500 先生 赵安没都没皱一下 刷卡 服务员拿来了Post机 输入金额 赵安从钱包里抽出银行卡 服务员结果刷了一下 然后把Post放到 赵安跟前说道 先生 麻烦输一下密码 赵安输完密码 电话就响了 一看正是李子元打过来的 赵安喝了一声 自言自语道 你再不打电话 我就得打给你了 说着接通了电话说道 李警官 这都快八点了 我还以为你想赖账吗 电话那头开车的李子元脸一黑 却仍然解释道 早上我又多加了回班 等到12点才对已回到家睡觉 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 放心 我一向说得到做得到 言出必行 说吧 想吃什么 我请你 赵安报上了地址 笑呵呵地说 我都在里面等着了 菜都点好了 就等着你来买单了 李子元心想 这顿仔恐怕躲不过了 但还是咬咬牙说道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把手机丢副驾驶座位上 加大了油门 往赵安说的地址而去 后方大概两三个车位的 一辆出租车上 李富李政国和李母沈一秋 正坐在后排 沈一秋不断地提醒司机 跟上快跟上 别跟丢了 坐在赵安对面的李子元 愤怒地低声问道 你是要吃穷我吗 你不知道 这里东西都超贵的 赵安却微微一笑道 哪里能真的让你请我 我前女友的案子 你们费心不少 该是我请的 当我已经买了 你就放心吃吧 当然 前女友只是借口 李子元轻轻松了口气 但还是嘴硬道 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明明说好是我请你的 你早上捡到的提包 给我们一桩涉黑案件 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且那么多现金和名表 价值上百万 你都能主动上交 我也挺佩服你的 赵安脸不红心不跳 心说那账款 我要能吞掉 我还真不一定上交 嘴黑黑笑着连声说道 警民合作 警民合作 一边示意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不一会儿 赵安点的菜 一次被端了上来 四斤多的澳洲龙虾 被完美分离 虾头和虾尾倒插在冰渣上 白花花的虾肉 堆砌在中间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造型 五斤重的龙胆石斑鱼 鱼眼外突 鱼身微微开裂 只有线沙的活鱼 才有这些特征 还有炭口的响罗 微微冒着热气 高汤炖煮的 唐心甘爆汤汁清亮 香气扑鼻 看得两人口水直流 接着 服务员端主 装着红酒的醒酒气过来 给俩人桌前的高脚杯 分别倒上三分之一 赵安举起杯子 向李芷源示意 李芷源连忙拒绝道 我不喝酒的 我从小就不喝酒 我们单位聚餐同事们 敬我酒我都从来不喝 赵安解释道 这是餐前酒 暖胃的 海鲜大多性寒 所以要先暖下胃 只需要喝一点点 嗯 一点点就好 经不起赵安的不断劝解 李芷源还是喝了一小口 像是猎奇的感觉 在喝之前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品尝后新红色的酒液 划过舌尖 更像是味蕾的冒险之旅 李芷源有些惊喜 这唇齿间流炼 韵味自然流转的感觉 让他忍不住 再次抿了一小口 赵安看着李芷源的脸上 慢慢染上了些红韵 有些想笑 却又忍住了 于是他说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随意点了一些 你看 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够了够了 我觉得这么多 完全能把我吃撑了去 李芷源拿勺子 盛了点汤喝了口 然后立刻称赞道 哇 好鲜啊 你尝尝 说着 拿过赵安的碗 给他也盛了碗鲍鱼汤 就在两人有说有笑的 愉快地进行晚餐时 不远处的角落里 两双眼睛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不是别人 正是李芷源的爸爸李振国 和妈妈沈一秋 由于背对着的缘故 李芷源恰好是看不到的 二人跟踪李芷源来 发现和女儿约会的是一个年轻男子 李振国和沈一秋的心情 却是不一样 沈一秋是觉得 女儿终于开窍了 知道和男孩子单独吃饭了 李振国心里 却想的是 养了二十年的白菜 还是被猪拱了 沈一秋满脸笑容地 踢了李振国一下 贼兮兮地低头说道 刚才我还说 你家圆圆不开窍 整天就知道上班下班 我原本还打算找隔壁王姐 给他安排个相亲 现在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李振国一脸的忧怨 既有对宝贝女儿的不舍 也有对沈一秋 太过主动的不满 他说道 你确实是多此一举 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你偏偏要自作主张 现在看到结果了 还满意吗 沈一秋对李振国的话 很是不屑 顺什么其自然 就你这鱼木疙瘩 当年要不是我主动追你 你现在估计 还在打单身汗呢 说完右眼嘴头笑 哼 当年我跟郑苗红 立功无数 是警局的明星干警 不知道多少小姑娘惦记着呢 李振国信心地说道 没想到最后栽到你手里 说起当年的往事 老两口相识一笑 仿佛一切静在不言中 沈一秋看向赵安的方向 那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低声跟李振国说道 别说这圆圆的眼光 还是可以的 你看这小伙子 长相斯文帅气 穿着干干净净 言谈举止 规规矩矩 老李 你说 我给他们家把火怎么样 李振国纳闷道 你要整什么幺蛾子 我跟你讲哦 千万别过火 沈一秋神秘地说道 过什么火 我就是想着 这小伙子点个酒都不会点 喝个红酒有什么劲到的 要喝酒喝白的 他不喝醉 你能有什么机会 李振国脸一黑 拉着自己的老婆就往外走 生怕再做下去 会出什么变故 出了门的沈一秋 像是愿望得不到满足的孩子 边走边埋怨道 你慌里慌张做什么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圆圆从小就没喝过酒 那还用得着上白酒 听到这 李振国不免有些担心的道 那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出来 沈一秋白了他一眼道 等什么等 赶紧给我回去 他一个自由搏击冠军 能吃什么亏 尽添乱 你等会儿 我打个电话 说着还从包里拿出电话 打给了李振元 赵安两人一边吃一边喝 一瓶布尔多 没一会就见了底 赵安使出浑身解数 平时和李秋水斗嘴的各种段子齐上 把李振元斗得呵呵呵的笑个不停 这红酒入口的口感虽好 但后劲十足 两人一瓶红酒喝完 李振元已经是醉眼朦胧的了 正好电话响起 一看 正是李母沈一秋的 妈 什么事 李振元接通电话问道 圆 圆月我和你爸去你老爷家去了 今晚上不回来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呗 李振元漫不经心地说道 多大点事 去了替我向老爷问好啊 沈一秋说道 是没多大事 刚才我和你爸溜完时 我把家门钥匙弄丢了 找了开锁师傅开的门 顺便把家里的锁换了 李振元有些反应不过来 钥匙丢了就把锁换了 老两口还相约回自己老爷家去了 醉意上涌得他急切地问道 你们都走了 那我怎么回去 这大晚上的我怎么办 怎么办 沈一秋仿佛就等着这个问题 却又满不在乎地说道 这样 你找个酒店先住一晚上 我和你爸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好了 不说了 挂了呀 嘟嘟嘟 看着一脸蒙圈的貌美景花 只有七分最赵安细心地问道 怎么了 看你很不高兴的样子 李振元欲哭无泪 我爸妈把我抛弃了 然后把沈一秋电话里说的 跟赵安说了一遍 赵安安慰道 那你就听阿姨的 找个酒店先住一晚 这里是商业区 到处都是酒店 反正你喝酒了 也不能开车 你吃好了吗 吃好了 我送你去酒店吧 李振元无奈道 好吧 说完扶着桌子站起了身 突然又双脚一软 就要往地上倒去 赵安眼急手快 急忙扶住了他 李振元眯着醉眼撇了他一下 甩开赵安手憨憨地说 谁要你扶 就跌跌撞撞地往外走 没走两步 重心不稳又要倒地 赵安再次扶住他 李振元又想挣脱 不过这次赵安用上了劲 他挣扎了几下 就任由赵安扶着走了出去 出了海鲜店的大门 抬眼就是一家维多利亚大酒店 赵安把李振元扶到了酒店大堂 跟前台说道 开一间豪华大床房 大堂前台 需要两个人的身份证 赵安一手扶住 已经不省人是李振元 一边单手摸出钱包 取出自己的身份证 又在李振元的包里翻了一下 找到了身份证 开好了房间 进了房间 插上房卡通电 赵安把李振元往床上一扔 自己却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呼呼呼地喘着大气 真是累坏了 歇息片刻的赵安 从柜台拿了瓶水一口喝完 心思一动 插下睁眼看一下 房间有没有隐藏的不安定因素 真实视野下 果然发现点小东西 电视机上方正对着大床的位置 有一个闭灯 闭灯下面隐藏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赵安呸了一声 搬过椅子 亮亮呛呛地站上去 三两下就把他摘了下来 丢在房间的桌子上 决定等李景花酒醒了 交工处理 忙活了一通的赵安满身大汗 久经有些上勇 又觉得黏糊糊的好难受 他脱掉衣服和裤子 旁若无人赤身走进浴室 反正李振元醉得像死猪一样 温润的淋浴冲刷了赵安的身体 赵安其实心圆一马得很 但是趁人之危又不是他的风格 只好借冲凉消散些酒意 打算一会就在沙发上将就一晚 咔嚓一声 卫生间的门开了 李振元迷瞪着醉眼 满脸通红衣在门口 看着吓傻了的赵安 然后又当赵安不存在似的 自顾自扶着墙地往马桶走 然后对着马桶 哇哇大吐 吐完了 扯了张纸擦了下嘴 起身后看了看 冲着水墓瞪口呆 看着自己的赵安 感觉自己好像也黏糊糊的好难受 李振元走到赵安前面 把他往后一推说 你起开 让自己沐浴在花洒下面 不一会儿 他的衣服就湿透了 湿透的外衣 紧贴着李振元的身体 凸显了他紧致有形的身材 花洒的涓涓细流 从若隐若现的风鸾流过 这样的视觉冲击 使得赵安不住地吞咽口水 这样的尸身诱惑 谁能顶得住啊 似乎是湿透的衣服 紧绷得更难受了 李振元又想把衣服脱掉 可是醉醺醺的小手 怎么也解不开扣子 于是李振元看向赵安 娇憨地说 帮忙 赵安一愣 帮忙什么 帮我解开啊 李振元一跺脚 又有些站立不稳 赵安连忙 扶着他的腰肢 李振元是双手 顺势搭在赵安的肩膀 搂住他的脖子说 好难受 帮我解开啊 这个赵安就不能忍了 一手搂着李振元的腰 一只手腾出来解扣子 低下头稳住他柔软的唇 两个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一日清晨 维多利亚1082房间 明媚的阳光 透过薄纱窗帘的缝隙 照在豪华的大床上 一床宝毯子 盖着一对男女的关键部位 他们相互搂着 彼此的不着骗驴的身体 女子的头枕着男子的臂弯 一只手绕过肩膀 搂着男子的脖子 男子的腿 搭在女子的腰肢 给他一个完全的包围 正是昨夜激情过后的赵安和李振元 或许是阳光刺眼的缘故 睡梦中的李振元悠悠行转 眯着眼睛 感受着身体被警拥的异样 一袭想起昨夜自己的疯狂 一抹红韵 悄然扶上脸庞 李振元悄悄收回 搂住赵安脖子的手 轻轻地把赵安搭 自己身上的腿推开 不成想轻柔的动作 还是把赵安弄醒了 只见他轻皱眉头 就要睁开眼睛 李振元害羞地赶紧闭上眼睛 装作睡着的模样 却不知满脸的红韵会出卖他 赵安睁眼看着怀里的 小猫一样蜷缩着的李振元 昨夜的荒唐浮现在脑海里 稀里糊涂地走到这一步 但总体来说 心里还是畅快的 李振元微微颤动的睫毛 让赵安捉弄之心大起 他低头稳住了他粉色的嘴唇 丰富的男性气息 让李振元再也无法装睡下去 推开赵安恼怒道 起开 要死了 我打你了哦 赵安嘿嘿一笑 打吧 反正十个我都不够你打的 说着还有恃无恐地 把手放在李振元光滑 而紧致的背上 轻轻地抚摸着 李振元脸色越发地红了 四目相对 两人都没有说话 气氛渐渐地开始变得暧昧 两久李振元一挑眉 仰头看了赵安一眼 说道 我问你 今天这种局面 是不是你预谋已久的 赵安脸色一正道 绝对没有 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阴差阳错 水到渠成 但是这样是不是太快了 而且 李振元犹豫了一下 头往后缩了缩 咬着唇角看向赵安 而且 你真的喜欢我吗 你都不了解我 我既不温柔 也不体贴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只是单纯地柴你身子而已 赵安心里默默吐槽 这话却不敢真的说出来 他面上不动声色 微微一笑道 喜欢啊 你这么漂亮 身材也很好 追你的人 怕是从这里排到法国 李振元心中窃喜 忽然翻身撑起身子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赵安 柔声道 阴差阳错也好 水到渠成也罢 我这辈子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赵安眼神恍惚 赵安 李振元叫道 嗯 什么 赵安回过神来 李振元继续看着他逼问道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是你什么人 赵安嘴唇有点干 稍微犹豫了一下 试探着问道 老婆大人 李振元显然满意他的回答 说道 我也不是你 前女友杨雅琴 那样贤贫爱富的人 只要你不负我 我是不会抛弃你的 赵安不满道 如此良辰美景 就不要说那些杀风景的话了 感受到赵安的不满 李振元轻骂道 坏披子 又把头埋进赵安脖子里 对着他耳朵说道 那我以后不提了 我要冲凉 你抱我去 赵安恒抱起李振元 走进了洗手间 由于昨夜的荒唐 洗手间也是一片狼藉 李振元的衣服 湿漉漉的 丢得到处都是 这样的场面 让李振元娇羞不已 小拳头捶了赵安的肩膀 一下娇称道 都怪你 赵安想说 明明是你勾引在先的 嘴上却说 是是是 怪我 怪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惹得李振元娇笑得不停 一会又愁容满面道 衣服都湿成这样了 皱巴巴的我怎么穿啊 好吧 一会我下个跑腿订单 最多一个小时就给你送到 赵安打开热水 冲洗着两人的身体道 冲完粮 你先将就穿着浴袍 然后我们用餐 用完餐差不多就送到了 李振元开心起来 双手揽着赵安的脖子撒娇道 你最好了 冲完粮 二人愉快地吃着午餐 期间赵安问李振元 下午有空吗 没事的话 下午陪我去参加一个拍卖会 李振元遗憾地说 下午我得上班 警队最近案子挺多的 还有什么拍卖会 高端吗 赵安说 什么高端低端 就是去见见世面 那行 你自己去吧 我一会儿直接去警队了 你自己个看着办 然后赵安把昨晚上拆下的 针孔摄像头拿给他看 李振元看了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我等会儿带回去 不查他个底朝天绝不把休 幸亏你发现了 不然我们昨晚上 不就成现场直播了 说干就干 气炸了的李振元 收拾好东西 风风火火地走了 赵安苦笑着摇摇头 独自一人退了房 走在宽阔的大街上 赵安为昨晚到今天的这么多事 懊恼的不行 人生三大无奈 炒房的炒成了房东 炒股炒的成了股东 炮妞的炮成了老公 不过怎么说 这波都不亏 俏丽景花虽然看似傲娇 武力之爆表 清静之后 才发现 是个黏人的小可爱 原石拍卖的地方 是在江城郊区 是爱上珠宝租下的 一座石料切割场 这里原本是切割大理石的工房 用来切翡翠原石倒也是可以的 赵安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人头攒动 主办方还特意搭建了一个台子 摆上几十张椅子 在迁道处递上了勤俭 负责迁道的 正是李秋水的表格陈东 寒暄了几句之后 赵安找了个空位置坐下 等待拍卖会开始 时间到了两点整 就在赵安等得有些无聊时 一个身材高挑 气质优雅的美女 走上了主席台 正是和赵安有过一面之缘的爱情柔 爱情柔走到台前 微微一笑道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们爱上珠宝举办的 翡翠原石拍卖会 今天的拍品 全部都是从缅甸工盘上 逃回来的极品老坑原石料 交易完成后 我们还可以现场解释 如果解除极品翡翠的话 还可以借助现场进行拍卖 爱情柔的目光 扫视了一下台下的众人 接着说道 今天邀请到的 都是我们的贵宾 在这里 我要隆重地感谢 来自鹏城的蒋老 和来自深城的韩老 他们都是行业的翘楚 业绩的楷模 能够不远千里 前来历临指导 我身表荣幸 坐在最前排的一个微胖老头 眼睛笑成一条缝地说道 哼哼 爱侄女 早就听说 去年你在缅甸工盘上 暗拍了一批好料子 一直不见你放出来 没想到这次 到了江城才放出来 我老韩今天 说什么 也要弄几块回去 旁边蒋老头也附和道 就是 我旗下的店里 一直缺证店宝贝 这次如果开出极品的翡翠 我是不会放过的 爱情柔浅浅一笑道 两位前辈放心便是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拍卖 首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只见陈东推着一个 手推车上了展台 车上平放着的赫然正是赵安 挖到的狗头金矿石 爱情柔介绍道 有道是 黄金有价余无价 但是这块金矿原石 头生双脚 口含欲前 造型凶猛 神似一直握在金盘上的皮修 最重要的是 这只金皮修 完全是天然形成 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 天赐的宝贝 当然要给他 找一个最好的主子 台下的蒋老 看到这块金皮修 喜不自盛道 这块金皮修 仿佛就是天生为我准备的 谁都知道 皮修只进不出 用来镇店再好不过了 爱侄女 开拍吧 我都等不及了 爱情柔示意 陈东可以开始了 陈东煞有介事的 拿着拍卖锤说道 这只金皮修 起拍价八百万人民币 每次加价 不低于十万人民币 话音刚落 蒋老头就举起牌子到 八百一十万 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九百万 旁边的韩老头 一下子加到了九百万 蒋老头一脸怒涩地质问道 韩庆东 你什么意思 都直呼气鸣了 可见蒋老头心里 是多么的陋怒 韩老头哈哈一笑 我家里的金皮修 玉皮修好几百件 现在看来 都是酱气十足 毫无灵性 这只金皮修正合我意 怎么样 蒋兄能否割爱啊 不能 蒋老头也是个 脾气火爆的主 再次举牌到 一千万 一千二百万 韩老头也不甘示弱 一千三百万 这次是一个中年男子 举牌报价 一千三百五十万 一千五百万 竞争异常的激烈火爆 看来大家对这块金皮修 还是很看好的 尤其是韩老头和蒋老头 火药味十足 分毫不让 最终这块金皮修 还是被蒋老头 以三千四百万拍中 赵安作为这开金皮修的原主人 以八百万的价格 卖给了爱情柔 原本以为已经是天价了 谁知道爱情柔转眼 就以三千四百万卖出去 仅仅一天时间 就净赚两千六百万 赵安也只能看着别人赚钱 却丝毫不觉得羡慕 自己有只妖牛逼的真实之眼 超凡能力 还愁挣不到钱 这只是赵安人 卖方面的不足 他要是有这么多 有钱且好这款的朋友 直接交流一下卖掉就是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可是没办法 现在的自己还很弱小 该低调 还是得低调的 别搞不好辛苦了 一个晚上挖出来的石头 最后只换来五百块 加小锦旗 那赵安才叫一个玉库无泪 总之这块金皮修 在赵安手里 也就值八百来万 到了爱情柔这里 给他披上一层皮修的外衣 转手就能卖三千四百万 那也是人家的本事 或者我有这本事 也能从他那里 挣回来几千万 也说不定啊 金皮修的火爆 让拍卖现场的气氛 一度热烈起来 但爱情柔的脸上 始终宠辱不惊 带着淡淡的微笑 见效果已经达到 便示意陈东继续 陈东双手往下虚暗 示意大家安静 说道 有请今天的第二件拍品 两个工作人员 推着平板车上了台 车上是一块 二百多斤重的石头 陈东介绍道 这是一块缅甸帕杆东山料 原本也不在 我们的拍卖序列当中 只是货主是我们老板的朋友 又急着脱手 虽然是新坑的山料 但是我们的专家鉴定 这块原石外皮 呈白色砂糖状 有很明显的风化痕迹 白地上有深绿的条带 极有可能 能开出大块的极瓶翡翠 虽然陈东极力的推荐 但显然大家的兴趣缺缺 所谓新坑 也叫山料 就是翡翠矿脉 在地质层中形成的时间 比较晚一些的 远离大矿脉的坑口 相比老坑料 大多质地粗松 水头较少 优点是 块头大 产量大 但是凡事无绝对 老坑也常常开出 不值钱的狗屎地 新坑偶尔也能开出好翡翠 都是概率问题 只是几率不怎么高 非常考验考验眼力和经验 有几个架不住陈东 大力推荐的客人上台 围着新坑料观看 有拿放大镜看纹路的 有拿强光手电 直接堆在矿石上 看透光性的 也有胶水看颜色变化的 最后倒也没说不好的 只是摇头说 自己看不准 小伙子 口才不错 蒋老头开口道 但我们此行 都是冲着弓盘上 拍回的老坑料来的 这块凑数的山料 品相是挺好 但还入不了我等的法眼 赶紧开始吧 我估计这块料 也只是流拍的结果 旁人不好明说的话 让蒋老头挑明了 陈东闻言不禁苦笑道 有道是这世界 从不缺乏美 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 今天这块东山料 能否找到他的有缘人 我们拭目以待 陈东敲了一下拍卖锤说道 这块怕赶东山料 起拍价五十万人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万人民币 众人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却是没有一个出价的 跟刚才金皮修拍卖的火爆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陈东只好再次问道 这块怕赶东山料 极有可能开出极品翡翠 起拍价五十万人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万人民币 有人要出价吗 赶鸭子上架的陈东 可能是第一次主持拍卖 见到无人问津的状况 显得有些尴尬 依旧无人出价的话 就要宣布留拍了 五十亿万 就在陈东即将落锤宣布留拍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 不由得让人侧目 出价的正是赵安 赵安对翡翠玉石这些 根本一窍不通 从前也只是听说过 赌石有一刀穷 一刀富的故事 至于什么老坑水料 新坑山料根本闻所未闻 只是在这块山料 刚推上来的时候 赵安便在台上插下了针眼 针眼视野下 这块山料的介绍是这样的 帕杆东山料 重量126公斤 内含玻璃种翡翠 玉合重量15公斤 透明度6.2 为加工估价3800万人民币 针眼视野可以直接看到 这块山料的内部 有一大团跟外表不一样的质地 深绿色的玉肉 肿水晶莹剔透 最关键的是已经提示了 为加工估价3700万 这估计是针眼的新增功能 增加了评估价值的作用 价值3700万的山料 只卖50万 关键是还没有人竞争 眼看就要留拍了 赵安果断地出价 51万 这位先生出价51万人民币 陈东见终于有人出价了 微微松了一口气道 51万 还有人要出价吗 面对赵安的出价 众人依旧不为所动 只当他是个傻子 想买个教训 51万一次 51万两次 最后一次机会 还有人出价吗 陈东依照流程询问着众人 见大家都不感兴趣 只好落下拍卖锤道 51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赵先生 拍下这块缅甸 怕赶东山料 我们在这里就预祝赵先生 开出极品翡翠 收获财富满满 赵安对这个结果也非常的满意 冲着陈东点了点头 工作人员上来 把石料推了下去 这块原始是属于赵安的了 接下来第三件以后的拍卖 就全部都是所谓的老坑料了 众人这才热情高涨 纷纷出价 成交价在100多万到500万不等 可是这些老坑料 在赵安的真眼视野下 不是光溜溜的没货 就是种水太少 还有些是起拍价和真眼 给出的估价差不太多 因此赵安就没有再出价 直到第25件的出场 真眼视野下 第25件资料的介绍是这样的 免茂资料 重量21.7公斤 内含帝王绿翡翠玉和 玉和重量3.1公斤 玉和透明度8.3 为加工估价8300万人民币 这块资料外表看起来质地紧密 颜色灰白中加点乳白色 造型像是被挤压碰撞的一朵云 看来到场嘉宾的 都是石货的行家 这块紫料一上场 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有的在台下窃窃私语 有的激动地站起来赞叹 一直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的爱情柔 显然很满意这个效果 只见他遇齿轻起 各位嘉宾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件拍品 也是去年12月 缅甸攻盘的案拍回来的 最极品的翡翠原石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陈东接着说道 好的各位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卖品了 没有拍到的嘉宾 可要抓好机会了 可不要空手而归哦 蒋老头站起来搓搓手道 快点吧 我都等不及了 陈东呵呵一笑道 今天最后一件拍品 免电免帽子料 攻盘拍回的几品料子 起拍价1000万人民币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人民币 1500万 这次是韩老头率先举牌 一下子就加了500万 这样的加价方式 让台下的嘉宾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见过狠的 像这么狠的 真的很少见 1600万 一旁的蒋老头 也不甘示弱 韩老头剑压不住对方 呵呵一笑道 蒋老 你已经拍下了 镇垫的精疲修 这块子料 不如就让给我这糟老头子如何 蒋老头也呵呵笑道 好东西谁会先多 你想要 你出嫁 见心理战也不奏效 韩老头只好报价 1800万 2500万 蒋老头也来一次狠的报价 噎得韩老头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憋得脖子通红 好半天 才再次报了个 2550万份的报价来 赵安看见竞争如此的激烈 原本想参与的心思 逐渐淡了下来 再说了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参与角逐 想想也就一小博大 才是适合自己的吧 当报价渐渐的提高 原本有些想报价的嘉宾 也掩齐息鼓了 最后只剩下韩老头 和蒋老头 参与最后的争夺 不过加价的幅度 也变成了十万十万的往上加 3500万 也许是被逼无奈 势在必得的韩老头 满脸通红的说道 3500万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老蒋 你要是多出一块钱 这块紫料就是你的了 蒋老头犹豫了一下 叹了口气道 也罢 老韩 我俩几十年的交情了 这块紫料就让给你了 韩老头仗红的脸色 这次稍稍放松了一下 长吐了一口气道 那就谢谢蒋老哥 高抬贵手了 陈东建厮杀到了尾声 便说道 3500万 韩老出价3500万 还有人出更高的价吗 3500万一次 3500万两次 3500万三次 成交 陈东重重地落下拍卖锤 恭喜韩老先生 拍下这块免茂子料 韩老头建交易达成 重重地吐了口气 紧张的气氛终于缓和 作为主办方的爱情柔 走到台子中间 拍拍手说道 今天的拍卖会圆满成功 感谢各位嘉宾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拍到原始的嘉宾 可以现场解释 我们公司在现场 包下了六台大型的切割机 工人师傅 也会全力地配合各位 当然 也可以带回去自己捡 我作为爱上珠宝的执行董事 代表爱上珠宝在江城大酒店 备下酒席 略备博酒 感谢诸位的利临和支持 接下来机器开动 买到紫料的客人 各自找切割师傅帮忙解释 在轰鸣的机器声中 不时传来绿了 绿了 出绿了或者垮了 垮了 哀切垮了的声音 韩老头把拍到的紫料 放到一辆路虎车上 表示要带回去自己捡 估计是怕万一切垮了 惹来讲老头的讥讽吧 赵安则不急不徐 等众人切完一轮 才自己推着手推车 载着拍下来的帕赶东山料 来到一号切割机旁 工人师傅用吊机 把赵安的原石调上了操作台 问赵安想怎么切 赵安拿起粉笔 根据真眼视野 在原石上画了一条线 看似随意的一条线 却刚好给原石开个窗 机器轰然作响 飞速转动的宽大巨片锯在原石上 前后不到三分钟 就成功锯开了 随着巨片的上升 外皮的脱落 一抹亮丽的绿色 大掌啊 围观的原本等着看笑话的众人 纷纷惊呼 我靠 是玻璃种啊 这种水 清澈透亮 了不得了不得 韩老头听见众人的惊呼 也凑过来围观 看到赵安切开一面的原石 也不禁嘖嘖撑起 其实 赵安对他拍下的紫料 才是真的眼缠不已 现在看来 今天除爱情柔作为主办方之外 韩老头才是最大的赢家 那块紫料拿回去 解开了就能赚五千多万 比赵安这块料 可好得多了 要不是中间有几条细微的列纹 恐怕价格还得翻几番 当然 赵安这块原石 胜在性价比高 拍下的价格很低 收益率超高的 这才是赌石真正精彩的地方 以小博大 用几十万的资金 撬动上千万的财富 就特别适合赵安这种 刚入行又一直半解的赌客 饭要一口一口吃 钱要一笔一笔的正 韩老头看着开了一个窗的原石 眼里的喜色 怎么也隐藏不住 小伙子 这么大面积的绿客不多见 就冲你这面绿 我给你这个数 说着伸出三个指头 三百万 仅仅开了一个窗口 相比赵安买下这块原石的价钱 足足翻了六倍 可见 韩老头的实力 还是可以的 赵安心里却是有数的 等原石完全切开 那何止是区区三百万 我是差那三百万的人吗 没等赵安拒绝 蒋老头走了过来 用强光手电 对着赵安原石的开窗面 来回地照了照 转身对着韩老头 计较地说道 亏你还是老江湖了 这么好的玻璃种 水头还那么的足 肉色也很好 区区三百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转头面对赵安时 又努力换上和蔼亲切的笑容 小伙子 这赌事有所谓的一刀穷 一刀富的说法 也有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的讲究 这面窗开得好 再切一刀可就未必了 这样 我也不说三百万 我给你翻个背 六百万你 卖给我老头子 这样 你还净赚了五百多万 风险交给我来承担 赵安心里不停地吐槽 你俩糟老头子 真是坏得很 一唱一鹤的 还风险你来承担 我要不是真眼的视野 看得清清楚楚 说不定真让你唬住了 不过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赵安假装一副愣头青的样子 极力仗红着脸 杂乎乎地说道 不卖 今天我非得把这块料 全部切开了不可 赢要赢的敞量 输也要输得痛快 说着指挥着工人师傅 透着真眼的视野 故意在不经过愈合的部位 画了一条线 好让他们以为切垮了 等感受他们的失落之后 接着在另一边 重新切出黛玉盒的窗面 逗一逗这群围观的行业大佬 让他们真实体验 他们口中的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工人师傅开动了机器 巨片沿着赵安的画线往下锯 一根细小的水管子 喷着水给巨片降着温 泥浆飞剑中 赵安像个赌徒一样 鼓着双眼 双手攥拳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出律 出律 其实 这些都是假象 可都没安神邀好心 不逗逗他们 心意难平啊 巨片切到了底 轰鸣声戛然而止 机器自动升了上去 赵安三步并两步冲上去 扶住原石的断面 在众人的丙息凝神中揭晓了答案 果然是灰白的质地 没有丝毫的绿色 更别说玻璃般透亮的重水了 这时就有人摇头说道 哎呀 窃垮了 这是狗屎地 也有人说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下连五十万都不值了 蒋老头和韩老头 也露出失望的神色 却绝口不提买原石的事 赵安失神片刻 不甘心地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在原石的另一面 画了一条线 这次是画在第一次开窗面的背面 而且 刚好是沿着玉河的边缘地带 切开之后 就能看到完整的玻璃重水了 到时候就能看到 众人各种震惊的表情了 不到片刻功夫 原石切割完毕 这次赵安打开切面后 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哈哈 绿了 出绿了 你们看 出绿了 四周围观的嘉宾们 伸长了脖子 等着赵安把切面转过来一看 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我靠 出水了 又是玻璃种 还是高绿的玻璃种 也有人说道 这肯定是一整块玉河 之前那刀 显然没有切到位 赵安哈哈一笑 略有些嚣张地笑道 切 再切 这次要全部切出来 让大家看看 这块无人问津的山料 到底是不是极品翡翠 于是 工人师傅按照赵安的要求 顺着玉河已经暴露出来的边界 接着往下再切了一刀 这次开出的肿水 依旧色彩透绿 如同玻璃般 清澈透亮 金银润泽 切 再切 赵安得意地向着得胜的小公鸡 不可一世地指挥着 直到原石全部切完 再用砂轮膜去边角 一块磨盘般大小 金银剔透的毛皮翡翠 呈现在大家面前 韩老头痴迷地望着这块毛皮翡翠 口中喃喃道 玻璃种啊 多少年没有亲眼见过 开出这么大 水头这么足的玻璃种翡翠了 老蒋 你上次见识什么时候 蒋老头叹了口气 四五多年前吧 在缅甸的弓盘上 但是都没有这块大 哎 果然是长江旧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圣旧人 老了 破例不如当年了 我等居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被别人捡了漏 还得眼巴巴地求着买回来 蒋老头看着赵安不可一世的模样 陈生说道 年轻人 你这块翡翠卖吗 卖的话开个价吧 卖是肯定要卖的 我也没有身家工的打算 赵安停顿一下说道 至于价钱吗 请等一下 说话的是 一直在旁边 观看没出声的爱秦柔 只见他迈开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款款走上前来 笑盈盈地说道 真是遗憾了 我也看走眼了 看到这么好的翡翠 我也是见烈欣喜 而且 市场上极缺高端的好种水的翡翠 我还正愁店里缺货呢 爱秦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这块翡翠毛坯 点了点头说道 蒋伯父 我也想参与这块翡翠的争夺 您不会介意吧 蒋老头冷笑着 从牙齿缝里蹦出四个字 自无不可 爱秦柔笑容不改 说道 这样 这次我们选择按拍 想要参与近拍的嘉宾 可以把价格和自己的名字 写在纸条上 最后再由这位赵安先生 选择最后的得主 当然如果赵先生 对最后的价格不满意 我们还可以重拍 这主意好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蒋老头表示没有意见 于是 陈东找来纸和笔 有心参与的嘉宾 依次填上自己的价格 并数上自己的名字 折叠好交到赵安的手里 爱秦柔也写好了自己的报价 把纸张折叠好 交到赵安的手中 然后轻飘飘地笑了一下 回到原来的位置 等待赵安宣布结果 赵安鼻尖嗅到一股若有若无 四隐四线的香气 险些心房失手 正式要紧 短暂的失神过后 赵安依次打开纸条 查看诸位的报价 有出2500万的 有出2800万的 还有开价3000万的 但这些显然都没有达到 他的心理价位 韩老头出价较高 达到了3500万 比他高一点的是 蒋老头出价3600万 最高的是爱秦柔 3700万 看到这样的结果 赵安有些明白 爱秦柔刚才提案拍的意思了 他显然是 吃准了其他人的报价 而这也跟真眼升级后的 估计一模一样 赵安深吸了 一口气说道 诸位的案拍价格我也看过 出价最高的 是他又故意拖长了半拍 一手展开了爱秦柔按拍的纸条 铿锵有力地说道 出价最高的是 这位爱小姐 她的报价是3700万 说着 脸上挂起了笑容道 恭喜爱小姐 这块玻璃种高绿翡翠 是你的了 爱秦柔脸上似笑非笑 率先鼓起了掌声 众嘉宾也附和着 鼓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口说一地说着 恭喜恭喜 爱秦柔也浅笑着说 承蒙大家的谦让 严毕伸手招来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女秘书向赵安 要了的银行卡号码 拿着手机就啪啪啪按了一通 显然是在给赵安现场转账 就在赵安有些眼禅女秘书手里 可以大额转账的手机时 她绑定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码 便收到钱款到账的短信 与此同时脑海中 机械的声音也同样提示到 获得好运值3700万 好运值加3700万 你的真眼已经升级 快去查看有哪些新增功能吧 这就升级了 赵安所料不差 当好运值累积到1000万 真实之眼便可升到五级 下一级得话就估计就需要上亿了 还有这次赚的3700万人民币 加上之前卖掉金皮修的800万 一级买彩票中的40万 扣除今天拍卖所花的51万 赵安的卡上足足有4400多万 短短几天时间赚了4000多万 让一项穷惯了的赵安 这下子终于获得财务自由了 所谓财务自由 就是指人无需为生活开销 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 4000多万的现金 即使是存银行吃利息 也足够赵安生活无忧地过下半辈子了 但是赵安知道 4000多万仅仅是开始 新世界的大门已经为他敞开 交易完成 各嘉宾的拍下的原始料也切割完毕 陈东把玻璃种翡翠毛坯搬上了自己店的车 顺便邀请赵安同行 搭着顺风车一同前往江城大酒店参加晚宴 赵安欣然答应 坐在了陈东的副驾 晚宴是自助的形式 爱上珠宝包下了整个餐厅 用以答谢各地嘉宾的捧场 毕竟一天好几亿的交易额 爱秦柔今天一天少说 能赚个七八千万人民币 更别说给爱上珠宝 在江城的门店带来轰动的效应 而且 天南海北的赌食商人 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 也能相互交流交流信息 或者学到点新奇的知识 要知道 哪怕是以现在 这么发达的科学技术 都无法看到或者探测到 石头内部的情况 原始里有没有翡翠 肉色怎么样 色带怎么走 全靠大家自己的眼力 或者口口相传的行业经验 夸张地说 有些甚至传男不传女的 而赌食的魅力也在于此 赵安就没有同他们做到一起 一是因为跟他们都不认识 自己这个出入行的新手 也没有经验同他们交流 而且自己有睁眼在手 也不需要他们的经验 这第二码 这群人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 几乎没有年轻人 人说三岁一代沟 赵安跟让他们差了二十来岁 隔了七八代了 也聊不到一块去 难道跟他们讲 我有五把无尽 一秒五刀 刀刀暴击 于是赵安取了餐 找了个低调的角落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不得说 江城大酒店作为五星酒店 制作的餐点还是别有滋味的 就拿着烤羊排来说 烤得外焦里嫩 赵安一口咬下去 汁水如爆浆般蹦出 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新山味 反而是宁省岩池滩阳 独有的鲜香混合着小茴香 刺激着味蕾 丰富饱满的味觉体验 给予了赵安满满的幸福感 在敏一小口八十二年的拉图 那感觉就更美妙了 赵先生真是好雅兴 换上了一席长裙的爱琴柔 作为东道主 在陈东店长的陪同下 依次同道场的客人们打着招呼 便寻赵安不见 没想到躲角落里胡吃海喝来了 如果下午时候 只是略试薄粉的话 此时的爱琴柔 显然精心打扮过了 头发高高盘起 挽了个很好看的发际 两缕刘海往两边疏开垂于脸颊 让小巧的肩下巴更显突出 柳叶眉似烟四颜 杏眼四周画着淡淡的粉红色眼影 美目流转间 似有无尽的春情流出 长长的睫毛 让赵安有些怀疑是假的 每一下眨眼 都牵动着赵安的心 高挺的鼻梁下 是翘挺而小巧鼻翼 纯似樱桃一样 娇艳红嫩 让人遐想 再加上连身长裙包裹着 该秃秃该翘翘的身材 这是妥妥的霸道女总裁 遇解饭 也对 随身带着五个女秘书 没点气场 恐怕镇不住 赵安匆忙地从桌上抽了张纸巾 擦了擦嘴边的油水 嗯 还有口水 善善一笑道 还得感谢 爱董热心的款待 爱秦柔一手端着酒杯 一手示意 陈东去招呼其他客人 钱笑道 作为今天全场最大的赢家 赵先生不该这么低调的 爱董此言诧异 赵安苦笑道 今天最大的赢家 不是爱董吗 八百万买了一块金矿石 硬说是皮修将士 转手就卖了三千四百万 净赚了两千六百万 再加上其他原始的拍卖收入 轻轻松松一个亿 一个小目标达成了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 爱秦柔浅笑盈盈地 在赵安对面坐下 背部轻松随意地靠在椅背上 跟赵安亲碰了一下酒杯 在小敏了一口酒说道 为了今天的拍卖 我可是准备了足足半年 备货 请人 还得要择准时机 总之天时地利都得考虑到 至于那个精疲修 那就真是机缘巧合了 赵安一言不发 做出一副倾听的模样 实际上 眼神却直勾勾的 盯着爱秦柔绝美的脸 爱秦柔眼睛笑成一道弯跃 接着说道 我在研究客户资料时发现 这群客人多半都有 收藏皮修制品的喜好 尤其是蒋老和韩老为甚 韩老的家的豪宅里 更是有三百多件皮修制品 所以 昨天看到你的金矿原石 我心里就有了这个主意 因此说起来 还是得感谢你的 感谢倒是不必赵安说道 公平交易 各取所需 你能拿去卖到更高的价钱 那是你的本事 这点自知之明 我还是有的 爱秦柔白白手说 不仅仅是金矿石的事 还有玻璃种翡翠的事 也得感谢你在关键时刻出手拍下 避免了留拍的尴尬场面 这话一说 赵安便对他好感大增 虽然爱秦柔在金皮修上 赚了他一大笔钱 自己也通过赌石 加倍赚了回来 再加上眼前的爱秦柔 不仅有霸道总裁的气质 也有妖艳狐狸精般的身材和脸蛋 如蓝四射的微弱香气 阵阵袭来 让赵安迷醉的不行 面上却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郑瑟说道 其实我也不怎么懂 纯粹是运气 还请爱总多多指教 近年来 高收入人群逐渐增加 奢侈品市场缺口也越来越大 爱秦柔说道 就拿翡翠来说 中低档产品的供不应求 高品质的产品 却可遇而不可求 尤其是高率高水种的极品翡翠 所以拍下这块翡翠毛坯 制作的成品 也就够我旗下所有门店一年的的销量 那无所谓 爱秦柔换了的坐姿 二郎腿翘起 显得很放松道 就像我给你的筋皮修 主动加了一百万一样 因为我有把握能赚到更多 所以 哪怕你再加一百万 也没有关系 说着 爱秦柔身体稍稍前倾 微微伏低了上半身 吐气如蓝道 还有 你刚才在解释场的演技 真不怎么样 赵安假装没有看到 那一抹靓丽的雪白 疑惑道 演技 什么演技 我不太明白 你在说什么 装 使劲装 爱秦柔呵呵笑道 我父亲也是赌石起家的 从我十岁开始 我除了要完成学业外 还要跟着我父亲 辗转大大小小的 翡翠原石卖场 也看过无数的赌石场面 所以 你那些伎俩 在我眼里 真的很拙恋 赵安老脸一红 嘟囔道 真的有那么明显吗 这次爱秦柔没有回答 而是又换了条腿 翘起二郎腿 一手拿着酒杯轻轻摇晃 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 赵先生是颠省人吧 这份看翡翠原石眼力 可不简单哦 运气 真的是运气而已 赵安有些招架不住 不仅仅是爱秦柔犀利的问题 这个女人从过来到现在 一共换了四个坐姿 每个坐姿都是不一样的风情 本舅生是绝美的她 还这样可言可甜 可蠢可欲 变换的风格 套用流行的网络评论 就是 妈妈的朋友 善良的小姨 风流女上司 同桌女同学 哈哈 似乎感受到赵安的窘迫 爱秦柔笑得花枝乱颤 好半天才停下来 嘴角仍旧带着笑意道 运气的确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只要你能开出好的翡翠 而我则需要好的翡翠 来开拓我的市场 我是不会管你的拿点小心思的 赵安心虚地说道 的确只是运气好而已 我只是一个穷小子 以前也没有机会 接触赌食这么高端的行当 今天这是纯熟巧合 巧合 爱秦柔擒着笑意 眼神意味深长 盯得赵安心里发毛 好半天她才说道 没有关系 赵先生 赌食号称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我相信赵先生的能力 或者你说的运气 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说着 小手往后面一招 一个漂亮女秘书快步跑来 在她的手上 放上一张名片 爱秦柔把名片沿着桌子 推到赵安跟前 含笑着说道 江城的翡翠原始格局太小 滇省的锐利才适合你 记着 开出了几瓶翠翠 打给我 价钱包你满意 说完慵懒地起身 大长腿一扭一扭地走了 这小妖精终于走了 赵安心里默念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密多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皆地皆地 波罗皆地 默念了一遍心惊 赵安这才平息了心中的邪火 爱秦柔的一颦一笑 都散发着惊人的魅力 却又若即若离般 始终保持着距离感 让你摸不到 还吃不着般的难受 不过她说得很对 赌食真的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就像下午的拍卖会上 很多的客人 花费几百上千万 拍下的翡翠原石 赵安却清楚地看到 里面的情况 不是没有翡翠 就是肉少的可怜 买的时候多兴奋 估计等他们 切开之后 就知道有多失落了 但赵安就不存在 这样的情况 手握真实之眼这种 比透视还强上 几分的超凡能力 以后赌食的话 肯定是无往而不利的 还有爱秦柔说的 编程锐利 就临近赵安的老家旁边 看来有机会的话 可以尝试去看看 有没有机会 能干她一票什么的 赵安收好爱秦柔的 烫金色名片 饱餐一顿后 也不给主人家打个招呼 就独自一人 走出了江城大酒店 主要还是有点 出那个爱秦柔 生怕他那双犀利的眼睛 又看出些什么 这酒店 赵安打电话给李纸元 得知他要工作到很晚 就自己个回了出租房 这才有时间查看 升到五级的真眼 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真实之眼五级 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千公里内 不知六个可以探查 方圆一千米 含地下一千米的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可以让你看到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实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看到和探查到 真实之眼 可以对宿主需要的重点目标进行标记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除了增加可布置范围 只是新增了可以对宿主需要的重点目标进行标记 这是真实之眼版的搜索引擎功能吗 是不是输入关键字 就能得出想要的结果 要不插个眼 试试新功能 一个真眼插在市警局 搜索李纸元 马上视野转换 赵安像清零现场一样 看到李纸元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资料 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 穿上制服的李纸元 显得格外的阴气逼人 不失粉带的脸蛋 依旧白皙细腻 秀眉 青醋之间流露出别样的风情 清澈的眼神 不含一丝的杂志 好似能一眼看穿你的内心深处 微微勾起的嘴角 更是让赵安恨不得马上跑过去亲吻 算了 不打扰 他为人民服务了 也可能是怕被打 在一个真眼 查到江城大酒店 搜索爱琴柔 爱琴柔正坐在酒店会议室的首位 组织员工们开会 依旧是一副霸道女总裁的模样 是在研究 今天赚了多少钱 还是在计划下一步在哪里 继续发财 呵呵 看看李秋水在干啥 一个真眼查李秋水家里 搜索李秋水 看到画面的瞬间 赵安便表示 不看了不看了 看了会长真眼的 悠着点 兄弟 生命在于运动 但要是郁郁出生命就不好了 一不小心 我就长辈分了 赵安把真眼查到长江河道里 六个真眼连排 搜索金矿石 想试试 还能不能找到一两块 毕竟找到一块 就是几百万 它不香吗 结果出来了 方圆六公里内 大大小小的金矿石有六块 其中 河床上有四块 河岸上倒是有两块 但是埋藏在十多米深处 这六块 几乎都没有挖掘的可能 赵安不信邪 收回真眼换了结核道 再次插下去 这次更差 一块都没有 忙活了半个小时 结果就是 长江河道的金矿 原始有是有 但不是在河床里 就是埋藏在深处 埋藏浅的几乎没有 看来上次赵安能挖到金皮修 真的是运气好的缘故 看了想靠着在长江边 捡金矿石发财的路子 是行不通的 赵安试验着真眼的新功能 不知不觉中 沉沉地睡了过去 夜半时分 熟睡中的赵安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迷迷糊糊开门一看 赵安疑惑地问道 李芷源气鼓鼓地说道 我就不能来吗 我来是看你 有没有背着我金屋藏胶 说着又踢了赵安一脚道 还不请本小姐进去 请进请进 赵安笑眯眯地让开了门道 欢迎老婆大人视察 寒涉简陋 可入不了老婆大人的法眼 李芷源双手别在后腰 真的做出了一副领导的样子 趾高气扬地参观着房间 还真是漏事 说着又皱了皱小的鼻子道 这不上次来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我还走访了附近的街坊邻居 他们说 你这家伙 除了上班 就是回屋当宅男 也没见谁来拜访过你 混得真是够糟糕的 赵安带上了门 笑嘻嘻地搂住李芷源道 所以 你是第一个来这里找我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 此生有你 福福何求啊 李芷源一付你知道 就好的表情 却用手打了赵安一下道 撒手 你个坏人 赵安没有放手 反而搂得更紧了 不放 你还没说你为啥大半夜的来找我 我都睡着了 你这样扰民很过分爷 是想我了吗 还是我犯啥事了 说着 赵安脸色一正 诚恳地说道 警察同志 我有罪 我偷东西了 我偷走了你的心 施主 都找上门来了 哈 说完赵安先绷不住脸笑了 你跟我这玩角色扮演呢 李芷源用手指点了他额头一下 然后又气鼓鼓地说道 说起这个 我就来气 于是李芷源 便把他回家发现门锁没换 质问父母才知道 昨晚上被跟踪之后的一系列的事给 赵安说了一遍 赵安笑得前仰后合 好半天才喘过气来道 叔叔和阿姨 还真是可爱啊 哈 李芷源又白了他眼道 所以我就生气地离家出走 便宜你这家伙了 伸出手指 轻点了赵安的额头一下 赵安却握住李芷源的手 正色道 私事漏事 唯无得心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天堂 你放心 我是不会辜负你的 说完 两人便稳到了一起 情到浓处 房间里的温度开始上升 四日早上 赵安的房间一片狼藉 赵安拥着被窝里的李芷源问道 今天不去上班的吗 李芷源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 反搂住他说道 不去 今天是夜班 那你有什么安排吗 要不我陪你逛街吧 赵安亲了一下 李芷源俏丽的脸蛋说道 逛街 吃饭 看电影 谈恋爱 必备三要素 那是没有得手前 李芷源呵呵笑道 然后又翻了个身说道 要不我们买套房子怎么样 赵安一愣 李芷源急忙解释道 我工作四年了 平时也不怎么花钱 买车还是我爸掏的钱 现在工资卡里有二十多万 买套小的付个首付 应该没有问题 两室的 一室的也可以 房产正写咱两人的名字 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窝了 赵安有些感动 相比杨雅琴的贤贫爱富 李芷源简直质朴的像的天使 他握住李芷源的手说道 不用买小的 要买就买大的 买别墅 我有钱 李芷源一脸疑惑道 买别墅 你仿佛在逗我 在江城买别墅 怎么也得一千多万 没你这样开玩笑的 我是真的看你住 这么简陋的地方 没个家的样子 我们买一套小的房子 简单 温馨我就很满足了 赵安拿过手机 点开昨天收到的银行短信 拿给他看 上面显示着 交易提醒 3700万元 时间 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 17点33分 账号 某某953 类型 快捷转账 余额 44687456.31元 李芷源手指点着屏幕 数着余额 个 十 百 千 然后惊呼道 四千多万 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你抢银行了 嗯 你这小身板抢银行也够呛 你是不是皮呀 莫名被嘲讽一波的赵安 没好气得到 我这几天运气好 刚开始买了几张彩票 中了五十万 后来钓鱼捡到了一块金矿石 又卖了八百万 昨天去参加那个拍卖会 我拍下一块翡翠原石 结果开出了一块玻璃种翡翠 卖了3700万 这条短信 就是卖掉翡翠的转账提醒 李芷源一副我怎么就不相信的的表情 赵安见状 便从钱包里 掏出从福采中心得到的税单 爱上珠宝开出的收据 还有五十一万买山料市开出的收据 一起拿给他看 李芷源仔细地看了下 这才相信赵安说的都是真的 原本以为找哥哥穷光蛋 没想到是个生财宝宝 然后李芷源轰的一下 从被窝里蹦起来 也不顾自己乍谢的春光道 那还等什么 起来 我们看房子去 又见赵安吃呆子一样 盯着自己关键部位看 清脆一口道 看什么看 小色批 赵安笑道 色批就色批 干嘛非得加那个字 李芷源搂住他的脖子 调侃道 哎呦不错哦 我忍得很辛苦 这样说可以了吧 赵安在他柔软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 嘿嘿笑道 宝 你超速咯 李芷源嘿嘿笑道 超速就超速吧 你又没有执法权 赵安笑道 谁说我没有执法权 我要对你执行加法 嗯哼 你懂得哦 阳光正好 李芷源开车载着赵安 来到了一个叫做的水岸花都的售房部 这里是江城别墅区 住这里的 全都是非富即贵 在江城数一数二的人家 进了大门 李芷源自然地挽着赵安的手臂 一个披着其间短发的售房小姐 带着职业微笑迎了上来 欢迎光临水岸花都 请问两位是要看房还是买房 有熟识的销售顾问吗 赵安说道 我们先看看 有线房吗 拎包入住的那种 有的 先生 售房小姐道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 说着 指着进门不远处的一块很大的区域图讲解道 咱们项目喂鱼 赵安大手一挥道 介绍道不必了 直接看房吧 合适的话 我们就买了 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售房小姐心里嘀咕 但还是很职业地问道 需要看一下沙盘吗 对位置户型有什么要求的吗 沙盘道还可以看一下 赵安大大咧咧说道 看得合适 我们就直接买了 售房小姐点头道 请走这边 两位客人请看 我们水岸花开发的 都是独栋豪华别墅 每一栋都带有独立的私家花园 以及地下车库 而且关键的是 每一栋的格局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 只在满足各类型客户的需求 赵安点头道 那现在还剩多少空房呢 售楼小姐在沙盘上边点 便说道 空置的房屋 有这里的2013栋 2021栋 3021栋 3201栋 等十几栋 赵安看了看沙盘上的户型 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坏 只不过 她也没买过房子 不知道从何下手 便说道 这样吧 我看沙盘实在看不出什么来 要不我们去县房的实地去看一下 售房小姐没话说了 只好点点头道 那二位请稍等 我去开辆观光车过来 于是 小情侣二人坐着观光车 接连参观了四五栋独栋别墅 但是都没有相中的 不是采光不好 就是户型不满意 售房小姐的态度也还可以 一直耐心地劝说道 买房其实也算是最保值的投资 哪怕是现在的环境来说 也是很合适的 赵安看了下她的胸牌 知道这个售房小姐叫王小倩 笑道 其实我以前和你是同行 王小倩惊讶地笑道 哦 这位先生也做过房产经纪吗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 哦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房产经纪在房产公司工作的话 其实买房有很多便利的 你说的是 卧底进房产公司当销售 最后套的底价 以最便宜的价格买房子 顺便还把工资和提成给拿走了的故事吗 我在抖音上看过了 赵安笑了下 说道 你误会了 我之前是做登市销售的 也熟悉一些销售的技巧 所以 毒鸡汤就免了吧 王小倩呵呵笑道 其实也不算毒鸡汤吧 而是有太多现实的例子 就好比十年前房价低的时候 你手里有二十万块钱 按揭买了套房子 身边的朋友 却同样花了二十万元 按揭买了一辆豪车 然而十年过去了 这其中的变化就是 你们同样花了二十万 现在你的房子 人家给五百万你都不一定卖 但他的豪车可能十万都没人要了 这就是投资方式的差距 房子 既是居住的温馨家园 也是一项长期且保值的投资 当那些奢侈品通通过时 当那些目前看似高端的产品 最终被时代淘汰时 你就会发现 只有房子 才能被称为传家之宝 这话生生的 把二人给逗乐了 李芷源打去赵安道 你也是做销售的 是不是嘴巴子也这么利索 赵安一挑眉道 这个有专门的培训的 会根据不同的客户 制定不同的销售策略 比如刚才王小姐说的鸡汤类型的 也有励志型的 讲的是 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 只有卖不出产品的销售 没有劈不开的柴 只是斧头还不够快 通常来说 一个优秀的销售员 要具备以下条件 会开车 会做PPT 会沟通 会催款 会算账 会奖价 会喝茶 会吹牛 吃得了苦 守得住闲 哄得来人等等等等 行家呀 王小倩一边开着观光车 一边赞美道 看来赵先生 也是销售界的行家理手啊 赵安呵呵笑道 其实不是 我只做得到最后一项 王小倩道 既然赵先生也懂其中的奥秘 咱们今天就不完虚的 我直接带你们去 我们公司仅剩的 最好的楼王 怎么样 李芷源笑道 好啊好啊 买不买先不说 我就想知道楼王尝啥呀 王小倩便带着他们七歪八牛 来到一栋外观 看起来很漂亮的独栋别墅面前 只一眼 李芷源便喜欢上了 这栋房子位置极佳 整体造型别致大气又不显得俗套 王小倩打开门道 这栋3201是我们公司 现在仅剩的最好的一栋别墅了 外观和内部装饰 都是请得国内知名的设计师操刀的 两位请进 进门是一个宽敞的门厅 过了门厅 是一间宽敞的客厅 螺旋形的木制楼梯 设计的别致有形 王小倩介绍道 整套别墅 一共有六十三厅两厨四位 全屋的设计和装饰风格 也都是按照现今最流行的款式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 又带两人参观了每一个房间 赵安和李芷源 总的来说还算很满意的 赵安微笑着说道 总体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 这里的户型位置采光 都符合我的审美要求 也能够看到无敌的将近 王小倩趁热打铁道 既然赵先生 对我们这栋别墅这么喜爱 不如直接买下来 我给你讲 这栋别墅里面所有的家电 以及家具 全都是顶级大牌 拎包就能入住 而且今天购房 还能享受九五折的特价优惠活动 心动不如行动 能抓住的机会才是机会 能省多少是多少 赵安和李芷源 其实都非常满意 赵安还插下睁眼检查过 没发现什么不利的因素 李芷源看着这栋 标着3201的别墅 真是越看越喜欢 就说道 这房子我看着真是不错 不知道这个价格 王小倩脸笑得跟朵花似的 我们这边价格嘛 是五万一平米的 五万哦 李芷源小脸一皱道 那有没有优惠呢 王小倩笑呵呵道 看你这么有诚意 而且 你们是我今天 甚至是这个星期第一对客户 这样吧 我做主 再给你们优惠五个点 李芷源看向赵安 想征求他的意见 赵安摇了摇头 再叹了口气 心道 像你这样买东西 不被坑才怪 赵安咳嗽两声 亲了亲嗓子说道 王小姐 我想知道配套设施怎么样 还有小区的绿花率是多少 房间聚是多少 房子的均价是多少 王小倩尴尬地笑了下 额头微微冒汗说道 我 我们这小区配备了公园 绿地 操场 篮球场 还有一个小型的足球场 小区内外各有一个购物超市 小区不远 就是实验小学 还有蓝天幼儿园 安保也是国家最高标准 房间距都是超过了15米 均价呢 王小倩道 均价4万6 优惠几个点 赵安紧追不舍地问道 七个点 先生这是我能给的最大的优惠了 赵安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拍板道 行吧 就这动了 刷卡吧 王小倩有些惊讶 本以为这两位客人会有些刁难 没想到却是这么爽快 他小心地问道 不知道两位是全款还是按揭 按揭的话我们公司提供 赵安摇头道 按揭多麻烦 直接全款 我们今天就想住进来 接下来 王小倩带着赵安和李纸园 办理了买房的一系列手续 赵安最终付了2300多万 又在王小倩的引导下 设置了大门的指纹锁密码 这栋门排为3201的独栋别墅 就属于赵安和李纸园 共同所有了 3201别墅内 李纸园推开三楼阳台的玻璃门 看着远处滔滔的江水 一脸的幸福和满足道 这里真是太美了 我做梦都没想过 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赵安从后面搂住他的腰 呵呵笑道 其实我也没想过 我原本只是个穷小子 这下子骤然抱负了一点点 都有些不太适应 李纸园转过身 反搂住赵安的脖子说道 那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因为钱才和你在一起 会不会因为太轻易得到手 就会不珍惜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赵安用食指手指 刮了下他的小鼻子 笑道 主要是我见色起义 被你鬼迷心窍 神魂颠倒 阴差阳错之下 才走到一起的 哟 这么会说话 那就多说点 李纸园开心笑道 嘴巴这么甜 以前骗过多少个女孩子 赵安的眼神略微黯淡了一下 李纸园瞬间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便改口说道 你看我们要不要试试 新房子的淋浴效果怎么样 赵安立马把心底的那一丝丝不快 抛到了九霄云外 也是 死了的前女友 哪有眼前的活色生香重要 她低头把额头和李纸园碰到了一起 问道 你确定 李纸园甜甜的一笑 确定啊 话音刚落 就被赵安横抱起来 大不留心地走进了喜狱间 云从龙 风从虎 风雨过后见彩虹 明天我打算回老家一趟 进入闲者时间的赵安 看着正在地上捡衣服穿的李纸园说道 啊 回老家 李纸园转过头 需要我陪你去吗 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赵安说道 虽然我爸妈也很想见见漂亮的儿媳妇 但你工作要紧 你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 李纸园笑道 我可以请家呀 我们每年都有年假的 请家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 赵安说道 我看你对警队的工作挺看重的 做事风风火火 雷厉风行 如果对你的工作有影响的话 就算了 赵安叹口气接着说道 我父母他们辛苦大半辈子了 也该想想轻浮了 这次我回去 也就是想把他们接过来 一起居住 你觉得怎么样 李纸园点了点头道 确实应该这样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嘛 那是必须的 赵安黑黑笑道 到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带带孩子 竟想天伦之乐 李纸园娇羞地敲打了赵安一下 谁要和你生孩子 两个人又是一番嬉闹 又过了一会 李纸园看了下时间 在赵安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道 我要去上班了 你一个在家孤单寂寞了 也不要沾花惹草 要不然 哼哼 说着捏着拳头 在赵安眼前晃了晃 知道 十个我都打不过你 赵安实相地说道 想起之前的去世 李纸园呵呵笑道 你知道就好 赵安又恍然大悟道 原来你刚才让我吃饱 就是免得我去沾花惹草 你恐怕是想多了 这世间有了你 其他女子就再也入不了我的法眼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李纸园一挑眉说道 总之你系好了 要不然有你好看 拜拜了 又在赵安的嘴上盖了个章 上班去了 来到警局换好制服 跟同事办好了交接 李纸园坐在自己的位置开始工作 原原 你昨晚上去哪里了 不知道我和你妈很担心你吗 说话的 正是李纸园的父亲 李正国 李纸园故意板着脸 不说话 低头看资料 李正国健壮 口气也软了下来 原原 你把你妈的电话拉黑也就算了 怎么把爸爸也拉到黑名单了 咱俩才是一伙的 我是有据 李副局长 李纸园一本正经地看着李正国说道 你不是我的直接上司 我也没有工作跟你汇报 你已经干扰到我的工作 请你离开 李正国左右看了看 见四下无人 拉过一张椅子 坐在李纸园旁边说道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你妈的做法 可我拦不住啊 你不知道 你昨晚上走了之后 我都担心死了 担心 李纸园冷冷笑道 担心什么 你们怕是 担心我嫁不出去吧 那是你妈的意思 我一直都不赞同的 李正国解释道 你可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爸爸怎么舍得你嫁人啊 李纸园哼了一声道 我妈就是怕我嫁不出去 这次 我就是得在外边住几天 好好地亮一样她 住几天 李正国道 你住哪 你住几天 李纸园头一歪 没一条 你管不着 李纸园气急败坏道 我怎么管不着 我是你爸 李纸园把头往另一边歪道 我成年了 你管不着 那我等你下班了就盯着你 李正国说道 你不回家 我就一直跟着你 李纸园这才服了软 他知道李正国真的说得出 也真敢做 便说道 行了行了 依你的 我下班就回家 行了吧 爸 李正国这才满意地点点头道 这才像话 说完 向着得胜的将军般走了 第二天一早 在李纸园还没下班的时候 赵安已经在飞回老家的 飞机上了 昨晚上就订好了 飞回老家的机票 这次回去 赵安也没有通知他的父母 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三个小时的飞行旅途 由于天气晴朗 没有气流的缘故 赵安再没有颠簸 只有平稳中睡了一路 下了飞机 出了机场的赵安 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打车去了一个4S店 目的吗 当然是为了买车 赵安觉得 自己也是时候该买辆车了 而且富贵还乡 不买个车装装门面 那不如同锦衣夜行 鬼才知道 进了4S店 经过售车小姐的介绍 结合自己的喜好 赵安最终买了辆 凯迪拉克旗下的顶级SUV 凯雷德长轴版 本来是想买奔驰G级 或者林肯领航员的 不过没有现货 赵安只好将就着 在售车小姐姐惊讶的目光中 豪爽的刷卡 打了个临时牌照 开走了这辆 顶配200多万长轴版的凯雷德 讲真的 这款凯雷德并不比奔驰G级差 外观大气硬朗 顿形的中网 搭配两侧竖排的LED大灯 所勾勒出的线条 让整个前脸像是 中世纪黑武士的面具 这种不怒自威的神情 足够拉风 足够霸气了 至于有人说 凯雷德逼格不够 认识的人不多的问题 赵安倒不是很在意 反正这车也只是暂时带不用的 以后有钱了再换辆更好 逼格属性更强的就是 在飞机上他就想好了 一定要买辆车开着回家 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 所以赵安才奔到春城来购买 谁料到春城没有奔驰G级车的限车 只好退而求其次 买了辆凯雷德暂时带一下布 开出4S店 赵安开着凯雷德行驶在春城的大街上 霸气的凯雷德回头率贼高 可是赵安不知道的是 有一个APP叫高德地图 他曾经发布过一个车主活跃报告 上面说奔驰车主最爱去机场 高级酒店 宝马车主最爱去购物中心 奥迪车主爱去机关 三甲医院 雷克萨斯车主爱去工厂 海鲜酒楼 凯迪拉克车主爱去洗浴中心 桑拿会所 所以路人有可能在想 这哥们儿开着凯雷德是准备去洗浴推桑拿 滑稽 在最近的加油站加满油 赵安正式踏上回家的道路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像天空一样坚强 赵安开着心脉的凯雷德 跟着广播里的音乐一起嘶吼 愉快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凯雷德终于开进了赵安生长的小县城 拐进了赵安父母居住的老旧小区 这是一栋外墙墙皮都开始脱落的五层小楼 赵安家住在三楼 两室一厅的居住环境 是赵安从小生长的地方兜兜转转好几年 又回到了这里 赵安有种游子归家的感觉 上了楼敲响自己的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 赵安满脸笑容叫道 妈 我回来了 开门的正是赵安的母亲陆秀芬 陆秀芬先是有些惊讶 然后又是激动地笑着 一把抓着赵安的手道 哎呀 儿子 你咋回来了 也不提前给妈打个招呼 早知道你要回来 我可就多做几个你爱吃的菜 你等着 我再去买点菜 妈马上就给你做 赵安进了门 却反手把门关上道 妈 不用再买什么菜了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爱吃 我爸呢 没在家吗 你爸还没下班 陆秀芬说着又把赵安拉过来 笑眯眯地说道 这一年多没见 让妈看看 哟 都瘦了 也高了 在父母眼里 仿佛自家孩子 就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宝贝 赵安善善一笑道 哪有二十来岁还长个子的 就是瘦了显得高一点 就是高了 陆秀芬却不依她的说法 人数二十三 还能往上窜一窜 你这不刚好二十三 对了 这次你女朋友 那个叫什么雅琴的 这次没和你一起回来吗 陆秀芬是知道养雅琴的 毕竟她和赵安在一起五年时间 期间也听赵安说过 只是没有亲自见过面 面对母亲的问题 赵安想了想 还是如实回答道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陆秀芬眼神有些暗淡了下去 叹气道 哎 分就分吧 我儿子一表人才 再找一个就是 虽然咱们家穷是穷了一点 但咱们凭劳动挣钱 本本纷纷过日子 难道还怕找不到媳妇 说着又看向赵安道 儿子啊 要不妈托人给你介绍介绍 等哪天得空了 你去乡得亲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要真去乡亲了 李芷云还不得把我打死 赵安心里日常吐个槽 嘴上却宽慰着母亲道 哎呀妈 你就别操心这些事了 而且咱们家以后 也要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了 我在江城挣钱买了房子 还买了辆车子 这次回来 就是特意想把你和我爸接过去 一起住 想轻服 挣钱了 还买了房子车子 陆秀芬一脸的疑惑道 你这毕业才多久 就够挣钱买房买车了 我听起来 感觉有些不现实呢 车就在楼下停着呢 不信你过来看看 赵安说着 拉着陆秀芬走到阳台 指着楼下 停着的黑色凯雷德 摁了下手里的车钥匙 凯雷德回应似的 闪了两下灯 赵安道 你看 不是我都我摁的量吗 陆秀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我雷天儿子 这么大 这么好看的车 真的是你买的 赵安笑道 妈 你放120个薪 真的是我买的 要不咱下楼去 我带你开车都一圈 没皮没脸的 陆秀芬在赵安的肩膀上 轻打了一下道 你妈我是那么付钱的人吗 还有你说 你挣钱了 怎么一下子挣这么多 不会是 妈 你放宽星就是 赵安盲说道 我你还不了解吗 这钱绝对是正当途进来的 不挣的钱 我还不要呢 我饿了 可以吃饭了吗 陆秀芬这才说道 饭都做好了 中午你先将就着吃点 晚上你爸回来的时候 让他去买条鱼 妈再给你做好吃的 饭后 赵安无所事事地 在自己的房间休息 等到下午十分 下了班的赵父赵大成 果然买了很多菜 还有鱼盒肉回到家来 显然是陆秀芬 给他打过电话通知了 进了门 赵大成便静止进了厨房 换上了围裙十多了起来 显然是想展示 展示自己的厨艺 陆秀芬也跟着进来 帮忙打打下手 小声地和赵大成 说这些什么 赵安在房间里 听到动静 知道是赵大成回来了 也开门出了房间 见到在厨房的二老 说道 爸 回来了 赵大成抬眼看了下 鼻腔里蹦出个 嗯 便继续食夺着手里的菜 赵安见状便笑道 爸 跟你商量个事呗 商量啥事 赵大成头也不抬刀 这不我最近挣了点钱 在江城买了套房子 想把你和我妈 接过去一起住 赵安说道 刚才我也跟我妈说过这事 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 你给做做她的工作行不行 赵大成沉吟了一下 语重心长地说道啊 我和你妈在这住了大半辈子 日子是过得穷苦了一点 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一日三餐 粗茶淡饭也就够了 这贸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还要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这人一上了年纪 就比较念旧 这地方有我们熟悉的亲戚朋友 街坊邻居 感觉贸然搬去新的地方 我们会很不适应的 这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道理 得 赵安原本打算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 没想到反被教育了一通 当然父亲说的道理 他也能理解 算了 此事就此作罢 无需再提 吃过了丰盛的晚餐 赵安又在客厅里陪父母说了话话 说的也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情 什么三叔家堂妹辍学打工啊 二舅妈家表哥又离婚了呀之类的 说着说着 话题又转回到赵安的终身大事上来 陆秀芬道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成一门亲事了 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 赵安心里想着李芷源 却没准备马上告诉父母 而是堂塞道 好了啦 我知道了 过几天我就去 给你们这儿八斤的找个媳妇 我上菜市场溜达去 见了漂亮姑娘 就上前询问 问她 陆秀芬没好气地说道 静胡说 现在虽然是你们年轻人 自由恋爱的时代 但你这样也太没个正型了 我跟你讲啊 要谈也是堂堂正正的谈 清清白白的谈 听见了吗 赵安有些不耐烦道 知道了 妈 实话告诉你吧 我在江城又谈了一个女朋友 只不过现在才刚刚确立关系 所以 你就不要干涉我的婚姻大事了 我这么大个人了 我心里有数的 陆秀芬惊喜道 真的吗 说着还看了赵大成一眼 我就知道 我儿子 是最厉害的 第二天一早 赵安父母便各自上班去了 赵安一人在家有些无聊 便寻思着 这趟回家的目的没有达成 不如去爱情柔说的翡翠之香地看看 说不定还能发点小财之类的 自己拥有真实之眼的透视能力 正是和赌石这样一小博大的情况 而且还是要全赌的那种 低脉高脉 爽歪歪 上网查了下资料 又在抖音上 关注了几个介绍翡翠的博主 大体地了解了什么翡翠种的概念 水的区分 地子的分类 色的差别之类的知识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一无所知 原来说是翡翠 其实有那么多的分类和区别 光是重水 就很多的等级的划分 从高到低可分为玻璃种 高冰 果冻种 冰种 诺冰 芙蓉种 诺种 和豆种 而且翡翠不是只有绿色的 还有红 黄 蓝 白 子这几种颜色 当然还是以绿色为尊 其中最绿的颜色 被称为高绿 或者燕绿 在这之上 还有一种顶级的绿 叫做帝王绿 实在是闲得慌 赵安也觉得自己了解的差不多了 中午时分又出去了一趟 去银行给陆秀芬的卡上 赚了20万块钱 然后就独自驱车 赶往100多公里 外的翡翠之乡 瑞丽 瑞丽自古以来 便是与缅甸进行翡翠贸易交往的重镇 如今更是是边境最大的翡翠玉石集散地 每年从缅甸进口到瑞丽的毛料 约有6000吨左右 形成了原料 加工 批发 零售一条龙的产业链 吸引了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商人 再次从事珠宝玉石行业 赵安把车开到瑞丽市区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2点了 路口各式各样的翡翠广告 提醒着过往的车辆 这里就是特色很鲜明的翡翠之都 顺着广告牌的指引 赵安开车来到 一个比较大的翡翠玉器批发市场 市场里有成品和半成品 当然也有未解开的原石 刚下车 见到赵安开着豪华的凯雷德 接二连三的前客便涌上来 扒在车边上就问 要不要好东西 手中都拿着样式各样的翡翠物件 绿油油的很是喜人 一问价 就会给你说 看你面扇 给个百八十万 东西就是你的了 让人感觉耿直的不行 不过这东西 只要是智商在线的人 都不会要的 赵安不动声色插下针眼一看 全都是只值个几十块钱的垃圾货色 还有一些根本就是玻璃制造的假货 市场柜台里摆放的翡翠玉器 档次就要高档很多 但是那标价也要狠得多 比实际上的价值要高出好多倍 不过 不管是前客手里的垃圾货也好 柜台里的成品也罢 都不是赵安想要的 想要挣大钱 要找到真正的好翡翠 还是只有毒匪催原石 而原石的价格跟成品相比 那简直差的不要太多 没理会各路前客的拉拢 赵安静止走向后面几排的原石交易区 仲前客见拉拢不奏效 也各自四散开来 寻找下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看起来二十来岁 油光满面微微发胖的前客 快跑几步追上赵安 气喘吁吁地叫住赵安道 大哥 大哥等等 赵安转过身来 冷笑道 干啥 还不死心 你手里的货色蒙得了别人 可蒙不了我 这个前客善善一笑道 知道大哥是明眼人 我这点东西就不现丑了 看大哥的意思 是想赌原石 说着 还把自己手上的玩意儿 收进身上背的小胯包里 见赵安微微点头 前客便热情地说道 我叫卫翔 从小就在这一带私混 跟各路老板 也能混上个脸书 要不我给大哥带个路 要是大哥心情好 随便给个辛苦费就行 赵安对这四的自来书有些无语 但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带路的 他自己也就是个新手 行情人情什么的 全都是一窍不通 有一个熟悉市场的卫翔 充当润滑剂 比貌貌然的去买原石 会更稳妥一些 想到这 赵安打量了卫翔一下 便点头道 那就带路吧 只要我买到满意的翡翠原石 好处费少不了你的 卫翔见赵安 也不是省油的灯 也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 静止在前面带路 一边又跟赵安说道 来来来 走这边 看大哥也是个明白人 我也不会费那点力气坑你的 说得跟真的似的 赵安也不怕被坑 睁眼一叉 什么鬼秘伎俩 在赵安眼里都没有用处 只要不往外掏钱 谁还能明着抢不是 只见他带着赵安 一连穿过好几排的棚区 来到一个堆满原石的棚子前 卫翔一道 就跟老板打着招呼 显然是认识的 老板客气地给二人发着烟 卫翔笑着结果 赵安则推辞了一下 表示不会 老板听说赵安需要买翡翠原石后 开口就问道 你要买多少吨 赵安愣住 心道 这就把赵安担住了 这一吨一吨的买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车来拉啊 于是 赵安试探着问道 多少钱一吨 老板指着棚区里的原石道 这边的两千一吨 过去点的是两千五百一吨的 那边点的都是三千一吨的 十吨以上 每吨能给你便宜个二百块钱 赵安心一横 说道 老板 不如这样 我随便挑几块 每挑重一块 就给你两千 如何 老板心想着生意完全做的 便同意了 赵安插下针眼 在如同小山般的翡翠原石料当中 挑选起来 针眼视野下 这些原石 大多数都是废料 只有少数里面是有货的 最终赵安挑了三块里面 有翡翠的原石 一块啥都没有的废料 用来混淆试听 根据针眼的估价 这几块原石每块 也就勉强能值个二三十万 整体品质就那样 聊胜于无霸了 付了老板八千块钱 我也想去找了个平板车 把四块原石放上去 自觉地推着车 跟着赵安往外走去 心里的疑惑却不是一心半点 看赵安说话的风格 像个老江湖 办事也老到 可挑个原石却随意地狠 花八千块买了四块原石 反正卫翔自己是看不出什么来 完全无迹可循 可是赵安哪会跟他解释那么多 只要他挑的原石 能出料 能卖个好价钱就行 边走 赵安一边走 一边用睁眼的视野 观察着整个市场内的原石 但实话实话 这个市场内原石的品质也就那样 石头里面多数是灰蒙蒙的 没有一点翡翠可言 要不就是 就边角上有一点 色带根本没有进去 但假如货主把边角擦出来 正好呈现有色的一个点 这块石头 无疑能价值翻倍 但这种石头 打死赵安都不会要的 看着赵安 有些不怎么满意的神色 卫翔笑呵呵道 老板看起来不怎么满意 是这里的石头不好吗 赵安点了点头 确实入不了我的眼 我看要不还是算了 我回头再找地方看看 失望确实是有的 但赵安对赌石这行的兴趣 却半分没减少 他还是想赌一笔大的 一夜暴富的那种 卫翔道 这也很正常 瑞丽的赌石 分为夜市和早市 还不在这边市场 尤其是夜市 那里的情况要热闹得多 而且高品质的原石和半赌石 也比这里多得多 赵安亚然道 哦 那我可要见识一下了 瑞丽的蒙头赌石交易市场 其中解告早市 和德龙夜市最为火爆 到了晚上 卫翔带着赵安 徒步走在德龙街的夜市当中 这里人潮涌动 沿街都是摆放着 大小石头的卖家 经过一下午的了解 卫翔对赵安 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他向赵安介绍道 赵总 这些都是从缅甸来的 地层挖玉人 他们都是从气矿 或者手工作业中 挖取原石 当然也有 国内组织的卖家 品质绝对要比 今早那个市场好得多了 赵安切换视野看了一下 果然如此 从概率上来说 这里的石头 比是上午市场的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就连石头内翡翠玉石的品质 也要高上许多 卫翔还说 这些缅甸无本挖玉人 也叫野木西 他们几十年从事挖玉工作 眼光还是挺独到的 挖到的玉石产地哪里都有 木纳 墨西沙都不足为奇 赵安沿街逛着 时不时地跟货主询问一下 偶尔也拿起石头假意观察 但他却没有立刻下手 以观察居多 也可能是没有找到好一些的目标 最后得出结论 这里的石头 从几十块到几十万不等 以公斤料和低价值原石的居多 华灯出上 热闹的赌石市场 确实漆黑一片 行家或者爱好者们 都会拿着手电筒 来寻找各自的目标 这个市场 好像不太喜欢太过明亮的灯光 因为漆黑的光线下 更便于对玉石品质的辨析 突然 赵安眼前一亮 前方不远处的一处原石摊位上 一块七八斤大小的石头 吸引了赵安的注意 那是一块大体呈三角锥形的石头 整体在夜色微弱的光线下 呈土黄色 赵安走过去 先假意看了下摊位上的其他石头 然后蹲了下来 在摊位上翻翻捡捡 时不时地挑捡一块起来 拿随身带的手电筒 对在石头上 有模有样地看了起来 货主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长发姑娘 身后还立了块免费切实的牌子 她对赵安的动作也不以为意 这里来往的客人 不都是这样的做的 赵安捡起一块青色的小石头 看了下后问道 这块怎么卖的 姑娘放下手中的手机 平静地说道 这块是墨西沙的 三万一公斤 这块石头并不是很大 约莫有一斤多的样子 赵安的睁眼视野里 却知道这块石头 只有边角上有些许的绿色 而且这点绿色 基本就困死在边角上 根本没有进入内部更多的空间 珍视之眼给出的鉴定是 墨西沙翡翠原石 重量0.7公斤 内含高冰种翡翠玉料 预估价7万人民币 两万多买下来 也还能赚五万块 赵安当即拍板道 就这块吧 花了两万块 买下这块石头 赵安交给卫祥拿着 最后又随意地 捡起那块黄色的原石道 这块呢 怎么卖的 赵安刚拿起 探出小姑娘便乐呵地笑道 这块啊 这块可了不得了 这可是百万级别的好石头 这块石头别看不大 但品质高着呢 赵安不动声色 心里确实微微惊异 看来原石的皮像 确实能反映出很多东西 有些有经验的人 完全可通过原石的皮像 沙感 光感等得出判断 但笃性依旧很高 珍视之眼给出的鉴定是 墨西沙翡翠原石 产地墨西沙场口 重量3.8公斤 内含玻璃种翡翠玉石 预估价2000万人民币 这一块石头 就价值2000万了 别看它小 可价值不低啊 因此 赵安对这块石头 是志在必得的 他抬头问道 你给个石架 我真买 小姑娘道 这块石头 我卖了一年多了 看过的人不下一千 就没有说这块石头不好的 你要诚心卖的话 给你算40万一公斤 死 口气还真不小 赵安听了 都倒吸一口凉气 卫祥在赵安身后 也看得胆战心惊的 这么大一块石头 价值就一百多万了 赵安皱起眉头 又掂量掂量石头的分量 然后道 这也太贵了 没你这么开价的 姑娘轻笑道 这算什么 这条街都是赌匪催的 一夜暴富的也不是没有 赌石嘛 一刀穷一刀富的 一点都不新鲜 赵安试图再讲一下价钱 我也不跟你计较太多 一口价一百万 如何 如果按照40万一公斤 赵安得一百五十多万 才能拿下这块石头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罢了 不过 赵安出家一百万 小姑娘还是有些意外的 他咧嘴笑道 最低一百二十万 你要同意 咱们就成交 赵安不动声色地看了下周围 见依旧人来人往 可各自的注意力 都在沿街摆放的石头上面 他咬了咬牙道 好 就按照你说的 成交 转账付了钱 赵安把石头 丢进一个蛇皮袋子里面 又假装在市场 溜达了一小块 最终若无其事地 离开了市场 这附近有切石头的地方吗 赵安询问魏祥道 魏祥回答 有啊 瑞丽号称翡翠之都 能切石头的作坊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要不我给老板介绍一个 赵安原本想的 就是让魏祥帮忙介绍 可转头一想 又打消了这个主意 自己对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两千多万的石头 可不敢瞎赌 他说道 暂时不欠 我回头自己想办法开 最终他扔给魏祥三千块钱的跑路费 自己扛着蛇皮袋子 回到了下午入住的酒店 把今天一天收获的离开石头 全部装进袋子里面 然后全部一股脑地扔到床下 次日早上 赵安起床 便找出爱秦柔给的名片 拨打了电话 对方很快接听 电话内传来一个 轻力动人的女生 不是爱秦柔又是谁 有喝 赵先生 久违了 赵安倾咳了一下道 我昨天在瑞丽的夜市上 买了块石头 不过现在还没切 你能帮忙找一个方便切 能够安全切石头的地方吗 爱秦柔先是惊讶地移了一声 随后笑道 我昨天晚上也在德龙夜市 怎么没有碰到赵先生呢 昨天晚上他也在 好家伙 不会这样巧吧 赵安回应道 那谁知道呢 也许是我走得走 没机会跟爱总打招面 爱秦柔没在这个方面过分纠缠 转而回答起赵安先前的问题 我们公司在瑞丽就有切石头的工房 各种切割工具应有尽有 赵先生若是信得过的话 完全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切 语气顿了一下 爱秦柔好似意识到什么 随后又说道 不 赵先生还是给我说一个地址 我亲自过来接你吧 赵安门想拒绝 这怎么好呢 还是你给我地址 我自己过去好了 但却被爱秦柔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 就这么定了 地址在哪儿 赵安无奈报了酒店的位置 爱秦柔表示 很快道 果然 不到20分钟 赵安刚在酒店的餐厅吃完早餐 爱秦柔的电话就来了 哪儿呢 我车都开到酒店楼下了 赵安回应道 好的好的 我马上就带着东西下来 拎着蛇皮袋子下了楼 赵安见到了 开了一辆奥迪Q7的爱秦柔 今天的爱秦柔显得精明干练 他下了车 打开后备箱道 看这样子 赵先生收获可不小哦 赵安笑道 哪里哪里 爱总可不要取笑 原始这个东西 说不准的 说来也是哦 爱秦柔点了点头 关好后备箱 邀请赵安上了车 从容离开酒店 很快到了一处位置 有些偏僻的地点 看样子 有点像仓库 或者像城乡结合部 看着赵安疑惑的眼神 爱秦柔展颜笑道 干啥 怕我把你卖了 赵安挑了挑眉头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个地方的环境 跟你的身份不符 爱秦柔的人品 赵安还是信任的 在她的印象里 对方是一个大气 从容 颜值与内涵并存的女子 爱秦柔失笑道 我什么身份 低头做事 可不必在乎环境的好坏 而且就拿翡翠来比喻吧 好的翡翠 一定是经过地底高温高压的地质环境 才有可能进入一些稀有的元素 最终才能形成无瑕的美誉 所以 越是恶劣的环境 越是能养出天之骄子 虽然概率不高 没一会儿 Q7停在了一处并排的小平房门口 路的一边 还停了不少的车子 到了 赵先生请下车吧 爱秦柔下了车 赵安也解开安全带跟着下来 走到尾箱的位置 打开把蛇皮袋子拎了出来 然后爱秦柔打头 带着赵安往小平房走去 这里就是我们公司在瑞丽的工房了 地方绝对安全 赵先生可以放心地把石头交给我们切 爱秦柔一边走 一边轻声说道 要是切出了好石头 我还能顺便帮赵先生收了 赵安一边走着 一边不动声色的四周观察 进入小平房 才发现 这是一处别有洞天的地方 进门处 先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 在网里 则是一处更宽大的作坊 里面 起码有七八台机器 都是赵安不认识 也没见过的 有的机器还在运转着 两三个工人打扮的 正在围着转动的机器边上 对着机器 相互说着些什么 看到爱秦柔带人进来 一个工人先是点头致意 随后招呼道 爱总今天来这么早 爱秦柔看了地上 几块切开的石头 叹气道 这是今天切的 工人回应道 是啊 全切废了 昨晚上收的几块都在这 还有一块正在切 爱秦柔顿时有些兴趣区区 不由地对赵安带来的石头 期待起来 很快 机器停止了转动 工人兴致勃勃地 打开机器的盖子 捧出一块切开成两半的石头 然后轻轻地 放在爱秦柔面前的地上 他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揭开 原始切开的盖子 像个虔诚的赌徒 在开牌时的动作一样 缓慢地 轻柔地揭开盖子 长了 哈哈 大长了呀 工人看到了切口处 有些水润的色彩 高兴地捧起那块石头 说道 诺冰底的 而且看样子 重水还是比较老的 就是列的角度 有些不太理想 但总归是能掏几块牌子 做几个单面底 可爱秦柔眼底 却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但嘴上依旧鼓励道 不错 再接再厉 随后看向赵安 对工人们介绍道 这赵先生是我的朋友 他今天带了几块石头 你们大家帮忙切一下 工人脸上的兴奋惊不减 赵安随即把昨天收的几块石头 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然后便接那名工人赞许道 这些石头皮像都不错嘛 这位老板是个石后的行家 赵安还准备谦虚两句 爱秦柔倒是先开口道 先别说了 把赵先生带来的石头切出来 才是正事 几名工人说干就干 稍稍研究了一下 便把稍大的石头 直接放进一个大的机器里面 然后固定好开动机器人 便切了起来 小一些的石头便人工拿着 坐在一个小型一些的切割机器前 一边滴水一边切割 小的很快切好 那名工人兴致勃勃地走过来 高兴地说道 涨了 大涨了呀 工人在赵安面前 打开那块石头的盖子 露出了里面金银的一抹水润之色 高冰重的 而且棉也很少 不知道老板这块石头 多少钱收的 如果不超过五万的话 那就赚翻了 这块正是赵安昨晚上 在德龙夜市上收下的那块小原石 大的则在献切割里切着 又是爱秦柔先开口道 就你话多 去做事 然后又在石头上点了几下道 这里 还有这里 全切出来 工人去做事 爱秦柔又转头看向赵安笑道 运气不错 这第一块就出翡翠了 赵安淡定地回了句 尚可尚可 眼神却有些紧张地 看向献切割的方向 大约十多分钟后 献切割总算是停下来了 赵安跟爱秦柔两人围了过去 最开始跟爱秦柔打招呼的那名工人 打开机器的盖子 把石头捧到了赵安面前道 老板 你的石头你亲自看 他带着询问的意思 其实心里也好奇得紧 这块皮箱这么好的石头 里面究竟有没有好货 赵安接过石头 蹲了下来 模仿刚才那工人的架势 小心翼翼地打开石头 我操 玻璃中 哈哈 发财了发财了 虽然早知道石头内部的情况 赵安打开的时候 还是惊呼一声 高兴地把石头捧起来 展示给爱秦柔看 随后也高兴地说道 水润十足 而且重水相当的老 不愧是墨西沙 接着又说道 赵先生这块石头麦嘛 就凭开的这一扇窗口 我就得给你出五百万 但是继续切下去 就不好说了 说不定还有变种之类的情况出现 你怕不是在想辟吃 赵安带着一丝鄙夷的神色 看了他一眼 咧嘴笑道 我五百万买的 你又让我五百万卖给你 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爱总你说呢 爱秦柔才不幸 他是五百万买的 不过见他不愿 现在就卖也随他去了 吩咐工人给他把石头完全切开 又是十几分钟过去 先前的那块石头也全部切开 不过现在众人的重心 显然都不在意这块石头了 那块玻璃重底的墨西沙原石 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先前那名工人 又合着切开的石头走了过来 他的脸上 也带着兴奋和激动的神色 毕竟他现在捧着的 可是价值不菲的翡翠 如果真完全开出极品的翡翠 他说出去 也能增加一些自己的谈资 最终 石头放在了一张 而是直接对工人说道 开吧 反正结果已经注定 生死自负 工人颤颤巍巍地揭开 原石切开的外皮 最终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块金银通透 看着就觉得润泽兴甜的翡翠 玻璃种 完完全全的玻璃种 虽然个头不大 但的确是玻璃种的翡翠 那名工人比划了一下 说道 效果真的太完美了 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那生猎 种底完全化开了 而且光感翡翠完美 老杠冰油的感觉 出一对玻璃种的手镯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 剩余的鞭脚料 还可以掏几块牌子 言语之间的赞美 异于言表 看到这样的翡翠毛皮 至少够他吹一个月的 艾秦柔脸上 也浮现激动之色 他看向赵安道 赵先生 现在还打算卖吗 赵安道 卖啊 我留着也不能当饭吃 艾总喜欢的话 就开个价吧 艾秦柔抿了下嘴唇 最后拿起石头说道 我们去那边说 回到了原先的办公区 艾秦柔关上门道 跟赵总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赵总也基本了解我的为人 一般来说 我给客户的都是实价 一千八百万 赵先生觉得怎么样 赵安摇头笑道 在添点 艾秦柔气闷道 添多少 三百万 真言给赵安估价两千万整 不过赵安自己 花了一百二十万的本钱 他觉得 应该在艾秦柔这找不回来 艾秦柔哼了一声 但还是说道 成交 两千一百万是吧 我马上转给你 赵安疑惑道 哦 今天怎么没见你秘书 亲自转账 艾秦柔没好气地说道 他们去解告早是去了 这会儿估计还没回来 说完 要过赵安的银行账户 便操作了一番 赵安随后 也收到了脑海中的信息提示女生 获得好运值两千一百万 好运值增加 继续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交易完成 艾秦柔 郑重其事地 把那块玻璃种的翡翠 收了起来 赵安心里 还在享受赚钱的快感 艾秦柔又继续说道 其实不管是瑞丽 还是别的地方 赌石的圈子都不怎么大 但就是这么大一个圈子 还是分等级的 昨天我们都逛过的德龙夜市 也不过是入门级别的而已 真正内行的赌石圈 实际上不是一般人能接触的 内行赌石圈 赵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 内行赌石圈 赵安确实是第一次 听说过这个名词 便虚心地向艾秦柔求教导 艾总说的这个内行赌石圈 具体有什么门道吗 艾秦柔微微一笑 背齿轻起开口道 我们国内是翡翠玉石 消耗巨大市场 可赵总知道 咱们国内其实是不生产翡翠的 这个赵总知道吧 赵安点了点头 坦言道 了解一下 不过并不多 艾秦柔面带笑容 继续跟赵安解释道 确切地说 是所有宝石级的翡翠 都只有缅甸才有 跟确切地说 是只有缅甸怕赶镇一带 才能采出宝石级的翡翠 赵安文言笑道 难怪咱们老祖宗 要经略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原来还有这样的缘故 你这就扯远了呀 我可不是在给你 科普翡翠的闻完历史的 爱秦柔白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不过你说的 有一点也是没错的 那就是整个东亚 乃至东南亚的文化圈 都是对翡翠 尤其是高品质的翡翠 趋之若鹜的 但是 翡翠出深山 还是在缅甸怕赶那个貌似 有些落后的地方 因此高品质的翡翠 甚至是高品质的原石 也就是我们追求的 堵石堵料 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很多矿主 或者经营翡翠的 高端玩家 往往是把高品质的翡翠原石 收藏起来 狼多肉少的市场格局 远远比你想象的残酷 说白了 真正高品质的翡翠原石 在一线就已经筛选过了 压根就不会流向这些市场 即便是你想看货 没有一定的资产和级别 那是想都不用想的 赵安笑道 所以你才这么着急 找寻高品质的翡翠 爱秦柔道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正好我知道 瑞丽有几家 私人收藏原石的货主 赵先生要不 给我去看看 他都这么说了 赵安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反正只要能合理地挣钱 既满足自己的财富的追求 也能够满足 真实只眼的升级要求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赵安便点头同意 二人 重新上了爱秦柔的奥迪Q7 爱秦柔在着赵安 在瑞丽市区七拐八拐 最终来到一处 不是很欺眼的居民房 带着赵安进植物内 后者才发现 这里面别有洞天 房内的装饰 是古色古香 屋里的家具 也都是带着 古铜色的木料制成 墙上还挂着几幅字画 表明了屋主 至少是爱好风雅的人 哟 小秦柔又来了 一个看起来 干干瘦瘦的花甲老人 看到爱秦柔进门 用有些沙哑的声音 招呼道 爱秦柔面上 展露出笑容 李老 我带个朋友过来看看 李老看了他身后的赵安一眼 也不慎在意地说道 别人我不敢说 但你小秦柔带来的人 那就想 怎么看就怎么看 反正横竖 不就是几块石头 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 小伙子贵姓啊 最后一句 是客套性地询问赵安的 赵安如实回答了 李老又咧嘴笑道 呦 百家姓第一姓啊 有意思有意思 像你这么年轻的赌诗玩家 可不多见了 说不定 其实年轻的也有 只是你老头子 比较封闭罢了 赵安心里吐槽着 嘴上却说道 有志不在年高吗 李老笑了下 没再说其他 便带着二人继续入内 再上了楼 李老郑重地打开一个房间 好家伙 房间里别的家具没有 就几张桌子 和几个架子 而这些架子上 全都摆满了各种颜色 各种大小的石头 小的有拳头大小 大的有西瓜那么大 李老显然很满意 自己的收藏 他长呼了一口气道 看吧 老头子半生的收藏 就都在这里了 玩了一辈子石头 到老了 依旧是石头为伴 这显然是有故事的人 不过赵安不写小说 可没那个闲心 听他唠叨成年故事 当即插下真实之眼 在房间里 仔细观看起来 不看不要紧 一看还真吓一跳 房间内的石头 多半都是有料的 那些赵安认为 没价值的 即使最核心的地方 没有预料 原石的皮壳上 也多半带着些许的色带 笃性依旧很高 这个房间 基本是密闭的 李老随手关上门 点亮了一盏光线 有些昏黄的电灯 这是便于在光线不足的地方 更好地观察房间内的 原始预料 赵安拿出装逼用的手电筒 假意在房间内 观察了起来 实则还是用真实之眼的视野 分辨着原石 内部翡翠的价值 他首先拿起一块 整体成黑色的石头 打灯一看顿时 一抹绿中带蓝的颜色 便从石头上浮现出来 这样的石头 基本能看到冰种的底 李老看了不禁笑道 小兄弟好眼光啊 这块石头不得了啊 后将长口的精品堵料 后将以小料居多 像这么大的我老头子 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来的 赵安便追问道 那李老打算多少钱出手呢 李老呵呵两声 比了个手势道 七十万 赵安摇了摇头 随即把石头放下了 并非是这块石头里面有翡翠 而是里面确实有翡翠 也确实是冰种的 底色是蓝芹也很漂亮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这块石头正中间 有一条大裂 刚好挡住了手镯位 众所周知 翡翠制作成手镯 是最值钱的 一般的翡翠堵出来 都是优先做手镯的 因此 这块翡翠的性价比上 就不是那么高了 而且珍视之眼给出的估价 是130万 虽然能赚钱 但赵安目前也不是什么钱都赚的 接着 赵安又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小料 他看了一下问道 这块呢 李老 这块预料真眼的鉴定为 后将翡翠原石 重量0.6公斤 内含高兵种正阳率翡翠玉石 预估价为500万人民币 李老回答道 这块去年就有人出过价 12万我没卖 这块石头底色很正 不过赌心也很大 早些年我老头子 想在他皮刻上擦几下 万一出绿 哪怕是一点点的绿 这个价都得翻十倍 这也就是全赌料的魅力 色差一等 价差十倍 看了李老 显然最终还是没下了决心 赵安面上不动声色 20万没卖 那李老打算卖多少 李老叹了口气道 你要真想要的话 就给25万吧 赵安挑了挑没道 好 这块我收了 又在李老的收藏里挑挑减减 最终赵安又选中了4块 总计花了200万 都是真眼鉴定出来 性价比很高的 重新回到爱秦柔的工房 他再次安排工人 开始切石头 然后在旁边跟赵安闲聊 他说道 说实话 我虽然是个珠宝翡翠的经营者 可我对赌石 真的没什么技术 赵安呕了一声道 我还以为你也是 经验老道的赌石高手呢 爱秦柔微微摇头 说道 这东西 我虽然从小就接触 可我真的学不来 可我最近真的有些迫切的 需要好料子 一方面是扩充市场 一方面也是想着多赚点钱 这就要养账赵总帮忙了 两个多小时后 赵安今天购买的五块玉料 连带着昨天收购的几块 全部一一切了出来 爱秦柔仔细地看着 桌子上的翡翠毛皮 一边鉴定着他们的品质 一边对赵安赞叹道 赵先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一手赌石的本事 可真让人望尘莫及啊 赵安但笑道 混口饭吃 倒是让爱懂见笑了 我可没有开玩笑 爱秦柔眉目间带着笑意说道 赵先生这本事 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赵先生替我解决 货源不足的麻烦 我有麻烦 你有钱赚 赵安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含糊地说道 再说 再说 爱秦柔见 拉拢没有立马见笑 笑了笑没有再提 而是看着工人师傅们 忙碌地把所有的原石全部切出 齐齐整整地放在一起 花花绿绿颜色各异 煞是好看 爱秦柔的目光 穿梭在翡翠毛皮之间 闲停信步般地观赏赵安的杰作 还忙着一一鉴定 估价 最后统计在一张表格纸上 爱秦柔轻飘飘地计算了一下 顺手递给了赵安道 总共十块 累计估值是3800万 我给你凑个整数 4000万 赵先生觉得呢 赵安估算了一下 发现相差不大 便说道 爱董果然大气 就这么的吧 爱秦柔秀眉一条 转身操起手机 便给赵安转账 请客间 赵安的手机 便收到钱款到账的银行短信 脑海中再次想起 机械般的女生 获得好运值4000万 好运值加4000万 你的真言累计好运值超过1亿 请尽快升级 咦 以前都是自动升级的 现在该手动挡了吗 赵安不动声色地看了下手机 看到钱款到账的信息 心里没自知的 爱秦柔被他财迷的样子逗笑了 他眉眼弯弯和和笑道 本来还打算请赵先生 共进晚餐的 爱中客气了 该是我请你才是 赵安笑道 不知道爱总董能否赏光 爱秦柔一副算你实相的表情 微微笑道 那就给你这个面子 赵安已要回酒店换衣服为由 跟爱秦柔暂时告别 其实是他自从得到这个真言以后 都是被动地使用真言的超凡能力 好运值足够 就自行升级 这次需要主动升级 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打车刚回到酒店门口 便看到一个畏畏缩缩的脑袋 时不时地凑在门口打量 赵安轻笑一声 拍了下他的肩膀道 在这干啥 这人正是卫祥 他回头看到是赵安 不由得很开心地说道 哎呀 赵老板 我这不寻思着天快黑了 万一赵老板有需要 我再带赵老板去德龙夜市去瞅瞅 你怕是看上我那三千块钱好处费了吧 不过 这人还算机灵 说话也合乎赵安的胃口 赵安也只是淡淡地拒绝道 哦 暂时不去了 有需要我通知你 卫祥高兴道 那我等赵老板的电话哈 滑灯出上 玉井酒店餐厅的包厢里 赵安和爱秦柔有说有笑地享用着晚餐 但此刻的赵安已经不是刚才的赵安了 准确地说 是现在的他与下午相比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这一切 还是得从赵安回到酒店 升级真眼开始说起 原本只要好运值达到一定的数值 就会自动升级 可是这次 却提示需要手动点击升级 所以现在显示的还是五级 只是下面多了一个可升级的选项 选项下面还有这次升级的介绍 升级后的真视之眼 需要宿主更加强大的身体素质来支撑 因此 六级之后的每次升级 将为宿主提供一次性提高身体素质的机会 提高幅度随机 好好把握质变的机会吧 赵安不知道 这是事好是坏 可冥冥中的感觉又告诉他 需要这次质变的机会 因为随着眼位的增加 赵安也觉得 思维有些跟不上了 就像一个人同时看六个电视的感觉 机会难得 要不试试 赵安最后还是选择点击升级的亮点 瞬间一股触电般的剧痛 从左手心的针眼传出来 顺着左手手臂传递到全身上下 身体忍不住 开始不停地抽搐 赵安的小身板 乃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两眼翻白地晕了过去 等赵安醒来时 都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觉得通体舒泰 心境通明 思维毫无迟滞 仿佛一个总是缺觉的人 美美地睡到自然醒 浑身充满了力量 呼吸也是顺畅无比 只是隐隐传来的恶臭味 有些难以忍受 原来是这次针眼升级 带来的洗毛发水般的效果 让赵安体内的油脂 杂质以及毒素 顺着毛孔排出体外 厚厚的一层包裹着赵安的身体 有些还粘连在衣服上 估计是很难洗掉了 算了 这衣服就不要了 赵安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弹了起来 脱掉脏兮兮 已经像是抹布一样的衣服 大步走进了洗浴间 一边清洗身体的污垢 一边查看针眼的升级情况 针视之眼六级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万公里内 不止八个 可以探查方圆十公里 含地下一千米的针视之眼 针视之眼可以让你看到 所有隐藏的事物 针视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 看到和探查到 针视之眼 可以对宿主需要的 重点目标进行标记 针视之眼 为宿主提供 十倍强化的身体素质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针视之眼吧 相比五级增加的搜索功能 六级提升了更大的布置范围 和可探查范围 提升十倍的身体素质 更是效果好到爆棚 赵安这次提升的是全面的身体素质 好比以前能举起一百斤 现在几乎能举起两千斤了 这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现在李指缘别说打十个赵安了 赵安打十李指缘都是小问题 难怪都说一个亿 只是个小目标了 哦 下化线 哦 洗完澡换身衣服 赵安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这才想起约了爱情柔共进晚餐 这才有看开头的那一幕 爱情柔今晚又是另一副打扮 连身红裙 包裹紧致的身材 披肩的大波浪 配上薄薄的妆容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教义而不俗 魅而不妖 只见他浅浅地笑着对赵安道 我无意探寻你的秘密 但你这手赌尸的本事 真的是神乎其神 闻所未闻 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点吗 边说还一边比划了个一点点的手势 赵安淡笑着摇头道 看家的本事传男不传女的 这话又惹得爱情柔笑得花枝乱颤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的借口总是那么的奇葩 不说就算了 我还不愿意听呢 确实不方便说 赵安道 不过只要我能源源不断地给你提供翡翠 这些小的细节 就没有必要太在意 所以你还不停地试探 爱情柔满含笑意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赵安道 试探你在我这是不是不可取代 现在满意了 连你的小弟 我都不令打赏二十万 我索性就直接告诉你 故意顿了一下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真的无可取代 如果爱情柔说的这几句是情话的话 赵安恐怕招架不住 但幸好不是 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后 赵安已经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肌肉和情绪 也能更敏锐地明白 爱情柔话里的话 他说道 仅仅就因为我赌食技术好 对 赌食技术好还不够吗 爱情柔反问道 你恐怕不知道 多少孤名钓鱼的赌食大师 就是自封一个大师的名号 都能成为好些人的座上宾 其实赌输了也没关系 何况你的本事 是我亲眼目睹的 我需要你替我赌食 替我不断地开出好翡翠 有钱人终成眷属 没钱的人才亲眼目睹 赵安日常的心理吐槽 他说道 你都这么有钱了 还这么努力做什么 爱情柔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 接着轻声说道 那就是我的秘密了 说完又努力几出笑容道 总之你只管给我找到高品质的翡翠 我给你应得的报酬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基本框架 如何 赵安吐槽道 不是今天下午才收了一批吗 你还来 爱情柔说道公事 热情又高涨起来 这才哪根啊 只不过才够我半年的用度 何况你也说了 只是些中低档的货色 而想要成为行业的顶尖 必须要有高水种高质地的翡翠 最好是帝王绿祖母绿之类的 你恐怕不知道 去年工盘上开出一块 拳头大小的帝王绿翡翠精品 最后成交价达到了三个多亿 感叹着有钱人的毫无人性 赵安说道 可是 你就是算把瑞丽所有的翡翠原始全开了 都不一定能找到 你说的帝王绿 更别说更加稀有的祖母绿翡翠了 赵安好奇地问道 不是说帝王绿就是最顶级的了吗 这祖母绿又是什么级别的 祖母绿翡翠其实价值和帝王绿差不多 只是里面的微量元素成分有一些差别 祖母绿翡翠里面含金属个更多一些 颜色上稍有差别 所以 爱情柔直起身子 目光果决道 所以我们的下一站 就是去缅甸 去怕赶的矿区 去乌鲁河的新老坑口 直接在矿场主的手里买原石 相信以你的本事 直接买原石来开出极品翡翠 比去拍卖场拍回来要靠谱得多 这点自信赵安还是有的 赵安还是有些担忧道 可是我没有去过缅甸 也没有护照 听说那边的某某环境不怎么好 老是有军事冲突啥的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爱情柔白了他眼道 我们是商人 是能给他们带去税收的 而且 翡翠出口占据了缅甸一半的GDP 所以 军方只会保护好我们 而不是加以伤害 至于护照的问题 给我你的身份证 一天时间 我就能给你办好 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有 比如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 你为啥这么优秀 是不是偷偷补课了 赵安道 那开出了翡翠 分账怎么分 爱情柔呵呵一笑道 这次缅甸之行 所有的费用我全包 你看中的原石 我负责出钱买下 最后开出翡翠 按照估值的一半付给你 怎么样 就算是什么都没开出来 你也不会损失半分 赵安笑道 对半分的话 我感觉我还是有些小亏的 我自己去缅甸买原石 不是更好吗 爱情柔师笑道 赵先生恐怕不知道吧 赌石也是分圈子的 就像你昨天前天那样的玩法 也就是入门级别 或许比入门级稍好一些 真正的赌石圈子 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 也更加的残酷 想要从这样的环境中获利 团队 实力 经验 胆识 还有运气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说的也是 缅甸的环境从上至下都是 混乱一片 国内军阀混战鱼龙混杂 特别是出产翡翠的怕胆矿区 高额的利润之下 必定隐藏着无数的罪恶 贸贸然前去人生地不熟的 即使是赵安二十倍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一不踏错 可能就是满盘皆输的局面 到时候 可能是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赵安好奇道 我还第一次听说 赌石还有圈子的说法 爱总可以详细说说吗 爱情柔道 当然有圈子存在 翡翠赌石经历了几百年历史变迁 尤其是近年来 逐渐形成了四大圈子 入门圈 行家圈 高手圈 和更加神秘的隐藏圈 而且 每一个圈子的跨度 实际上都有很高的壁垒 赌性的延伸 让这个行业 有着深度的遮掩 没有那行人带领 你根本别想接触到 更深一层的赌石圈子 或许以赵先生的本事 迟早有一天能接触到 但我看得出来 赵先生可不是这么有耐心的人 赵安如果有耐心 就不会这么贸贸然地 独自跑到瑞丽来 大张旗鼓的赌翡了 原来赌石行业 还有这么多学问 那我就趁此机会 多跟爱总请教请教了 赵安想了两久 最后还是答应下来 爱秦柔却很真诚地说了声 谢谢 这句谢谢 让赵安有些无所适从 干巴巴地说道 客气客气 我们也就是相互利用关系 还是不能谈感情 谈感情伤前 爱秦柔展颜一笑 低头轻声道 事快还是有事快的好处 至少你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就怕有时候剪不断 理还乱 这查赵安不知道怎么接 索性叫过服务员买单 却被告知已经买过了 赵安摇摇头 也不顾作矫情 坦然接受 最后 赵安把自己的身份证 给了爱秦柔 由他去办理缅甸之行的一切手续 相信以他的手腕 和强大的秘书团队 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情 赌石行当那么高昂的利润 赵安又有着真眼的透视能力 这能力 仿佛就是特地为赌石而生的 真眼视野之下 无数高科技都无法看穿的原石内部 在赵安眼里 却没有一丁点秘密 别人口口相传的赌石记忆 什么泼水法 赵光法等 在赵安这里统统不用 一眼就能看穿石头的内部情况 而且 赌石界什么稀奇古怪的手法都有 赵安的透视能力 运用得当的话 也可以归类到其中 赵安在酒店待了两天 终于等到爱秦柔 发来准备出发的消息 期间卫祥来过一次 赵安交代他先自行安排下 等他回来再说其他的 赵安也同李芷源发了条短信 报备了一下 毕竟这次出去 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谁知道李芷源一个电话打过来 去缅甸干嘛 那么远的地方 赵安回答道 跟一个老板去做点生意 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李芷源信心地说道 那好吧 你自己注意安全 出发那天 一大早爱秦柔便带领着四辆车的车队 在酒店接上了赵安 这次爱秦柔只带了两个秘书 其余随行的都是兼职司机的保镖 赵安没有开自己的车 美女老板承诺过死刑的费用全包 赵安自然也就乐得其成 坐在越野性能超棒的普拉多后排 赵安望着同车的爱秦柔 和他的两个女秘书 不禁有些好奇地问道 爱董 我一直很好奇 一般人一两个秘书或者助理就够了 为什么 你要给自己安排五个 就因为你长得漂亮吗 爱秦柔呵呵笑道 谢谢你的赞美 但其实他们也很优秀 而且我们是大学同学 还是同寝室的闺蜜 毕业后又舍不得分开 所以就委屈他们做我的秘书 其实我们只是职务上有些许的差别 没有高下之分 说着还给赵安介绍道 这位是艾米 主要负责替我管理财物 这位是杰西卡 主要负责珠宝的鉴定审核 以及估价 其他三位负责情报 法务 以及日常安排等 下次有机会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艾米是个带着眼镜漂亮女孩 跟爱秦柔比肯定是差上许多 但也是眉清目秀 五官秀美的美女 杰西卡则是梳着马尾 眼神明亮 脸颊笑起来 有两个小酒窝的可爱女孩 同样也是颜值超高的美女 也是 真要是长得太丑 也同和爱秦柔他们 玩不到一起去啊 赵安向两位美女打了个招呼 又向爱秦柔问道 我们就这样一路开车过去 爱秦柔道 这次我们从腾冲出境 穿过缅甸的蜜之那 直接到达帕赶的矿区 那里的很多新坑口的矿主 80%都是华人 长期以来和我们 也都是熟悉的老交情 上次你拍下并开出 玻璃种翡翠的原石 就是其中一个矿主委托的 这次我们主要也是在新坑口看货 如果最终都没有找到 高质量的翡翠 在考虑老坑种 和曼德勒的公盘拍卖 经过一天的颠簸 赵安一行 终于到达此行的墓地帕赶阵 由于天色已晚 爱秦柔安排众人住宿休息 次日一早 爱秦柔便带着赵安 以及众随从 进入乌鲁河的翡翠矿区 矿区实际上 处于武装力量的控制下 一行人也是经过重重的盘查 最后来到一个叫做惠卡的地方 这里就是爱秦柔说过的 华人老板开辟的新坑口 矿主姓朱 老辈也是从华夏牵过来的 爱秦柔等人一到 便热情地带着众人参观他的矿山 机械化作业 让他的产量大增 开采出的原石 也堆成小山一样 等待买主运走 赵安一边参观 一边不动声色地插下一个真眼 心中默念搜索翡翠 视野里标记的翡翠 密密麻麻地显示出来 不得不说 在真眼视野下 矿场里含有翡翠的原石 还是挺多的 至于质量嘛 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高绿高水种的目标 赵安重新搜索玻璃种翡翠 这次标记的结果 却一个都没有 至少地面上 已经开采出的原石堆里 没有赵安咬的结果 一再离赵安一百多米的矿坑处 位于地下一米多的位置 有一块车轮大小的原石 赵安视野 拉近仔细一看 真眼的介绍是这样的 玻璃种翡翠原石 重量54公斤 内含飘翠玉合 玉合重量为18公斤 玉合透明度6.4 为加工估价2600万人民币 去别的地方了 要不就是自己珍藏起来 但地下没踩到的地方 还是有好种水的翡翠原石 但谁也没有赵安这样的本事 原石还在地下埋着 就已经知道它的价值 更别说翡翠玉合外皮 还有一层石壳子 赵安漫不经心地走道 埋着玻璃种翡翠原石的上方 对矿主老猪说道 猪老板 你这矿踩到第几层了 老猪呵呵笑道 这才踩到第二层 出产的料子多件红纱皮壳 并带有蜡皮 老弟也是个行家 赵安白白手笑道 行家谈不上 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赌徒 这样吧 猪老板 我们打个赌如何 这个地方挖下去两米 每挖出一块原石 我都花一万块人民币买下 挖出两块 我就出两万 以此类推 说着 比划了方圆两米的范围 老猪也是来了兴致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奇葩赌石方式 哈哈一笑道 老弟果然是年轻人 玩法就是多 行 就按你说的办 说着 老猪用对讲机调来一台挖掘机 再通过对讲机 给挖机师傅下达了挖掘任务 挖机开动 窄长的矿山蝉斗 不停地向下挖掘着 出料了 挖机师傅用蝉斗 从坑里勾出一块红黑色的石头 轻轻地放在老猪面前 又接着往下挖 老猪得意地笑道 我这矿山的出料率 还是蛮高的 老弟 就你指的这个点 挖出个十块八块的料子 都是小意思 赵安淡淡一笑道 没事 猪老板 咱们开心就好 这人嘛 总得有个爱好 吃喝嫖堵抽 杀人放火头 总得占个一两样 活着才有意思嘛 最终挖掘机挖出了七块料子 其中就有赵安刚才看到的 含有玻璃种翡翠玉合的原石 赵安满意地 看向爱情柔 爱情柔则示意 管财物的秘书艾米去付钱 老猪还贴心地叫了辆铲车 把赵安买下的原石 铲到他们的车旁边 见赵安没有其他想法 爱情柔便吩咐保镖们 把原石装上车 同老猪告了别 带领着一行人 去往下一个矿场 期间却一句话都没说 足见对赵安的信任 出了老猪的矿场 赵安便叫道 停车 车队停在了路边 赵安在爱情柔 困惑的目光中下了车 走到后面 打开了装着石料的车尾箱 只见他抱起石料 就往路边扔 只留下含有玻璃种愈合的那块 重新上车的赵安 迎来了爱情柔 满含笑意的目光 看来美女老板 还是看出了什么 只是没有点名罢了 这一路上兜兜转转 爱情柔带着赵安 逛了六七的坑口 也买下了十多块原石 但都没有找到 爱情柔说的帝王绿翡翠 期间赵安也看到 有这样愈合的翡翠 但都在十多二十米深处 没办法复制 老猪矿场一样的操作 也就只好作罢 看来想找到帝王绿翡翠 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话说回来也是 毕竟是那么值钱的东西 动辄就是一个小目标 要真是那么容易 找到的话 也就不那么值钱了 物以稀为贵嘛 当然 像钻石那种人为炒作的除外 不过帝王绿翡翠 那是真的产量稀少 即使是缅甸这样的主产地 一年也许都出不了几块的 早些年生产效率低下 并且年景不好的时候 或许一块都出不了 毕竟 帝王绿翡翠 是缅甸独有的高绿高水中的翡翠 而且由于它的稀有属性 价格和价值也是一等一的 动辄就是一个小目标 这可不是一般的翡翠 能相提并论的 所以 找到帝王绿翡翠 成为了赵安现在的第一药物 夜间 赵安躺在旅馆宿舍的硬板床上 脑海中不停地思索着 该怎样才能 快速有效地找到 爱情柔想要的帝王绿翡翠 随着开采活动的加剧 各大坑口的翡翠原石 越采越少 有的已经采到30多米深处的第五层 有的甚至开采殆尽 而帝王绿翡翠的形成条件 又需要在地质演变中 有更苛刻的温度和压力 所以 有的坑口挖到底 都不一定等挖到一块 因此 十分的稀有和珍贵 赵安想到 之前搜索金矿石的方法 六个针眼连排 沿着长江河道挨个搜索 这次针眼升到了六级 眼位增加到了八个 监控的范围也增加到了 每个针眼十公里 八个针眼连排 完全可以将整个帕杆矿区 全部笼罩 还不留一丝死角 说干就干 赵安依次插下八个针眼 从矿区最南的轰八 一直到北边的龙肯 八个针眼完全覆盖了 整个帕杆矿区 再次搜索帝王绿翡翠 这次出来的结果 就要多得多了 赵安找爱情柔 要来一份地图 把地面上的 已经开采出来的原石 标记在地图上 然后询问爱情柔标记的位置 属于哪个敞口 爱情柔拿着笔 向赵安一一介绍 这里是格拉木 旁边这里大谷地和木纳 这几个地方 都是属于老坑口 采出的原石 是需要上工盘上拍卖的 这边的大漠边和小漠边 属于新坑口 也是我们明天打算去的地方 怎么 你有什么发现吗 赵安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指着地图上的 另外几个点 接着问道 那这几个点呢 这几个点在乌鲁河里 不知道具体哪个矿区 爱情柔想了想说道 也有可能哪个矿区都不是 你觉得 河里会有原石 赵安道 你想想 翡翠原石形成后 再经过风化 从山体脱落 再经过水流的搬运 沉淀在河床上 因此 河床上也是有翡翠原石的 爱情柔笑道 最早的翡翠原石 就是在河里发现的 因此 有的翡翠原石 也叫做水料 昨天的路上 你也看到河里很多地方 被挖掘的坑坑洼洼的 跟月球表面似的 那些就是在采水料的 其中以达木坎的坑口 最为出名 哪里更多的是 出产黄匪 紫罗兰 以及稀少的红匪 那些应该都是水浅的地方 比如河滩之类的 赵安又说道 我的意思是 水比较深的地方 从未有人踏足过的河段 爱情柔收起笑容道 你说的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水深的地方 我们也去不了啊 赵安笑而不语 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 吃着缅甸特有的鱼米汤 就着缅甸特点的粽子 虽然吃得不怎么习惯 但是异国他乡 哪能什么条件都满足到位 草草地吃过早餐 赵安开始了新的一天的 寻食之路 按照昨晚上 赵安和爱情柔 商量好的细节安排 今天先去大小墨边 买下赵安标记好的原石 里面就有爱情柔需要的帝王绿翡翠 然后再去乌入河一带 找寻看看有没有机会 本来爱情柔是 不同意赵安的想法的 但在赵安的一再坚持下 爱情柔决定试一试 但也强调了 如果危险性太大 宁可放弃 也绝不冒险 爱情柔带领车队 经过30公里的山路的颠簸 历时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小墨边的坑口 这个矿场的老板姓周 爱情柔等人一到 便热情地拉着大伙 参观他的私人珍藏 说是珍藏 其实也就是平常挖到皮像好的 特地存放在一个仓库的翡翠原石 仓库里大概放着100多块原石 大大小小的都有 大的有两三百斤 小的只有饭碗大小 老周得意地给爱情柔 一一介绍这些原石 爱懂你看 这块料是白岩沙皮 沙细而硬 表皮布满了松花 薄皮有物 这里面肯定有色正水好的翡翠 是一块难得的好料子 爱情柔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赵安 赵安插下针眼 亲了亲嗓子道 那个 周老板 这块料子 我看着也不错 你开个价 我看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 我们就买了 老周见赵安年纪轻轻 又是个生面孔 爱情柔起先也没有介绍 有些拿捏不住赵安的身份 但他也是个老江湖了 开口道 看老弟这么实诚 老哥也不往高了说 一口价 188万人民币 赵安笑道 老哥都说小弟实诚 就不要再价格上诚实了吧 这块料皮香是不错 但还只是块萌头料 松花皮 开出废料的例子多了去了 所以20万 不能再多了 卖 老周仗红着脸道 20万 你敢说 我就敢卖 这么随便的吗 赵安有些猛 这块料在真眼视野里 还是有愈合的 真眼视野里给出的估价是 未加工300万人民币 买下这块料 倒也不会亏 赵安灵机一动 对老周笑道 老哥 我看这样 我也不看了 你也不用介绍 我蒙上眼睛 在你的裤里 随便挑五块料子 我挑中一块 就给你20万买下 如何 老周心想 这里一两百块料子 蒙着眼睛挑 能挑到什么好东西 便点头道 成交 说完还安排手下人 找了副眼罩来 赵安也按照约定戴上 即使戴上了眼罩 赵安真眼视野里 这些原石的情况 也是一清二楚 就连价值 也是明明白白地 给标识出来了 这回精明的老周 恐怕要失算了 赵安果然按照约定 随便挑选了五块原石 当然还有帝王绿翡翠的原石 也在其中 赵安摘下眼罩 笑呵呵地对老周说道 怎么样 老哥 没有挑到你的宝贝吧 老周还真的松了口气说道 怎么没有 这几块还真的都是 我的宝贝 不过老哥我说得出做得到 这几块料子 加上刚才的那块 120万 就是老弟你的了 赵安给爱情柔打了个眼色 笑道 那就多谢周老哥的台爱了 爱情柔示意爱米去付钱 自己则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了 赵安帮着保镖们 把原石搬上了车 在老周热情的道别中 离开老周的矿场 下一站去往大漠边的坑口 那里还有一块 帝王绿的翡翠等着他 车上 爱情柔笑呵呵地 对赵安打拒道 没想到你在瑞丽用过的招数 在这里再使一遍 还是挺管用的 赵安黑黑一笑道 爱董怎么连这些细节都清楚 爱情柔白了他眼道 不清楚不行啊 主要是你这举动太奇葩 而效果又太炸脸 不愧是有着解释狂魔称号的男人 大漠边坑口 位于小漠边坑口的西北方向 相距大概四五公里 开车的话 却还是要十来分钟才能到达 主要还是矿区的路况太差 基本没有标准化的硬化公路 国内的一二几百油路 就更是想都不用想了 因为采矿 这里原本的绿水青山 被挖得坑坑洼洼的 离远点看 就像是月球表面一样 破败荒凉 但其实翡翠开采 占据着缅甸一半以上的生产总值 还给当地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每天光是在矿渣里捡料子的 就不下十万人 车队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个已经产平的山顶 山下是十几台国产的三一排挖掘机 正在进行着挖掘作业 时不时的就有料子被挖出来 装到一旁的翻斗车上 装满了 就拉到另一头的堆放区堆起来 在油带抓钩的挖掘机抓上去 往高了堆 这个矿主爱秦柔也是认识的 一件爱秦柔 矿主便哈哈笑道 多年不见爱志远行走江湖 没想到今天倒是见到了小秦柔 爱秦柔则恭敬地叫了一声无叔说 老吴板着脸 大大咧咧道 叫什么无叔说 当年你爹可是把你拜祭给我的 爱秦柔没办法 只好干巴巴地叫了一声 干爹 然后又给介绍赵安道 干爹 这是我找来的赌识高手 这次是特地到你的坑口 爱赌点原石的 老吴眼神一亮 笑眯眯地说道 这位小帅哥年纪不大 本事还不小吗 我吴志南玩石头几十年了 还第一次见过这么年轻的赌识高手 今天你可一定要让我开开眼界呀 赵安笑道 吴老板说笑了 我哪是什么高手 都是爱总抬爱 我也是一时侥幸赌中几块 高手之名 我也实在不敢当 吴志南仍旧笑眯眯地说道 没关系小兄弟 赌石嘛 既然沾了一个赌字 就肯定还是有一定敲门的 自古以来像石的流派不少 科学的玄学的都有 侥幸也好 运气也罢 最终目的都是要把石头中的翡翠找出来 有人为此倾家荡产 有人因此富甲一方 以成败论英雄 谁管你是怎么赌中的 赵安赌石以来 还第一次有人给他讲那么多 对不对先不说 至少赵安是很认同吴志南的观点的 于是赵安诚信地鞠躬道 说得太好了 谢谢吴总的提点 吴志南大手一挥道 这有什么 当年李老头 还有爱志愿纵横翡翠江湖的时候 多少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捡屎吃 有真本事的人 到哪里都是受尊敬的 当然防范措施还是要有 毕竟人心隔肚皮嘛 赵安诚恳道 我记下了 再次谢谢吴总 吴志南白白手 又看向爱情柔道 最近几年 怎么光见你出来抛头露面 没见你爹出来 还有你娘呢 爱情柔眼神一暗 低头说道 我娘三年前车祸去世了 我爹 吴志南见状 微微叹气道 唉 可怜的娃 一晃好几年过去 我都没有回过一趟 也没了消息来源 竟然不知道你们家 出了这么大的事 爱情柔低声道 干爹 没事的 都过去了 吴志南情绪也有些低落 强打起笑容道 你们要挑石头吧 这样 这矿场里的石头随便挑 挑多少都可以 算干爹给你的嫁妆 爱情柔转背为喜道 干爹 你说真的 吴志南哈哈笑道 当然是真的 我老吴三个儿子 就缺你这么一个闺女 要不然 当年我也不会求着你爹 非要把你祭拜给我 爱情柔甜甜一笑道 谢谢干爹 然后又招呼赵安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挑啊 根据赵安用睁眼探查的情况 这个矿场就藏有一块 寒帝王绿翡翠的原石 被堆放在原石堆里 没有了之前那样秀操作的空间 还必须动用挖掘机刨出来 吴志南发话了 让赵安可以随便挑 那赵安还真不客气地挑了起来 一边切换着真眼的视野 挑出几块含高冰种水的翡翠原石 然后又不过瘾的 想扒开堆心瞧一瞧 吴志南呵呵一笑 指挥着挖掘机 把原石堆刨开 露出堆心里的 原石任由赵安挑选 赵安最终挑到 早已标记好的原石 这是一块七八十斤重的 白沙皮石料 表皮上有很重的棉 而且有明显的风化痕迹 赵安拍了拍石料 买下这些石头 却被吴志南拒绝了 还一个劲地笑道 小兄弟这手挑石头的本事 果然让我打开眼界 赵安笑道 吴老板过奖了 混口饭吃 临走时 吴志南还准备留爱情柔等人吃饭 却被爱情柔婉拒了 白捡了这么多极品的原石 饭就不要白吃了吧 招呼保镖们 把石头带上车 一行人驱车回到了帕坎镇 下午的时候 赵安还是想独自去乌鲁河的河道看一下 之前用睁眼搜索 发现河道里有三块 含有帝王绿翡翠的水料 而且就这么裸露在河床上面 这样高质量的翡翠 挖出一块就价值不菲 起码是好几亿的估值 白捡的干嘛不要 有道是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为了银行卡上的几个小目标 冒点风险 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 以赵安现在远超常人十倍的身体素质 潜水下去捞个石头 也不是什么难事 再加上水里的石头 捞起来也不要本钱 最多花费点力气 对现在的赵安来说 力气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毕竟那是帝王绿的翡翠 先不说捞出来一块 就是好几亿 与其沉在水里抱点天雾 不如挖出来 让他重见天日 让世人发现他的美 自己也顺带发点小财 两全其美 多好的事 傍晚吃过饭的间隙 赵安就向爱情柔表达了 想驾车出去 溜达的想法 爱情柔道 大哥 这里是缅甸怕赶 鱼龙混杂 大晚上的你不休息 溜达出去干什么 闲逛吗 赵安说道 你看我这第一次出国 怎么也得带点土特产回去啊 爱情柔没好气地说道 你就贫骂 还土特产 这里是克清军的地盘 小心别人 把你弄成土特产 说完又呸的一声道 坏得不灵好的灵 我都被你绕晕了 赵安听了哈哈大笑 心道 原来你也有说秃鲁嘴的时候 原来仙女们 也是要拉巴巴的 但正是这样的仙女 才更显得接地气 更有烟火气息 好说歹说 爱情柔最终还是答应赵安 独自出门的请求 赵安发现的原石 是在一个很窄的峡谷地带 水流相对平缓 深不见底 车子也是 勉强能够开到附近 趁夜的时候 赵安独自开着车 沿路把睁眼插在方 侦察前方的动向 睁视只眼的侦察和预警功能 在这时显得强大无比 赵安甚至不需要开车灯 因为沿途的睁眼视野 比他白天都还要清楚 好在晚上克清军的活动也不频繁 让他一路安稳地 来到了定位好的河边 但是 道路里准确的地点 还有一百多米 赵安下了车 踩着荒草和乱石 来到埋藏着 帝王绿翡翠原石的峡谷地带 他一边切换着睁眼的视野 警方周围的异动 然后脱掉上身的衣服 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 实际上 赵安从来就没锻炼过 只不过在上次身体强化的时候 被动排出毒素和多余的油脂 而强化了十倍的身体素质 又让他身体变得更加紧实 就带了一根绳子 赵安直接扑通一声 跳进水里 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 脚丫子在水面一蹬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个地方 属于克清民兵团的势力范围 而缅甸又是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 地方军阀有钱有枪 在各自的势力范围 有很大的话语权 所以 这是还真的不能声张 而且要速战速决 赵安一早就插下了针眼 静谜的河水 完全就是赵安的水族香 河里的鱿鱼 和各种水生动植物 全都清晰可见 河底的乱石堆 也变成小鱼们 栖息的小窝 不过鱼类的温馨家园被打破了 赵安到水底 就在乱石堆里翻着起来 三块含有帝王绿翡翠的原石 就藏在这堆乱石里 赵安本就力量大增 再加上水的浮力 轻而易举地 就把表面上掩盖的乱石搬开 那三块价值连城的帝王绿翡翠原石 显露了出来 赵安猜测 这三块帝王绿的翡翠原石 原先应该就是一块整的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碎裂开来 变成了三块 赵安从他的断面 就已经能够看到绿莹的愈合了 由于时间久远的关系 这三块每块有六七十斤重的原石 有小半截还嵌在河床上 他不得不徒手硬生生地 把原石从河床上拔出来 然后他解下系在腰上的绳子 把其中一块原石牢牢捆住 打个背带 结背在自己身上 然后在水中行走到水浅的河边 解下原石放在河岸边上 这一趟下水 也就大概五分钟时间 一块价值上意的翡翠原石 就到手了 稍微喘息片刻 赵安再度入水 一块石头怎么够 来都来了 怎么也得跟他搬空才对 第二块也很快搞定 三两下把原石捆扎实 赵安再次放到岸边 侦查了一下周边的动静 赵安再度入水 第三次入水 赵安就没那么匆忙了 好整以侠地捆好原石 还有心情逗弄一下路过的鱿鱼 只见他抱住原石趴在河底 在睁眼视野里 观察着一片河床 其实这片河床还是有好些块含有翡翠玉合的原石 只不过 价值没有帝王绿翡翠价值高罢了 这一趟人力有限 三块原石就够得他搬的了 所以 就算是有所遗漏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依赵安发现在下游离他不远处 有一块绿的透亮的原石 再仔细一看 睁眼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祖母绿翡翠原石 重量17公斤 内含玻璃种祖母绿翡翠 翡翠净重量为4.3公斤 透明度7.4 为加工估价7亿人民币 好东西啊 赵安背着一块原石 却依旧像条鱼一样 快速地游过去 一把就把这块原石抱在怀里 然后背一块 抱一块 再次回到岸边 看着堆在一起的四块原石 赵安心中的喜悦再也按捺不住 有些想放声大笑 却又害怕招惹客清军的巡逻人员 只能无声地狂笑 并双手使劲地在空气中挥舞 才能发泄此刻心中的快乐 一块帝王绿翡翠 就是好几个小目标 现在整整三块放在他面前 并且还有一块更加稀有的祖母绿翡翠 这可就是十几个亿的财富 这么多钱赵安以前也只敢在梦里想想 现在梦想即将照进现实 能不兴奋 能不快乐吗 不过事不宜迟 赶紧离开现场才是正道 很多经典电影的案例在前 赵安也知道 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用绳子把四块石头全部串联起来 然后全部扛在肩上 脱下的衣服也不着急穿上 直接垫在背上 免得石头在背上各得慌 四块石头夹起来 差不多有二百多斤 赵安的身体却像只猴子一样 灵活敏捷地在乱石荒路上连跑带跳 很快便把原石运到了车子旁边 然后他轻轻地打开后备箱 把原石给放了进去 最后才把湿漉漉的内裤脱掉 扔到河里 穿上干爽的衣服 裤子斜袜 就这么空荡荡地钻进车辆 掉头直奔 怕赶这儿去 这里是克清军的地盘 缅甸的军队虽然懒散 但是万一被碰到 那毕竟是难得的帝王绿翡翠啊 而且帝王绿翡翠也有高下之分 差点的几千万 好点的尤其是极品的 价格更是上了天了 也就是这几块原石 藏在深水的地方 自从有翡翠开采的历史以来 基本无人涉足 也几乎不会有人能想到 这才便宜了 使用超凡能力的赵安 这下好了 三块连牌 并且还附送了一块祖母绿的翡翠 就跟捡钱似的 简直不要太轻松 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到帕赶镇的旅店 赵安发现 艾秦柔他们居然还没休息 而是带着手下的保镖们 在准备食材 赵安敲咪咪地向他招了一下手 艾秦柔只带了艾米杰西卡 来到了停车场的一个角落 赵安的车子就停在那里 他打开后备箱 露出里面的石头道 这四块石头是我捡的 艾总帮忙烧回去呗 黑不溜秋的也看不太清楚 杰西卡打开手电晃了一下 惊呼道 帝王绿翡翠 这几块石头我可是花了老大的价钱才得来的 艾总科得把账给我算好咯 艾秦柔没好气地说道 我也是担了风险的好吧 不过这几块确实是意外之喜了 就全部算你个人的好吧 等回去全部切开之后 我就按照完整的估计计算给你 怎么样 赵安笑眯眯地点头道 那还差不多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艾秦柔一挑眉道 吃宵夜啊 赵先生捡了这么大一笔钱 是不是该请客呀 请客是小事 赵安的笑容再也掩藏不住 笑道 原来捡钱是这么开心的事 艾秦柔也附和着笑道 对别人来说难如登天的事 对你来说 可能真的就像是在捡钱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忍不住好奇 你这能力真的不能传授吗 赵安呵呵笑道 真的别问 问了我也说不清 而且 代价你还真的不一定能承受 艾秦柔疑惑道 代价 什么代价 所有财富全部清零 试问你能接受吗 艾秦柔欲遇到 几百亿啊 那这代价 确实也太大了 几百亿 赵安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淹死 惊呼道 姐姐 几百亿啊 为什么还这么努力 你让我们这些既美女富有 还比你懒得穷人 情何以堪 艾秦柔脸一红 清脆道 去死 我说的几百亿 只是我名下的资产 又不是现金 旁边的艾米点头附和道 对 光是名下的资产 也就几百亿 还没算将来继承他爸的 话未说完就被艾秦柔捂住了嘴 然后艾米又努力掰开他的手 贼兮兮地对赵安道 他爸爸叫艾志远 你在福布斯排名上 能找到他的名字 他们家旗下涵盖了珠宝玉器 古玩字画 地产金融等多种业务 近些年 才把珠宝玉器的业务 转到艾董的名下 所以小伙子 加油吧 我很看好你哦 是啊是啊 老话说得好 年少不知软饭香 错把少女当成宝 人到中年空逞强 赵安渐渐地说道 艾秦柔一向宠辱不惊 这个时候却闹得面红耳赤 忙道 你们别胡说八道 再说 再说我可就急眼来啊 赵安和艾米对视了一眼 很有默契地哈哈大笑起来 嬉闹了半天 赵安重新把车停在安全的位置 爱情柔招呼赵安赶紧过去 说 今天的宵夜很丰盛 不仅有露天烧口 而且啤酒小龙虾 管够 还真别说 这一国他乡来上一场 BBQ 那是别有的一番风情和滋味 食材也差不多准备好了 旅店老板也是一个华裔 热情地专门把后院腾了出来 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主厨 熟练地点燃烧烤架的炉火 等火后 差不多是 就把创好的食材 放在上面烤了起来 十个人刚好围成一桌 已经开了箱啤酒喝了起来 气氛微热时 爱情柔举杯说道 这几天 大家都辛苦了 特别是赵先生 为了我的事情 在一国他乡 又是上山又是下水的 所以我这第一杯酒 敬赵安先生 谢谢他为我做出的辛苦付出 为公司的利益创造价值 其余人吩咐鼓掌 只有赵安举杯 同爱情柔碰了下杯子道 爱总严重了 各取所需罢了 而且和爱总合作 真的是件愉快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爱情柔笑道 赵先生客气 不过大家以后 有什么突出的才能 一定不要藏着掖着 要勇敢表现出来 公司的业务 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 正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大展身手的舞台 所以这第二杯酒 敬为公司辛勤工作你们 这个月大家的工资 在原有的基础上翻三倍 奖金翻五倍 众人听了无不欢呼雀跃 喜上眉梢 就差眉手舞足倒了 一个劲地使劲拍手鼓掌 因为这话在他们眼里 简直就是在撒钱 拍个手算什么 打脸都是可以的 等大家安静下来 爱情柔接着说道 这第三件事 就是要说到 我们接下来的安排 由于这次怕赶之行的 任务超额完成 接下来就只留艾米和赵先生 陪我去参加下个星期 在曼德勒的工盘拍卖 其余人就和杰西卡一起 押运原始先回瑞丽 等我们从工盘上扫荡一圈 在一起解食 所以 今晚上既是庆功 也是道别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好好享受这一国风情的愉快夜晚 还别说 这华裔老板的烧烤手艺 真不是盖的 一群人吃的是酒憨而热 背盘狼藉 爱情柔和艾米 以及杰西卡 倒是没吃多少 就回去休息去了 赵安最近可能是 身体素质提高的缘故 食量是以前的三倍不止 他一个人就解决了 七八份的小龙虾 再加上其他肉类和啤酒 起码也是 三四个正常人的分量 不过这几个保镖们 也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 食量也大的惊人 所以 赵安混在其中 也不显得多么惊人 一群操汉子混在一块 聊着聊着 就聊到哪方面的话题 男人嘛 但凡是喝了点酒 就有些飘了 吹起牛来 也就没了个边 这不某个保镖就吹嘘道 这男人就是要猛 不猛就是不行 我和我老婆哪个晚上 不来上七八次 一次至少半个小时 你要是不把他弄服软 你在家里就会 连个地位都没有 另一个保镖就反驳道 家庭地位也不是你说的 这样造出来的 而是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处出来的 我每次也就两三分钟 我老婆也很满意 不也是和和气气 岁月静好 冷不丁的 一旁的赵安就忍不住来了剧 那有什么那么多的岁月静好 只不过 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 这话本来也是很正能量的 可就在当前的语境来说 又有些一语双关的意思 所以在场听懂了 另一层意思的保镖们 也全都笑喷了 只有三分钟猛难 心里有些郁闷 我踏马的心态崩了呀 啊 啊 次日一早 赵安刚起床的时候 艾米已经按照爱秦柔的指示 在镇上雇佣了一辆货车 保镖们也一起 把此行买下的原石 全都装上了车 用过早餐之后 小分队正式分道扬镖 杰西卡带领保镖们 负责押运原石回国 而爱秦柔则带着艾米和赵安 开车前往曼德勒 准备参加缅甸 翡翠原石公盘的拍卖活动 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 位于缅甸中南部的内陆 是缅甸最大的 翡翠原石交易中心 缅甸的翡翠原石公盘拍卖 也是在曼德勒举行 而不是在它的首都内比都 所以 曼德勒还有多宝之城的美称 赵安三人轮流开着车 从帕赶到曼德勒400多公里 却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直到第二天下午 赵安才开着普拉多 驶进了这座缅甸的 第二大城市 曼德勒 400多公里的路程 换做是在国内 也许半天最多一天就到了 但是 这是在缅甸啊 而且从帕赶山区出来的路 简直没有路的样子 蜿蜒曲折 大坑小坑的 人都快被抖散架 就更别提速度了 好在出了帕赶 就是柏油路 虽然依旧弯弯曲曲的 但至少没有泥坑 300多公里的路程 硬是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到达 早知道还真不如坐飞机 所以 一到酒店 赵安三人各自开好了房间 就累得一头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这一觉睡的那觉一个通透 就像是一个极度缺水了人 突逢一场甘霖 以至于赵安强化过的身体素质 都睡到了次日 当地时间的十点多才睡醒 而爱秦柔和艾米 甚至还没起来 最后还是赵安前去敲门 才不情不愿地起来洗漱 即使公盘还没拍 曼德勒街头 还是比以往要热闹许多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爱秦柔就带着赵安二人 去了曼德勒最大的原始交易市场 看看能不能剪个漏什么的 当然以赵安的作弊能力 剪漏什么的 不要太正常 曼德勒是一个古老的交易市场 人们从帕赶地区开采后 便把原始运来这里 进行交易和拍卖 此外 曼德勒还是 全球最大的翡翠蛋面交易市场 所谓翡翠蛋面 就是翡翠的玉盒 被切割打磨掉边角料 形成成翡翠毛坯 再用机器或者人工 打磨抛光至椭圆形 像被包了壳一样光滑的主蛋 因此叫做蛋面翡翠 手工打磨蛋面的时间长效率低 蛋好的手工 能把蛋面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一般都是机器打磨后 再手工打磨 脚踩打磨比不上机器效率高 不过想到缅电可怜的电力供应 也能理解这种方式 才是最有保障的 当然蛋面翡翠已经是明料了 而赌时一般赌的 都是萌头料或者半明料 这些在曼德勒的毛料市场 也都是很常见的 这里最大的特点 是蛋面交易方式 正常情况 都是买家在市场走动 寻找合适的翡翠 而这里正好相反 货主或者中介随身带着宝贝 在市场走动 遇到买家便从包包里拿出来让人看 不对装就走 寻找下一个买家 从赵安他们进市场开始 已经经历了十来波不同货主的推销 懦中的 水中的 豆青绿的 苹果绿的都有 当然 假货也有不少 这不就有一个十来岁的小鬼 拿着一块晶莹透亮 绿的发光的蛋面 拉着赵安极力推销 操着缅电口音 还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慢吞吞地说道 好东西 精精亮的 赵安一进市场就插了个真眼 这东西一拿出来 赵安就知道是玻璃制作的假货 不过完星大起的赵安 还是故意问起了价格 精精亮 怎么卖的 小鬼头特别严肃地 比了个八的手势道 八十万 什么玩意儿 就敢开口要八十万 当我是傻子吗 赵安冷笑道 免弊 小鬼头又急又怒 跺着脚骂骂咧咧道 什么免弊 人 名 币 八十万 演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赵安看着小鬼头的表演 演技确实比自己要精湛得多了 所以 有心逗弄一下 便拿着小鬼头给的翡翠淡面 对着阳光仔细地看了看 笑道 补灵补灵的 精精亮 现在我说一个数 立马给我成交 八十 人民币 卖不卖 小鬼头怒目圆瞪 气呼呼地望着赵安 好半天才从牙齿缝里 蹦出一个字 卖 然后又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 一副不甘心的模样道 算我倒霉 便宜卖给你了 赵安一拍额头 感觉自己被套路了 但还是老实掏钱给了这个小鬼头 得了钱的小鬼头 搜得一下钻人群里 几下就不见了踪影 赵安呵呵一笑 顺手把蛋面递给了爱情柔道 送给你了 玻璃重的 爱情柔结果在手里颠了一下 然后随手丢在了地上 笑道 恐怕是玻璃做的吧 学到了吗 这才是影帝级的演技 你那还差得远呢 呵呵 赵安也没在意这点小事 就当是花点小钱买了个开心 看了场表演 进了毛料区 这里的人就要少上许多 这里的毛料都是都是直接摆地上 一个个货主带着缅甸风格的斗笠 等待客人来买走 有的毛料是开了一到两面的窗子 这种叫做半明料或者半赌料 价格也比萌头料要贵上许多 但即使是开了窗的半明料 赌信依然很大 因为没开窗的那一面 谁也看不出有料还是没料 有的料子只是开窗那个面 有一点出水 绿也很好 结果后面全是糟粕 再切一刀的话 就会血本无归 这也是一刀穷 一刀富的由来 赵安三人边走边逛 不时也拿起地摊上的料子看一看 但也只是看看 睁眼视野下 这些都是垃圾货色 完全不值得买 路过一个二十来岁缅甸姑娘的摊位时 赵安发现一块糯冰种飘绿翡翠 就蹲下来跟摊主小妹问价 小姑娘普通话还不错 微笑着说道 十万块 十万免币 同样带着斗笠的小姑娘 脸蛋红扑扑的 耐心地向赵安解释道 不是免币 是十万块人民币 价格还算合理 买下来倒也是能挣上十来万 但赵安还是想讲讲价 看能不能再少点 就问道 七万 七万人民币 卖不卖 十万人民币 我买了 这时 一个听起来有些乖张的男生传来 很突兀地打断了赵安的问话 赵安扭头一看 说话的是一个青年男子 一米七几的个头 白净的面皮 身上的西服一看就知道是名贵的品牌 身后还跟着三四个标型大汉 估计是保镖之类的 男子竟直朝三人走了过来 深情款款地对着爱秦柔微笑道 秦柔 好久不见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听说你在找高品质的翡翠 这块原石 我买下送给你 希望你能开出你想要的帝王绿来 爱秦柔淡淡地说道 罗师兄的好意 小妹心灵了 而且我和罗师兄还不太熟 以后还是直接叫我的本名比较好 希望罗师兄以后买东西 能讲究一个先来后到 抱歉 我还有事先走了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罗师兄快步上前拦住 笑道 秦柔你真会开玩笑 我们下半年就要订婚了 怎么还说不太熟呢 说着还斜着眼 把手伸向赵安道 罗俊豪 秦柔的准未婚夫 请问阁下是 赵安也没跟他握手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赵安 爱懂得临时顾问 他并不想理会这个斜眼看人的家伙 粗鲁地打断他砍价不说 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赵安没跟他握手 罗俊豪也不觉得尴尬 顺手把手举起来 理了理头发 见赵安说 只是临时顾问 就更没放在眼里了 转而把注意力 放在爱秦柔身上 笑眯眯地说道 秦柔你看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饭吧 前些天 我去拜访了爱伯父 他还说 让我跟你多亲近 都是要订婚的人了 你这太生疏了不太好 爱秦柔脸若冰霜 冷冷地说道 我父亲同意的婚事 我可没有同意 罗家高门大户 罗公子才情无双 我可高攀不起 还请罗公子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说完再次转身 干脆利落地走掉了 赵安和艾米赶紧跟上 罗俊豪准备再追 却被摆地摊的 缅甸小姑娘拉住了 只见他怒气冲冲地道 你报了十万块 到底买不买啊 不买 你可别想走 罗俊豪脸色一红 挣脱小姑娘的手 还嫌弃似的拍了拍衣服 四下一看 见周围人群都朝他指指点点 只好扭曲着脸 对身后的人低吼道 给他钱 离开市场的赵安很是困惑 就问爱秦柔道 这人谁啊 这么没皮没脸呢 爱秦柔闷闷地没有说话 一旁的艾米 倒是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是爱董最大的追求者 大名鼎鼎的深城罗绍 你居然不认识 难道你平时 都不看花边新闻的吗 爱秦柔白了艾米一眼 淡淡地说道 被他追求 才是我最大的不幸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这么批 哦 有故事 赵安倾笑一声道 难怪 爱秦柔没有说话 似乎是不想提及 结果 又是艾米接过话查道 就是半年之内 要把家族的珠宝玉器业务拓展一倍以上 不然就要接受他父亲的安排 和这个烂透了的罗公子订婚 这么惊爆的吗 赵安心里想到 这踏马的 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吗 俊男美女 豪门恩怨 家族争斗 这一般的偶像剧 都是这么演的呀 不过这罗俊豪这样做 会耽误我的挣钱计划 烦人 回到酒店 艾秦柔依旧气鼓鼓的 艾米见他余怒未消 就劝说道 要不我们还是回国去吧 而且现在 肯定一出酒店就会被他跟着 跟以前一样 死缠烂打 甩都甩不掉的那种 很显然 在国内的时候 艾秦柔也没少被这个罗俊豪骚扰 艾秦柔闷闷地说道 这次肯定又是艾良业这混蛋 透露了我的行踪 他为了早点把我赶出家门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艾良业又是谁 赵安嘴上问 心里却吐槽道 听取名的方式 像是艾秦柔的兄弟 出自古诗 从此无心艾良业 任他明月下西楼 看来这个艾之国 取个名字还是蛮有诗意的嘛 前有艾秦柔 后有艾良业 都是极好听 富有诗意的名字 就是听艾秦柔的话里的感觉 这个艾良业 有些德不配名的意思 还能有谁 艾米愤恨地说道 艾总同父异母的弟弟呗 一个不学无术 整天花天酒地 没事就知道 欺负他姐姐的混蛋 还真是他弟弟 不过这样的弟弟 为啥不早点打死呢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打弟弟要趁早啊 不打的话 等他长大了 你就打不过了 赵安道 那这个罗俊豪 对你也是够痴情的 追你都追到缅甸来了 什么痴情 我看你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艾米气道 你没看他当才 该让你买原石了吗 这家伙就是来搞破坏的 诚心不想 让我们买到好的原石 好让艾总的扩张计划泡汤 这样的话 艾总输掉了赌约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和艾总订婚了 还有这档子是 赵安对艾秦柔问道 那你父亲呢 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富豪 就这么任由 这些人这么做见你 艾秦柔眼神黯淡下来 眼睛都起了雾水 好半天才说到 我父亲前些年生了病 常年瘫倒在床 他的本意 是想给我找个依靠 可是这件事 被一些人故意且恶意地操纵了 而我又不想爸爸的家业 就这么落在这些人手里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也要奋起抗争一下 赌上我的将来 只为博纳一线生机 原来你也是个狂热的赌徒啊 听了艾秦柔说了事情的原味 赵安心里不禁感慨 果然有钱人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但他的苦恼 你也体会不到 看着眼前艾秦柔 渲然玉气的脸 梨花带雨煞 是惹人怜爱 赵安不愤地说道 这个罗公子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阻挠了你的计划不说 还打乱了我的发财计划 曼德勒这样原石集中的地方 肯定有许多机会 我觉得我可以试试别的方法 赵先生 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 艾秦柔摇头道 这次在怕敢买到的原石 如果真能开出极品翡翠的话 足够我们再扩张十几家门店的了 到时候 我再先行举办一次展览会 先打响高端品牌的知名度 然后再急速扩张 就能达到一炮而红的效果 赵安笑道 那是不是极品的翡翠 越多越好 艾秦柔总算笑道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毕竟极品翡翠 市场上几乎是供不应求 而货源又是少之又少 加上近几年 缅甸的有关部门 又限制原石的开采 所以 若是你还能给我再去找到 更多更好的翡翠 我真的真的会非常感谢你的 怎么谢 以身相许吗 赵安心里日常吐槽着 嘴上却说道 我尽力试试 这你出门会被赌 我出门 罗俊豪总不至于赌我吧 而且我在他眼里 估计只是个小透明 说着又嘟囔道 唉 早知道把卫翔带过来了 手里没个工具人 还真是不方便 于是第二天早上 赵安悄悄地从后门出去 溜达到原石市场 插下真眼 找寻这极品的翡翠 当然主要目标是 翡翠原石 毕竟原石的价格 要比成品便宜百倍不止 不得不说 真眼的功能 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大展拳脚 不一会儿功夫 赵安便买下了十多块 内含高水种 高率的翡翠 租了辆版车推着 顺便再去租一个临时的仓库 暂时储存起来 到时候 一起运回锐利 集中解石 曼德勒的原石市场 号称世界最大 不仅仅指的是 面积和人流量 关键是 帕杆地区出产的翡翠 八成都会运到这里集散 所以种类多 数量大 不用像在矿区一样 这个山头 那个山头的去搜寻 这里的基数足够大 大到可以满足 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珠宝玉石商人的需求 赵安租好了库房 把刚收的十多块原石 一块块地搬到库房里 仔细地锁好门 又去收第二趟的原石了 可是刚刚有买下三四块 就被人给拦住了 拦他的人 是一个缅甸玉石商人 长相很有东南亚风格 留着洛塞湖 大富贤贤的样子 胸前还带着一大块观音玉牌 洛塞湖商人 指着赵安板车上的 一块青皮料问道 兄弟 这块卖不卖 显然这哥们儿 普通话不怎么样 赵安 看向他所指的原石 是一块青皮略微起物的毛料 是刚才买另一块 好料送的天头 本来赵安不打算要的 里面只有一点点 高冰种的玉盒 体积不是很大 勉强能掏个牌子 或者做一个蛋面之类的 也能卖个十来万什么的 不过白送的东西 又是货主强塞给他的 赵安也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谁知刚收下 就又被要求强卖的 真是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赵安心想我都还四处买翡翠 卖给你我上 哪里有买去 这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所以就摆了白手 表示拒绝 洛塞湖商人却不肯放弃 铁了心想买 拉着赵安的板车 特别诚恳地说道 兄弟 这块料子 我很喜欢 卖给我 交个朋友 赵安郁闷道 你就说 你能出多少钱吧 洛塞湖商人见赵安终于松了口 便呵呵笑道 朋友 你愿意卖的话 我可以出五千万 多少 赵安有点不敢相信他的耳朵 随即心里一动 又问道 五千万免币 洛塞湖商人笑着点头道 是的 免币 免币 我是缅甸人 我只有免币 赵安摸出手机算了下汇率 五千万免币换成人民币也不少了 二十来万呢 正好也可以拿免币来收购原石 免得遇到只收免币那种货主 他还要再去换一道钱 当然 在原石市场人民币那可是硬通货 可谁又能保证 不遇到那种较真的呢 想了想赵安 还是决定卖给他 便点头说道 成交 洛塞湖商人显得很高兴 从身上取下背包 交到赵安手里 自己却抱着石头就走掉了 赵安脑海中想起了机械女生 收获好运值五千万 好运值加五千万 等等 赵安有些猛 这就加了五千万好运值 这玩意都不算汇率的吗 接着赵安心里闪过 无数种卡BOB的方法 这真眼的等级 还不蹭蹭蹭地往上升 原本还以为升级很遥远 结果还有捷径可以走 想到真眼能快速升级 增加一些更强大的功能 赵安就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就在赵安响入飞飞地走神之际 一个曼妙的身体 冷不丁地撞到他怀里 赵安回过神一看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长发女子 女子见状了人 脸一红说了声 sorry 又低头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赵安闻着肩上残留的发香 意犹未尽地说了声 莫名其妙 又继续他的说狗原始大夜去了 其实 曼德勒作为缅甸最大的翡翠交易市场 无论是明料 半明料 还有没开的全堵料 都是极多的 怕敢作为矿区 虽然原始也很多 但是那地方 势力错综复杂 一片混乱不说 矿区的环境也不怎么样 尤其是那个路 没辆越野车 都不敢在那边跑 曼德勒就不一样 市场成熟不说 天南海北的翡翠 以及原始 都集中到这里 而且 治安相对怕敢矿区来说 不知道要好多少 所以 来买翡翠的客商也多 用来售卖的翡翠产品也很多 没开过的全堵料 更是多不胜数 一片繁荣的景象 赵安插下的针眼 让市场内的原始 顿时无所顿形 这让他火力全开 推着小板车 把看到的 品质好的翡翠 无论大小 全都一网打尽 反正也不会在这里解释 都是运回国内统一解开 就不用担心暴露的风险 只要是赵安看中的 肯定都是价值高 性价比好的原始 全部收下来 那差价赚的 就跟减钱一样轻松 这一整天赵安都在东窜窜 西窜窜的收购原始 花了三千多万 总共收下了三四百块石料 租下的仓库 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每块石料都是精心挑选 品质和价值 都是相当高的 每块开出来的翡翠 至少都是百万级别的 其中有几块还是高玻璃种的 这一趟采购下来 解除的翡翠 应该也够满足 爱情柔扩张公司的需求了 赵安锁好仓库的大门 心满意足地往回走 刚出了大门 迎面就看到罗俊豪带着好几个人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眼神中带点不屑 带点傲娇 带点轻蔑地走向赵安 在听过了艾米 对这个人的控诉后 赵安潜意识里 也不想跟他打交道 所以绕到了一边 打算与他们措身而过 谁知道这个罗俊豪摆名车马 直接拦住了他 冷笑着说 小子 你是叫赵安是吧 赵安一看来者不善 一挑没道 有何见叫啊 哟 还挺刺 罗俊豪歪着头 回手看了下身后的保镖们 吃笑一声道 像你这样的家伙 我见多了 别以为爱情柔有钱有貌的 你就有机会攀上高枝了 他迟早是我罗家的人 你这样得穷十三 以后离我家情柔远点 不然有你好看的 这家伙怕不是有病 赵安回忆冷笑道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只是一个临时顾问 跟爱总也只是雇佣 与被雇佣的关系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罗俊豪显然是不幸的 只见他趾高气扬地伸出手指 点着赵安的胸口道 总之你给我记好了 别以为没在国内 我就没办法收拾你 也不怕告诉你 在这里一样 弄死你这样的穷十三 小憋三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罗少 赵安实相地点头道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罗少 赵安心里压抑着风暴 这个罗俊豪 许是在国内嚣张惯了 他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还一口一个穷十三 小憋三地叫着 更关键的是 这个罗俊豪 差点打乱他的发财计划 俗话说 断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 更何况 赵安也并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见赵安的回答 还算让他满意 罗俊豪得意洋洋地说道 既然你都诚心诚意地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地指教一下你 说吧 什么问题 赵安清了下嗓子 朗声问道 我想知道 你妈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忘记给你生屁眼了 要不然 你怎么屎尿屁的 全部从嘴巴里喷出来 别人都是鼻子下面长了个嘴 你倒好 鼻子下面长了个屁眼 别的小朋友小时候 都是喝的母乳 你母亲是不是 尽给你喂屎喂尿 把你养大的 要不然你说话的时候 怎么跟放屁一样臭呢 我也送你一句话吧 有病给治 要不能停 这话骂得太直白 赵安不想惹麻烦 但也不是怕麻烦的人 别人都踏马的 装十三级脸了 不对回去 留着过年吗 没见赵安骂完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吗 而罗俊豪听了赵安的辱骂 一张白净的面皮 仗得通红 气得蹊跷生烟 火冒三丈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颤抖地手指着赵安怒吼道 你踏马的 简直是在找死 反了天了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 往死里打 今天不弄死这狗娘养的 我就不姓罗 他身后跟着的保镖 立马冲了上来 领头那个保镖 一个鞭腿 就想把赵安踹倒在地 可是他们的动作 在赵安眼里 就像是放慢了十倍的慢镜头 慢 实在是太慢了 赵安轻飘飘地 让过这一记鞭腿 然后抬起脚一脚 踹在领头的保镖胸膛 顿时这个保镖 像是被汽车撞到一样 弓着身子 像一只被主熟的龙虾一样 倒飞出去 后面跟着几人 也被接二连三的 全部撞倒在地上 领头的保镖 在地上又滚了两圈 这才卸掉了这一脚的冲击力 这时他才感觉到 呼吸都有些不畅 意识到 应该是肋骨断了几根 挤压了肺部 强忍着疼痛站起来 向同伙们说道 点子扎手 兄弟们 先围起来 在一起上 我们堆死他 轻伤不下火线 没办法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几人把赵安团团围住 密不透风 小心似的 向他们勾了勾手指 众保镖怒火攻心 领头的怒吼一声 上 几人或拳或脚的 从各个方向 一起攻向赵安 赵安猛地向上一跃 所有的攻击全部落空 接着身躯一扭 右腿画了个漂亮的圆圈 鞋底迅捷无比的 亲自问候了每个人的脸颊 顿时围攻的众人 天女散花般向四面八方 分散着倒飞出去 啊 我的脸 脸肿得像发泡的馒头 一样的保镖跪地啊好 呸 你的脸算什么 我的牙都掉了几颗 另一个保镖呸的一声 真的吐出几颗带血的牙齿 赵安一脚踢开挡在他脚下 满地打滚哀嚎的保镖 大步走到吓傻了的罗俊豪面前 一巴掌护在罗俊豪脸上 罗俊豪惊醒过来 就欲逃跑 赵安眼几手快 抓住他的衣领 罗俊豪赶紧双手抱头 俩肘贴脸 防止赵安再次扇他耳光 口中连连说道 你死定了 你敢打我 你踏马地死定了 这丝嘴还挺硬 赵安扯住他的衣领 把他往前一拉 一脚踢在他的左腿迎面骨出处 咔嚓一声 腿骨直接断裂 罗俊豪惨叫一声跪倒在地 赵安又是几个响亮的巴掌 呼在他脸上 那火辣辣的疼痛 让罗俊豪不停地放声哀嚎 后来直接举起双手制止道 住手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认灾 说吧 什么条件可以放过我 罗俊豪好汉不吃眼前亏 见武力差距实在太大 果断认输 但话语间依旧硬气 只是赵安终究没有再出手 刚才也是这次太过咄咄逼人 他才出口反击 这才有了眼前的一幕 赵安冷冷地看着罗俊豪道 不要威胁我 我要弄死你 也很简单 哪怕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听懂了没有 罗俊豪眼角鹰狠之色一闪而过 说道 好 今天的事就此结果 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赵安知道他心里不甘心 不过无所谓 走一步看一步 兵来降荡 水来土眼就是 罗绍最好说到做到 有些人 你不一定惹得起 好自为之 赵安最后给了罗俊豪 一个满含杀意的眼神 留下轻飘飘的一句话 给了他一个潇洒的背影 大步离去 回到酒店 赵安找到了爱情柔 把埋好了原石 以及同罗俊豪的冲突 跟他说了一遍 一旁的艾米听了 开心地快要跳起来 拉住赵安问道 你真把他打了 我早就看这家伙不爽了 可我又没那奶奶揍他 今天总算是 由你替我们出了这口气 真是太感谢你了 赵安哈哈一笑道 那你可得认真感谢我 那家伙现在的脸啊 肿得比馒头还大 哼哼 爱情柔 则不免有些担忧道 罗俊豪这人很记仇的 牙子必爆 你让他当众丢丑 当心他回国以后 会不择手段的针对你 而且指不定 会是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赵安满不在乎道 怕他干啥 我能揍他一次 就能揍他两次 不惹我就算了 再惹我 后果没得说 削他 爱情柔愧疚不已 说道 都是因为我 你才会得罪这个罗俊豪 还为我做这么多事 赵安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 实在不行 你就肉肠吧 赵安心里想到 其实也不全是为他 赵安自己也觉得 好不容易来的趟缅甸 而且又恰逢 慢得乐开盘在即 买卖原石的机会 也比以往多得多 嘴上却说道 我们是金牌合作关系 不要让一些跳梁小丑 影响我们的发财大计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不要让这些阴阴艳艳的事 影响我们扬帆启航 听了赵安的插壳打混 爱情柔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又诚恳地说道 总之 你为我做这么多事 我会尽我全力 报答你的 赵安毫不在意地说道 行了 行了 就这样 不要为这种败类 坏了咱们的心情 我也累了一天 先告辞了 说着 把仓库的钥匙 以及位置交代给了艾米 让他自行安排 自己却回了房间洗洗睡了 这一天天的 又是搬运石头 又是打架的 泪够呛的赵安 倒床上没多久就睡着了 半夜时分 赵安睡梦中 感觉有人靠近 接着就有人用胶布之类的 捂住他的嘴 惊醒过来的赵安一睁眼 就欲动手反智 却发现自己的手和脚 不知道何时已经被绳索捆住 还在床下绕了一圈 把他整个人捆在床上 身体被绑成了一个大字形 而绑自己的人 就站在自己的床前 盯着自己看 赵安定睛一看 赫然是今天下午 撞自己怀里的漂亮女子 赵安嘴巴被交代封住 说不了话 心里不禁付匪道 这么劲爆的吗 美女 你缠我身子直说就行 我都不带反抗的 你搞这样 小心我告你公衰报哦 赵安心里一点都不带跑害怕的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这根不怎么粗的绳子 只要他稍稍用力 就能崩断 他就是想看一下 这个刚才在市场上 故意撞他的美女 现在半夜三更的 跑到他房间 还把他绑成这样 究竟是想干什么 长发美女看着在床上 挣扎的赵安 轻声说道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用力挣扎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是要问你点事 顺便拿回我的东西 赵安没有挣扎 这两绳子 可绑不住赵安这样的人形猛兽 刚才的挣扎只是试了一下 感觉手臂稍微用力 就能把这绳子绷断开来 于是起了捉弄之心的赵安 故意用舌头顶了顶 粘住嘴的胶带 心里想到 来啊 伤害我啊 或者互相伤害 也是可以的啊 长发美女见赵安 有想说话的意思 就说道 我给你松开胶带 但你不能大喊大叫 说吧 又做了个很凶的表情道 敢大喊大叫 我就杀了你 听见没有 赵安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连忙点了点头 美女见赵安点头同意 这才撕掉粘在他嘴上的胶带 解除了嘴上的束缚 赵安故意做出要大喊的口型 长发美女急忙用自己的小手 捂住她的嘴巴 奸计得逞的赵安伸出舌头 舔了下长发美女的手心 惹得她尖叫一声 连忙松开 赵安乐得哈哈大笑 长发美女怒道 你这人 怎么这么轻浮 赵安道 拜托 美女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未经允许摸进我房间 还把我绑成这个姿势 你还说我轻浮 拜托 我是个正常人 你大半夜的整这样 还不让人想入非非 你混蛋 长发美女做事欲打 赵安手脚同时用力一扯 绑住赵安手脚的绳索 反绑住长发美女的手腕 拉过她另外一只手 双手一起反绑在后腰处 长发美女奋力挣扎 但她的气力 哪里能和赵安相比 赵安腾出一只手按住她 另一只手配合牙齿 解开自己手上的绳结 长发美女见挣扎不过 侧躺在床上 身腿对着赵安 就是猛力一踢 赵安单手一抄 正好抓住她的脚踝 拿过绳子 分别把两只脚踝捆住 拉到背后 和双手的绳结系在了一起 再从脖子上绕下来 在长发美女的胸前 打了个交叉 最后绕到腰上 缠了一圈 打上死结 这下长发美女 被彻底制服了 即使被绑成这样 长发美女依旧不服气 嘴里不停地咒骂着赵安 你个混蛋 王八蛋 你快放开我 不然 有你好看 赵安呵呵一笑道 放开你 然后你好再绑我一次 然后 从柜台拿了一瓶水 拧开盖子 自顾自地喝了一大口 接着故意贴近长发美女 轻挑地说道 白天故意撞到我怀里 晚上又主动送上门来 美女 你急于哥们 这无处安放的魅力直说吗 我也不是那种 不通情达理的人 说不定我就满足你 头怀送抱家暖床的愿望了 长发美女呸了一声骂道 你个流氓 无耻 下流 快放开我 否则 有你好看 哟 你威胁我 你都被绑成这样了 还能把我怎么的 赵安字字两声道 你恐怕没看到 之前一个威胁我的人 现在脑袋还肿成猪头 脸肿得像个馒头 严毕赵安收起嬉笑之色 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床前 冷冰冰地望着长发美女 语气淡淡地问道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长发美女又羞又恼 身体被绑成这样屈辱的姿势 还被这混蛋无情地审问 恼怒地说道 什么叫接近你 我是爱拿回我自己的东西的 你自己的东西 赵安奇怪地问道 你的东西怎么会在我这里 难道你白天撞我的时候 放了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上 长发美女羞愤地点了点头道 我白天被坏人追 就把一个U盘家的追踪器 放在你的衣服兜里 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 所以你甩掉追踪者 就找到我这里来了 赵安问道 什么样子的U盘 长发美女激动地说道 是一个银色的 很小的一个U盘 你发现了 你给收起来了 赵安搭搭肩 摊开双手遗憾地说道 没有啊 你不是有追踪器的吗 怎么没找到 还用把我捆起来找 这种追踪器 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长发美女扑斥着大眼睛 见赵安没有进一步侵犯的意思 便耐心地解释道 定位器只定位到你的房间 可是我翻遍了你的衣服 都没有找到 赵安起身 拿过自己的衣服 每个衣服都离仔细翻找了一下 确实没有长发美女所说的U盘 赵安不信邪 插下针眼 果然在衣服的内衬的下摆 发现了一个U盘 原来是一都破了的洞 U盘掉进内衬里去了 难怪找不到 赵安顺着衣服 兜得破洞 拿出U盘 在长发美女面前晃了晃道 是这个吗 美女连连点头道 是是是 就是这个U盘 快还给我 赵安眉毛一挑 好整以侠地坐了下来 笑道 美女 你可能没搞清楚状况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爷 虽然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 但你非要牵扯上我 我就得跟你说道说道了 长发美女沉默半赏 突然硬气地说道 我没什么可说的 既然被你抓到了 任由你处置便是 你想清楚了 要么杀了我 要么放了 我把U盘给我 赵安愣住 没想到这婆娘这么硬气 刚才交手的时候 也发现 长发美女 其实身手不错 要不是赵安的身体素质 被真眼整体 强化了十倍 恐怕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赵安仔细审视着长发美女 只见她健眉如画 目似繁星 鼻梁高挺 五官秀眉 就算与爱情柔相比 也差不了多少 甚至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各有千秋 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女 虽然已经把她绑成这样了 但欺负人的事 赵安是做不出的 而这个长发美女 又是油盐不尽 啥都不说 赵安顿时觉得有些头大 打又打不得 骂也不知道从何骂起 难搞 赵安无奈道 名字总可以说吧 长发美女又沉默片刻 想了好一会儿 才说到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林婉孝 赵安愣住 问道 你父亲是温瑞安的淑迷吧 不然怎么会给你 取这么表的名字 林婉孝怒骂道 你才表 混蛋 快放我 我真的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做 大家都是华人 你不要这样不分是非 赵安笑道 华人也有中间善恶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有害人之心呢 林婉孝低头沉默 突然一咬牙 似乎是心里下了决心 仰头对赵安说道 我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但我看你 不像是坏人 我本来就不是坏人啊 赵安插嘴道 林婉孝道 你别打岔 我要说的是 缅甸军方决定 明天一早发动军事暴动 控制国会议会领导人 优盘里的资料 是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 我必须尽快 把消息传递出去 而且 你作为华人 最好也在风暴前 离开缅甸 内比都离这里 可只有二百多公里 这个消息不问不知道 疑问吓一跳 而且是吓死人的那种 赵安饶是经历过 睁眼这种奇幻的事物 还是被这么劲爆的消息 震惊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才定神问道 你确定 你确定 你刚才所说的 都是真的 这种事 还能编故事编出来 林婉孝冷笑道 你不信的话 你自己看优盘的资料 就知道我说的 是不是真的了 赵安看了下手里的U盘 就忍不住吐槽道 这尼玛破酒店 连台电脑都没有 我往哪里查 咦 真眼视野下 U盘的旁边 出现了一个方框 那有几行字 是真眼对这个U盘的介绍 移动硬盘 长2.3厘米 宽1.2厘米 内存128G 内涵缅甸军方军事 暴动行动方案 缅甸工作小组名单 缅甸工作事务章程 归属人 林婉孝 看了真眼的介绍 赵安明白了 林婉孝说的都是真的 这才笑嘻嘻地 给林婉孝松了榜 一边说道 原来林小姐 就是传说中的詹士帮 007 特殊战线的无名英雄 失敬失敬 这一切都是误会 对于我今天的鲁莽 林小姐不要放在心上 说完还轻轻地 把U盘放在林婉孝手里 产孝道 林小姐有任务在身 在下就不久留了 山水有相逢 咱们后会有期 林婉孝揉了揉 被捆的酸痛的手脚 有心想给这混蛋两巴掌 但一想到可能打不过 还是算了 万一这家伙 又把自己给绑起来 找谁说理去 这家伙之前 还啪哩啪气地 满嘴下流话 这会又下剑地 想快点赶自己走 要不是任务在身 真想找机会 好好收拾一下他 林婉孝看到 被绷断的绳索 又敏锐地察觉 这家伙秘密也不少 以后得再找机会 查一下他 哼 赵安继续道 林小姐 你看时候也不早了 你也供在身 这个我就不当的你了 再见 再见 林婉孝横了他一眼 捏了捏手里的U盘 道 管好自己的嘴 你是个明白人 有些是自己烂肚子里就好 也别再见了 我才懒得再见到你 哼 说完打开窗户 一跃而下 赵安没管那么多 想来以林婉孝的身手 或者有什么道具之类的 不过这都与他无关 只见他急忙拿起床头的手机 拨通爱情柔的电话 急促地说道 什么都别说 赶紧起床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缅甸 这尼玛 军事暴动啊 到时候枪林弹雨的 就凭赵安这小身板 哪怕是二十倍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也扛不住别人枪子多啊 所以 还是先走为妙 星号星号 爱情柔朦胧中接起电话 幽怨地问道 什么是这么急的啊 不知道睡眠是美容的天敌吗 大姐 能不急吗 都踏马地火烧没毛了 赵安急匆匆地道 快起来 叫上艾米 我去车上等你们 没时间解释了 先上车再说 和爱情柔睡一张床的艾米被咬醒 也是怨气横生道 这大半夜的回什么国 明天一早 再走也不迟的 我看这个赵安 就是恃宠而骄 都学会大半夜的折腾人了 突然敲门声响起 敲门的正式是本来打算去开车的赵安 他左思右想 实在是放心不下 还是决定亲自上门叫人 不然 以他对女孩子的刻板印象 起个床部磨蹭的半天 都对不起老天爷给他们安排的性别 爱情柔穿着宽松睡衣 打着哈欠开了门 赵安火急火燎地进门道 我说大小姐 别磨磨蹭蹭的了 赶紧穿上衣服跟我走 十万火急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啊 你怎么随随便便进女孩子的房间 听见赵安的声音 艾米尖叫一声 连忙用被子 掩住炸蟹的春光 说道 出去出去 你个偷窥变态狂 赵安哪里顾得上那么多 三步并两步走到床前 指着艾米喝道 谢你三分钟之内 给我起床穿好衣服 我在门外等你们 不是紧要的行李也不要了 别以为我在开玩笑 三分钟不到 当心我打你屁股 你 你混蛋 艾米抓起枕头 砸向往外走的赵安 赵安顿了一下道 性命攸关的事情 你可以尽管试试 然后出去关上了门 秦柔 你看他 这个赵安 他居然敢凶我 艾米眼角泛起泪花 气鼓鼓地对艾秦柔道 我就不起来 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艾秦柔叹了口气道 我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借机刁难 也许真的是有什么急事 这一路上 回头再听他的解释 如果解释不通 我们再说其他的 然后 看着无动于衷的艾米 气急道 哎呀 你别磨蹭了 当心他真的打你屁股 到时候 我可帮不了你 说着 艾秦柔自己带头 换上了衣服 艾米见形势不由人 又害怕赵安真的打他屁股 最后还是 不情不愿地 起来换起了衣服 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 针对赵安的坏话 虽然最后还是超过了三分钟 赵安却没有过多的责怪 因为确实不是责怪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在恒生之劫 再出什么变故就不好了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一切以撤退为第一要务 其他的先回国再说 赵安一言不发地 接过二人的行李 静止走向电梯 二人跟了进来 赵安直接按了负二层 也就是车库的楼层 艾米奇怪地问道 咱们是不是先去一楼退个房 赵安瞥了他眼道 真的没时间了 退个房还要多单个时间 到车上我再跟你们详细说 现在一切听我的 艾米气地鼓起了腮帮子 心里不停地付费着赵安 这混蛋 不让人睡觉不说 还让人连夜赶路 若不是看他人高马大的 打不过他 真想一拳打爆他的狗头 找到车子 把行李放后备箱 三人上了车 赵安坐在驾驶位上 发动了车子 松掉手杀挂好档 一脚由门踩到底 车子嗖的一声 冲出了地下车库 期间赵安一言不发 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前路 直到把车开出了 夜半十分 空旷寂静的曼得乐城 赵安才开口道 两位美女 我先给二位道歉 打扰了两位的清梦 但你们听完我的解释后 再来责备我不迟 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 事出有因 然而事实上 若是我们此事不走 恐怕之后就很难走掉了 事出什么事了吗 与气氛的艾米不同 爱情柔冷静地说道 我们再等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赵安沉音片刻 组织了一下语言 缓缓说道 我收到可靠消息 明天一早 缅甸军方将发动军事暴动 控制国会领导人和总统 并封锁边境 之后会对缅甸 施行全方位的军事管制 缅甸 要乱了 艾米先是一脸的震惊 然后又是不敢相信地问道 这么机密的消息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赵安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道 具体的消息来源 我不便透露 但是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消息是真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明早六点以前 穿过木解式的边境 回到国内 艾情柔也是不敢相信 毕竟这种事太突然了 他问道 你得到的消息中 有提到是缅甸的那个军阀势力吗 赵安想了吓道 应该是敏昂担任总司令的 缅甸国防军 艾情柔点了点头道 原来如此 如果真的是缅甸国防军的话 恐怕还真的有这个可能 艾米惊讶地看着他说道 你还真的相信这个家伙的胡说八道 我看他就想瞎编的 目的就是为了大半夜的 把我们框骗出来 然后绑架我们 或者把我们给卖给人贩子 赵安听了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哭笑不得道 大姐 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 还是狗血电视剧看多了 我好歹也是身家亿万的人 用得着费力 挣那点卖你的那点 万八千的钱吗 艾米怒道 什么 你说 本小姐才值个万八千 哼 就算是我不值钱 不是还有秦柔吗 秦柔 总可以值个 艾情柔打断他道 好了 艾米你少说几句 我相信赵先生说的话 如果真的得敏昂的话 或许真的有可能 得到了艾情柔的支持 赵安面上得意一笑 艾米气得抓耳挠腮 没想到连艾情柔也帮着赵安说话 艾情柔接着说道 去年攻盘拍卖的时候 正逢缅甸大选 当时落选的军方势力 就叫嚣着要夺权 没想到会是在这个时候发动 然后政策对艾米道 所以 赵先生的决定是对的 缅甸军阀混战 而曼德勒又是国防军的地盘 我们现在撤出缅甸 比发生军事暴动后再走 要明智得多 到时候兵荒马乱的 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会发生 艾米 你应该马上给赵先生道歉 艾米想象一下那种画面 不禁打了个哆嗦 最后还是嘟囔着嘴 对赵安说道 对不起吗 人家只是没睡好 不是有意要找你麻烦的 你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跟我这小女子 一般见识好不好 赵安也不是小气的人 便说道 我才没有时间跟你计较 我们现在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 而且这时还处在危机边缘 只有过了边检站 回到国内 才算安全 对了 昨天我交给你的钥匙戴上吗 艾米得意一笑道 那要是赵 你们这么说 缅甸真的不安全的话 我可就是有先见之明了 昨天下午 为了防止罗俊豪 这混蛋搞破坏 就联系了货车 装上原石 安排他们 连夜运回国内 这会儿 恐怕都过了边检站了 赵安空出一只手 给艾米竖了的大拇指道 算你厉害 虾猫也能碰到死耗子 艾米哼了一声 却没有再跟他计较 三人没有再说话 赵安沿途插下针眼 打起十二分的注意力 把车子开得飞快 就是要赶在六点前 开过边境 好在这一路上有惊无险 除了中途 加了次游之外 赵安开着车一路急行 终于在天亮之前 把车开过了 瑞丽和木解市的边检站 平安回到了国内 过了边境 花爱情柔开车 又是一路开回市区 住进了赵安之前 住过的玉井大酒店 赵安因为之前没有退房 依旧住回原来的房间 爱情柔 则是另外开了房间 就住在赵安对面 赶路累了一晚上的三人 总算是可以休息了 这次缅甸之行 算是圆满结束了 虽然最后狼狈奔逃 但是还是收获了超多的 翡翠质量很高的极品原石 这些可都是 大把大把的钞票啊 只要把这些原石 一一切开 就是大把的钞票入账 那这其中的些许困难挫折 又算到了什么呢 赵安是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的 连夜赶回国内 好不容易睡个安稳较容易吗 赵安恼怒地拿起电话准备 就是一阵队 一看来 店人瞬间就没脾气了 打来电话的 正是赵安的正牌女友 警戒之花李芷源 喂 宝贝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啊 赵安笑嘻嘻地问道 电话那头的李芷源 愤怒对着电话吼道 你这个混蛋 臭蛋 王八蛋 消失这么多天 电话也打不通 你到底死哪去了 这火气 够大的 看来老话说 年轻人有三把火 果然没错的 这才几天没灭火 就冒起三丈刀了 赵安连忙道歉道 别生气嘛 宝贝 我前几天有急事 去了趟缅甸 我还给你发了条短信 告知了去向 只不过我的手机 没有开通国际漫游 一直到昨天晚上 才连夜赶回来 刚休息了一小会 准备给你打电话 没想到你倒先打过来了 说明我们果然是 身无彩凤霜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谁跟你心有灵犀了 李芷源明显怒气未消道 这几天给你打电话 我是天天打 天天打 就是从来没打通过 赵安黑黑笑道 抱歉抱歉 确实是我的疏忽 我下次一定开通国际漫游 这样下次 你就能立刻联系上我了 你别生气嘛 最多我明天一早 就赶回来 别生气了 我可是给你准备了 大大惊喜哦 其实哪有什么惊喜 不过是拖延一下罢了 先把这波扛过去 剩下的还不简单 李芷源道 什么惊喜 别是惊吓就行了 对了 你爸爸妈妈也一起过来吗 赵安叹气道 哎 我好说歹说 他们就是不同意 跟我一起 搬去江城居住 还说什么人离乡见之类的 完全没办法沟通 所以我就顺便 去了汤瑞里 结果一个老板 非拉着我去考察缅甸的矿山 我推脱不过 只好一起同行 因为是临时起 所以当时 没有给你打电话 无意中把我的小宝贝给疏忽了 真是该死 哼 谁知道你是故意还是无意 李芷源警告道 董之 你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小心我收不住手 一拳打爆你的狗头 谁打爆谁还不一定呢 以赵安现在强化十倍的身体素质 在曼德勒 是一个暴打六个职业保镖 都是毫不费力 哪怕李芷源是自由搏击的全省冠军 搏击技巧比赵安要强上一些 但是赵安的力量 速度 耐力 防御力 甚至是恢复能力 都是普通人的十倍 一力详实会之下 恐怕十个李芷源 都不够现在的赵安打的 但是女孩子嘛 哪里是用来打的 疼还来不及呢 赵安连声硬道 是是是 我知道了 老婆大人 老婆大人还有指示吗 没有的话 能不能荣小的 先去洗刷洗刷 李芷源冷笑道 没事了 跪安吧 扎赵安实相地配合着 挂了电话准备洗漱 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开门一看 正是艾米 艾米拿着手机激动地说道 赵安赵安 你的消息真的是太灵了 今天一早 缅甸军方真的发动军事暴动 控制了总统和国会领导 宣布对缅甸进行军事管制 你看今日头条都报到了 幸好我们连夜赶回 要不然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赵安呵呵一声道 是你的后果不堪设想 估计没把你拐卖到黑莓矿的挖矿 你很失望对吧 艾米纠结着脸道 对不起了 人家昨晚上都给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 那你是活该 对面开门出来的爱情柔笑骂道 叫你以后还敢不敢 不分青红皂白的耍脾气了 赵先生是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计较 要是以后遇到个牙子必报的 还不把你往死里整 知道了 知道了 艾米委屈得都快哭了 眼泪汪汪地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对了 你们肚子饿不饿 我泡面给你们吃 这枚车硬开的话题转的 太尴尬了 星级酒店24小时供应的餐点不吃 谁有心情吃你的泡面 艾情柔与赵安对视一眼 相视而笑道 走吧赶紧的 去餐厅吃饭 吃完饭还有一堆原石 等着我们去解开呢 饭后三人驱车去了一个解食场 杰西卡和其他的人 早就在那等着了 艾情柔一下车 环顾一下四周 看着堆满场地的各种原石 以及磨刀霍霍的切割机器 心中感到十分满意 微笑地说道 开始吧 开工咯 工人师傅和上电闸 十几台机器轰然作响 早已极可难耐的宽大巨片 飞速转动 聚在石料上面 巨出的粉尘 被水冲刷变成泥浆 飞溅的到处都是 可是没人在意这些 那巨出的裂缝处 一抹抹的亮丽的绿色 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绿了 出绿了 一个工人师傅大声喊道 还是玻璃中的清脆绿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熟悉赵安的人 心里都默默念叨 机操 误溜 爱情柔也是见怪不怪了 悠闲地和赵安坐在 阴凉处的堂椅上 给赵安介绍着 她的闺蜜兼秘书们 高个子的是安琪 负责法务工作 短发的是珊珊 负责我的日常安排 胸大的是波比 负责信息收集和整理 赵安定睛一看 果然是又大又圆又白 波比羞愤地看了眼赵安道 看什么看 你这眼神 是不是还想摸一下 赵安尴尬地说道 改天吧 改天 波比扑向爱情柔道 你的也很大 你介绍自己的时候 怎么不说呢 爱情柔连忙躲过 嬉笑道 你别过来哦 你过来我可就真的摸了哦 波比一跺脚插着腰道 讨厌 不理你了 殊不知这个姿势 显得雄伟的风鸾 更加的挺拔了 不一会儿 就有工人抱了块 切割好的翡翠跑了过来 这是块高绿的玻璃种翡翠 爱情柔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水头不错 肉也挺好 杰西卡 你给估个好的市场价 然后打包吧 杰西卡拿出卡尺和电子秤 仔细称量之后 给这块毛皮标上号码 然后把编号数据和估值 记录在表格纸上 最后指挥工人们 用泡沫包好 放进一个货柜里 陆陆续续就有切好的 翡翠毛皮被搬过来 爱情柔只是最开始的时候看一看 到后来连看都不看了 因为这些原石 都是十分高的翡翠原石 那么开出来的翡翠 自然也是极品中的极品了 一而再 扎而衰 三而解 极品翡翠的颜色艳丽 晶莹剔透 水润心皮 不过看多了 还是会有些审美疲劳 所以爱情柔后来干脆不看了 统统交给杰西卡处理 赵安则是胸有成竹 这些原石 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 里面有什么质地 能值多少钱 早就一清二楚 哪里还用再看 而且 杰西卡的专业素养赵安 还是放心的 根本不用再看 而且对于翡翠玉石这些东西 在赵安眼里 还真没多么地看重 还不如真金白银来的痛快 他搞不懂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追捧 也有可能是炒作的缘故 但改开以来 这东西的价格就越来越高 具体原因就不好说了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无聊的几人 开始闲聊起来 聊着聊着就说到 当前缅甸的局势 波比笑眯眯地说到 缅甸国防军 接管了缅甸证据后 遭到了全世界 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民众的反对 接下来的缅甸 恐怕是要动荡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动荡的局势 势必会影响 翡翠的进出口贸易 我注意了一下 就从今天下午开始 瑞丽的翡翠玄石 都开始小幅上涨 而且预计未来几天 还会有继续上涨的趋势 涨幅也很强劲 艾米作为财务助理 敏锐地抓住这个信息的关键点 说道 也就是说 我们这笔翡翠开出来 足够称霸整个高端翡翠市场了 高端翡翠的库存 就将面临缺货的场面 而如果我们这次 开出的翡翠足够多 就能够接管整个市场 继而称霸整个高端翡翠预期的市场 秦柔旗下的门店 将会得到巨大的扩张 完成一年翻番的赌约 指日可待 好好操作一番的话 甚至是超越 都是有可能的 安琪接着说道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反制艾良叶母子 接管整个爱事 把他们母子赶出家门 这画面 想想都有些期待哦 爱秦柔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赵安则是心里无尽感慨 豪门恩怨 真是一出好戏啊 说归说 闹归闹 虽然爱秦柔很美很诱人 但是赵安也只是把她当作朋友 甚至只是合作伙伴来看待 毕竟她和李芷源 已经确定了关系 而且 李芷源这样的宝藏女孩 也是她赵安可遇不可求的 而且她在杨雅琴那里得到的教训 就是被人当备胎 脚踏几条船的惨痛经历 她可不想做那样的人 不然的话 她又跟杨雅琴那样的渣女 还有什么区别 渣男吗 赵安心里想着 我才不会当渣男 一点都不想 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多 这次从缅甸带回的翡翠原石 才全部切割 估价 打包 装车完毕 包括赵安从曼德勒买下的几百块原石 也一并切割出来 杰西卡向爱秦柔汇报道 艾总 所有的原石 全部切割完成 其中 高冰种翡翠406块 玻璃种翡翠73块 帝王绿翡翠8块 祖母绿翡翠3块 所有翡翠全部估值加起来 一共140亿6300万 这么多钱 哪怕是对半分的话 赵安也能分到70多亿人民币了 而且还有三块帝王绿翡翠 以及一块祖母绿翡翠 是需要单独计算的 这样 赵安能分到的钱 就更多了 饶氏赵安早有心理准备 听到这个数字 还是忍不住微微咄舌 艾秦柔接过杰西卡手里的表格清单 轻描淡写地瞟了一眼 然后递给赵安并说道 你看一下 数目对不对 赵安对清单没有意义 说道 艾总的人品 还有杰西卡美女的专业素养 我还是信得过的 艾秦柔微笑着说道 亲兄弟还没算账 我们之前没有签过合同 只是在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在法律上 是没有依据的 而且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就这么信得过我 赵安吃笑一声道 别人我不敢说 艾总是做大事的人 胸中自有秋鹤 我以前虽然一穷二白 没见过什么世面 但是做人的格局 还是拎得清的 艾秦柔呵呵一笑道 你也听到了 这批翡翠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会给我在接下来的争斗中 起到极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我能不能入主爱事 就靠它了 所以呢 所以吗 艾秦柔嬉戏一笑道 所以这批翡翠 就是我的定海神针 于情于理 关于你的报酬 我都不会少给你的 并且 由于你在这期间 出得起到的作用太大 出力太多 并且还在曼德勒 垫付了三千多万 我决定 把你的用金酬劳 提高到六成 并且 你从水里捞起来的翡翠 也会独立给你计算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都觉得 我是占你的便宜了 六成该是多少来账 赵安连连白手拒绝道 那不行 当初说好的对半分 那么现在 也应该对半分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你多付我钱 是想让我欠你的人情 我可不想涉足 你们的豪门恩怨 艾秦柔翻了翻白眼道 什么豪门恩怨啊 你是小白电视剧看多了 而且 谁让你在曼德勒 垫付的三千万呢 现在你的出资比例 比我都还高了 所以给你六成 并不是想施恩于你 是你应得的 真的 赵安将信将一道 真的 艾秦柔诚恳地说道 这其中 我赚得够多的了 而且 这批翡翠加工出来 在我们的操作下 价格还要翻上好几番 你算一下我能赚多少 我都替你亏得慌 确实也是这样 这一趟下来 艾秦柔的花费 也就不到两千万 收获的翡翠中 价值最大的几块原石 还是赵安到乌入河里 捞出来的 一分钱没花 而赵安在曼德勒 买下的原石的时候 艾秦柔他们 被罗俊豪堵在酒店里 所以 货款还是赵安垫付的 算下来 他还是吃亏的 但是账也不能单纯地这么算 艾秦柔也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物力 还有人脉关系 因此 分给赵安六成的话 还算合理 而且 这批翡翠总估值 是140亿以上 就算赵安分去六成 艾秦柔还能赚50多个亿 更别说加工成成品 所赚取的高额利润了 赵安想了想 觉得艾秦柔说的有道理 便说道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 艾秦柔善善一笑道 原则 咱们就说到这里 但是我还是有个 不情之请要告诉你 赵安笑道 咱们好歹 也算出生入死的交情了 有话 你直说就是 别显得那么矫情 艾秦柔气馁道 这批翡翠 我们今晚上就要连夜运走 但是我们的流动资金 不够全额支付给你 85亿人民币 我们只能预先付给你零头 赵安咒没问道 5亿 艾秦柔盲道 5亿哪够 是15亿 我们接下来还要办会展 开分店 升级旗舰店之类的 所以目前 我们最多只能 支付给你15个亿 剩下的70亿 我们会在预售之后 慢慢打给你 这期间 我们会给你计算利息 你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说着还双手合十 做着拜托拜托的样子 其实还有个缘由 艾秦柔没说 由于缅甸的政局动荡 势必会影响到翡翠的价格 估价靠的是 和往年的价格来对比的 因此 跟实际的卖价 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赵安道 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做生意 资金都是滚动的 上下游之间 有个付款账期 是很正常的事 那么大的资金交易 全都像买菜一样 当面付清 那生意估计也做不大 于是赵安便笑道 可以啊 艾秦柔眼神瞬间亮起喜悦 急动道 真的吗 这么多钱 你真的放心 让我欠着你 赵安呵呵笑道 十五亿够多的了 你一下子 给我这么多钱 我都还不知道该怎么花 说真的 有机会的话 你该带我去见识一下 上流社会 感受一下 纸醉精迷的奢迷生活 看看到底是寂寞 还是颓废 艾秦柔眼睛迷成一道弯月 笑道 那正好 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大概下个月 就会在深城举办 帝王绿翡翠超级展会 具体时间 我会再通知你 到时候 我再带你感受 深城被称为魔都的绝世风采 一言为定 艾秦柔也开心地说道 一言为定 到时候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你可不要失约哦 赵安笑道 放心吧 到时 我把我的朋友一起带上 接着 艾秦柔吩咐爱迷给赵安转钱 安琪给赵安写上一张欠款的字句 艾秦柔签上自己秀气的名字 盖上手印 赵安脑海中想起机械女生 获得好运值十五亿 好运值加十五亿 你的真言累积好运值达到十六亿 满足升级条件 请在合适的十级选择主动升级 果然 超过十亿好运值 真实之眼就够升到七级了 而且 七级同样也是需要手动升级的 只是不知道这次升级会增加哪些功能 想想六级给自己带来的强大变化 这次升级应该会更强 更变态 赵安心里对这次升级 隐约有些期待了 势必 一行人上了车 艾秦柔开车送赵安回了酒店 临别之际 艾秦柔眼神复杂地看着赵安说道 谢谢 赵安笑道 谢什么 你今天说的谢谢够多的了 再谢的话 我会不好意思的 艾秦柔轻声说道 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 谢谢你 陪我赌上命运的这一战 而且 万一我输了 你的七十亿可能血本无归 到时候 我可能也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就没办法偿还你的欠款了 要是实在还不了 你还可以肉肠吧 赵安想了想 说道 七十亿虽然很多 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但正因为没有见过 所以也不会太心疼 我相信你 依你的能力和手腕 肯定能赢的 实在不行 还有我呢 艾秦柔这下真的被赵安感动到了 这段时间以来 父亲瘫倒在床 后母咄咄相逼 弟弟争夺家财 豪门大哨谋财谋色 一直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直到今天 才看到一丝反败为胜的希望 只见他轻柔地走进前来 点起脚尖 绝美的脸庞慢慢地靠近赵安 跟赵安轻轻地拥抱了一下道 谢谢你 赵安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 也不会让你的钱打水漂的 再见 赵安嗅着空气中残留的美妙香气 呆呆地看着艾秦柔开车离开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对着远去的车子吼道 加油 别把我的钱坑了 可惜远去的艾秦柔听不到了 赵安回到房间 摊开左手的手心 虚幻般光芒流转的真眼 嵌在手心里 不同的是 现在的真眼 多了一个可升级的选项 还有对这次升级的介绍 升级之后的真眼 将为宿主在现在基础上 提升一倍的整体身体素质 新增主动技能 治疗术 清晰术 虚弱术 终于有主动技能了 赵安仰天长笑 右手点击升级选项 顿时一阵电流 从左手传来 瞬间蔓延了赵安全身 接着是灼热般的剧痛 遍及全身各处 尤其是脑袋 作为神经中枢 更是痛不欲生的感觉 这回赵安有经验的两眼一黑 昏倒在地 即使是昏倒在地 左手心的真实之眼 依旧不断地向赵安 输送着改造能量 使得赵安没有知觉的身体 依旧如同触电般抽搐 而这个过程 持续了整整十个小时 十小时后 升级完成 赵安悠悠行转 当思维接管身体后 感觉全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一个打挺站了起来 发现身体轻盈了不少 而且已经洗毛发水过一次 这次排出的杂质和毒素 并不算多 但是早还是要洗的 脱掉衣服走进洗手间 一边冲水 一边查看升级后的真眼 真实之眼七级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万公里内 不止八个 可以探查方圆十公里 含地下一千米的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可以让你 看到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实之眼不会 被任何事物看到和探查到 真实之眼 可以对宿主需要的 重点目标进行标记 真实之眼 为宿主提供 二十倍强化的身体素质 新增 治疗术 清晰术 虚弱术 去收集你的好运 来升级你的真实之眼吧 下面是三个技能的具体介绍 治疗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治疗术 恢复它的生命力 每天可以施展一次 清晰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清晰术 恢复它的精神力 每天可以施展一次 虚弱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虚弱术 降低它的生命力 每天可以施展一次 感觉像是现实版的召唤师技能 要是有传送 闪现 重生 就更好了 要不要试试呢 赵安插下真眼 对自己施展治疗术 赵安顿时觉得一阵清凉 从头一直蔓延到脚底 其他倒没什么感觉 再对自己施展清晰术 顿时觉得精神一阵 精神十分亢奋 效果不错 至于虚弱 就不对自己放了 还是留给那些需要他的人吧 呵呵 冲完凉 穿好衣服 赵安去了趟餐厅 美美地饱餐一顿 顺便打个电话给魏祥 让他到酒店来找自己 虽然真眼的功能日益强大 赵安的身体素质 也远超常人 但是做事总不能 全部亲力亲为吧 一个好汉三个帮 人家爱情柔 还带五个秘书呢 自己也该培养一个 上好的工具人 使欢使欢了 于是 赵安收拾收拾行李 去酒店大堂 把房给退了 不多时魏祥就到了 还带着一个 三十来岁的魁梧男子 赵安在酒店的大堂 见了他 魏祥上来就笑嘻嘻地介绍道 老板 这是我表哥 陆军特种兵退伍 我带过来是想看看老板 能不能给他的机会 让他可以给老板笑嘞 赵安指了只酒店大堂的沙发道 坐下说 魏祥表哥坐下说道 老板你好 我叫王兵 请多关照 赵安但笑道 不用太客气 你是魏祥的表哥 多少我也会给些面子 听他说 你是陆军退伍 多少年兵退伍啊 华夏的军制 士兵是按年限服役的 所以很多士兵退伍 都会被问几年兵这样子 军官则是按照职务和军衔来判断 比如上位 大校之类的 王兵道 我是十二年兵退伍 退役时的军衔是上市 魏祥善笑着说道 老板 是这样 我这表哥退伍时 部队也给发了几十万的安置金 可是刚一退伍 我那表嫂就死活都要离婚 要知道在军人现役期间 南方无过错 是不能离婚的 这不刚一赶上退伍 那娘妈就天天闹天天闹 我表哥无奈之下 选择了同意 而且为了孩子 最后还选择自己净身出户 把自己他退伍费 还有这些年攒下的薪水 全给了他们母女 赵安有些感慨地说道 是条汉子 有情有义 不卑不亢 这样 你会开车吗 王斌说道 会的 驾驶是特种兵必须的技能 我有十年的驾龄了 哦 原来是老司机了 赵安点头笑道 行 这样 暂时先委屈你 当我的司机兼任保镖 待遇方便暂时 先给你二十万的安家费 方便安置家里的老人 够吗 王斌忙不迭地点头道 够了够了 谢谢老板 赵安摆摆手道 没事 你又有工作 老婆又离了婚 家里的老人总得给你安置好 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应该做的 至于薪水方面 每个月给你三万 表现好的话 可以给你涨到五万 到年底的话 会有年终奖金 这个奖金五十万打底 不封顶 所以一百万以上 也不是不可能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简直太可以了 要知道 就是一般县城的县长 也就拿这么多薪水 更别说五十万以上的年终奖了 王斌张大了嘴巴 惊诧道 老板 你确定给三万的月薪 还给五十万的年终奖 赵安笑道 三万月薪只是暂时 以后还会再涨 至于年终奖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不过 我可以先给你交个底 五十万 人民币 只多不少 王斌激动地站起来 朝赵安深深地拘了一个 功诚恳地说道 谢谢老板 老板以后 我就跟你混了 赵安笑道 什么叫混 我又不是黑社会 你做的是正经工作 拿钱办事是天经地义 皇帝还不拆恶兵不是吗 王斌脸色微红道 是 老板 以后我就为你工作了 有什么困难的 麻烦的不好处理的 请交给我 好 赵安看见卫祥吸气的眼神 哈哈一笑 拍着他肩膀说道 你也一样 愿意跟我做事的话 待遇跟王斌一样 二十万安加费 月薪三万 年终奖五十万起步 你看你能接受吗 能能能 简直太能了 卫祥也是激动地说道 老板 我做什么工作呢 要知道 像卫祥以前做那种 走单帮的前客生意 一个月也就能挣个两三千块 了不起 也就五六千顶天了 也会有好几天不进账的情况 赵安给他开三万一个月 卫祥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何况赵安的本事和实力 卫祥是亲眼见识过的 跟着这样的老板 哪怕是只是混口汤喝 都是很好的 赵安想了想 说道 具体的工作暂时没有 你就先做我的助理吧 走 我们先去趟银行 三人走向地下车库 卫祥推着赵安的行李 赵安按了下手里的钥匙 凯雷德的后备箱自动打开 卫祥把行李放了进去 赵安把钥匙递给王斌道 这车会开吗 看着眼前的凯雷德 霸气硬朗的车身 王斌默默地点头道 没问题老板 那就交给你了 赵安说完 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 其余二人也上了车 驱车前往附近的银行 到了银行 赵安走到柜台前 在柜台取了五十万 拿两个黑袋子 分别装上二十万 交给王斌二人说道 二十万安家费 你们现在拿回家里 把家里的事情给安排好 我们今天就要离开瑞丽 卫翔和王斌接过钱 连声说着 谢谢老板 赵安笑道 我还要在银行办点业务 你们就开我的车回去吧 一个小时后来 这里接我 没问题吧 卫翔产笑道 我们家就在城边上 来回一趟 那里还用的这一个小时 最多半个小时搞定 去吧 看着二人离去 赵安又回到柜台申请办理 VIP业务 他一直羡慕爱米他们 有能大额转账的银行卡 普通卡转账是有上限的 所以这次赵安顺便 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权限给升级一下 免得需要转账的时候 被告知权限不够 那多尴尬 至于把钱和车 交给卫翔他们开回去 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 他跑路 真眼心增加的虚弱数 还没找到对象施展呢 万一卫翔真敢背叛 正好可以试验 试验虚弱数的效果 银行经理给赵安升级了权限 银行卡也升级为至尊黑卡 赵安顺便申请了一张附属卡 准备回去交给李纸园使用 男人挣钱给老婆花 那是应有的责任 另外 赵安又用自己身份证 重新开了张卡 存了一千万进去 这张卡是准备给他父母用的 二老辛苦一辈子 也该是儿子挣钱养老的时候了 另一边的王斌和卫翔 开着凯雷德 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王斌终于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老表 这个老板到底是做什么的 开这么好的车 出手还这么大方 不会是卖粉的吧 卫翔哈哈大笑道 什么他妈的卖粉 我说你真是想太多 咱老板还用卖粉 我跟你讲 赵老板做的买卖 比卖粉挣钱多了 上次我跟着他混了一天 就见他挣了三千多万 就连我上次拿回家的二十万 还是对方老板打赏的 那到底是做什么生意呢 王斌道 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干 赌石 赌石你懂吗 卫翔一脸得意地说道 赵老板可是赌石的高手 不 仅仅是高手已经不足形容他了 应该说是赌石之神才对 他点出的翡翠原石 几乎每一块都能开出极品的翡翠 每一块都价值几十上百万 买主们还争相购买 那抢着给钱的场面 永生难忘啊 说着 扭头看着王斌笑道 就这 你说何不合法 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王斌再无意义 心中对给赵安工作充满了期待 想想卫翔 以前也就是个小混混 在翡翠市场摸爬滚打的 一个月也就混个两三千块 可是自打认赦安 先是一天就挣了一万多 第二天又得到了二十万的打赏 今天老板二话不说 先给了二十万的安家费 那还用说什么 好好干吧 怎么地也要对得起赵安给的工钱啊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 卫翔和王斌便安顿好家里的事务 如约来到银行街上赵安 赵安需要的业务也已经办完 上了车 给王斌报了个地名 就放下副驾的座椅 闭目养神起来 实际上 以赵安现在的经历 哪还需要闭目养神 只不过 现在有了工具人司机 自己可以坐在副驾的感觉 特别棒棒了 不得不说 老司机了 车速稳得一匹 目的地是赵安父母所在的县城 赵安这次回乡之行 原本就是想把父母接去江城 但是二老死活不同意 这才有了这次锐利之行 没想到在真眼的强大功能下 这一趟下来 身家超过了十位数 身体素质也强化了二十倍 头不昏了 眼不花了 一晚上开车七八次都不会费劲了 这次回家 赵安也是打算给父母留一笔钱 就要动身前往江城 既然父母不愿同行 赵安也不会勉强 强扭的瓜虽然解渴 但终究不甜 凯雷德开到赵安家楼下 赵安带着二人下了车道 我老家就在这里了 你们在车上稍等一会 我去看望一下我的父母 赵安上了楼 到了自家门口 在门上敲了几下 谁知没人应 家里没人 赵安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他母亲陆秀芬 接通之后 赵安问道 妈 我回来了 家里怎么没人啊 我爸呢 电话那头的陆秀芬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话的声音 有些沙哑低沉 你等会儿啊 赵安也听出了不对劲 赵母是个开朗乐观的人 这不是她说话的风格 她便问道 妈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陆秀芬支支吾吾说道 没 没事 好好的能有啥事 你要有事你先去忙 要不然就去别的地方玩话 我和你爸要下班了才回来 赵安搞不懂了 他妈妈的话里的意思 明显是想把他支走的意思 这就有些蹊跷了 于是他默不作声 直接插下针眼 在十公里范围内 搜索陆秀芬 视野立马转到赵安妈妈陆秀芬那里 只见陆秀芬正坐在 一张病床前给她打电话 在病床上 一个头上身上到处都缠着纱布的人 正是赵安的父亲 赵大成 父亲受伤了 赵安心中一震 质问陆秀芬道 妈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在哪里 陆秀芬道 问那么多做什么 我还有事先挂了 嘟嘟嘟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赵安看着真眼视野里 陆秀芬愁容满面的样子 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陆秀芬不说 显然是不想给赵安添麻烦 赵安阴沉着脸下了楼 坐上凯雷德的副驾驶 指挥着王斌开车 直接往医院赶 到了医院住院部 赵安脸色阴沉地下了车 王斌二人见识不对 赶紧跟上 上了二楼 进入赵安父亲赵大成所在的病房 和赵安睁眼 视野里看到的一样 赵大成身上缠满了纱布 挂着点滴 母亲陆秀芬愁容满面地陪护着 见赵安进来 问道 妈 这是怎么回事 爸住院了 你为什么要瞒我 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 陆秀芬眼瞼低垂着 强笑着说道 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没事 你爸也就是骑车摔着了 医生说了 住院休养几天就好了 没什么大碍 你放心就是 赵安看着病床上 闭眼躺着的父亲 呼吸平稳 看着倒是没什么大碍 可是这伤 赵安看向陆秀芬道 我爸身上这伤 可不像摔着的 妈你跟我说实话 我爸他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陆秀芬急忙言之凿凿地说道 你这孩子 妈还能骗你不成 你爸就是自己骑车摔伤的 妈 你在害怕什么 赵安又气又郁闷地说道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又怎么了 摔伤也就一块两块的伤痕 爸身上这伤一团一团的 明摆着是被人打的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陆秀芬不安地站起来 拉着赵安的手道 你爸的伤没什么大碍 住几天院就好了 儿啊 听妈的劝 你就别盘断问底的了 真没事 忍忍就过去了 这么看来是真有事了 赵安压着心里的怒火 勉强地笑道 妈你是知道的 我也不是冲动的人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爸是什么人打的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陆秀芬叹了口气 把事情的经过跟赵安娓娓道来 原来赵安家所在的老旧小区 面临棚户改造 需要被迫拆迁 本来拆迁也是好事 前提是价钱能谈得拢 可这个小区的问题 就在于价钱谈不拢 负责这个拆迁的 是一个叫姚雪松的人 从前就是个混社会的 敲诈勒索 偷鸡摸狗 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后来不知道哪天 听人说做挖掘机行业能挣钱 就买了台二手挖机接活干 这几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县里的人们建设需求也不断增多 什么秀香村落啊 农家宅基地啊 甚至还有千坟的都有 倒是让这个姚雪松的活越来越多 生意做的也是越来越大 挖机也是一台一台的买 还一台比一台大 近年来还组建了 一个搞建筑建设工程的公司 专门接一些大的工程 这不赶上县里的棚户改造 姚雪松凭借关系 也是顺利地把这活接了下来 可是赵安父母所在的小区 出了个钉子户 也是姓赵 论辈分赵安环的叫声二叔 这个二叔狮子大开口 想要多分房 多分钱 导致价钱一直谈不拢 姚雪松的工程也一直没法动工 垫付的资金没办法及时回笼 于是这个姚雪松 就派了几个手底下 专干脏活的二杆子 准备把这个二叔收拾一顿 却不想这群混蛋 来的时候正好 碰到出门的赵大成 一问姓赵 二话不说 劈头盖脸地对着赵大成 就是一顿打 打完还撂下狠话道 再不签拆签同意书 灭你全家 殊不知赵安家的同意书 是早就已经签了字了的 这伙人就是打错人了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赵安与其平静地问陆秀芬道 那你们报警了吗 陆秀芬担忧着说 没有 其实也没有多大事 你就别管了 赵安没理会 接着问道 他们打错人 来道过歉 付过医药费了吗 陆秀芬也有些气愤道 这群混蛋 怎妖可能会来道歉 就更别说医药费了 你爸的医药费 还是用你上次 你留得下前付的 入院就先交了一万块 到现在都在这里住了两天了 今天才稍微稳定点下来 赵安心里又是愤怒 又是郁闷 愤怒的是这群人 欺辱自己的父母 郁闷的是 自己刚学的治疗术 今天早上试验用过了 要不然 也可以给赵大成治疗一下 也好减轻他的痛苦 赵安压下心头的怒火 平静地对陆秀芬道 那这样吧 妈 你先陪护着老爸 我出去买点东西 俗话说 只子莫若母 陆秀芬见赵安说的平淡 却马上拉着他的手说道 儿子 算了 不要计较那么多 不要跟他们斗 斗不过的 赵安眯眼笑道 妈 我就是下去买点东西 一会儿就回来 跟谁斗啊 陆秀芬还是不放心道 听妈的劝 你爸就是点皮外伤 养几天就好了 就当是放假休息了 别去再生事端了 赵安笑道 知道知道 你想吃点啥 我去给你买 在陆秀芬将信将疑的目光中 赵安退出了病房 王斌和卫祥 也在后边一步一驱地跟着 站在医院门口 赵安脸色阴沉如水 背对着王斌淡淡地问道 打架没问题吧 王斌对这事也了解了大概 开口道 打十个问题不大 赵安看向卫祥 卫祥被赵安满含杀意的眼神 吓得后退一步 信信地说道 我 我只能打一个 赵安眯起了眼道 行 那你负责开车 说完赵安插下针眼 搜索姚雪松 指挥卫祥负责开车 自己和王斌坐在后排 直接冲着姚雪松的公司而去 这个姚雪松 简直仗势欺人 无缘无故打了他爸不说 打错了人 现在连个道歉都没有 他的父母 为人一向老实本分 从来都是小心谨慎地 不去招惹任何是非 现在却因为对方一个认错人 被打到住进医院的地步 这是赵安绝对不能忍的 换到谁的身上 估计都不能忍 是人都有三分火气 更别说匹夫一怒 血溅五步 赵安心里狠狠地咒骂着 姓姚的 你给我等着 凯雷德稳稳地停在 姚雪松的公司门口 说是公司 其实就是 开在城郊的一个办事点 门口还摆着几台挖掘机 挖机的蝉斗高高举起 张牙舞爪的 很有气势 若是有人需要做点什么工程 过来谈好业务 就有拖车过来 把挖机拖过去 完事了 再把挖机拖回来 赵安进门就问 我手里 有个大工程要干 你们老板呢 一个挺着个大肚懒的 中年男子说道 我就是老板 你多大的工程要干 地点在哪 你就是姚雪松 其实赵安早通过针眼 得知他的身份 赵安瞅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工程嘛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是这样 我想挖个生机 这活你们接吗 生机就是生坟的意思 就是活着的人 提前给自己修好的坟墓 有祈福 毕凶 以备不时之虚的作用 姚雪松吃笑一声 还以为多大的活呢 那挖掘机不得十分钟 就给你挖好了 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他还是淡定地说道 挖在哪里 活少的话 来回拖车费 得给你算上哦 赵安找了张椅子 一屁股坐下 翘起二郎腿 拒要地说道 钱不是问题 哥们有的是钱 前提是你得把活干好 老子不差钱 不差钱就好 姚雪松哈哈一笑道 这你放心 我们的工人师傅 都是兰祥绩效毕业的 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 挖个生机 完全没有问题的 赵安笑了笑 说道 我其实倒不在乎 挖成啥样 跟我的关系也不大 我也是给一个客户定的 所以就怕 有个万一 万一用户看了不满意 不高兴 你可得给我打包票 姚雪松笑道 你放一万的心 不就是一个生机吗 我保证那给你挖好 不管是谁用 我包他满意 行了吧 赵安点头道 姚老板打了包票 我就放心了 姚雪松呵呵笑道 那具体是挖到哪里吗 赵安撇了撇嘴 意味深长地看着姚雪松道 这就得看姚老板的意思了 你想挖在哪 修多大都可以 我出钱 姚雪松瞬间明白过来 这赵安是来找茬的了 脸色瞬间一变 立声道 你他妈的 是跑这里找死来的吧 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活腻歪了吗 然后对着楼上怒吼一声道 老三 有人闹事 把兄弟们叫下来 话音刚落 刚才还站在门口的王兵 一个箭步冲了上来 擒住姚雪松的手 一个反箭 一脚间踢在他的腿弯处 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姚雪松吃痛不过 在王兵的压制下 半跪在地上 这时 楼上迅速下来十来号人 见姚雪松被擒住 一边怒骂着 一边把赵安二人团团围住 纷纷吼道 放开我大哥 妈的找死 敢在这里动手 不想活了吗 还有人见状 去外边工具箱里 取了扳手管钱之类的 拿手里以撞声势 姚雪松见他的小弟下来了 恨声说道 我不知道跟二位有什么过节 但是你们先放开我 不然 你们休想走出这个门 赵安脸上 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嚣张地拿手指着这群人 冷冰冰地说道 我叫赵安 你们昨天在草市巷殴打的人 是我爹赵大成 而你们本来要打的人 叫赵小刚 他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们家的拆签同意书 都已经签了 你们踏马的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 现在 我父亲躺在医院里 你们打错人 连欠都不去到一个 我这个做儿子的 只好亲自找上门了 就是想听听 你们有什么说法没有 要是真没有 我会自取 姚雪松冷声道 打错就打错了 还想找我要医药废不成 云县这个地方 只要没打死 我都摆得平 赵安冷笑道 知道你姚老板本事大 背景深厚 但是走江湖 咱们就讲江湖规矩 姚雪松一类一声道 怎么 兄弟也是道上混的 我姚雪松在这一带 也是叫的上号的人物 你先放开我 咱们再说道说道 有道是横得怕冷的 冷的怕不要命的 姚雪松混社会这么多年 也不是一味的打打杀杀 见赵安二人镇定自若 恐怕还真是有来头的 所以还是问清楚的好 免得真惹了什么过江龙 做地虎 就不好收拾了 可赵安哪有什么社会背景 纯粹是对自身武力值的自信 这十来个人 还不够他一人打的 赵安淡淡一笑道 你也不用打听 我就给你一个方案 你把昨天动手打我爸的人 都给叫到这里来 或者你有多少小弟 也可以叫来 我一人全给挑了 你们把我打死打伤都没关系 说着 赵安伸手捏住姚雪松的下巴 杀气腾腾地盯着他道 可是如果我侥幸赢了 就麻烦姚老板去医院 娶给我无辜的父亲 磕个头道个歉 可好 姚雪松心想 我这里十来号人 在叫个二三十个街上的混子 你就算再能打 还能打得过四五十人吗 如果真能打得过 这样的过江龙 我老姚 任灾又何妨 于是姚雪松冷笑道 兄弟既然华夏到来 我姚雪松接下便是 赵安示意王兵放手 但笑道 给你二十分钟叫人 时间一到 咱就开打 老三 打电话叫人 姚雪松甩了甩被王兵 按得酸痛的肩膀 沉声下令道 接着在场的十多人 就把门口堵住 生怕赵安跑了 赵安却盯着姚雪松 只要他不跑 赵安就不动 还一边给王兵说道 一会你看着就行 不用动手 你就给我看着姚雪松 只要他敢跑 你就给我抓回来 其余的交给我就行 王兵担忧着说道 要不还是我来吧 哪怕豁出这条命 我也要护你的周全 赵安白白手道 不用 你看着就行 千金之子不垂堂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而且你也知道 没有把握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我若不敌 你再出手不迟 时间刚过了二十分钟 陆陆续续 又有人开车赶到 赵安斜着眼交道 姚老板 昨天打我父亲的人 都在现场吧 姚雪松陈生说道 都在这儿 赵安轻挑地说道 都往前站一站 我看看 都是些什么杂种玩意儿 几个面色不善的男子 挤到了人群前面 其中一个八脸男子叫嚣道 小子 别这么得意 一会儿你就知道 什么叫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赵安摸出手机 看了下时间 然后丢给王兵保管 接着他好争以侠地脱掉外套道 时间到 我们可以开始了哦 话音刚落 打手们冲向赵安 赵安身形一动 迅捷地抬起一脚 踹在八脸男子的脸上 这一脚踹的八脸男子耳边 如同红中大驴作响 脑袋想被铁锤撞击一样猛烈 半边脸像是木了一样没了知觉 半边牙齿也随之松动了一些 一边惨叫 一边还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赵安一击挤走 回身又是一脚 把另一个 对混混踹翻在地 这几人都是 对他父亲动手的人 赵安下手也没顾忌 一拳一脚下去 没有一人能逃过骨骼断裂的后果 然后又拉过一个 啪啪啪地在他脸上甩了几巴掌 这几个动作快到不可思议 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得受伤不起 赵安的动作不停 侧身躲过一根钢管的顺劈 一拳打在来人的下巴上 顿时牙齿 混着血沫横飞 另一手躲过钢管扔到一旁 再在这人脸上 连续扇上几个巴掌 最后一脚踹开 接着 赵安像是后脑勺掌眼睛似的 单手向后一抓 擒住一只席向自己的拳头 往前用力一拉 肩膀往他叶窝一顶 这人便反重力一般地飞了起来 赵安还不放过他 一手抓住脖子 一手抓住裤带 把他给举着 再双手奋力往前一扔 这人便惨叫着 被砸进人群里 又砸倒了好几个魔拳擦手的打手 这群人也被打出了凶性 拿起各式武器 呼喊着冲向赵安 赵安凛然不惧 来一个踹倒一个 来两个踹倒一双 要是四五个一起 赵安就猛地跃起 一个回旋踢 全给踢翻 饶是四五十个混子打手 面对二十倍强化后 非人般的赵安 也是只有挨打的份 动作没有赵安快 力量也是远远不及 攻击还没挨着赵安 脸上却先被扇上一巴掌 手拿工具当武器的 也会被赵安夺过去扔到一边 不一会儿功夫 这群混子就 全部被赵安 或拳或掌或肘或脚打倒在地 一个个躺在地上哀嚎不止 姚雪松看着赵安大发神威 先是有些惊讶 然后是震惊 最后看着一地狼狈打滚的小弟 那表情用呆若木鸡来形容刚刚好 等到赵安杀气腾腾的目光 看向他时 姚雪松才想起拔腿就跑 可是一直盯着他的王兵 早就按捺不住了 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抓住他的胳膊 反手一扭 这次用力猛了一些 直接把姚雪松的胳膊给拧断了 再次把他擒拿过来 赵安脸不红心不及地 再次坐在椅子上 知道知道 赵安完威地笑道 哦 该怎么做 姚雪松胀红着脸道 马上到医院 去给你父亲赔礼道歉 还有呢 还有就是 赔付医药费 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等等 姚雪松道 赵安一巴掌呼在他脸上道 我缺你那几个钱 我是说以后 即使脸肿得像个馒头 姚雪松还是懦懦地道 该赔还是要赔的 以后你父亲在云县 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拿我姚雪松试问 这十个人才 一下子抓住了关键的地方 赵安这样的过江龙 肯定不可能 天天盯着这样的小地方 可是得不到 姚雪松的保证又不行 姚雪松也清楚 今天要是不保证 赵安肯定也不会放过他 这样豪横的武力职 要弄死他 实在是太轻松了 赵安捡起地上衣服 却没有穿上 就这么往肩膀上一打 对姚雪松冷冷地说道 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所以 你的小命 就先在你这寄存着 哪天我父母要也什么插尺 你还是挖好生机 等着吧 说完招呼王兵一声 踩着地上哀嚎的混子们 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刚才斗殴的时候 赵安下手极有分寸 这群混混 至少也得住上十天半个月 才能出院 动手打他父亲的人 更是没有半年 别想下地 有人就会说了 那是你爹 被人打成那样 你不把人断手断脚地报复回去 简直不当人子 枉为人 窝囊 可是 赵安心中有甘称 虽然自己有点超凡能力 却也没有与全社会抗衡的实力 现在这个尺度刚刚好 既教训了对方 又发泄了自己的怒气 那些叫嚣着 要杀人诛心的 绕道吧 卫祥开着车 行驶在回去的路上 一边激动不已地说道 老板 我是万万没想到 你是这么的能打 原本我以为我老表这样 侦察兵特种兵出生的 就是武力之巅峰了 没想到 今天你大发神威 这群小混混就这么 三下五除二的 就被你放倒了 一边说 还兴奋地比划了几下 赵安美好气得道 开好你的车 激动啥 有啥好激动的 卫祥谄媚的一笑道 能不激动吗 跟看电影似的 老板 你以前是不是练过 像少林武当的那种 武功招式 散打套路 王冰也附和道 说真的 老板今天展现的身手 比我们很多的特种兵 都还要强得多了 我们的单兵能力 一般也就能对付 十来个普通人 厉害点的了不起 也就能打个十七八个 再多恐怕就不行了 赵安淡笑道 好了 没有那么玄乎 再能打也就是那么回事 个人的武力 同国家机器相比 完全没有可比性 上个星期我去缅甸 一听说要军事暴动 不也是灰溜溜地跑回来了 魏祥惊讶道 原来老板上次消失了几天 就是去缅甸了 对了 我们还是回医院吗 赵安想了想 说道 暂时就先不去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 撸串宵夜也行 他想的是 这会儿姚雪松 若是听话的话 应该去医院 给他父母道歉去了 万一一头撞上 他在陆秀芬那里不好解释 干脆就不去了 反正有针眼在哪里插着 有什么情况 自己也能及时赶过去 还不如找地方吃吃饭等着 万一姚老大不去道歉的话 哼哼 正好试试虚弱术的效果好不好使 赵安找了个路边烧烤摊 点上几十份烤串 开了两箱啤酒 同王兵和魏祥二人 对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好不惬意 果然姚雪松没有让赵安失望 没过多久 针眼视野里 赵安便发现他带着几个小弟 出现在赵大城的病房 又是果蓝 又是补品地拎着 赵安见效果很好 自己的目的也达到 默不作声地收回针眼 不再关注 继续撸他的船 不一挥陆秀芬的电话 打到赵安手机上 赵安看了下 按下了接通 陆秀芬开口道 儿子 你干了什么 刚才那个姚雪松肿着个脸 来病房看了你爸 又是赔礼道歉 又是送礼的 临走时还把医药费给付了 赵安故意不知道 哦 是吗 或许是他良心发现了 知道 是打错人了 所以才来道歉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正外面吃饭呢 您要吃点什么 我给你带回来 陆秀芬心里一万个不幸 但他也知道儿子的本事 在他眼里自己的儿子 也没那么大能耐 能让姚雪松 这样的低头蛇低头的 所以即使心里疑惑 还是说道 妈吃过了 你自己吃吧 你在外边要自己注意安全 知道吗 好好 知道了 赵安挂断电话 一边继续同王斌他们 天南海北的瞎聊 玩试了 给他们找个酒店先住下 自己没有家里的钥匙 也开了个房间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心中大定的赵安 就带着王斌和魏祥去了医院 而在天亮之前 赵安便在医院插下真实之眼 给他爸爸赵大成 来上一发治疗术 只见睡梦中的赵大成 身上的淤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有伤口的外伤 也快速地结痂脱落 只留一道淡淡的 泛红色的疤痕 赵安到的时候 赵大成已经开始下地活动了 老远就听见 他直嚷嚷道 我这不全都好了吗 能跑能跳的 伤口都看不着一个 怎么就不让我出院 一旁的陆秀芬脸上 不喜地劝道 老赵 你就听医生的 在住院观察两天 到时检查来看 没问题了 咱们再出院 赵大成道 不住了 再住下去 我人都要发霉了 出院 坚决出院 一旁的主治医生说道 反正如果你坚持 要出院的话 后续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会负责的 赵安进了门 笑道 那就按照我爸的意思 给他办理出院吧 然后客气地对医生道 谢谢你医生 这几天辛苦你了 反正到时 家里留一个真眼在哪 每天给赵大成 来一发治疗术就是 看这个样子 最多三天就能痊愈了 没事 应该的 主治医生说着 就在出院证明上签了字 赵安拿着证明 去收费处截了账 就领着父母出了医院 出了医院 坐在赵安的车上 陆秀芬用手 婆娑着凯雷德的手工 真皮座椅 感慨道 儿子 这就是你买的车 这椅子坐着真舒服 赵安搂着他的肩笑道 舒服是吧 落地要二百多万呢 这个牌子 还有个防弹车型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都喜欢的专用座驾 妈你喜欢的话 这辆车就放在家里 留给你们开 正好我们直接坐飞机去江城 还免得一路开回去 忍受路途的颠簸 陆秀芬听了很开心 但还是说道 我和你爸又不会开车 你留给我做什么 你还是开车去 有个车也方便一些 赵安笑道 妈没事的 我回去再买一个就是 而且 这个车现在只有零排 我也不想开过去 回头我再买辆就是 你和我爸也还年轻 完全可以去报个驾校考个证 而且 人家那些个六七十岁 都有去报名学车的 你这年纪去刚好合适 赵大成也附和道 考一个证其实也行 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个车 有个正在手里开车也方便 但我和你妈买个便宜的车开着就行 这车你 还是开走算了 赵安从包里 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 里面存了一千万进去 把卡递给陆秀芬说道 老妈 这张卡你收着 里面是一千万 密码是我的生日 这不家里快拆迁了吗 家里的两居室 估计也赔不了多少钱 我寻思着你俩 要是不愿跟我一起走的话 就拿这钱去买套好点 宽敞点的房子 以后住着也方便 陆秀芬吓了一跳 拿着银行卡 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脸色发烫的 对赵安说道 一千万 儿子 你哪来这么多钱 咱们家清清白白 本本分分 犯法的事可做不得呀 他也是紧张过度 主要是平时的生活太平淡了 一辈子清贫本分的过日子 也没机会见过这么多钱 这乍一下这么多钱 拿在手里 难免会觉得有些烫手 赵安呵呵笑道 妈你放宽心就是 我这钱来路 也是清清白白 违法乱记的事 我也不做的 咱们家现在发达了 应该好好享受 美好的生活才对 但是遵纪手法是前提 赵大成也说道 孩子给你的 你就收好便是 留着将来 给他娶媳妇用 这老一辈的传统思想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赵安郁闷地说道 爸 妈 你俩别这么小气行不行 有钱了该花就花 买房子该买就买 还得得买套大的 装修装饰也要选好的 就算是娶媳妇 你这小门小院的 不是平白让人 把你看清了不是 说着 还拍了做前排的 王冰和魏祥说道 我光是给这两人开工资 一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万 你二老拿着钱 就可禁用救世 千万别想着给我省 你省的那点钱 还不够我给别人 开工资发奖金的 魏祥也是个机灵的家伙 赶紧附和道 就是 叔叔阿姨 你们就安心拿着吧 赵总挣钱的本事 您二老就是一天花一千万 都花不完的 你们要是不花 那以后可就是 给将来的赵母娘花去了 赵安在他后脑勺轻拍一下 小妈道 你小子 静胡说八道 又转头对陆秀芬道 行了妈 这个事就这样说定了 钱你收好 想怎么花都可以 花完了 我哪里还多着呢 有钱不花 是旧社会的封建思想 是千万要不得的 那叫什么 叫守财奴 而且 车子我也给你们留下 到时 你们考好了 驾驶证就可以开了 要是不喜欢这车 也可以自己去买一辆 房子的话 你们看着买 以后什么时候想我了 就坐飞机来江城看我 我给你们订机票 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 陆秀芬这才放下忐忑的心 暗暗决定 房子要买就买大的 可不能以后 在未来亲家面前失了面子 而且现在有钱了 还怕担心找不到好媳妇 殊不知 赵安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顶好的儿媳妇人选 李芷源人 长得漂亮大方 身材身手都是超级棒 赵安把父母送回了家 又出去了一趟 去银行取了一百万 用一个提包装着 再次来到姚雪松的公司 这次姚雪松公司 几乎没什么人 估计都住院去了 赵安静止走进去 踢开办公室的门 见姚雪松正纱布包着半边脸 躺在一张小床上养伤呢 姚雪松见识赵安 这个武力爆表的杀神 蹭的一下从小床上跳下来 弱弱地道 赵 赵 赵先生 还有什么事 赵安轻蔑一笑道 你怕什么 只要你不惹我 我是不会再打你的 姚雪松应道 是是是 赵安把提包丢在地上说道 这里是一百万 是给你的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 以后帮我照看照看我的父母 别让人给欺负了 也不需要 你把他们当祖宗那样供着 只要你留个心眼注意着就可以 不会耽误你做你的生意 姚雪松在当地婚这么些年 也有个几百万的身家 但他还有那么多小弟要养 所以一百万对他来说 可不是个小数目 只是照看一下就给一百万 这生意简直要的 但姚雪松还是担忧道 一百万会不会太多了 您给个十万八万的意思下 小弟们买包烟抽就行 一百万就这么送给他 他还是知道这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赵安却明白他在担忧什么 笑道 你想太多了 我没有什么仇家 只要不要让那些无知萧萧 去打扰我父母平静的生活就行 其他的你不用管 我做的也是正当生意 一百万对我来说 也就那么回事 你做的好的话 再给你一百万也不是不可能 听懂了没有 懂了懂了 姚雪松连声应道 目的达成 赵安转身就走 维持着霸道高手的形象 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无非就是打一巴掌给克田走 赵安相信 这下子姚雪松会静心得多 自己也不常在老家待着 父母又骤然拿着自己给的一千万 难免会有萧小之徒 或者没脸皮的亲戚惦记 万一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 反而是给父母增加负担 虽然童谣雪松闹过一次不好的经历 但他也被赵安的武力彻底的征服 再加上有赵安给的一百万辛苦费 相信在赵安父母遇到难事的时候 有这样的地头蛇帮衬着 会比赵安鞭长莫及的情况 要好上许多 所以在赵安看来 这一百万花的绝对超值 能花钱解决的问题 全都不是问题 当天下午 赵安便坐上了回江城的飞机 带上王斌和卫祥 坐着头等舱宽大舒适的座椅 享受着国航空姐热心体贴的服务 心中感慨着有钱真好 未想象的土包子似的这摸摸 那摸摸的 对坐飞机这事感觉非常的新奇 而王斌则要淡定得多 因为他是坐过飞机的 只不过客机 比他跳伞用的运输机 坐着要舒适得多了 最终赵安还是把凯雷德留在了家里 所以一下飞机 赵安就想打个了个出租 去4S店买个车 江城作为国内的一线城市 估计除了全球限量五台 或者十台那种稀有车型 其他的豪华车大概也是有的 不过赵安对这边也不是很熟 毕竟之前他在江城的时候 资产级别还接触不到这些 所以找个熟悉这些的人 帮他带带路也是必要的 于是赵安坐在出租车上 就打了个电话给李秋水 想着这家伙在江城 好歹也是个小富二代 有他陪着去买个豪车 应该能轻松不少 而且自己也好久 没见这个豪兄弟了 就算不买车 也该找机会跟他叙叙旧 免得这家伙醉倒在温柔乡里 乐不思蜀 喂 兄弟 咋的啦 电话接通 李秋水的声音听着有些沉闷 赵安打去道 你咋的啦 没精打采的 是不是身体被掏空了 李秋水道 没有的是 你打电话找我有事吗 我今天恐怕不太方便 不方便啊 那算了 赵安道 前几天回了趟老家 今天刚回来 没别的意思 找你就是为了叙叙旧 咱们改天也行 好的 那就改天吧 李秋水说道 改天我请你吃饭 这时 李秋水电话那头 传来另一个中年男人的怒骂声 还踏马的请客 咱们家都破产了 银行的人一会儿就来清算 你还有钱请客吗 整天踏马的 什么狐朋狗友的 都往家里带 害了我们全家还不够 嘟嘟嘟 李秋水挂断了电话 赵安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思索着最后那个男生传出的信息 秋水家破产了 一会儿银行就要来清算 这是怎么回事 李秋水家是做代加工生意的 家里有一个代工工厂 规模还可以 在江城也是数一数二的 他爸爸叫李东 二十年前白手起家 做到了现在十几亿的规模 在赵安眼里 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李秋水电话里 最后那个中年男生 应该就是他爸李东了 赵安带着疑惑 吩咐司机转到前往李秋水家 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于情于李 赵安都该去看一下 能帮的话 他也不令出手帮忙 毕竟赵安的真心朋友很少 以前赵安落魄的时候 李秋水也没少接及他 大概半个小时 出租车停在一个别墅小区门口 这个私人小区出租车不让进 赵安他们只好下了车 不行进去 李秋水家住的 是一栋独栋别墅 好几年前就买下了 他们一家都住在这里 赵安之前也来过几次 所以倒也熟悉路径 赵安刚到 就被几个法警拦住 说里面正在清算 人人免禁 赵安多机灵 淡定地说道 我是银行请来的鉴定师 负责鉴定古董字画的 那你证件呢 法警问道 赵安恨恨笑道 我们这行靠的都是口碑 什么证件都是虚的 有实力比一万个证件都强 还要什么证件 法警吃不准 可又怕单个事儿 就给他放行了 一进门就听见 李秋水的怒吼声 不是私人物品可以保留吗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你们不可以查封 更别想拿去拍卖 李东对他吼道 都踏马地家破人亡了 你还惦记 你那些破鱼竿 整天钓鱼摸虾 也没见你钓出个名堂来 带个女人回来 还害得你倾家荡产 要不是你 我们家能破落到 如今这地步吗 另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 也笑眯眯地说道 就是 都什么时候了李秋水 你还惦记你那几根破鱼竿 还不如拿去拍卖了 也好减轻你们家的债务 李秋水怒气上涌 对着年轻男子 呸了一口道 韩世杰 你个狗日的 要不是你 带我参加什么富二代的聚会 我也不会认识 那个什么黄杰 我现在怀疑 这一切都是 你搞的鬼 你现在还在这说风凉话 老子弄死你 说着就要动手 却被刚进门的赵安拉住了 李秋水压然道 赵安 你怎么来了 赵安却问道 怎么回事 银行和法院的人来做什么 李秋水红着眼低头道 家里的公司破产了 欠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 法院来是查封家里的房子 欠了多少钱 李秋水哭丧着脸道 两亿三千万 这么多 他们家工厂十几亿的规模 手下员工也是好几千 而且运作一项良好 怎么会一下子欠这么多钱 一旁的韩世杰看着赵安 轻蔑的一笑道 吓傻了吧 你是哪里来的穷十三 你是李秋水以前的狗腿子吗 他们家现在一文不值 破产清算 没什么价值了 要不你还是来跟我混算了 别让他们把你连累了 李秋水愤怒的利吼道 韩世杰 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混账东西 这是我朋友 兄弟 不许你这么侮辱人 侮辱 韩世杰冷笑道 以前给你面子 叫你一声李哨 现在都踏马地破落了 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 就踏马地侮辱你了 赵安没理会这狗东西的嘲讽 而是看向法院的工作人员道 是不是只要把银行的欠款还了 你们就可以离开 这个工作人员说道 是的 根据规定 破产清算是为了偿还债务 债务了结 即算清算完成 赵安深吸一口气 朗声说道 他们家的债务 我帮他们还 什么 赵安的话惊呆了众人 李秋水更是惊呆了 心想赵安哪来这么多钱 韩世杰则是冷笑一声道 你帮他还 这可是两亿三千万人民币 不是越南盾 你个穷十三拿什么还 赵安再次无视这条疯狗 对法院的工作人员道 你们应该有清算专用的银行账户吧 你给我 我立马给你转账 法院的工作人员也有些惊讶 问道 这位先生 你确定 确定 随后工作人员打开手里的公文包 拿出一个文件夹翻了一下 指着一个号码对赵安道 就是这个 这是这次债务清算的专用账户 赵安摸出手机 啪啪啪地操作几下 两亿三千万 转账成功 给工作人员看了下道 你现在查一下 道账没有 工作人员拿出自己手机出去 打了一个电话 回来 则是满脸的轻松道 先生你好 我已经确认过了 两亿三千万 全额道账 我宣布 对李东法人的债务清算 圆满结束 李东先生现有的财产 可以全部保留 赵安过去 搂住李秋水的肩膀 轻蔑地看向韩诗节道 这条姓韩的狗东西 现在这里是私人地盘 你给老子滚出去 韩诗节本来是趾高气扬的 准备来奚落李秋水的 现在却被赵安一顿 猛如虎的操作震惊了 那可是两亿三千万 说还就还了 现在还被人像狗一样往外撵 他的心态一下子 从高空跌落在低谷 只见他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的 愤恨地说道 好 好的很 咱们走着瞧 说完 韩诗节骂骂咧咧地往外走 赵安却悄悄插下针眼 在韩诗节就要下台阶时 一发虚弱术施展在他身上 韩诗节顿时觉得手脚无力 头昏眼花 可是他一只脚都已经迈了出去 身体重心跟着往前倾 整个人立马砰的一声 摔倒在台阶上 然后又顺着台阶往下滚了几圈 一直滚到路边才停止 此时的韩诗节韩大少 在没有之前的气度 额头破了个洞 鲜血直流 口鼻也不停地往外冒血 半边脸肿的老高 整个人像是车祸现场一样 狼狈不堪 韩诗节用手捂住额头的伤口 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怨毒的目光盯着李秋水道 都怪你李秋水 老子跟你没完 可这些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这么多人亲眼看着 是他自己摔倒的 又没有人动他一分半嚎的 自己走路不长眼睛 怪谁来着 李秋水同赵安对视一眼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秋水一边笑 一边眼泪嗖嗖地往下掉 这段时间的压抑和阴霾一扫而空 原本殷实的家庭安宁又和谐 只因为他的意识不察 让人钻了空子 搞得现在差点家破人亡的境地 他心里的内疚和悔恨可想而知 这时韩诗杰还特地跑过来看笑话 落井下石 搞得李秋水心态崩溃 撸起袖子就想干他压的 还好赵安拉住了他 并出资给他解了围 虽然以前学生时代 赵安家境不好 李秋水也时常接济他 但跟现在赵安两个多亿的大手比比起来 又差得太多了 不过李秋水把这事记在心里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 赵安永远都是他最好的兄弟 而且这笔钱 他李秋水穷尽一生都会把他还上 赵安却觉得没什么 他现在手里十好几亿 爱秦柔还欠他几十亿 拿点钱出来 帮朋友渡过难关 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以自己的超凡能力 挣钱不要太轻松 能花点钱拯救朋友与水火 那是一只所在 实在是花完了 大不了再去缅甸都一圈 那钱还不是滚滚而来 法院和银行的工作人员 债务清算完成 便自行离开了 李秋水家也恢复了平静 赵安说出自己的疑惑道 我进来的时候 还被拦着不让进 韩世杰这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提起这混蛋 李秋水就气不打一出来 愤愤地说道 他在银行来人之前就来了 还说什么来看望看望 我看他就是来看我们家笑话的 见不得我家好他才开心 赵安觉得 李秋水有些失去理智 可能是最近的压力太大 打击太多的缘故 便说道 天也不早了 走 找个地方吃饭 你再给我讲讲 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叔叔也一起吧 李东摆手拒绝道 我就不去啊 秋水他妈妈 被这些事气得卧床不起 我就留在家里照顾他吧 你们放心去 还有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们家 可能就真的完了 说着叹了口气 自顾自地上了楼去 此时的李东背影都有些狗搂 整个人都像是老了几岁的样子 再没有以前 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 也没有指点江山的激昂气概 精气神仿佛都被掏空了 活像一只没有灵魂的取巧 其实也是正常反应 人到中年 家才一招散尽 众叛亲离的境地 确实会冲击着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事会让他不断地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 甚至觉得生存没有了意义 赵安选择吃饭的地方 就在附近一个饭店的包厢里 魏祥识趣地带着王兵 坐在外边的大厅 所以包厢里就赵安和李秋水两个人 菜还没上 就先开了两箱啤酒 李秋水二话不说 先给自己倒上一杯 然后一饮而尽 赵安知道他心里憋屈 也没劝解一番 而是给他倒上酒 碰个了杯 再次一口闷干 三杯酒后 赵安心平气和地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秋水拍了下桌子 仗红着眼睛道 妈的 这次是我大意了 被别人给套路了 等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我最后都还蒙在鼓里 直到要账的闭上门 我爸果断地申请破产 我才知道最终的真相 故事还得从那次富二代聚会说起 李秋水原本也不爱参加 这样的聚会的 但是这次没能拒绝掉 韩世杰的声拉硬拽 这个韩世杰家是同李秋水相当 家里在江城 也开了家代工工厂 只是规模 时而互作的关系 可是李秋水自从在聚会上 认识黄杰之后 整个人像是被迷住了一样 认为黄杰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非他不娶 谁能想到一个感情的白痴 就这样被感情俘虏 从那天起 就开始相信一见钟情 经过几番耕耘之后 黄杰宣布他怀孕了 这可把李秋水高兴坏了 赶紧把他带回家 见家长 宣布好消息 把李秋水父母都高兴坏了 心想着 李秋水终于长大了 双方都开始走结婚的程序了 后来 黄杰又以无聊为由 以转席的身份 进入李东的公司 参与公司的运作 坏就坏在这里 黄杰进入公司后 在李东的支持下 迅速掌管大权 后来接了一个订单 对方交了一百万的订金 却订了十亿价值的货 还指定使用某样原材料 这样的订单原本是 不符合公司操作规程的 但黄杰以李氏转席的身份 趁着李东出差之际 强势操作这个事情 对上哄着李东 这个准公公 对下面却强行的指挥各部门 向上游的某厂商 大肆订购原料 最关键的就是 花费巨资 特地为这个订单 购买了一套生产线 消耗了公司大部分的流动资金 然后再有一个高管造谣说 公司资金链断裂 员工工资发不下去 引发了轩然大波 等要去找这个高管时 发现早就跑路了 原本两个多亿的银行负债率 对原先公司的规模来说并不高 直到最后一个环节 下游的客户取消订单 上游厂商催收欠款 成了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赵安听着这个画本一般的故事 感慨道 果然是城里的套路深啊 这个计划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会成功 可是他们就是成功了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李秋水茫然道 说明什么问题 赵安哑然笑道 说明对方早有预谋 把你们一家子都给研究透了 就连你这样的爱情白痴 都能给你安排好一个 你一眼就能看上的女子 说明对方有性格分析方面的高手 我靠 这要牛叉 李秋水惊呼道 我都没有谈过恋爱 把过妹子 我都不知道 我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对方就先给我分析出来了 那她是不是连我交友己的姿势 都给我设计好了 赵安点头笑道 没准还真有可能 对方可以通过收集 你平时说话的习惯 你平时的购物喜好 开什么样子的车 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 来最终定义你的性格 再针对你的性格 来设计整个计划 李秋水将信将一道 真的是这样吗 赵安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赵安哈哈笑道 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踏马的 也是瞎编的呀 瞎编的 操 李秋水气得挥起小拳拳 锤打着赵安的胸口 你踏马的说这么多 原来是瞎编的 我踏马的还当真了 我还以为对方深不可测 强大到不可匹敌 都打算就此认命了 搞半天你是瞎编的 赵安笑呵呵道 真要是不可匹敌 还会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你想想 这件事最终是谁得利 谁就有可能是幕后的黑手 李秋水认真地想了想 脸色突变道 韩世杰 韩家 现在 我们家破产倒闭 韩家就可以顺利接手 江城的代工市场 所以 幕后黑手是韩家 难不成我之前说中了 真是韩世杰搞的鬼 赵安奴定的道 那肯定是韩家无疑了 刚才韩世杰出现在你们家 就是想对你们痛打落水狗的意思 要不然在那种时候 他一个人出现在你们家干嘛 还不是想凸显他的胜利者姿态 李秋水深以为然 咬牙切齿道 这个韩家在江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人家 代工业务也只是 他们家业务中很小的一项 难道他们基于我们家的产业 马蛋 所以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并出钱帮我家挽回了局面 今天还真被这次装饰三级脸了 一对了 赵安道 怎么 又发现什么疑点了吗 李秋水定眼看着赵安 惊讶地问道 你就是最大的疑点 踏马的 你这家伙 一个月不见 怎么看着个头高了一见 然后又仔细打量一番 又在赵安身上摸了几下道 人好像 也比以前帅了些 肌肉这么紧实 最关键的是 你咋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赵安笑道 还是被你发现了 都怪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怎么样兄弟 哥们这么优秀 搞鸡不 李秋水一拳锤在赵安的肩膀道 搞毛线的鸡 老子的取向无比的正常 无论你怎么掰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18岁的小姑娘 你还是赶紧说说 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 上哪里去搞了这么多钱 赵安思索片刻 就把回甸省至缅甸这一段时间 则重点的事情 给李秋水讲了的大概 当然隐去真眼的功能没有说 李秋水的表情 也从最开始的好奇 听到前两次锐利解释时 变为赞赏 缅甸之行又变得担忧 回程解释又变为震惊 到最后 听到赵安分到85亿人民币时 整个人完全惊呆了 呆若目击地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姐姐巴巴地说道 八 85亿 我靠 兄弟 你真的如我所说的 傍上了富婆 就随便陪她缅甸旅游一圈 就搭赏你85亿 赵安美好气得道 什么踏马地叫傍上富婆 是富婆来巴结哥好不好 而且也没有85亿 目前到账的只有15亿 剩下的要过段时间才打过来 其实李秋水关注的重点 一直放在美貌富婆和85亿上 下意识地忽略了 赵安如何能发觉 那么多翡翠的本事 赵安也正好掩饰了 自己靠真眼作弊的细节 李秋水激动地倒上酒 端起杯子对赵安道 好兄弟 来干一杯 庆贺你今朝飞黄腾达 明日前程似锦 赵安含笑结果 一饮而尽道 狗富贵 不相忘 这句话的意思得反过来理解 李秋水也瞬间明白 赵安话里的意思 眼眶微微泛红 激动之色 异于眼表 他的知心朋友也不怎么多 平常也就单纯地喜爱钓鱼 交际的范围比较小 这下子 家里遇到这么多的事 不说伸出援手的几乎没有 就连落井下石的 也比比皆是 这世道人心就是这样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难 在得到赵安隐晦的承诺后 李秋水心中的酬绪终于化开 正好菜也上来了 二人随即一边喝酒吃肉 一边聊天 一如从前的模样 赵安喝下一大口酒道 对了 这个黄节卷了你们家的钱 这么明显的犯罪行为 你们报警了吗 李秋水愣住 对啊 我靠 你不知道当时我们的饥荒了 还得应付各路要债的债主 应付那些落井下石的混蛋 还要安抚公司的员工 就把这茶给忘了 赵安点头道 回头先让你爸 带上公司的材料 去市局报案 先把这个事给定了兴致 如果能抓到黄节和你们公司的财务人员 好歹也能挽回一些损失 说不定还能有所突破 找到幕后的主使者 那样 咱们就能集中全力 把这个仇 好好地报复一下了 李秋水应道 好 这是交给我爸去办 给他找点事做 免得他一天天的失魂落魄的 没个惊奇神 赵安笑道 这样也行 话说你小子 当初怎么就一眼 就看上黄节这样蛇蟹心肠的婆娘 李秋水脸色有些不自然 信信地说道 他有苹果鸡 笑起来很好看 赵安惊讶道 难道用安卓机的女孩子 笑起来就不好看了 你让那些华为粉小米粉 情何以堪 李秋水愣住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捏起拳头 就往赵安身上锤 恼火地说道 神探马的苹果鸡 安卓机 我说的是 他脸上有苹果鸡 赵安呵呵笑道 所得思内 这个笑容有些意味深长 有种老司机开车 百转千回的含义 吃完饭 李秋水便自行回去了 赵安没有安排余信的节目 因为没有必要 有些东西让他自己回去消化 效果要好得多 最后 赵安掏出十万块钱 交给卫祥道 今晚上 你们先找个酒店住下 明天你和王斌自己去租个房子 反正年租十万以内 你们看着办 多于是你俩这个月的伙食费 打发掉两个小弟 赵安自己也打了个出租车 前往水岸花都 那里有赵安同李纸园买下的别墅 还别说 这房子买了一个多月了 赵安还只住过一晚上 想想都有些说不过去 3201别墅 赵安输入密码进了门 里面漆黑一片 赵安放下行李 打开灯 私下看了下 心里微微有些失望 却没想 二楼的灯蹭的一下亮起 穿着睡衣的李纸园 出现现在半椭圆楼梯的尽头 赵安先是惊讶 然后又开心地笑道 宝贝 我没有想到你在家 李纸园的表情四怨四溢 目的又从楼上飞奔下来 一头扑进赵安的怀里 幸好赵安的身体素质 被睁眼强化过 要不然这个飞扑 不得把他给按倒在地 李纸园不停地用手 捶打着赵安后背 眼眶通红地说道 你个没良心的死鬼 这一个月死哪里去了 电话也不打一个 人家都担心死了 你现在还知道回来 赵安任由他发泄 也感觉自己做得有点过 哪怕最近有些小忙 但连电话都没打一个 是有些说不过去 他用手轻拍着他的后背 浅笑着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真是对不起了 是我的疏忽 你知道吗 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有21天13小时21分钟 没有见过你了 在过去21天13小时21分里 我除了想你 还想知道你吃了吗 睡了吗 想我了吗 但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爱你 我爱你爱得不能自拔 我爱你爱得疯狂 我爱你爱得 恨不能立刻插上翅膀 马上飞到你的身边 亲吻你 拥抱你 占有你 可是我错了 因为我的一个小失误 把我的小宝贝给冷落了 呦呦呦 不哭不哭 再哭就不漂亮了 李芷源心中感动得要死 却依旧板着脸推开赵安 一扭头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揉了揉自己发红的眼眶 气道 谁哭了 我才不会为你这混蛋哭呢 赵安黑黑笑道 走过去又重新抱住他说道 是是是 老婆大人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你有气冲我来发 我绝不反抗 李芷源冷哼一声道 就你 小胳膊小腿的 我怕我一拳把你给打死了 对了 你说给我的惊喜呢 可别拿一些破玩意儿 来糊弄我 赵安松开他 从自己钱包里 磨出黑卡的附书卡 笑嘻嘻地放到李芷源手里道 这是我的全部身家 十三个亿 全额上缴 以后我的下半生 就靠老婆大人你养着了 十三个亿 李芷源依附我读书手 你不要骗我的表情 拿卡指着赵安 问道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么多钱 你是怎么得来的 要是来路不正 一分我都不会要的 于是 赵安把吃饭时 跟李秋水讲的故事 再给李芷源讲了一遍 只是刻意地模糊了 对爱秦柔的介绍 可李芷源是什么人 老刑警了 敏锐地问道 你说的这个爱老板 她是个女的吧 赵安眉头一挑 笑道 是女的 怎么了 你不会吃醋了吧 你放心吧 在我眼里 除了你 其他女的都是些雍之俗粉 完全不值一提 李芷源终于呵呵笑道 谁知道那些妖艳贱货 会使些什么下贱手段来勾引你 你这样的老色批 又年少多金 又会哄女孩子 我对你是一万个不放心 赵安坏坏一笑道 那你就榨干我 让我没精力去理会 那些妖艳贱货 不是更好 李芷源把赵安嫌弃地一推道 你这满身酒味 我才不要 我去给你放热水 说完登登登地跑楼上去了 赵安得意地嘀咕道 嘴上说着 不要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 第二天一早 赵安便拉着李芷源起床了 吃过早餐 就开着李芷源的车出了门 目的吗 当然是为了买车 自从赵安把凯雷德 留在了滇省老家 出行总是不得进 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说 原因其实也简单 没车开的日子 真的好难受 昨天本来打算找李秋水带路的 结果碰上那档子事就耽搁了 今天美女景花特意请假 亲自做陪 就问你赵安敢不敢动 赵安揉着老妖感叹道 不敢动不敢动 买车的地方是江城的高新区 这里4S店林立 什么牌子高中低档的都有 奔驰 宝马 路虎 在这里属于高端车型 还有一家专门经营豪车名车的 叫做路痴名车的车行 专门经营顶级的豪车 法拉利 大牛 麦凯伦 阿斯顿马丁 在这里都有售卖 不过 赵安今天不是爱买超跑的 买超跑不下赛道 那纯粹是为了装13和泡妹子 赵安喜欢低调 不爱装逼 泡妹子更是无从说起 所以 赵安还是把车停在了这家路痴名车的门口 下了车 看着门店展厅里的各类超跑口水直流 即使不买看看也行啊 有几个年轻男人 不喜欢兰博基尼那样热情似火的超级跑车 虽然喜欢 却不一定要拥有 进门一看才发现 这个车行展厅真的很大 起码有七八百平米 里面 不仅有刚才看到的法拉利 大牛 在展厅的中心位置 有几个旋转展台 上面 停着几辆限量版的豪车 一辆白色的帕加尼 风之子 一辆蓝色的科尼赛格幽灵 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毒药 看来这家车行的实力 真的很厉害啊 先生 看车吗 需要什么款式的车 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 上前问道 赵安微微笑道 我想看看劳斯莱斯 或者宾利的轿车 嗯 SUV也行 瘦高男子眼神一亮 笑容更加灿烂道 先生你好 我是你的专属销售顾问 我叫苏文 请跟我走这边 服务很专业吗 还专属顾问 赵安欣然点头 李芷源则小鸟一人地 挽着赵安的手臂 跟在这个苏文的身后 苏文一边走 还一边不停地介绍道 这边是我们的A区 主要展示我们的一些超跑 有保时捷911 Purbo 保时捷918 法拉利488 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等 先生以后有需要超跑的话 请务必联系我 赵安对超跑不怎么兴趣 还是觉得 低调内脸型的 比较适合他 漫不经心地达到 好啊 苏文不以为意 有钱能够买几百上千万豪车的 哪个不是性格乖张 别看赵安穿的普通 身旁的李纸园 也是一身朴素 可这两人 男的帅气逼人 气度不凡 女的貌美如花 气质温婉 你又怎么知道 别人是不是真的想买呢 所以该下的功夫 还是得下的 到了S区 就是赵安 想要的轿车展区了 苏文介绍道 我们门店现有的豪华轿车 有这一款的劳斯莱斯换影 还有这一款的劳斯莱斯 要银场捧款 宾利的话 我们店只有这一款欧路 还有就是 这一块已经绝版了的 宾利墓上顶配版 赵安看向这款宾利墓上 只一眼就喜欢上了 家常版车头助力的 B型带翅膀车标 栩栩如生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飞奔起来 外观时尚磅礴礴 内饰奢华大气 打开车门 就能看见 宽敞的驾乘空间 全车内饰 采用顶级手工真皮包裹 手感细腻 支撑性也很好 关键是 这车还绝版了 去年7月份 官方便宣布 而宾利则大多数 都是自己开 由此可见 买宾利的是真的喜欢 也真有情怀 这车多少钱 赵安压着内心的欣喜 问道 苏文面带职业微笑说道 先生真有眼光 这款宾利墓上6.75 EDITION 是最后一代墓上 而且官方已经宣布 绝版停产 所以 这辆车的报价偏高 赵安淡淡地说道 你直接说价就行了 1200万苏文说道 赵安哼了一声 从钱包里摸出至尊黑卡 说道 我买了 全款 什么 苏文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么豪爽的吗 都不带讲价的吗 你好歹讲一个塞 这样显得我好多余 你这样买豪车 我这个金牌销售 跟超市的收银员 有什么区别 赵安没有关心苏文的内心系 指着一旁角落的 劳斯莱斯库里南道 那辆库里南也买下了 一起刷卡 苏文的嘴巴 惊诧地能塞进一个鸭蛋 赵安没理会他 又看向李芷源道 有你喜欢的车吗 看上哪辆了 咱们一起买下 李芷源和和笑道 我作为公务人员 不太适合开太好的车 会被人诟病的 还是算了 赵安笑道 没事 可以下了班开的吗 那这样 我看那边有一辆保时捷的 SUV挺好看的 苏顾问 那辆车是怎么卖的 苏文总算回过神来 脸上笑开了花式地说道 是这样先生 这款是保时捷卡燕 Table Coupe车型 是保时捷SUV中 最顶级的车型 这款车的报价是 190万 赵安大手一挥道 这三辆车 我全卖了 苏文乐得快晕倒了 心想着 一开始真是看走眼了 这个年轻的帅哥 居然是用黑卡的大boss 自己这一大清早的 就迎来这么一个大财神 刺激的他 赶紧地去刷卡 你合同开票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比他平时的动作 都要快两倍 赵安则打电话给王斌道 房子看好了吗 没看好就先别看了 你你和卫祥 先到一个 叫陆斥名车的车行来 我买了三辆车 你们来帮忙着 开两台台回去 也就十来分钟 苏文便准备好了销售合同 主要是有合同模板 方便得很 苏文说道 先生 宾利墓上落地是1200万 劳斯莱斯库里南 落地是920万 保时捷卡宴 tablecube 报价是190万 所有的车 我们都送一年的保险 所以 你的三辆车 合计费用是2310万 赵安手指 加着至尊黑卡 微笑道 刷卡吧 没有密码 至尊黑卡 确实不需要密码 但是需要签字 苏文拿着赵安给出的黑卡 有些再次确认道 抱歉先生 我需要最后确认一次 你确定全额付款吗 赵安有些不耐烦道 我确定啊 你赶紧的 我一会儿 还得去见丈母娘呢 李芷源称怪地看了赵安一眼 却没有说话 心里却是满满的甜蜜 没用多长时间 赵安买下的三辆车 便办好了手续 由苏文带了两个 工作人员开出了展厅 三辆顶级豪车 扎上大红花 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的门口 苏文小跑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赵先生 是这样 我们每交付一台豪车 都会举行一个 简短的交车仪式 毕竟生活嘛 还是需要仪式感的 赵安其实无所谓 不过还是点头说道 那就开始吧 说着 赵安携着李芷源 前往交车的区域 那里早已布置的花团景簇 彩带飘飘 穿过一道鲜花拱门 赵安买下的三辆豪车 依次排开 左边的雍容大气的 劳斯莱斯库里南 右边是时尚有行的 保时捷卡燕 Table Coupe 最中间的是奢华尊贵的 宾利墓上6.75 Edition 苏文再次领着三位 穿着时尚靓丽的女孩 手里的托盘各放着 三个镶着金边的礼盒 走到赵安身前 苏文递给赵安一瓶香槟 笑呵呵道 赵先生 请开香槟 有道是礼炮一响 黄金万两 助赵先生一路行车 万里通途 赵安淡笑着 把酒瓶上下晃动几下 砰的一声 弹开酒瓶塞子 雪白色的酒液就喷射了出来 煞是好看 苏文接过香槟酒瓶 分别倒了三杯酒 赵安和李芷源 各自端起杯子 苏文再次喜气洋洋地祝贺道 祝愿赵先生 一路平安万里行 以后还有 跟车有关的需要 还请找先生多多关照 赵安潜尝了一口 道 一定 接着就是三位靓丽的女孩 端着礼盒缓缓地走上前来 赵安和李芷源 分别打开一个 里面是车钥匙 最后一个 还是赵安打开 双拼色的兵力幕上的钥匙 静静地等待主人的灵性 接着完成了合影 这个交车仪式就结束了 正好王斌和魏祥赶到 赵安招呼一声 二人小跑了过去 赵安笑呵呵地 指着王斌给李芷源介绍道 这位陆军特种兵出身的是王斌 暂时充当我的司机 另一个是我的助理 叫魏祥 然后又对二人介绍李芷源道 这位就是你们的老板娘了 以后她的话 等同于我的话 明白了吗 二人赶紧满脸笑容地 微微鞠躬道 老板娘好 老板娘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李芷源对赵安打趣道 屁大点人物 还学别人招收小弟了 赵安呵呵笑道 哪里有 这是我以后的创业班底 这两人忠实可靠 以后我可是要为以重任的 最后 王斌和魏祥在赵安的吩咐下 开走了库里南和保时捷 赵安自己开着兵力 李芷源开着自己的凯美瑞 回到了水岸花都3201别墅 进了门 李芷源就问道 你刚才在车行说 要见丈母娘 请问 你是认真的吗 赵安本来就是随口说说 徒一失口嗨罢了 谁知道李芷源记在了心里 此时突然发难 打得赵安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 见赵安发愣 李芷源没说话 气呼呼地就往楼上走 赵安回过神来 赶紧追上去 笑嘻嘻地说道 见家长我当然是认真的啊 我这不正准备跟你商量吗 李芷源哼了一声道 是吗 我看你是根本没想过吧 我刚才要是不提 你怕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赵安舔着脸笑道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觉得 要选一个合适的时机 嗯 对 见丈母娘 合适的时机非常重要 主要还是 赵安有些怂 毕竟长这么大 还没经历过见家长的环节 要是像影视剧里那样 一个强势的丈母娘 那气势拿捏起来 那把赵安这样的小萌星 活活给镇压到死 李芷源嘟着嘴 一扭头道 我不管 反正你今天都说出口了 覆水难受的道理 你是知道的 逼上梁山啊 赵安心里吐槽 这事要是不同意 今天恐怕难以善了呀 没办法 说都说了 谁让自己嘴瓢呢 于是 赵安连声应道 好好好 我也觉得 今天是个很好的日子 黄道吉日 一出行 嫁娶 祭祀 见丈母娘 李芷源漂亮的大眼睛一亮 欣喜道 真的 赵安抱住他说道 当然是真的 反正迟早都是要见的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李芷源盲安慰道 你不用害怕什么 我爸妈都是很和气的人 不会不好相处的 赵安瞪着眼睛道 我怕什么 气 难不成他们还能把我给吃了 呵呵 他这色力内忍的模样 逗得李芷源呵呵直笑 他们是不能把你吃了 但我可以啊 说着在赵安嘴上 轻拙了一下道 你肚子饿不饿 这里秀色可餐 要吃吗 赵安心里吐槽道 这青天白日的 真是世风日下 日落千丈了 他心里其实是有些忐忑的 活了二十几年 这种事情还没有经历过 他不清楚 李芷源的家人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刁难他之类的 不过话都说出口了 而且他跟李芷源发展到现在 见家长也是迟早的事 伸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不如坦率点 咬咬牙 就挺过去了 下午的时候 赵安打电话 在一家口碑不错的饭店 订了个包厢 李芷源则是约好了他的父母 约定晚上 在赵安定下的饭店吃饭 只是没有提要见赵安的事 忙完了这些 赵安便拉着李芷源 前往江城最大的奢侈品卖场 虽然李芷源强烈拒绝 但赵安表示道 哪有第一次见丈母娘空着手去的 或者像你说的 随便买点东西糊弄一下 当心丈母娘请你吃瓜落 这个卖场位于江城的中心地带 地段开阔 商铺伶俐 全国甚至是国际上各大品牌 都在这里开设有专卖店 堪比帝都的三里屯 魔都的徐家慧 在这样种下的午后 许许多多的小姐姐 莫不是穿着清凉 裸露着白花花的大白腿 穿着各式小短裙 招摇地走在明晃晃的大街上 引来无数老色批的亲切观望 而当赵安开着双拼色的宾利幕上 停靠在露天停车场的时候 也引来无数小姐姐 热情似火的目光 可李芷源从副驾驶下车后 又把目标转向了她 只不过热情也变成了 羡慕极度恨的无穷杀意 小姐姐们心中无不念叨 夺夫之恨 不共戴天 像赵安这样年少多精 长得还蛮帅气的优质男 必然是众多拜金女追捧的对象 不是有句话这样说的吗 说某些小姐姐的择偶标准 就是高富帅 矮富帅 高富丑 矮富丑 以及老富丑 总之就是离不开一个负字 赵安下了车 牵着李芷源逛了起来 古池 香那儿 爱马仕这一圈逛下来 李芷源就疑惑道 你怎么老是逛这几个店啊 你想买包吗 赵安呵呵笑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 不过我都听人说包治百病 就想买个包试试 李芷源白了他一眼道 我看你才有病 赵安嘻嘻笑道 开玩笑开玩笑 最终赵安花了十多万 给李芷源爸爸选了 一套疑心手工紫砂壶 给李芷源妈妈买了个限量的LVT包 当然也没有漏掉李芷源自己 他给李芷源选的是 爱马仕的磨砂鳄鱼皮薄金包 李芷源也给赵安来了个大换装 从发型到衣着 从腕表到皮鞋 换装后的赵安 气质摇身一变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身材 更是让李芷源满意到家了 总之 有钱以后的购物体验 是超级棒的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用纠结价钱 甚至连质量都可以不顾 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但是李芷源显然是居然过日子的好女孩 一味地劝说赵安不必多买 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赵安却反驳道 第一次见面 我买点礼物 只是想在你父母面前留个好印象 他们把你培养得这么好 我不表现得好点 你爸爸妈妈 又怎么会放心的 把你交给我呢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终于结束了购物 赵安携着心中无限欢喜的李芷源 有说有笑地前往停车场 准备开车前往订好的饭店 沈一秋在接到李芷源电话的时候 正在上班 一听女儿说订好了包厢 请吃晚饭 即使没有提起谁请客 一向敏锐的她 就意识到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她是什么人 复联副主席 长期从事妇女工作 对李芷源的那点小心思 还是能猜个大概的 再加上又打电话 给李政国一合计 她心里立刻断定 这请客的人 八成就是女儿的男朋友 自己未来女婿 说不定就是上次餐厅 见过的那个帅小伙子 一想到这里 对独女终身大事 异常关切的沈一秋 哪还有心思上什么班呢 早早地便到了嫁 再次拉上李政国 两人一番十舵 收拾的李政国是精精神神 沈一秋也是容光焕发 整个人像是年轻了十岁 然后就是左等等 又等等 终于等到临近约定的时间 沈一秋是迫不及待的 就拉着李政国前往约好的饭店 急匆匆地赶到了地方 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私房菜馆 主体是坐落在临近市郊的 一座三层小楼 前庭是宽大的院子 院墙上爬满的绿植和花藤 院子的中心 还有一个小型的假山和喷泉 显示出主人家的性格 清新淡逸 格调雅致 李政国把车 停在规划好的停车位上 二人下了车 却没有立刻进门 主要还是沈一秋心理 想早点看看 女儿的男朋友长啥样 到底是不是上次见过的小伙子 而且上次偷偷摸摸地隔得右远 没有看得太轻 倒也没让他们等多久 采购好礼物的赵安二人 开着兵力幕上 顺着导航的指引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达 只是没想到 反过来让未来丈母娘 先到了五分钟 赵安把车稳稳地停在车位上 李子元一下车 就看见站在门口 雍容大气的沈一秋 刻意打扮过的沈一秋 身着淡黄色紧缎面料的薄外套 下身裹着白色长裙 再加上一件薄纱披肩 俨然一个贵妇人的模样 李子元惊喜地跑过去 拉着沈一秋就问道 妈 你们怎么还提前到了 不是说好七点的吗 沈一秋一眼就看出 那车是兵力 却没有刻意表示什么 而是宠溺地看着李子元道 妈今天下班早 想着今天有人请吃大餐 那还不赶紧早早地候着 要不然 别人还会以为 你这当妈的架子很大呢 赵安心里其实忐忑的不行 但还是厚着脸皮下了车 手里拎着准备好的礼物 三步并两步地走到跟前 为了避免赵安的尴尬 李子元赶紧拉着赵安 笑眯眯地介绍道 爸 妈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他叫赵安 今天也是他主动提出 想见见你们的 赵安脸上堆起灿烂的笑容 厚着面皮点头招呼道 叔叔好 阿姨好 没想到阿姨这么年轻 沈一秋没说话 只是微笑着汗手 目光却在细细地打量着赵安 只觉得这个小伙子 体面干净 见眉心目 五官轮廓有棱有角 剪裁得体的衣服穿在身上 使他的身材特点更加突出 尤其是赵安笑起来的样子 自然又不觉得猥琐 非常有亲和力 赵安被他盯得是心里直发毛 脑头说道 嗯 初下的夜风寒 要不阿姨 我们还是先进去说话吧 李子元也连声附和道 就是就是 我肚子都饿了 进了饭馆的包厢 四人次地坐下 包厢宽敞 倒也没分主次 赵安拿出准备好的礼物 放在桌上笑盈盈地对李正国说道 听说李叔叔喜欢喝茶 我给叔叔准备了一套 移行手工紫砂壶 还有我们家乡特产的 普尔小金砖 希望叔叔喜欢 李正国一板一眼地说道 紫砂壶还是老用得好 而且我平常也不喝普尔的 桌下的沈一秋 踢他一脚后 又立马改口道 不过你送的 我就收下了 下次可不要这样破费了 也是 养了二十年的大菜 就这么被猪给拱了 换做哪个老父亲 心情能好起来 赵安笑容不改地 阿姨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礼物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你能喜欢 沈一秋淡笑道 你有心了 阿姨很喜欢 不过阿姨是公务人员 下次就不要送太贵重的礼品了 我也不是爱慕虚荣的人 更不需要这些奢侈品来衬托 有道是家财万贯虚弱骨 富有诗书气自华 赵安 你觉得呢 这是在考教赵安学问呢 这句诗的原作者是苏氏 原文是 粗增大不过生涯 富有诗书气自华 这里他把前句改为 家财万贯虚弱骨 两相比较 话里的意思就是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 一个人的气质 来源于他的学识和阅历 而不是钱财这些俗物 有道是女追男 隔层杀 男追女 隔房隔车隔他妈 现在赵安觉得 不仅如此 还隔着九年义务教育 动应在窗棱上的冰花 赵安笑眯眯地说道 阿姨说得对 主要是现在有些人 把风气带得太坏了 我们这些年轻不懂事的 要向阿姨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李芷源扑扔着大眼睛 打叉道 哎呀 你们打什么哑谜啊 为啥我就听不懂呢 沈一秋白了他一眼 却对赵安问道 赵安 阿姨可以知道你多大年纪吗 赵安道 是这样 阿姨 我今年二十三 比圆圆整好小一岁 沈一秋点头道 你虽然比圆圆小一岁 但阿姨看出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至少比圆圆 要明白事理的多 以后 圆圆若有不讲理的时候 你不要放心上 你跟阿姨说 阿姨替你做主 知道吗 没有的是 平时都是他在迁就我 照顾我 我真是受益良多 李芷源抢话道 妈你不知道 赵安给我在水安花都 买了套别墅 花了两千三百多万 房本上还写了咱俩的名字 还有他的银行卡 都交给我保管了 沈一秋横了他一眼道 胡闹 来人的钱包的厚度 决定着他的面子 你自己没工资的吗 见李芷源被训斥 赵安忙道 没有关系 阿姨 我心里愿意的 而且 那张是附属卡 我们可以共同使用的 正说着 菜品被服务员端了上来 赵安示意道 阿姨 您先请 这里的菜品量不是很大 摆盘却是异常精致 花团紧簇 加一筷子放嘴里 却又五味俱全 层次分明 用餐期间 沈一秋没说太多话 显示了深厚的涵养 李政国更是屁都放不响一个 赵安则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战战兢兢 沉着应对 只有李芷源唧唧喳喳的 一直说个不停 什么赵安帮他扑啊 实情不昧主动上交啊 说话又是多好听啊 云云 丝毫没察觉到 无形当中 沈一秋和赵安的各种交锋 以及对他的考量 一餐饭下来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主要还是沈一秋吃得太慢 细嚼慢咽地听着李芷源 说着恋爱往事 句句都是 在夸赞赵安如何厉害等等 却不知他妈沈一秋 早给赵安打了极高的分数 沈一秋自小家境优越 成年后吃的是铁饭碗 嫁给李政国后 二人也是吃穿不愁 所以沈一秋本人 从来也不是看重钱财的人 而从今天的表现来看 沈一秋觉得 赵安虽然财力丰厚 但为人低调 思维敏捷 而且他说话恰到好处 低调内敛 不轻浮 简直太符合 他对未来女婿的期待了 所以 李芷源说的再多 也不会影响他心里 对赵安的判断 这个女婿 他沈一秋是要定了 吃完饭 赵安固然是提心吊胆的 但还是兵主敬欢 李政国是一言不发 沈一秋却满意地笑道 赵安啊 有时间到家里做作 阿姨虽然没有 专门学过刀工火候 但做出来的菜 还是不比这里的差的 赵安笑眯眯地说道 一定一定 到时肯定大饱口福 最后在沈一秋 气势逼人的目光下 李芷源一一不舍地 上了李政国的车 叔叔再见 阿姨再见 赵安笑容满面地微微挥手 后背却是汗如雨下 浸透了一倍 他心里想到 果然跟我想象的那样 今天的饭局异常地凶险 处处各种考量 一不小心就踩地雷上了 其实他多虑了 沈一秋也没那么多心思 只是他无论是言辞还是气度 都震慑着赵安 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好在挺过了这一关 最后看沈一秋的神色 显然也是很满意的 赵安这才放下心来 李政国开着车 载着李芷源母女 一路上 李芷源一直嘟囔着嘴 梁九才气鼓鼓地说道 妈 你不对劲 沈一秋哑然失笑道 我哪里不对劲 李芷源道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 住豪宅 年少多惊 比你说的柳阿姨的小女婿 可强得多了吧 怎么没见你 多高兴的样子呢 沈一秋还没有说话 李政国哈哈一笑道 你妈哪里是不高兴 你妈那是太高兴了 圆圆 你妈把养你二十多年 你是一点都不了解你妈啊 闭上你的嘴 开好你的车 沈一秋横眉一竖 喝道 你还有脸说 我还没说你呢 什么茶壶还是老的好 新的不要 我看你是老的 也别想要了吧 李政国一下话说了 沈一秋也见好就收 转头对李紫园道 妈对你的小男友很满意 但满意就一定得写在脸上 该拿捏的 还是得拿捏的 你没看刚才他那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总体来说 妈对这个赵安 还是很看重的 所以最后不是邀请他 到家里做客了吗 李紫园眼神一亮 拉住沈一秋的手道 妈你很满意对吧 我还以为你看不上呢 整晚上板着个脸 这下好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 沈一秋笑道 妈怎么会不满意呢 其实家世财富地位什么的 我都不看重 只要你喜欢的 妈都支持你 只要对方人品不差 我这当妈的 也都捏着鼻子认了 李紫园搂住沈一秋呵呵笑道 谢谢妈妈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沈一秋含笑道 跟妈说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说到这 李紫园可就来了精神 没飞色我的说道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个穷小子 被我们请到公安局协助调查 谁知道这小子眼神色眯眯的 送走了准丈母娘 独自回了自己家 长夜漫漫 孤枕难眠 想着对未来的规划 于是赵安约了李秋水 明天见面 一日一早 赵安照就给远在滇省的赵大成 来上一季治疗术 这已经是第三次治疗了 赵大成的伤势完全康复 外部伤连疤痕都没有留下一个 甚至连今年累月积攒的老毛病 什么风湿关节炎的 都好个七七八八 人也精神了许多 见效果不错 赵安也没有收回真眼 可以等明天技能冷却完了 给他妈妈陆秀芬也治疗几次 保证他的家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用余生来享受富足的生活 不迟 李秋水开着破三轮 哦不是宝马X5 少行来到了3201别墅 赵安替他还清了债务 他们家的财产得以保留 虽然公司还在破产重赌当中 但是这些一点都 不影响李公子出来浪的 赵安给他开了门 李秋水哈哈一笑道 行啊兄弟 悄咪咪的在江城安了个窝子 还不让人知道 这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赵安笑道 什么叫窝子 说得难听死了 老子又不是耗子 到处打洞 先进来再说 李秋水笑眯眯的进了门 四下打量了一番道 不错嘛 现在的开发商 还是啃下本的 你看这房子装修的灰红大气 格调雅致 尤其是这中庭的旋转木梯 很有豪门的气质 赵安赤笑道 别叽叽歪歪一套一套的 我这叫爆发户 我也不需要豪门气质 那玩意儿不适合我 对了 家里情况都还好吧 对黄杰的案子立案了吗 李秋水正色道 说到这 还是真的得感谢你的 要不是你关键时刻救急 我们家恐怕 赵安搂住李秋水道 一世人 两兄弟 你说那么多干嘛 想煽情吗 还是你对我有想法 要跟我搞鸡 李秋水正开他道 滚滚滚 搞毛线 天天就搞鸡搞鸡 我就站这儿 让你搞 你赶上吗 我这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 让我说正事 嗯 欠你的钱 等家里的生意好转了 我们会立马还给你 当然 如果你有急用的话 按我爸的意思 就是把公司卖了 也得给你还上 赵安拉着他坐在沙发上 不耐烦道 行了 行了 啰里巴缩的 我缺你那点钱吗 我以前穷的时候 你也没少照顾我 现在你遇到点困难 就把我的感恩回馈 当成施舍了 你别这样俗套行不行 李秋水神色一松 洒脱一笑道 行 不提了 反正你有需要 告我一声 到时 我一定万死不辞 对了 你叫我今天来是做什么 赵安没好气道 我就是想问问 你有什么打算 李秋水贪坐在沙发上 抬头看向屋顶 无奈道 我能有什么打算 等老头子把公司理顺了 我就进公司学习下 准备接他的班呗 说着又撇了撇嘴道 反正这次的事发生后 我是不会再相信爱情了 说着 又蹭的一声 坐直身子道 我以后要当渣男 我要去祸害小姐姐 我要当海王 养上一大群鱼 我要当炮王 让我的炮弹 落向世界各地 赵安听了李秋水的豪言壮语 笑得 差点没喘过气来 好半天才说道 你踏马地要笑死我 我跟你讲 我认真的 我以后鱼都不钓了 鱼竿都挂网上卖了 我改行当海王了 我要养上一大群鱼 不比钓鱼来得快活 还是你觉得 以我的身材气质 不配当渣男 渣男离子烫 渣女大 波 浪 赵安觉得 李秋水的思路 实在是太清奇了 赵安笑道 好好好 不耽误你当渣男 但有个事 得征求你的意见 你说就是 还征求 征个求啊 李秋水不耐烦道 赵安正次说道 我的意思是 如果 我能给你找到那个黄杰 你打算怎么处理 说到黄杰 李秋水脸上的神色 急剧地变换了几下 有怀念 有伤感 最后恼怒道 别跟我提他 早他妈地跑没影了 我爸去试局报案 警方也说 很难找到 需要时间 赵安的办法是 利用真实只眼的强大功能 像之前在缅甸 怕敢找翡翠一样 先锁定一个大概的范围 通过搜索来找寻 理论上 应该是行得通的 因为昨天晚上 他闲得无聊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找到了 所以他说道 我是说如果 我能帮你找到 你打算怎么处理 李秋水见赵安问得认真 随即变色猙獰道 这个贱人 害得我差点家破人亡 如果抓到他 当然是先奸后杀 杀了再奸 奸了再杀 我跟你说正事 你跟我在这烤鱼呢是吧 又奸又杀的 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葱花 赵安心里默默吐槽 等会儿我给你找到了人 真想看看你脸上 丰富多彩的表情 以赵安对李秋水的了解 知道他一向是重感情的人 要不然赵安以前一穷二白 他也不会和赵安 做了五年的好朋友 所以即使黄杰设计害他 他也不会真的要狠心害他的 刚才的话 只不过是李秋水 故意显露占的本性罢了 可赵安不这么认为 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更何况 这人伤害的是他的好兄弟 这么纯情的人 都被伤害的 想去当渣男了 那还能给他好果子吃 所以 一定要找到黄杰 把他往死里弄 这样做的原因 既是要让做了坏事的黄杰 得到应有的惩罚 第二个方面 也是要破除李秋水心里 对他的幻想 他这人就是这样 盲目的善良 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 既在心里 不好的地方 甚至是伤害过他的地方 又轻易地忘记 说好听点叫圣母 说难听点 就是见骨头 像黄杰这样坏得流油的女人 故意勾搭李秋水 以现身为油透 潜伏在他身边 又假借怀孕 打入李秋水的家族企业 接先人跳订单 害得公司利益大受损失 关键时候 又串通财务人员 造谣声事后跑路 直接害得一向运作良好的公司 宣布破产 这样处心几率害人的手法 一向是为人所不齿的 换做谁也不想 有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句话叫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当有人费尽心机害你的时候 不要犹豫 找到他 然后弄死他 所以 赵安昨晚上闲得无聊的时候 就把真眼插着玩 想着 能不能靠着真眼的强大能力 在茫茫人海当中 搜寻到黄杰的线索 一个真眼的覆盖范围 是30多平方公里 8个真眼连排 就是250多平方公里 大概有一个县城那么大 理论上最多重复4万次 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找到黄杰 前提 他是在国内 结果不是不知道 做起来是真的累 每个地方都有搜到叫黄杰的 男女老少都有 赵安有心想换个 名词搜索 想想又算了 主要是不知道换什么名词 是李秋水的前女友黄杰 还是骗子黄杰 恐怕都不合适 算了 干就完了 结果一直找到天光大亮 实验了差不多5000次 终于在玩省境内 一个市区的居民楼里找到了 这个女骗子 骇人精 居然也知道大隐隐于事的道理 一般的乡村里 人口比较稀少 随便来个陌生人 就会显得比较突兀 而城市里人来人往的 躲起来相对安全的多 而且城市里很多东西 都很方便 只要你有钱 饿了可以点外卖 不想出门可以叫跑腿 只要一部手机 就能解决吃穿住用的一系列问题 本来短时间内 在茫茫人海当中 想找到一个刻意隐藏的人 还是有些困难的 你只需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换掉用自己身份证登记的电话卡 不要使用自己的身份证 随便找个出租房一窝 平时少出门 基本上很难找到你 传说基地组织的头目 本拉登 就是用这个方法 躲藏了整整十年 他连手机都不用 先是躲在阿富汗 后来躲到巴基斯坦的一个小区 美方的情报人员 最后还是通过分析阳台上 晾晒的衣物和食品采购 以及翻垃圾桶的方式 最终找到并击毙了本拉登 但是 奈何赵安作弊了 使用了超越繁俗的力量 手握号称是打破一切隐藏 破除一切虚妄的真实之眼 又爆干式的不眠不休 只为找到他 这一下找到了 那他可以洗干净脖子等死了 赵安也终于可以理解 为啥六级之后 每次升级需要提升身体素质了 实在是超负荷的使用超凡力量 对身体的负荷太大 也幸好升六级的时候 随机提升的是十倍身体素质 要只是一两倍 赵安昨晚上还真吃不消 饶是如此 天亮时赵安也忍不住心生疲惫 只好给自己来上一发清晰术 顿时神清气爽 再无一丝疲倦 虽然清晰术用的机会少 但每次使用 赵安都觉得 这是一个神技 所以现在他才有底气跟李秋水调侃 说找到黄杰要怎样怎样 看一看到时候真要是送到他面前 这个一向善良心软的死党 在面对第一次心动 却又背叛他的女子时 会是怎样的表情 于是当着李秋水的面 赵安摸出电话 打给正在上班的李芷源 接通后没有寒暄 赵安直接问道 有个立功受奖的机会 你要不要 什么样的立功机会 李芷源好奇地问道 赵安呵呵一笑 把黄杰陷害自己好友 又卷款跑路 差点害得李秋水家破人亡的事 大体上给李芷源说了下 最后说道 现在我有准确的情报显示 这个黄杰 现在躲在湾省的某个地方 李秋水的父亲 已经在市局报案 并且已经开始立案侦查 如果抓到他 是不是大公一件 李芷源笑道 涉案金额上亿 抓住主犯的确是大公一件 但这个是经济组的案子 不归我们刑事组管 不过如果你的情报 属实的话 我倒可以想办法 申请把这个案子接过来 由我来主管 这次的跨省抓捕 赵安笑道 哦 这么厉害的吗 我没想到 你在市局说话 还是挺有分量的嘛 李芷源称怪道 虽然我的能量一般般 但是这个案子 我还真有机会接过来 因为分管经济组的副局长 正好的你的未来老丈人 李正国先生 所以你必须保证 你的情报足够准确 我就可以用情报 要挟他把这个案子拿到手里 我靠 赵安一拍额头 脑海里想起李正国板正的形象 当然也想起了 被沈一丘支配的恐惧 接着 赵安便把黄杰所在的位置 发给了李芷源 由他去操作官方的抓捕工作 自己则是打电话给王斌 让他开保时捷到水岸花都来 接自己和李秋水 车上 赵安给李秋水 介绍了自己的班底 上次忘了给你介绍 开车的叫王斌 特种兵退役 超级能打的 一会儿找到那个黄杰 就交给他吊起来打 这话说得李秋水心里一紧 不知道为何 一想到黄杰清纯的面容 他就很不下心来 赵安则不管 继续介绍到 另一个是魏祥 一个机灵的小伙 我说魏祥啊 我都只叫了王斌 你眼巴巴地跟上来做什么 魏祥黑黑笑道 我这不是闲得没事吗 看能为老板端的 茶道的水之类的 也是可以的呀 赵安笑道 行 那你就跟着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见赵安说得轻描淡写 李秋水缩在后排的椅子上 好奇地问道 那个 你们真的找到了黄杰 怎么找到的 赵安得意地一笑 说道 怎么找到的你别管 总之这个贱人整得你这么惨 一会见到了 你千万别怂 看着我来替你出这口气 还要让他把吞掉 你们家的钱款 吐出来 赵安先李子元一步动身 就是这个原因 先自行找到黄杰 由他们自行处置一段时间 再让李子元抓走 交给法律去审判 就赵安所知 挪用公司财产 涉案金额上亿 属于特别巨大的 至少是十年以内的有期徒刑 这其中还不包括 他主导的商业欺诈 如果查实的话 数万并罚 他的小半辈子 都将在铁窗内渡过 江城到满省并不是很远 顺着G70高速一路前行 到了满省境内 在转计40高速 没过多久 赵安一行 便到了黄杰躲藏地 所在的市区 顺着赵安的指引 保时捷穿过滚滚的车流 一路来到黄杰 现在躲藏的居民楼下 赵安找到黄杰后 睁眼就一直在那监视着 这女的也挺自觉 除了点过两次外卖 期间一直没有出去过 赵安率先下了车 然后是镇定自若的李秋水 看着好兄弟这副模样 赵安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却更加坚定了 要让她面对现实的决心 她这样做并不是 想看李秋水的笑话 而是要打破黄杰 留给她的初恋般的纯情形象 好让她从这一段 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的生活 而不是闹着 要去当什么渣男 不要让一个女人对你的坏 让你把这些坏 又原封不动地 还给另一个无辜的女人 或者两三个 临近门前 赵安突然停下 笑着问了下李秋水 准备好了吗 李秋水茫然道 准备什么 赵安心里吐槽道 当然是准备好 接受残酷的现实啊 面对疾风吧 赵安呵呵一笑 飞起一脚 踹在合金制成的复合门上 整个复合门从门框上飞出 溅起的灰尘中 惊慌失措的黄杰 看着门口四人 恍如隔世 这套房子 就黄杰一个人住 至少在赵安用真眼找到他后 在真眼监视期间 没有发现其他人出现的痕迹 大门被踹 黄杰先是一阵惊慌 在赵安四人进门后 他的脸色又瞬间 变得冰冷到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私人地方 你们这样破门而入 想过后果吗 赵安呵呵一笑 说道 无所谓 等会儿我就去找房东 问他 这道门多少钱 我十倍赔给他救世 顺便问下他 窝藏避急通缉犯 是个什么罪名 通缉犯 自己被通缉了吗 黄杰心里闪过不好的念头 陈生问道 我躲到这里以后 没有出过房门半步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赵安冷笑道 人在座 天在看 你管我是怎么来的 不如找上了门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黄杰冷漠道 找到又如何 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 我去坐上几年牢 出来照样能够 富富贵贵地过下半生 而你 不过是个穷十三 唯一能依靠的李家也破产了 一文不值 有什么好得意的 也是 在他印象里 他府邸抽薪地消耗完 李家的流动资金 李家这次绝对无法度过难关 印象中的赵安 也就是个穷屌丝 所以即使面对 四个汉子的逼迫 他也是凌然不惧的 李秋水 都这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做什么 警察随后就道 张健呢 张健就是黄杰的同伙 设计卷走李家钱款的财务人员 赵安有些无语 人家还什么都没有讲 你自己倒先把底漏了 想想又算了 等他俩叙叙旧 说不定能套出些什么东西 黄杰冷哼哼一声道 张健 他只是一个棋子而已 随便给他百十万就打发了 这话说的 好像他就不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似的 李秋水再次焦急地问道 孩子呢 万一坐牢 孩子怎么办 我靠 赵安心道 原来李秋水心有顾忌 是考虑到孩子的存在 那这事就不好办了 孩子 黄杰哈哈一笑道 我一直都吃着避孕药 哪里来的孩子 李秋水一脸猛逼道 那烟晕棒怎么回事 黄杰耐心地给他解惑道 这还不简单 我在网上买点HCG激素 滴两滴上去就搞定了 不得不说 这操作确实牛逼 确实骚 但若是这手段放你身上 你就会觉得太肮脏了 李秋水气得胀红了脸道 你怎么这么下贱 你这样做 同那些卖娼的小姐 有什么区别 看着李秋水气急败坏的样子 黄杰笑得花枝乱颤 眼泪都笑出来了 两久才开口道 因为我本来就是 卖娼的小姐啊 顿了顿又说道 你恐怕不知道 那天的聚会上 像我这样的小姐 足足给你准备了二十个 各种橙色的都有 谁知道你就挑中我了呢 怎么样 客官 对奴家的服务还满意吗 这泥马 这么狗血 但你也不得不服 这套路 谋算之深 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赵安插嘴道 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 让我帮忙问一下 现在到哪里 还可以找到你这样的小姐 你说的这个朋友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这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你不能私底下问吗 呸 私底下问也不行啊 李秋水心里吐槽道 这问题也把黄杰问猛逼了 好半天才说道 你们都特 看不起我是不是 对啊 男人不都这样吗 劝良人下海 劝昌家从良 李秋水见他这副模样 心痛如脚 男男道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 黄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赵安也没话说了 原本准备好的说辞 也没必要说了 有道是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对方连连基本的羞耻都没有 你说再多羞辱的话 可能都是无用功 好在李芷源带领的 警察队伍的到来打破了沉默 李芷源拿着拘捕令对黄杰道 黄杰 鉴于你设计一桩经济类案件 我代表警方正式拘捕你 赵安深吸一口气道 忘了告诉你 李家虽然破产了 但银行的债务还清了 企业重组后 还能照常运转 你说你 原本好好的豪门少奶奶不做 非得整这一出 偷鸡不成 反舍把米 黄杰先是难以置信 然后又惨笑地并起双手 任由李芷源身后的警员 给他戴上手铐 只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李秋水 眼神中既有懊悔 也有无奈 警员们哪管他那么多 压着黄杰就往外走 李秋水还像在说点什么 球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眼睁睁地看着黄杰消失在门口 赵安走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算了 一个小姐 不值得你这样 李秋水奋起一拳 打在赵安的下巴上 赵安原本能躲开 想想又算了 他这小拳头 不痛不痒的 李芷源却急忙拉开他 张开双臂 像护独子的母鸡一样 挡在赵安前面 怒目道 你干什么 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 赵安却把双手放李芷源肩膀上 轻轻地扒拉开他 走到李秋水跟前 搂住他脖子 轻声说道 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日子总得过 你爸妈还等着你养老 还有害你的幕后真凶还没找到 你越是这样 越是轻者痛 愁者快 李秋水渐渐松开握紧的拳头 懊恼地说道 赵安 对不起 我只是一时气不过 赵安清笑道 兄弟之间 说那么多做什么 也是我不好 今天对你有些逼迫太紧了 也许换一种方式会更好 说着又指着李芷源道 来我给你介绍 这位漂亮的李芷源警官 就是我的老婆大人了 她可是全省自由搏击的冠军 你下次要再敢打我 小心她打得你牙都找不着 李秋水善善一笑道 抱歉了 嫂夫人 我只是一时冲动 我下次一定不敢了 说起来 我们五百年前 还是一家人呢 李芷源哼地一声道 谁跟你是一家人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们看着办 说完一扭头走了 赵安撇了撇 拍了下李秋水的肩膀道 咱们也走吧 江城再说 我估计这事 根子还是在江城 那就在江城想办法了结吧 说着也要往外走 王斌弱弱地问道 老板 那这门 赵安停住 回头道 你去找下房东 把钱给赔了 刚才只顾爽快 没顾得了那么多 不管对方要价多少 给他就是 说着拉着李秋水就走 一边还说道 别你马难受了 过了这个村 你还怕没这个店吗 你不是想当渣男吗 还有那么多的小姐姐 等着你去祸害呢 你这样子 还怎么当海王 炮王 怎么让你的炮弹 落向世界个地 李秋水点头道 对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的人心 我算是能理解 当初你和杨雅琴 分手时的痛苦了 赵安被反将义军 愣了一下 又失笑道 对 每个抛弃咱们的前女友 都不得好死 恩爱时说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分手了就是 你若安好 便没天理 李秋水笑道 你果然还是适合卖灯泡 你给人安灯泡 别人就会说 你若安不好 老子就不给加钱 二人相视一眼 各自哈哈大笑起来 最终踹坏的门 赔了三千块 赵安给王斌转了过去 一行四人又开车回了江城 只是陆路安的时候 赵安下车买了好些刮片 回去好 孝敬给老丈人用的 这次完省之行 抓住了黄杰这个坏女人 总算没白费 赵安通宵插眼搜寻的辛劳 而且 通过黄杰这个关键人物 说不定可以找出幕后的黑手 这样的话 针对李家的诈欺案 就能够全线突破 还李秋水 加一个朗朗乾坤 回到江城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赵安提议去路串嗨皮 害怕赵安报复他 把给他灌醉了 毕竟之前赵安失恋的时候 他可是把赵安灌得不轻 赵安笑道 你这是小人之心 我的意思是 小酌怡情 哪能真的把你灌醉了 再说了 我这两个兄弟陪你跑了一天 你居然宵夜都不请吃一个 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李秋水宁不过 只好答应 还是老地方 老字号路边烧烤 四人找了张桌子坐下 赵安便吆喝道 老板 烤一条鱼 多放豆花 这边的万州烤鱼 都是放豆花的 又叫了几箱冰镇啤酒 赵安刷刷刷的全给开了 李秋水瞪大了眼睛道 你这是 我我之心不死啊 赵安呵呵笑道 没事 酒入愁肠愁更愁 咱今天欢喜 只会喝得酣畅淋漓 醉不了 除了开车的王冰 赵安一人面前放几瓶酒道 啥也不说 咱先吹一瓶 润润嗓子 李秋水也不再推辞 举起酒瓶 就咕咕咕地吹了一瓶 完事了 再打一个酒格道 痛快 王冰去点菜去了 赵安吩咐道 想吃啥点啥 多给我点几串鱿鱼 这儿的铁板鱿鱼还可以 然后朝魏翔使了个眼色 魏翔马上会议 举起杯子对李秋水道 水哥 第一次见面 以后请多多关照 李秋水无奈 给他干了一杯 谁知道喝了这一杯 还有两杯 干了这一杯 还有三杯 李秋水酒气上涌 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句句不离黄杰 说的也无非是黄杰怎么怎么样 话里的意思 有怨恨 也有懊悔 更多的是对黄杰欺骗他的咒骂 赵安耐心地听着 时不时地捧上几句 是 对 没错 别当真 就是那么回事 最后果不其然 被赵安惯得鸣顶大醉 抬回了水岸花都 几人把给他找个房间随便一扔 盖上被子就不管了 王冰和魏翔租好了房子 就自己回去了 赵安感觉也有些醉意 李芷源也不在 只好自己洗洗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 赵安自然醒了 去李秋水房间 见他还在呼呼大睡 满身酒气 他想了想 便插下针眼 给他来上一记治疗术 再来一记清晰术 这就是传说中的 DF二连 赵安想想有些好笑 关上门出去了 没过多久 一脸疲惫的李芷源 回到了水岸花都 一见赵安就问道 你们知道那个黄杰 是做什么工作的 赵安笑笑 说道 知道 卖海鲜的吗 李芷源傻掉 他怎么就卖海鲜了 他明明是 在心爱的人面前 李芷源又有些说不出口 一时间 有些又羞又你 赵安健壮笑着拥着李芷源 在他耳边轻声道 因为海鲜中 有种极品叫做鲍鱼 所以 你懂得哦 等李芷源反应过来 瞬间羞红了脸 气急败坏的 在赵安后背一阵击打 你这什么烂梗 坏屁子 老色批 你让我以后 还怎么面对海鲜 赵安笑道 没事 大不了我们家不吃海鲜了 要吃也是 我一个人吃 李芷源满脸嫌弃道 呸 下流 赵安转移话题问道 黄杰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有说出幕后的主使吗 李芷源皱眉道 这个黄杰嘴 倒是挺硬的 昨晚上 我们突审了一个晚上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都没得到 而且 赵安道 而且什么 李芷源道 今天凌晨 某某高速发生一起车祸 司机当场死亡 经当地警方通报 死者正式在逃的B类 通缉犯张健 而且 目前暂时排除这起车祸 跟刑事案件有关 赵安皱起眉头 道吸一口冷气道 那这么说 如果黄杰这里没有突破的话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李芷源点头道 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说你俩 一大清早的 能不能给我收敛一点 酒醒过来的李秋水 出现在二楼走廊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吐槽道 我这个为爱受伤的人 这时候 可见不得别人撒狗粮 赵安冷笑道 渣男 你忘了昨晚上 被我支配的恐惧了吗 李芷源也故意在赵安脸上 亲了一口道 就秀恩爱了 怎么地吧 就你 还不够我一只手打的 李秋水打了个哆嗦 抬头看天 吞了口口水道 我饿了 有什么吃的吗 赵安打开冰箱 翻出几袋速冻水饺 拿手里晃了晃道 就这个了 你先将就一下 中午在我出去采购一下 饭后 李芷源去卧室补教去了 赵安同李秋水 坐沙发上闲聊 李秋水摊坐在沙发上 整个身体 完全陷入柔软的真皮沙发里 吊耳郎当地说道 既然所有线索都断了 那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吧 赵安笑道 你就不想找到幕后的黑手 以得抱怨 何以报的 李秋水闷闷地说道 那有神妖办法 我倒是怀疑是 韩家做的 但没有证据啊 而且 韩家的实力 比我们家没破产之前 实力都还要墙上不止一倍 现在我拿什么报复回去 赵安惊讶道 这么厉害的吗 李秋水苦笑道 废话 我们家就一个代工工厂 经过这档子是 生意起码丢失六成 而韩家的代工厂 只是他们生意中最弱的一项 除此之外 他们家还经营酒店 物流车队 汽车4S店 我的那辆宝马车 就是在他们家买的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认识的那个韩世杰 赵安更加好奇了 说道 那这个韩家很牛逼啊 又是代工厂 又是物流 又是酒店的 而且这些 还全都不挨着 李秋水撇嘴道 谁说不是呢 可是韩家生意 就是做得挺好 江城连锁的 维多利亚大酒店 就是他们家开的 维多利亚大酒店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 赵安心道 对了 他和李纸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可不就是在维多利亚大酒店 当时他还在家里 发现一个针孔摄像头 李纸元拿回去侦查 不知道查到什么没有 想到这 赵安眯起眼睛再次问道 你确定是维多利亚大酒店 李秋水奴定道 确定啊 有一次我和黄杰 还去光顾过呢 我靠 赵安心里吐槽道 你怕是 去现场直播吧 原本没有什么线索 赵安都准备放弃了 现在嘛 赵安觉得 可以把维多利亚大酒店 当做一个突破口 不过现在大白天的 还不是时候 也许到了晚上 可以找机会试试 赵安不动声色 继续同李秋水道 我这次回来呢 打算成立一家公司 主要经营珠宝玉器的发掘 还有开采工作 现在招募合伙人 不知道你感兴趣吗 李秋水惊喜道 你要开公司 你是认真的吗 赵安笑道 当然是认真的 我这次去缅甸 我就发现 我对矿产之类的 有特殊的能力 我决定成立一家 矿产开发的公司 现在缅甸国内不太平 我们就先开发国内的 也先积累一些经验 等日后有机会 我们再走出国门 怎么样 有兴趣吗 赵安的真实之眼 需要大量的好运值来升级 而在国内 想挣到百亿千亿的财富 赵安又觉得 短期内很难实现 自从他发现 可以卡真眼bug的时候 那是无时无刻的 都在想找一个汇率低的国度 套取大量的低汇率货币 来完成真眼的提升 李秋水开心道 你这想法很合我意 我决定和你一起干了 以后我就专门负责 国外业务的开展 哈哈 这样我的炮弹 就能顺理成章地 落向世界各地了 靠 好好的邀请 你当高级合伙人 你想的怎么就这么猥琐呢 大体的框架 就这么定了下来 由赵安出资95% 李秋水出资5% 合计出资一个亿 各自占出资比例的股份 成立一家以勘探 开采高价值矿产为主的公司 最终还是在采矿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不过也没关系 只要能挣钱 管他钱是怎么挣的 只要合理合法 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 还能创造社会价值 采矿就采矿吧 而且挖矿打宝 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一项 把土地里埋藏的宝贝挖出来 展现他的价值 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 赵安又同李秋水 商量了一些细节 比如公司怎么开 怎么注册 租赁场地等 结果发现这家伙 跟自己一样 都是十窍通了九窍 一窍不通 便只把大体的框架定下来 其他的 再慢慢考虑 真不知道这家伙 大学是怎么上的 中午十分 赵安拉着李秋水 去了趟附近的超市 买了一些米面粮油 肉蛋糖奶等等一些生活物资 既然打算常驻江城了 必要的生活用品 还是该准备的 别需要的时候 又懒得出去买 只好下面吃 那多不好 回来后赵安下厨 李秋水帮衬着打下手 弄了个四菜一汤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简单的家常菜 赵安还是会做的 叫醒了李芷源 三人开开心心地吃过午饭 一下午又是无聊的时间 李芷源继续回去补教 李秋水提一道 不然咱俩去网吧打游戏 联盟吃鸡都可以 赵安拒绝道 不去 联盟后被封了一年 我就戒了 李秋水道 你干啥了 开挂了 被封一年 赵安呵呵笑道 上次有次心情不好 挂机喷队友 被举报了 就被封了一年 赵安说的 就是上次得知杨雅琴案子的时候 在网吧得知李芷源消息的那次 李秋水无语地竖起了中指 赵安回敬一个 二人便在手机上玩起了和平精英 只要是好机友在一起 好像玩什么都是开心的 不多时 沙发上就传来 二人大呼小叫的声音 有762的子弹码 给我几发 要八倍镜吗 我这多了一个 我踏码的都没有98k 要啥八倍镜 靠 我倒地了 快封烟 过来拉我一把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 赵安一个睁眼 查在维多利亚大酒店 睁眼视野里 确实有个别房间内 被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具体的藏污纳构的事 却没有发现 这就尴尬了 酒店里阴阴艳艳的事 又不是赵安想看的 有的看这些 还不如看岛国大片 还是高清无马的 难道不是韩家 赵安有些怀疑地 收回了针眼 问李秋水道 你们家还得罪了 其他的大人物没有 李秋水纳闷道 没听说过啊 有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 再说 我也不太清楚 我一向不管这些的 江城的豪门圈子 我也不熟 没有小到消息的来源 看来 你这个富二代当的 也够失败的 赵安叹了口气道 那你知道韩家住在哪里吗 不知道 李秋水干脆地回答道 哎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只有等黄杰开口 或者幕后的黑手再次出手 才能抓到他的蛛丝马迹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李指缘上班去了 赵安便托他打听一下 关于韩家在江城明面上的信息 自己则带着李秋水去注册公司 另外还叫上王斌和卫祥 一起前往工商局 去了之后才被告知 其他手续都好说 但是需要一个注册地址 公寓 厂房 写字楼 托管地址 这几种形式都可以 赵安几人哪知道这些 他们几人 一个是混吃等死的富二代 一个是骤然报复的穷屌丝 王斌是常年吃黄粮的老丘巴 卫祥是坑蒙拐骗的小钱客 西南话又叫做馋馋 全都不懂开公司的事情 李秋水挠头道 要不让我爸把厂房腾出几间 给我们做办公室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注册地址了 赵安摇头道 我拉着你开公司 也就是看你不喜欢在你爸那里干 我也不想跟第三方有什么牵扯 这个注册地址 我后续再想办法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招聘 咱们去人才市场 现找一个财务负责人 没办法 几人又多多转转 去了江城的人才市场 到了才发现 这里人潮汹涌 到处都是抱着简历的年轻人 估计是刚毕业不久 或者是面临毕业找实习的大学生 他们看见合适的公司招聘点 就上去递上自己的简历 有些热门点的公司前 还排起了长队 赵安当初也是李秋水介绍了工作 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此刻却又有些无从下手 于是拉过一个 路过的瘦小中年男子问道 大哥 你知道哪里可以设招聘点吗 这个中年男子 长了裹子脸 头发中分 带着公牌 微笑道 小兄弟要招聘人才 不知道小兄弟是哪个公司啊 赵安挠了挠头道 我们公司还没有成立 是这样 我们想招收一个财务相关人员 或者人力资源相关的人才 来负责我们公司的注册组件 等相关事宜 中年男子笑道 那你是来错地方了 你需要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员工 这里的确都是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可能很难找到你要的人才 啊 那怎么办呢 赵安大运不止 看来自己对这方面了解的还是太少啊 中年男子在自己衣服兜里 摸了一下 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赵安笑道 别人不才 任职于一家猎头公司 要不兄弟可以试试猎头 我们公司掌握着 全国各大企业的各种类型的人才 只要你委托给我 我会尽全力的 给兄弟挖来你想要的人才 就是费用有些偏高 赵安接过名片看了下 上面写着 郑高杰 中德人力资源公司高级顾问 随即赵安摸出自己的黑卡 笑道 钱不是问题 只要郑顾问办事靠谱 这些都好说 郑高杰看见赵安手里的黑卡 眼神一亮 爽朗地笑道 好说好说 不如几位到我办公室小做 我们再详细谈谈 赵安欣然点头同意 到了郑高杰公司 进了办公室 一个秘书样子的女子 给几人奉上了茶饮 郑高杰开口道 不知道老弟 想开家什么样子的公司 我这边好关注具体的人才 赵安饮了一口茶 说道 我想成立一家 以勘探 采矿 为主的公司 不知道郑顾问有什么建议 郑高杰愣住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忙的吗 你恐怕不知道 国内外的矿业 谁有多深吧 他看了为首的赵安眼道 是这样 兄弟 咱们国内开采矿产的话 首先是需要该类矿产的 开采许可证的 不知道你有吗 赵安道 这个可以到时再申请的 郑高杰点头又道 其次呢 需要申请登记书 和矿区范围图 然后还要采矿 全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 还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还要依法设立 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 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等等等等 赵安有些猛 脑头道 这些应该都可以克服的 郑高杰又说道 还有就是矿产的种类了 不知道小兄弟 是准备开采哪类矿产呢 赵安道 宝石类吧 郑高杰又道 宝石类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然后又巴拉巴拉的 又说了一大通 赵安几人是听得是云里雾里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郑高杰就像是 教书育人的老教授 滋滋不倦地传授着 他们这些玩猎学子不懂的知识 不得不说 郑高杰作为一个高级猎头 所拥有的学识和语言技巧 真的是特别高超的 把赵安和李秋水等人 彻底地折服了 为了 赵安弱弱地道 国内的这么麻烦 那开采国外的呢 郑高杰哈哈笑道 国内麻烦 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资源 属于全民所有 由国家宏观管控 所以 不是谁想开采就开采的 国外的话 根据国情的不同 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相对国内来说 还是比较宽松的 甚至有些国家只要给钱 你随便采都没事 赵安松了口气道 那这样 郑顾问 麻烦你帮我们 招聘一位或者几位 精通公司运作 国际货币结算的人才 或者郑老哥考虑到我们的情况 另行给我们招聘的其他人才 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郑高杰笑道 没有问题 我会密切关注的 只是按照我们公司流程 需要小兄弟 交上一部分预付款 不知道小兄弟能接受不 赵安没什么意见 预先付了一百万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又带着几人打到回府了 早知道开个公司这么麻烦 赵安就不开了 还不如自己走单帮 没那么多麻烦 现在 却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咬着牙 硬着头皮上了 接着就去了李正国办公室 进门就看到坐办公桌后面 看报纸的李正国 只见他巧笑奄然地走上前去 讨好道 李副局长 忙着呢 这两天 李芷源都没有回家住 李正国心里 是老大的不痛快 昨天还用黄杰的情报来要挟他 以权谋私 这在李局长眼里 简直太过分了 抬头瞄了他一眼 哼得一声没吭声 继续看他的报纸 李芷源也不生气 接着讨好道 哎呀 爸 我就是来你这查点资料 李正国闷声道 查什么资料 你们刑事组权限那么大 还用地找到我经济组查资料 这不还是李家的 商业欺诈案吗 李芷源笑道 我怀疑是有可能 是韩家搞的鬼 所以我来你这 就是想查一下韩家的资料 韩家 李正国皱眉道 韩德中的韩家 这个韩德中 就是韩世杰的爹 韩家的当家人 李芷源道 对 有问题吗 李正国起身 从身后的档案柜里 翻出一个卷宗 翻开之后 放在李芷源面前 然后又看向门的方向 李芷源心领神会地 去把门给关上 又捏手捏脚地跑回来 坐办公桌前 低声道 怎么了吧 你也觉得这个韩家有问题 李正国沉声道 这个韩家不仅有问题 问题还大着呢 李芷源好奇道 怎么说 李正国手指点了点卷宗 示意李芷源自己看 李芷源拿起卷宗 仔细地查看起来 卷宗记载了韩德中发家的历程 每次竞争的始末 一直记录到 最近同理事企业的竞争 根据卷宗的记载 这个韩德中最开始 就是一个货运司机 后来贷款买了十几辆 挂军牌的大拖挂车 通过瞒报超载等手段 谋取暴利 后来随着军车的整顿 这才收敛了下来 再后来 又组建了物流公司 主导着江城的长短图货物运输 巅峰石器公司石友 和挂靠的车辆高达上万辆 后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又陆续开设了连锁酒店 4S店 代工厂等 这期间不乏激烈的斗争 但每次都以 韩德中的胜利告终 而作为他对手的 无不是以惨淡的后果收场 最后一个就是李东了 要不是赵安在关键时候救场 恐怕也是破产清算 房子 车子 厂子全部拍卖的结果 到时韩家就可以 趁机买下李家的工厂 全盘接受李家的市场份额 结果现在 虽然李家破产清算 但依旧保留了 至少四成的市场份额 而韩家的厂子 又不足以吞下整个市场 仅仅是增加的三成的市场份额 而剩余的市场份额 则被别的厂子分走了 看到这儿 李芷源了然地点头道 那这么看来 这个韩德中做的坏事并不少啊 李振国道 对 坏事做绝 李芷源道 也就是说 这之后 他就靠组建他的公司 洗白他的黑色收入 李振国沉声道 对 不仅是这样 他的物流公司 还存在行业垄断 抬高运费的行为 包括他的酒店 也有人举报荣流妇女卖报 甚至是强迫妇女 下海等违法情况 这些事 我们都在密切关注 等我们掌握了 更确切的证据 就能定死韩家的罪责 说着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所以并不是我们放任自留 而是放长线钓大鱼 懂了吗 李芷源善善一笑道 知道了 爸 难怪我说江城的物价 比周遭城市都还要虚高 原来是韩家 操纵了江城的物流所致 李振国收起卷宗 陈生说道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爸爸也是极恶如仇 眼睛里融布的沙子的人 但现代社会 一切都要讲证据 等收集到足够证据 才能还江城一片朗朗乾坤 不然打草惊蛇 就不好了 你明白吗 李芷源善笑道 事事是 正直的李副局长 然后给李振国庄重地 进了个礼 出门去了 看来韩家早就落入了 警方的视线当中 而且也已经掌握了 一定的证据 只是韩德忠这些年 干的坏事太多 还有一些关键的证据 没有找到 而警方一旦掌握了 关键证据 肯定是雷霆一击 让韩家请客间 灰飞烟灭 赵安几人 从人才市场回来后 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去了江城的的CBD 也就是高端商务区 这里写字楼林立 很多的大公司 都在这里租用办公场所 几人到这里来 也是打算租一个办公楼 或者租下一个楼层也可以 用来作为他们公司的 注册地址 也是作为他们 征服星辰大海的起点 赵安的意思是 要干就干大的 小打小闹得不如不干 干脆直接租下一层写字楼 到时候办公室一座 小手一招 就有秘书送上咖啡 或者是茶点 多惬意 当然 他也只是说说 也不是真的打算招秘书 未来公司的框架 必然是赵安负责寻找 矿产资源 公司组织人手过来开采 运输 以及销售配套 找到CBD的党群服务中心 也就是管理委员会 赵安表明来意 一个三十来岁的工作人员 接待了他们 认真听取了赵安的具体需求后 这位姓张的管理人员 便带着赵安他们参观了楼层 这是一个标准的写字楼 重规重矩 设施也还算齐全 赵安看了还算满意 同张管理员谈好价钱 就爽快地签了合同 租下了一个大平层 CBD的效率就是不一样 合同一签 赵安需要的各种相关文件 就都给准备好了 一起装在一个档案袋里 由赵安交给魏祥抱着 几人又上车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次去的是一个仓储区 赵安打算租下一个仓库 万一以后 需要存点什么大宗的货物 也很方便 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而且这里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 物流什么的也很方便 关键是 一年几万的费用 相对来说 也不是很贵 到了地方 主管人员也是带着赵安 他们四处参观 赵安看中一个不大的连排仓库 位置还行 200多平米大小 纵身挺长 足够挺俩俩 货车进去 一问价才6000一个月 算下来 一年也就7万多点 原本还以为要十来万的 赵安就打算签合同了 就是他们 给老子围起来 小兔崽子 今天我可算是逮着你俩了 一个嚣张得意的声音传来 接着又有四五十个 手拿钢管铁棍的汉子跑来 把赵安四人团团围住 为首的赫然正是 头脸都包着纱布的韩世杰 这祸中了赵安的虚弱数 摔伤在李秋水家的台阶上 按理说 三五天应该能好个七七八八 可虚弱数降低了他的生命力 恢复能力变差了 因此 这都好几天了 到现在 脸上还缠着纱布呢 王斌立刻顶在前面 护住了赵安和李秋水 魏祥也硬着头皮 护住赵安身后 赵安冷笑道 怎么 韩公子这伤都还没好 就又开始兴风作浪了 你这是轻伤不下火线 带头冲锋 典型的二逼二棱二傻子啊 韩师姐狠声道 别你妈的成口蛇之力 今天我要把我受的伤 十倍百倍地还给你俩 老子掉了一颗牙 今天不把你们牙全敲掉 我就不信韩 知道你不信韩 李秋水讽刺道 你姓是姓里的 当年我跟你母亲 有很多不能说的小故事 以前你还小 你母亲不敢跟你说实话 孩子 现在你长大了 该跟你母亲寻找真相了 李秋水的言辞 同样很犀利 说话不带脏字 却把韩师姐连同他家人 全都给骂了 韩师姐气得直跳脚 怒吼道 麻蛋 你着死 说着 就要招呼打手们动手 别借啊 韩大少 要不我们还是单挑吧 车轮站也行的 你这这么多人 万一碰坏了什么东西 还得赔钱不是 赵安一边说着 一边迅速地观察着四周 只见个角落里 有几个人拿着手机 在偷偷拍着什么 赵安眯起了眼睛 低声对几人说道 这家不能打 有阴谋 一会儿我带着李秋水 王斌带着卫乡 咱们先冲出去再说 韩师姐比一道 你想单挑就单挑 你算什么这把玩意儿 这地方 我韩家也算半个主子 一会儿都给我收着点 我还有手段 等着炮制他们呢 见赵安似乎不为所动 恼怒地吼道 给我上 赵安嘀吼一声 跑 扛起李秋水就往外跑 王斌卫乡紧随其后 赵安勇猛地撞开一个缺口 冲了出去 包围之事不复存在 即使扛着一个人 赵安的速度依旧快地惊人 王斌也是剑步如飞 拉着卫乡眨眼间 几人就拉出十多米远去了 韩师姐先是愣了愣神 然后又急到 还踏马地不快去追 这群人才稀里哗啦地 拿着各式家伙式 散兵游泳地追上去 可一个是二十倍 常人身体素质的非人生物 一个是特种兵退役的老兵 哪里是这群 混子能追得上的 等赵安几人上了车 启动车子扬长而去 几十个气喘吁吁的混子 只能闻着车子的尾气 看着一闪而适的尾灯 面面相去 车上 气还没喘云的卫祥问赵安道 老板 咱们跑啥 像上次奏摇雪松那样 干死他们 不就完了 赵安美好气得道 怎么干 你去干 未想傻笑不吭声了 李秋水也差一道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吗 赵安点头道 我看见好几个跟他们一伙的 拿的不是武器 而是拿着手机在拍 我怀疑这是一个局 我们动手打伤他们 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等着我们 李秋水深以为然道 而我们任由他们动手 吃亏的还是我们 所以能跑掉是最好的结局 赵安道 对 起先我没想到 妈的 韩家的物流生意做得那么大 而仓储物流又是一体的 结果 咱们自己送到别人的嘴边 大意了 李秋水笑道 没事 耸就耸了 这次咱们全身而退 下次再找机会弄回来 赵安也笑道 对 来人吗 该钢石钢 该耸就耸 下次不找机会弄死这韩家 咱们在江城 恐怕很难有大的发展 这次的事件 坚定了赵安要扳倒韩家的决心 也为韩家的末日 敲响了丧钟 租仓库的事 就暂且作罢 赵安便留了王斌未祥二人吃晚饭 而且出去说不定 会被韩世杰盯上 指不定又有什么 阴谋诡计等着他们 索性赵安便让他们二人暂时住下 反正三百多坪的别墅 多住两人也是绰绰有余 没想到王斌做起菜来 倒是一把好手 麻利的剁肉切菜 那土豆丝切的 细如发丝 哪怕是拿根针来 恐怕都能穿得过去 在围观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王斌羞残的一笑道 见笑了 有次部队改制 老兵大部分退伍了 吹事班都没什么人了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的 去帮了几天厨 倒是勉强学了棘手 李秋水道 你真的是棘手啊 简直太厉害了 话说咱们子弟兵队伍里 对土豆丝的粗细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吗 王斌笑道 哦 那倒不是 主要是土豆切的多了 也就习惯切这么细了 赵安好奇地问道 这个多 具体是多少啊 一天十来斤 恐怕练不出这刀法吧 王斌道 十来斤恐怕不够吃的 我们一个家强连一百多号人 一天起码得消耗 一百五十斤土豆 我也想道 那你们 天天就专门吃土豆 不腻吗 王斌笑道 哪里专门吃土豆啊 只不过重口难调 土豆相对适合普遍的口味 而且 也不是光吃土豆啊 还有豆芽 豆腐之类的多了去了 主菜则是换招法吃 比如 一三五吃鸡 二四六吃鱼 周日就包包子 包饺子 下面条之类的 反正对后勤保障方面 还是挺考验炊事般的水平的 几人没有当过兵 对军队的生活 还是挺好奇的 拉着王斌问东问西 王斌则是能说的说 不能说的 涉及军队机密的 就闭口不谈 几人也没有深入去问 就这样 在几人七手八脚的帮衬下 一顿丰盛的晚餐 就在王斌的主持下 四荤四素两个汤 被端上了餐桌 正好李芷源也下班回来了 一见这场面 不禁则则称奇道 这些都是 你们做的 哇塞 想不到你们几个 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就这一手厨艺 还不震惊好些个小姑娘 赵安几人面露的色 只有王斌眼神略微暗淡了下 赵安健壮忙招呼 李芷源道 快坐下吃吧 一桌子好菜 还堵不住你的嘴 有李秋水和赵安两个 互为杠精的存在 餐桌上的气氛 很快又重新热烈起来 饭后 魏祥主动地收拾餐具 擦桌子打扫卫生 余下几人 便围成一桌讨论对策 韩家明面上的生意 有什么值得突破的地方吗 李芷源整理了一下思路 开口道 今天我说的事都是机密 你们千万别到处说 不然这是处理起来麻烦得很 赵安笑道 我们这几人 如今都是同仇敌忾 今天之后 都是一心要扳倒韩家的队友 有什么 你就赶紧说吧 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说不定能有什么突破 李芷源这才说道 我今天去问过我爸了 这个韩家在江城黑白两道通吃 明面上是正经生意 暗地里难道女昌的事没少干 接着李芷源便把今天在李政国那里 收集到的信息 同大家分享了一下 赵安皱眉道 所以我们现在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近段时间 韩家还在兴风作浪 套路的秋水家 差点家破人亡 今天下午那个韩世杰 还对我们几人喊打喊杀的 李芷源也纠结道 没办法呀 没有充足的证据 你也不能强行给人定罪不是 赵安笑道 那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找到韩家 犯罪的确凿证据 就能把韩家连根拔起是不是 李芷源道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过程中 又不能惊动他们 不然他们销毁证据 甚至杀人灭口之类的 造成更大的破坏就不好了 赵安笑道 你就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李芷源再次强调道 一定得秘密进行 不能让韩家察觉到蛛丝马迹 知道吗 不然警队的工作会很被动的 赵安笑道 好 都听你的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跟韩家 已经是势不两利了 现在只不过 我们能的是确实不多 今天大家全都辛苦了 一会儿就各自休息吧 明天我们再从尝记忆 说是明天 其实赵安一晚上都等不了 昨天是找不到地方 今晚上跟李芷源确认过后 赵安的八个睁眼一起出动 分别插在韩家的主宅 五家连锁的维多利亚大酒店 一家物流公司 一家代工工厂 密切的监视和 仔细探查关于韩家的一切情况 这一探查 还真让赵安查到很多情况 比如物流公司里面 常住了好些个标型大汉 比如韩家几个酒店内 后半夜阴阴阴厌厌的事儿突然增多 韩家主宅内 一个隐秘的保险箱里 啥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U盘 这个U盘藏得这么隐秘 里面肯定有赵安想找的东西 他视野转过去 看了下真眼对这个U盘的介绍 一栋硬盘 长3.5厘米 宽1.5厘米 内存256G 内涵韩氏家族总账目 汉阳会成员名单 廖廷凯不雅视频 归属人韩德忠 就是这个了 只要拿到这个 绝对能把韩家的罪名定得死死的 而且 韩家的关系网 可能都要连根拔起 哼哼 汉阳会 廖廷凯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我不把你们找出来 让你们一个个献出原形 说干就干 凌晨时分 赵安趁深夜里 别墅内的几人都在熟睡 独自一人开车上路 直接把车开到韩家主宅附近 这是一座中式戴院墙的房谷住宅 院墙的四周每隔20米 都有安装戴红外夜市功能的这摄像头 几乎无死角地监视着街面 无论从那个方向来 赵安的真眼视野里 对这些摄像头的监控角度 了解得清清楚楚 所以结合监控的角度 和自己的身体素质 他早就胸有成竹地 给自己安排好了 一个完全不会被察觉的路线 只见他从远处一跃而起 稳稳地落在韩家的院墙上 灵巧的伸手在落下时 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出现 再顺着院墙走了几步 选择了一个靠近主宅的角度 再次奋力一跳 落在了主宅二楼阳台上 这个阳台赵安侦查过 对外的门没有反锁 其间赵安的真实之眼 一直监视着主宅内的人员情况 见他们都在熟睡当中 又放心地顺着楼梯下到了一楼 这期间赵安都不用点灯了 睁眼视野里的情况 甚至比白天都还要清晰 戴着手套的赵安 轻车熟路地 找到韩德中的书房 进去之后又一把掀开 书桌前的地毯 露出一张光洁的地板 赵安伸手在书桌下掏了一下 掏出两个手持的吸盘 用这对吸盘把地板吸住 轻轻往上一台 一个80x80的通道入口 就陷了出来 放下陶瓷地板 赵安沿着木梯再次深入下去 这是一个地窖模样的地方 赵安要找的保险箱 就在这个地窖内 找到保险箱 赵安摸出准备好的铁丝 弯折一下就捅进了 保险箱的锁孔 然后又把密码刻度盘 旋转到指定的刻度 万幸这个保险箱不是电子锁的 不然赵安只能扛着 这个保险箱回去了 老式的机械锁在睁眼面前 那就毫无秘密了 真是只眼完全可以 清楚地看到它内部的构造 所以赵安用铁丝拨开锁心 拉住把手 箱子就这么简单地打开了 赵安伸手取出箱子里 唯一的物品 一个小小的U盘 又放了一个准备好的U盘进去 轻轻把保险箱关上 拔出铁丝 随意拧了下刻度盘 原路返回 一路上 赵安动过的物品 都尽量给它恢复原样 从二楼阳台的栏杆轻轻一跃 再次落在院墙上 再一跃 身形已到马路那头去了 出去了之后 赵安找了个网吧 开了台电脑 把U盘里的资料 通通复制了一份 放到自己的网盘里 出去之后 还闲情意志地找了家 也不知道是早餐 还是夜宵的店 吃了份热干面 悠哉悠哉地回到了水安花都 赵安驱车回到水安花都别墅的时候 别墅内的众人依旧呼呼大睡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半夜十分 赵安就出去了 还干了件好大的事 不过赵安也没有声张 而是敲咪咪地进了门 手里还拿着一个纸盒子 里面就是他今晚上的收获 从寒家保险柜里拿到的U盘 至于为啥要装盒子里 原因是因为赵安觉得 偷东西是不光彩的事情 哪怕这件事是打着正义的名分 偷就是偷 包装得再光彩 也还是小偷 所以这件事 赵安是打死都不会承认的 至于东西的来源 让你们猜去 关我什么事 对吧 赵安思虑再三 还是觉得不妥 又把U盘拿了出来 然后用纸巾反复地擦拭 包括纸盒子 也给擦拭了一遍 目的是不想留下自己的指纹 彻底摆脱自己的嫌疑 接着赵安又打开门 用纸巾包着纸盒子 轻轻地把它放在自己家的门口 然后留了个真眼在那监视着 防止被不相干的人捡去 然后赵安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也不睡觉 就是完 当然 注意力一直地 留在真眼监视下的U盘那 别真被不相干的人捡去了 自己这辛辛苦苦冒着风险 违背名誉才得来的关键证据 真要是丢了 找谁哭去 最先起床的是王斌 老斌同志 依旧保留着军旅生涯的优良作风 六点准时起床 洗漱完出门跑步 等他都绕着小区跑了一圈回来 众人依旧睡得跟死猪似的 王斌还是发现了 赵安放在门口的小纸盒子 谨慎的他 先是用脚尖轻踢了一下 排出是炸弹之后 才弯腰捡了起来 怨不得他谨慎 完全是出于王斌的职业习惯 这里面还有他军旅生涯里 无数的血泪教训 再加上这伙人 又刚刚得罪了韩家在前 谨慎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踢上去轻飘飘的 那就可以排除 是炸弹的可能了 捡起后 王斌又晃了晃纸盒子 听声音显示 里面还真有东西 想了想 王斌又把他放回原处 打算等众人醒来 在一起查看 冲过梁后 王斌又暖心地 给大家做起了早餐 煮鸡蛋 热牛奶 还有干闪风味的手擀面 期间 李秋水等人也陆续醒来 见忙碌着的王斌 也热情地打着招呼 赵安剑差不多了 也假装刚睡醒的样子 出现在大家视线里 见王斌就说道 王斌啊 像你一样优秀的 退役士兵还有吗 我想再招上几个 别的不说 就这个做事的主观能动性 那是现在很多小年轻 都比不上的啊 王斌笑道 那就多了去了 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 军队讲求的是一个 整齐华一 约束每个人的个性 强调集体的统一性 老板若是真有这样的想法 我可以抽空联系一下 赵安点头笑道 好说好说 但是待遇 先给你们先降一当 你们毕竟是元老嘛 等以后我们上了正轨 可以考虑再提上来 正说着 热腾腾的早餐端上了桌 鸡蛋牛奶倒是毫无特色 一大盆打卤面 却亮瞎了大家的眼睛 切得根根分明的手感面条 一看就很有劲道 上面铺着厚厚的一层打卤 飘香四溢 一看就非常有食欲 王斌贴心地 给美人盛上一碗 再用勺子撒上葱花 一群人就忙不迭地吃了起来 几口面条下了肚 又纷纷对王斌竖起了大拇指 王斌羞涩地一笑 自己也成为一碗吃了起来 一边还说道 刚才我出门跑步 回来时在门口发现一个纸盒子 不知道是谁的 李芷源擦了擦嘴道 纸盒子 是不是我的快递到了 然后丢下筷子就往外跑 回来时就一脸猛逼地拿着纸盒子 一边还说道 不是我的 是你们谁的吗 赵安见自己导演的目的达成 笑道 我们才来几天 哪有功夫网购啊 肯定就是你的 李芷源有些吃不准 心里也很好奇 没怎么想就把盒子给拆了 拿着里面唯一的U盘 一脸猛逼地道 这是啥 赵安道 U盘啊 你买一栋硬盘干嘛 放车上听歌吗 这丝在睁眼说瞎话呢 栽赃起来一套一套的 李芷源还是没搞明白 说道 我知道是U盘啊 可这不是我买的呀 那你买的怎么会放你们家门口 这么说不还是给你的 这拍档 简直是最佳捧根啊 赵安正色道 那就看看里面有什么 反正看一下 也没什么损失 李芷源呕了一声 去楼上搬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开机 插入U盘 点开U盘 仅仅是看了目录 李芷源的专业素养就明白 这个U盘意味着什么了 他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U盘是谁放门口的 但现在看来 这就是你们一直想找的东西 李秋水急道 什么东西 李芷源一边点 开里面的各个文件 粗略地查看了一下 一边回答道 这里面有韩家的总账目 有韩家社团组织人员的名单 有韩家的资金流动的信息 甚至还有一些 韩家犯罪的直接证据 总之有这个在手 我们警方就可直接出动抓人了 说完 李芷源拔出U盘 和上电脑说道 饭我就先不吃了 我得赶紧行动 你们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然后就风风火火地 开着凯美瑞 急匆匆地上班去了 留下凌乱的众人 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赵安咳了一声 说道 看来韩家的对手也不少啊 而且能量也很强 懂得借我们的手 去除掉韩家 管他那么多 先把水搅浑 再带一带节奏 这事就把自己摘出去了 反正赵安是这么想的 李秋水也点头说道 不管怎么说 只要能帮我们对付韩家 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 扳倒韩家 即使是被人利用了 我也认了 魏祥也善笑道 对对对 至少结果是好的 不用我们亲自的冲锋陷阵了 赵安瞥了他眼道 没事 以后我会给你安排 冲锋陷阵的机会的 到时 你可要好好地表现你忠诚哦 魏祥产笑道 我对大哥 一向是忠心不二 大哥惊奇所指 就是我等陷阵之志 赵安笑道 行了 别平嘴了 几下子吃完 帮着王兵收拾收拾 我们也去韩家看看 让我们也看看落水狗的模样 等赵安几人 七磨八蹭地赶到韩家主宅时 外围早已拉好了警戒线 鹤枪实弹的特警战士 把韩家宅子围得是水泄不通 根本就进不去好吧 而且 就连远远地看一下 都被执勤的士兵劝离到 里面有负于顽抗的危险分子 请赶紧离开 以免误伤 本来李秋水等人还想进去 看有没有机会痛打落水狗的 这一下就没办法了 几人又打到回府 反正韩家这次 根本翻不了身了 后续有什么消息 李芷源也会及时通知大家的 虽然没有亲自痛打落水狗 但赵安等人 却没有丝毫不觉得遗憾 反正证据确凿 韩家以及韩家案子的相关人员 全都罪责难逃 人在做 天在看 做错了药人 挨打药立正 现在看警方出动的架势 韩家 天要你亡 那你就灰飞烟灭吧 什么 圆圆受伤了 严不严重 现在在哪家医院 几人刚回到水安花都 赵安便接到李振国 用李芷源手机打来的电话 刚接通便得知李芷源受伤了 现在在医院急救 这一下把赵安给急的 顾不上那么多 打听了医院的名字 一个针眼就插了过去 视野转换 迅速地找到急救室的位置 搜寻一圈 没找到 倒是在手术室门口 看到李振国在交集地转圈挤走 对 手术室 赵安视野转到手术室内 平日里一向傲娇的李景花 此刻正躺在手术台上 昏迷不醒 一脸苍白 上衣右方的肩膀处捡了个洞 一个穿着蓝挂子的医生 正在给他缝合伤口 手术台旁边的托盘里 赫然是一颗带血的子弹头 而旁边的托盘里 则是堆砌着一大落染血的纱布 看到这儿 赵安揪心不已 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责 要不是自己当初 提议李指援主动接手这个案子 说不定他就不会参加这次行动 也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的 一边招呼王兵 转到去医院 赵安一边在纠结 要不要使用治疗术 好处是能迅速地减轻李指援的伤痛 坏处就是 恐怕要让正在缝合的医生 见证医学奇迹了 那主治医师 恐怕心里会想 尼玛的 我这伤口都还没缝完 你这就自动愈合了 赵安想了想 暂且作罢 至少得等他从手术室出来吧 反正自己密切关注着就是了 到了医院门口 赵安刚下车 迎面就撞上匆匆赶来的沈一丘 沈一丘拉着赵安就问 圆圆怎么样了 好端端的 怎么会受伤呢 赵安也是一阵头大 却又连忙安慰道 阿姨 我们先上去吧 圆圆身体素质那么好 应该没大碍的 坐电梯上了四楼 李芷圆手术刚好完成 从里面推了出来 李正国扑了上去 见李芷圆依旧昏迷不醒 拉着医生便问道 怎么样医生 圆圆的情况怎么样了 沈一丘也连忙冲上前去 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儿 她真是心如刀脚 这是她唯一的女儿 是她的心肩肉 如今却生死不知地 躺在她面前 脸色苍白如纸 衣领和脖子上 都还残留着胃擦进的血迹 沈一丘顿时眼泪 就跟不要钱似的 刷刷刷地往下流 嘴里不停地呢喃道 圆圆 圆圆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 主刀医生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摘下口罩 看着伤心过度的沈一丘 安慰道 手术很成功 子弹也顺利取出来了 麻醉的效果过去 应该就能苏醒了 现在病人需要静养 请给她一点时间和空间 沈一丘才抹了下眼泪 握着医生的手连声说着 谢谢 谢谢你医生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赵安心里面充斥着愧疚 一咬牙不管了 先治疗一发再说 反正治疗术的施展 也没有后摇动作 就算是谁起了疑心 也还可以用医学奇迹来解释不是吗 赵安伸出左手 假意地拍了下沈一丘的肩膀道 阿姨 你也别着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过程中 已经把治疗术对着李指缘放了出去 只见李指缘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红润了起来 覆盖着纱布的伤口处 破损的肌肉和皮肤 也开始渐渐愈合 只是这些都还不是很明显 李指缘也还在麻醉的作用下昏迷当中 几人帮忙把李指缘推进了病房 由沈一丘单独地陪护着 赵安等人和李正国便在门外守候 赵安终于有机会 向李正国打听具体情况了 只见李正国重重地叹了口气 沉吟半上才低沉地说道 这次的责任在我 是我大意了 没有顾虑那么周全 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哎 怪我怪我 赵安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怎么会有枪呢 这时 李正国还正处在深深的自责当 只是把事情的经过 给赵安他们大体上说了下 早上在李指缘向李正国出示证据后 警队便召开抓捕会议 确定了出动特警 兵分三路的抓捕计划 分别是 去韩家主宅抓捕韩德中 物流公司抓捕韩世杰 以及其余犯罪人员 维多利亚大酒店总部 抓捕韩德中的大儿子 韩世俊 后两路的抓捕行动 全都圆满完成 顺利的擒获韩世杰和韩世俊 不料李指缘领队的 韩家主宅抓捕行动 却出现了差池 在李指缘向韩德中 宣读完拘捕文书后 韩德中突然拔枪向李指缘射击 李指缘下意识地闪躲了一下 没躲过 子弹打入了李指缘的右肩 韩德公也被后面的特警一枪击毙 听到这 赵安等人也是唏嘘不已 既有对韩家倒台的庆幸 也有对李指缘受伤的难过 不过赵安还是明白事理的 一边还安慰李正国道 叔叔 你别担心 圆圆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没事的 李正国摇头说道 我没事 做警察的 血染蒸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只是担心圆圆他妈妈 会被这件事所打击 接而阻挠圆圆在警队的工作 赵安道 没关系的 到时候看圆圆的意思 如果他喜欢警队的工作 愿意继续干下去的话 我会支持他的 如果他不愿意 我们再说其他的好吧 其实真眼视野里 母女俩正小声地说着话 赵安也不去打扰 留给他们足够的空间 由此可见 赵安的治疗术 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至少李指缘看起来 没想象当中那么虚弱 至于清晰术 就没必要再用了 李指缘现在需要休息 你给他整得精神满满的 反而效果不佳 于是 赵安去找到李指缘的主治医师 问了下饮食忌口等情况 交代给王斌 让他带着魏祥 回去给李指缘 做一顿专属的病好餐 自己则是带着李秋水一起 去了医院旁边的花店 买了一个花篮 李秋水健壮 也想买一个 赵安便笑道 那你还不如买一盆君子兰 既有好看的花朵 又有坚强刚毅的叶片 象征着高贵的品格 用来表达对英雄的敬意最好 他肯定也会喜欢的 李秋水点头称是 便依赵安说的 买了盆君子兰 赵安二人带着花回到病房时 李指缘再次睡了过去 毕竟流失了那么多的血液 伤口的疼痛 也消耗着他的精力 母女俩说了话话 说着说着 他就睡着了 赵安把花放在床头的柜子上 轻声对沈一秋说道 要不阿姨你先回去吧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他 医生也说了 没什么大爱的 交给我你放心 沈一秋虽然还是有些担心 但对赵安也还是放心的 就说道 那就辛苦你了 赵安微笑道 没事的阿姨 你就放心吧 你可以明天有空了再过来 都是可以的 然后就对李秋水道 水哥你也回去吧 寒假的是告一段落 你也要帮着你爸 尽快恢复企业的运转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李秋水点头道 行 那我也回去了 赵安把李正国 李秋水 沈一秋送到医院门口 自己独自回到特护病房 陪在李芷源身边 正所谓 陪伴 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一直到傍晚时分 李芷源才悠悠行转 期间赵安让护士换了四次掉屏 自己也亲手给李芷源 倒了三次尿盆 见李芷源醒了 赵安放下手机 微笑地说道 你醒了 我的大英雄 饿了吗 我让王斌专门炖了鸡汤一人粥 还有猪肝红枣羹 我一样一样地喂你 好不好 李芷源甜甜地一笑 点了点头 赵安去洗了下手 然后打开保温中 把里面的菜一样样地取出来 再用一个勺子 咬出来 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给他吃 吃过了饭 李芷源叫赵安凑近点 红着脸轻声在他耳边说道 你叫护士小姐 来帮我取一下导尿管 难受死了 赵安一脸的古怪看着他 李芷源的脸愈发得红了 忽得又想起他 还是个病人 而且经过自己治疗术的治疗 应该也能自行方便 不需要那么的麻烦了 于是 赵安便去护士台 叫了个护士过来 护士拉起了帘子 三两下便搞定自己出去了 赵安再次回到床边 贴近着李芷源温柔的责怪道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拘捕个坏人 还让坏人给伤着了 你不知道我刚听到消息的时候 都担心死了 李芷源翻着白眼说道 你不知道 当时我正威风凛凛地宣布 韩德忠 我代表警方正式拘捕你 谁知道这老东西 不讲武德 拔出手枪就对着我开枪 我能躲开要害 已经是万幸了好吧 赵安倾笑道 恐怕他也知道他自己 罪则难逃 临死还想拉个垫背的 幸好你身后的特警 及时开枪 不然真的 说着说着 赵安还红了眼睛 李芷源娇称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我这不是没事吗 养几天就好了 赵安心道 要不是我给你来上一发治疗 恐怕你现在还昏迷着呢 想好怎么报答 你的救命恩人了吗 就嘚瑟 可这话却是不能说的 真眼的存在 是赵安最大的秘密 打算最终带到棺材里去的 即便是偶尔有人 会怀疑自己 有特殊的能力 但是现代社会 一切都要讲法治 讲证据的 不能因为你一个怀疑 就把人拉去切片研究吧 所以 理论上 只要赵安没有过火的 明目张胆的 毫无顾忌地使用超凡能力 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这就有人说了 赌石每块都中 这里面会引起 不怀好意的人的注意 确实会 爱情柔就是其中之一 但也是提出合作的方式 你还能强迫我 赌石不成 还有人会说 啊 一个打几十个 这不科学 那叶问可以毫不费力地 打十个训练有素的特种战士 我多打几个小混混 也不奇怪啊 想到这儿 赵安笑着对李芷源说道 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 李芷源呵呵笑道 你还是别说了 万一我笑得厉害了些 崩了伤口就不好了 赵安意识到这查 便说道 那我不说笑话了 我跟你说说 我小时候的是吧 就这样 赵安一不解怠地 在医院照顾了李芷源三天 也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偷摸地给李芷源 释放了治疗术 连续三次下来 使得李芷源的伤口 快速地愈合着 已经到快结痂的地步 即使是李芷源的主治医师 也忍不住嘖嘖称奇 感慨着李芷源的 新陈代谢能力 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这期间 沈一秋和李振国 每天都来 见女儿的气色 一天比一天好 也是把功劳 画给了一生精湛的医术 以及赵安精心的照料上 李秋水也来过一次 买了好些的水果 气得李芷源愤恨地 指责他道 你当我是猪吗 买这么多 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赵安笑着原厂道 这个你得理解一下 你帮他报了破家之仇 又是因为李家的 乍气暗受的伤 李公子大愁地报 满心欢喜之下 买得多了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李芷源嘟嘴道 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啊 赵安道 那还不简单 可以送点给精心照料 你的医生护士啊 李秋水也连声复合道 对对对 他们尽心地医治你这个大英雄 送些水果 给他们也是很合适的 李芷源脸红道 你们别张口闭口的大英雄 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成兄服恶是我的本职工作 因公负伤是我能力不够 哪里算是 你们说的大英雄吗 李秋水反驳道 说你是你就是 本地新闻报 都把你的事迹写上头条了 社会各界对此 都是一片赞誉之声 说你是扳倒寒家的头号功臣 为社会除掉了一颗大毒瘤呢 李芷源左手捂住脸笑道 我就捡了个U盘 怎么就成头号功臣了吗 这些报纸报道的 也太夸大起词了吗 赵安呵呵笑道 人家好好地给你请公 你好像还不乐意似的 你要是不想要 那这好处可就别人抢去了 李芷源娇称地瞪了他一眼道 哼 谁要是敢抢 等我出院了 不打死他 李秋水也拉了张椅子 坐赵安旁边说道 对了 报纸上还列举了韩家 这些年做过的诸多坏事 你俩想不想听听 赵安不耐烦道 卖什么关子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李秋水便讲故事事地 把韩家盘踞江城 做出的种种恶事讲了出来 这韩德中 原本就是个普通的货车司机 一次去拉货时 货主跟车去进货 不料夜间行车 半途出了车祸 货主当场死亡 韩德中也重伤昏迷 可是货主随身贷的 几十万进货款 却不翼而飞 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没有银行转账这一说 普遍的生意人 都是带着现金交易 韩德中住院自有保险理赔 死者家属来追究货款 警方也出动警力找寻了一番 最后却不了了之 可从那以后 韩德中的事业 就开始红火起来 先是贷款买了大挂车 通过瞒报过路费 抄债等方式 谋取了高额的暴利 后来又组建了车队 联合了一帮人 组建了黑色会形式的汉阳会 通过挤压同行 甚至是暴利的方式 逐渐垄断了江城内外的货物运输 再双向抬高运费 就是江城的货 出去得加钱 近来也得高收费 后来又先是开了几家小旅馆 为车队的司机提供住宿 逐渐地又开始组织妇女提供性服务 再后来就发展成 维多利亚大酒店那样的连锁经营 但还是换汤不换药 依旧维持着 组织妇女经营违法的购当 甚至是逼梁为娼 巅峰时期 韩家的酒店 曾管理着上千个小姐 李秋水的前女友 就是其中之一 李秋水唏嘘道 你们知道黄杰当初被抓后 为什么打死 都不肯供出韩家的原因吗 赵安清笑道 这个还真不知道 按理说她一个性工作者 本该是无情无义的存在 自身都难保了 还雇得了其他 李秋水道 那是因为她妹妹 她们姐妹当初一起 到维多利亚大酒店打工 姿色上家的姐妹俩 就被韩德中的大儿子韩世俊 逼着一起下海 黄杰他们抵抗不过 但还是提出条件 姐妹俩只下海一个 保全另一个 韩世俊答应了 让他们抓究决定 赵安明了 说道 结果就是 黄杰下了海 韩世俊就以她妹妹为妖邪 让她潜伏在你身边 再然后就是诈欺案的过程 李秋水苦笑道 对 就是这样 赵安纳闷道 那我就奇怪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 李秋水说道 韩家全员被捕后 我去看守所 看了下黄杰 这话把赵安给气着了 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怒视着李秋水道 李秋水 你是想当舔狗吗 他害的你还不够惨吗 李秋水按住赵安的肩膀 善笑道 没有没有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想着韩家倒台了 去向他问一个真相 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是不会对他 再有任何的想法的 日后也不会再关注 他的任何事情的 赵安这才收敛了怒气道 这还差不多 不要当舔狗 当心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李秋水道 知道知道 我以后就是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再不会有任何一个女子 能得到我的真心了 李芷源盯着李秋水看了一会 认真地说道 呸 渣男 李秋水急道 喂 李警官 咱们好歹也是家门 你就不能说我句好的 李芷源呵呵道 别给我提这个 我不配 赵安说何道 我说你们俩 够了呀 又住了几天院 李芷源的伤口 在赵安精心的照顾下 总算是好的差不多了 这期间陆续地有很多人来看望 市政领导 警局高层 甚至有热心市民 使得李芷源都有些厌烦了 这伤口一愈合 就整天嚷嚷着要出院 赵安也同意他的想法 主要还是 这些年被寒家害过的人太多了 天天都有大愁得报的热心市民 前来看望 医院又是公众场所 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 病房里堆满了各色鲜花 礼物更是堆积衫 这些礼物 赵安都配合着真眼一一看过 都不是太贵重 也确实是他人的一片心意 就做主收下了 出院那天 李政国送来了一套李芷源的制服 穿戴整齐的李警官 手抱鲜花 在一片鼓掌声中出了院 所有的手续警局 也有人帮忙办妥 警局出动了八辆车 二十多人 在医院门口 给李芷源办了个简单的授勋仪式 一行人又簇拥着李芷源回警局去了 当然 礼品也拉走了大部分 回去好 分发给他的同事队友们 赵安就没跟着去了 这几天的陪护下来 他也没有认真休息好 坐着王斌 开来的保时捷 带好了李芷源挑出来的礼品 回了水岸花都 回去先是洗了个澡 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了 还别说 没有消毒水气味的房间 睡得是格外的香甜 醒来的时候 李芷源已经回来了 警队再给了他十多天的假期 把难得放假的李景花开心坏了 拉着赵安便要嚷嚷地出去玩 赵安笑道 出去玩也行啊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李芷源笑道 都行啊 只要是和你一起 天涯海角 我也去的 赵安道 要不我们去贵省的北海 或者去穷省的三亚 那里就有你说的天涯海角 还有吃不完的海鲜大餐 李芷源摇头道 不要 我就是吃了你的海鲜 才栽到你手里 而且 你一说 海鲜我就会想起 你说的卖爆的海鲜商人 搞得 我都有阴影了 赵安呵呵笑道 那就不去沿海了 我们去西北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自驾游 说实话 宁省的滩羊和草原的烤圈养我 还是挺期待的 李芷源皱起可爱的小鼻子道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除了吃喝干 你们雄性动物 就没有别的爱好吗 赵安笑道 两千年前 孔父子就说过 食色者 性也 吃饭是为了长久地活下去 而在无法确定永生的情况下 繁衍后代 就成为每个生物的本能 是写入每个生命的基因里的生物本能 而繁衍生命过程中 所产生的快感 也只不过是基因本能 所迫使动物们 交由已的副产物而已 李芷源乐道 第一次听到有人 把好色下流 说得像你这么清新脱俗的 赵安笑道 那你仔细地想想 我们到底去哪里 其实我都还可以 你去哪儿我就去啊 这叫复唱复随 李芷源仔细地思量了一下 说道 我想去非洲的坦桑尼亚 现在正好是那边的旱籍 正是动物大迁徙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想去看看 而且我上学那会儿 就对起立马扎罗山特别的神往 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非洲吗 赵安想到 非洲可是个好地方 而且 坦桑尼亚的货币汇率 应该是比国内低的 拿出手机一查 是要比国内低上360多倍 是个卡真眼Bug的好地方 赵安都有些期待 真眼升到八九级的样子了 想到这儿 赵安就严余地笑道 没想到你这么的有趣味 可以啊 需要我把李秋水也浇上不 李芷源笑道 随你了 你做主就行 赵安道 其实他最近心情大起大落的 带他出去散散心也好 那你去收拾东西吧 我们今天就走 到那边了 选择落地迁 最多明天 你就能看到广阔的非洲草原了 李芷源开心地搂住赵安的脖子 在他的嘴上猛亲了一口道 你最好了 那我上楼收拾东西去了 说完就风风火火地上楼去了 赵安也去通知王斌卫祥收拾东西 再给李秋水打了一个电话 李秋水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这家伙从小就不喜欢待在家里 再加上最近是多 使得他最近很久 都没有去钓鱼摸虾了 早就心痒的不行 一听是去非洲草原 早就想释放野性的他 那叫一个激动的 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就飞过去 他在电话里说道 你几个给我等着啊 话都说出口了 要是不让我去 我跟你接 走之前 赵安还同郑高杰联系了一下 对方表示已经为赵安物色好了人选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挖角行动当中 预计最多一个星期 就能为赵安列到他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到时候成立公司 职业经理人一步到位 于是 一行人最终在赵安家别墅集合 一路坐车去了机场 再从江城机场乘飞机到达花都 后继两小时 又从花都乘飞机到达迪拜 再次后继五小时 又飞行七个小时 一行五人 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 达雷斯萨拉姆国际机场 办理好签证 拖着行李出了机场 此时正好是当地时间的四五点左右 阳光猛烈 但不炽热 一股粗犷与原始的非洲草原的气息 扑面而来 兴奋的李纸园不停地开心大叫 几个男士倒是淡定一些 但依然为身处壮丽辽阔的异国风情 隐隐感到兴奋 只有未想感到有些不舒服 频繁地转机 让这家伙晕机了 下了飞机 还在哇哇哇地拖个不停 直到到了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才消停下来 原本这个季节在达雷斯萨拉姆 也就是坦桑尼亚的首都酒店 是不好定的 但在赵安的超能力之下 这些都变得异常地简单 几人的心情 虽然饱含着激动与兴奋 但是二十多小时的行程 以及频繁的转机 还是使得赵安等人疲惫交加 再加上还有导时差的关系 所以一到酒店落实好房间 就各自泪摊在床上 广袤无垠的非洲草原的风景 只有等明天再起来欣赏了 坦桑尼亚 位于非洲东部 赤道以南 国内旅游资源丰富 非洲三大湖泊 维多利亚湖 坦嘎尼卡湖和马拉维湖 均在其边境线上 海拔5895米的非洲第一高峰 起立马扎罗山世界闻名 其中的著名自然景观包括 恩格罗哥罗火山口 东非大猎谷 马尼亚纳湖等 另外还有桑岛奴隶城 世界最古老的古人类遗址 阿拉伯商人遗址等历史人文景观 有三分之一国土为国家公园 动物和森林保护区 共有米库米 塞伦盖地 恩格罗哥罗等12个国家公园 19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和50个野生动物控制区 清晨 赵安看着手机里 关于坦桑尼亚的资料介绍 一边同李纸元等人 商量着今天的行程 看是先去米库米国家公园 还是先去塞伦盖地国家公园 米库米要近一些 只有300多公里 李纸元说道 直接去塞伦盖地 米库米有什么看头 米库米就跟国内的动物园差不多 无非是大了一点 去塞伦盖地 现在还可以看到大群的脚马迁徙 恩 还有大象 长颈鹿等等等等 赵安看向李秋水 李秋水搭了搭肩 说道 我随意 无所谓 赵安说道 这里距离塞伦盖地有2000多公里 开车的话需要两三天才能到 当然还可以坐飞机过去 你们的意思呢 李纸元道 我觉得可以 我们可以坐飞机 前往多多马 或者起立马扎罗 嗯 我们先去起立马扎罗 看一下非洲的神山 然后再租几辆越野车 前往赛伦盖地 一路上就可以欣赏 非洲美丽的自然风光了 李纸元说的 多多马是坦桑尼亚的首都 而不是一开始认为的 达雷斯萨拉姆 虽然它是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 卫祥听到又要坐飞机 顿时苦着一张脸 说道 其实开车过去 也是可以的了 李纸元瞪他一眼道 就不 这一路开过去 颠簸得不行 你该吐的 还是得吐 于是 一行人又收拾好行李 去了机场 转到前往起立马扎罗 大概中午时分 几人转到的飞机 降落在起立马扎罗国际机场 说是国际机场 其实还蛮小的 位于起立马扎罗区 包括阿鲁沙市 和墨西起立马扎罗山附近 与国际旅游业的基础上 起立马扎罗山 阿鲁沙国家公园 恩格罗恩格罗火山口 和塞伦盖地国家公园 直接接轨 出了机场 外围就有许多越野车租赁服务的 赵安的意思是 租不如买 直接买还方便一些 这里的越野车 全都是改装过的 必要的加固 是为了防止猛兽的袭击 日系欧系美系的都有 赵安同几人商量了一下 买下了两辆车 顺便雇了个华人向导 华人向导行姓刘 中文名叫刘长岭 来坦桑尼亚 已经有十多年了 这边的旅游产业和矿产 也是支柱产业 相应的服务 也随之得到了提升 每年旺季时分 都有大量的国内游客前来 刘长岭的业务 也是稳定不断 给车子加满了油 在每辆车家 被一桶备用的 再购置一些其他的物质 李纸园便让刘长岭带路 前往乞丽马扎罗的山脚下 其实即使在机场 都能远远地看到 这座非洲神山的壮美身姿 等行车到了山脚附近 赵安等众人 还是被乞丽马扎罗山 雄伟壮丽的气势 深深地震撼了 奇力马扎罗 位于赤道以南 三个主峰 都是沉寂后的死火山 其中央的火山追乌乎鲁峰 海拔高达5895米 峰顶长年的积雪 使得它 还有闪闪发光的金山的美称 而从山顶到山脚 不同植被的渐变 也使得奇力马扎罗的景色 更加的饱满和丰富 人们对非洲的印象 大多是狂野一类的 但唯独奇力马扎罗例外 李纸园难难地说道 我初中的时候 看了海明威的 奇力马扎罗的雪 就对书中所说的 方形山顶非常的向往 他是那样宽广无垠 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 宏大 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 赵安笑道 那你是想登山吗 现在可不是登山季节 李纸园笑道 才不要 我只是看过就行 来来来 快给我拍张照 我好拿回去显摆显摆 看过了奇力马扎罗 又小逛了一下 阿鲁莎国家公园 一行人直接前往赛伦盖地 终于在天色擦黑时到达 再次找了酒店住下 这次有刘长岭作为向导 行程上要方便了许多 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考虑得很周全 也特别照顾国人的生活习惯 使得大家这次的旅行体验 特别的充足和舒适 次日一早 李纸园便急匆匆地起了床 还挨个房间敲门 把众人叫起 说道 赶紧起来 说什么 我今天一定要看到脚马过河 去晚了 可就看不到了 即使这样 众人还是安逸地享受了早餐 这次一路前往赛伦盖地国家公园 进了公园的大门 其实离保护区还很远 早上的清风如水 天成如洗 草原上兴罗齐步的花岗岩巨石 静静地矗立在青黄相间的草原上 散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 远处 一只雌狮攀爬到巨石的顶端 琥珀色的目光俯视着整个草原 刘长岭介绍道 草原上一般雌狮居多 雄狮则非常的少见 李秋水接话道 这就是动物世界的法则 强壮凶猛的雄性 可以拥有更多的雌性 一夫多妻 我喜欢 赵安白了他眼道 看来你是往渣男的方向 越走越远了 李秋水笑道 这怎么能叫渣呢 我这叫心胸宽广 放弃了一两只小鱼 是为了拥抱整个海洋 李芷源冷笑一声道 切 渣男 我也没见你带到过 哪怕一只小鱼呢 就只见过你 被人吊打的场面 李秋水也不生气 笑呵呵道 你会见识到的 从今往后 我就要十人斩 百人斩 千万人斩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赵安笑道 我此刻为非洲 十八岁以下的小姐姐 默哀三分钟 李秋水郁闷道 我倒是没有种族歧视 但我的最爱 还是亚洲的 当然欧美的俄罗斯的也行 赵安继续打句道 哦 那借一步说话 实在不行 种子也是可以的 李秋水嚷道 靠 我说的不是动作片 而是要亲身体验 东亚各国 还有欧美各式美女的风情 赵安道 哦 那你拍好了 借我一步欣赏下 我也很好奇 不过你可以自己试试 李芷源揪着他的耳朵道 你们说什么 什么试试 赛伦盖地 拥有典型的西数草原景观 金河欢树和风车藤 是这里最常见的草原桥木 还有一些树干粗大的猴面包树 点缀着苍茫的非洲草原 李芷源兴奋地跑到一棵硕大的猴面包树下 激动地让赵安给他拍照片 庞大的树干 衬托着李芷源娇小的身躯 却又显得相得一张 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大概中午时分 越野车开上了一个有些隆起的小山坡 李芷源从车上取出一张蓝白相间的格子桌布 其余人则帮忙取出准备好的餐点和饮料 赵安用带来的水清洗了水果 用一把小刀一一地切开 盛在一个盘子里 众人各自拿着叉子 享受着非洲草原风情的午餐 说说笑笑的 宜然自得 刘长领介绍道 翻过前面那块巨石 再往前走上两个小时 我们应该就能追上迁徙的角马群了 不过现在还算早的 恐怕看不到角马渡过马拉河的场面了 李芷源轻皱眉头 却没说什么 也是 李景花专程到坦桑尼亚 目的就是为了看成群的角马 渡过马拉河的场面 现在向导突然说还早 他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 赵安也看出李芷源的失落 不动声色地一路把真眼插过去 还真找到了正在不停迁徙的角马群 又越过角马群继续向北方侦查 发现角马群的北方就有一条河流 是迁徙大军的必经之路 赵安便向刘长岭问道 刘向导 我看地图上说 前面不是就有一条河流的吗 那条是什么河 刘长岭恍然大悟道 哦 那条是叫格鲁米提河 也是角马 迁徙的必经之路 只不过这条河水相对要浅一些 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壮观罢了 而且 谁里有成群的鳄鱼 也会在角马群渡河的时候 攻击他们 赵安笑道 那也行 我们赶紧吃吧 趁早追上去 不要错失了良机 一行人吃饱喝足 又收拾好东西 继续上路 刘长岭真的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向导 一路上不停地给大家分享 各种非洲旅行的小知识 草原上空旷辽阔 通过肉眼 往往很难率先发现 隐藏在草原中的动物的身影 但是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聚停在一起的越野车 一旦有车辆聚在一起 说明那边就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了 对 说的就是 前面一颗散状的桥木下 聚停在一起的三辆 涂着沙漠迷彩的越野车 李芷源忙叫开车的赵安 轻轻地靠过去 好奇心中的他 也想看看 这群人在看什么稀奇的玩意儿 靠近后 李芷源捏手捏脚地下了车 绕过车就看见七八个白人男女 坐在马扎样子的小凳子上 用长筒相机或者望远镜 观察着前方一百多米处的 另一颗独立桥木 Hello 李芷源用英文打着招呼 Excuse me 一个中年白人女性 回首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又微笑着挥手示意 邀请李芷源上前一起观看 李芷源举起自己携带的望远镜 看向了前方 果然 前方的一棵金荷荒树下 躺着一群成年的狮子 这个狮群 只有一只雄狮存在 其余的都是母狮子 狮群正在小气 雄狮趴在最前方 金荷荒树的树根处 那是整片树荫最阴凉的地方 此狮则分散地躺在别处 看来非洲正午 的阳光果然名不虚传 大部分动物都会挤到树下乘凉 就连草原之王非洲雄狮也不例外 李芷源正看得起劲时 中年白人女性轻声问道 Chinese Or Japanese 赵安回应道 Chinese 赵安也是回英文的 毕竟四年的大学没有白上 四级英语不过 可是不给你发毕业证的 中年白人女性 惊喜地用别角的中文说道 中国 的 朋友 你 们 好 李芷源笑着用英文说道 你还是说英文吧 我们应该还是可以交流的 接下来 自来熟的李芷源 便同中年白人女性 一边观察诗群 一边攀谈起来 通过攀谈得知 这群人领头的是 中间的一个白人男性 50岁左右年纪 名字很好记 叫做维克托 中年女性名字也很好听 叫做安妮 其余人等 则是他们的保镖和员工 他们都是来自英国 很多年前就来坦桑尼亚了 在这边经营着几家矿场 闲暇之余 也经常到塞伦盖地 来观察和欣赏这里的野生动物 这一闲聊就是一个下午 狮群们也起身准备狩猎 或是寻找猎物去了 李芷源还在同英国大妈热情地交谈 只见安妮用夸张的表情大笑道 Oh my god 河马 河马我一点都不喜欢 因为太臭了 只要是你闻到 有很臭很臭的气味的地方 一定就有大群的河马 哈哈 李芷源开心道 没有关系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野生的河马呢 安妮笑道 最好不要 河马是非洲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 而且还是群居生物 虽然一般都很温顺 但攻击起人来的时候 还是挺要命的 狮群离开了 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李芷源同安妮大妈他们到了别 就去车离开了 这里已经算是赛伦盖地的中心区域了 一路上赵安插下了真实之眼 仿佛有开挂般的势力 不停提醒一旁的李芷源 他所看到的各种潜伏的动物 惹得李芷源不停地开心地大叫 李秋水也是挺兴奋的 感觉第一次这么地清静自然 手里的相机也不停地 为他喜欢的野生动物们 留下珍贵的影像 又开车走走停停 刘长林领头 把车开进了一个纯帐篷式的酒店 这个酒店建立在一片开阔的地方 酒店的餐厅外面还有沙发和篝火 一行人吃的坦桑尼亚特色的烤肉 看着日落又是满足的一天 天快黑的时候 又有一个车队到达 等车停下 车上的人下了车 李芷源就认出 就是刚才结识的英国大叔维克托 和他的妻子安妮 李芷源尖叫一声打着招呼 还邀请他们一起享用晚餐 安妮表示不用了 他们在野外已经吃过了晚餐 到这边只是需要一个落脚点 难得遇到兴趣相投的异国朋友 李芷源止不住兴奋 同安妮接着对着篝火闲聊起来 赵安和李秋水也去酒店找来了几箱啤酒 同心结识的英国朋友畅饮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不远处的李芷源传来诧异的惊呼 什么 你们过几天就要回英国去了 经营了几十年的矿山 也要挂牌卖掉 你们不看角马渡河的壮观场面了吗 英国大妈安妮用低沉的声音解释道 是这样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就来到了坦桑尼亚 一直经营着维克托父亲传下来的矿场 孩子们也都送回英国读书 很少团聚在一起 而现在孩子们成年了 而是都有着自己的事业 又不想继承矿山的产业 我们年纪也老了 这个时候 也想回到家乡安住一段时间 或者有机会的话 会选择环游世界 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李芷源一脸遗憾道 那真是太遗憾了 我还想着 能在异国他乡 难得遇到能聊得这么开心的朋友 谁知道 你们转眼就要分别了 安妮笑道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几天时间才走 这几天 我们也会追逐大千玺的野生动物 拍一些特别留恋的照片 到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啊 赵安一听有矿山要卖 顿时就来的兴趣 就问维克托大叔道 听说你的矿场需要挂牌售卖 我有些感兴趣 不知道你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维克托露出惊讶的表情 说道 中国的小伙子 你也对矿产业感兴趣的吗 赵安笑道 我不是对矿产业感兴趣 我只是喜欢投资 如果维克托先生的矿山 值得投资的话 我是不介意买下你的产业的 维克托喝了一大口啤酒 说道 我的矿业公司 叫做机械先驱联合矿业集团 总部位于多多马 成立至今有50多年的历史了 是我从我父亲手里接手的 现在集团的运营状况良好 要不是最近 我感觉身体开始有些滑坡 我是不会想到 要把它卖掉的 说了那么多 没一句是重点 赵安也喝了一口啤酒 笑道 然后呢 维克托接着说道 公司旗下现有矿场五座 分别是两座坦桑石矿场 两座蓝宝石矿场 一座金矿矿场 员工合计有600多人 怎么样 有兴趣吗 赵安笑道 蓝宝石我倒是听说过 坦桑石是什么 维克托满含深意地看了赵安一眼 心道果然是外行 一会儿又淡笑着解释道 坦桑石也称有莲石 是坦桑尼亚独有的宝石及矿物 价值比蓝宝石略低一些 但是因为 只有坦桑尼亚能够出产 所以 在世界宝石的格局中 还是具有一定的地位的 而其独有的袋子的电蓝色 深受欧洲和北美富豪们的喜爱 赵安点头表示受教了 长姿势了 说道 这样 维克托先生 你可以先保留你挂牌售卖的权利 我让我的经理人 在一个星期内赶过来 到时候 我们会具体考察一下 在商讨投资收购的事宜 你觉得呢 维克托笑道 没问题 小伙子 我们还要在赛伦盖地晚上好几天 不如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凑合到一起 这个地方就跟我的后花园一样 我可是一个很好的向导 赵安笑道 非常好 来 干杯 一群人又喝酒聊天直到深夜 这才惊心而归 第一次住帐篷酒店 是一种奇特的经历 这里其实没有蚊虫 但是酒店仍然给每个床铺配备了蚊帐 非洲的工业其实很少 所以空气的质量非常的好 赵安拥着李指缘 躺在干净整洁的木头床上 看着帐篷外广阔无垠的星空 伴随着夜风吹过帐篷的声音 沉沉地睡了过去 早上六点的时候 李指缘就再次兴奋地睡不着了 指着地平线上 刚刚从彩云中露出半边脸的昭阳 对赵安嚷嚷道 快快起来 陪我一起看日出 非洲的日出 没办法 赵安还是迷瞪着眼睛 陪李指缘看了十来分钟的非洲日出 朝阳 清风 临间帐篷前年轻的情侣 非常和谐的景象 我说你们两个 一大清早的 我这早饭还没吃呢 倒是先被你俩喂了好大的一把狗粮 同样早起的李秋水 看着你浓我浓的赵安李指缘二人 愤恨地说道 没听过吗 虐狗是可耻的行为 李指缘回头 给了李秋水一个甜甜的笑容道 说得对 但那是针对单纯的单身狗 你是个例外 你是单身渣狗 哈哈 李秋水一拍额头 他现在才发现 他被李指缘磕得死死的 以往他和赵安斗嘴 好歹也能斗个你来我往的 这李指缘一上场 直接就击中他的要害 对方又是个女孩子 还是好哥们的情侣 不好下死手啊 李秋水冷哼一声 去找吃的去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才是男儿本色 吃过了早餐 想到现在是国内时间两三点左右 赵安给猎头公司的郑高杰打了个电话 问他为赵安猎头的人员到位没有 郑高杰笑道 哈哈 赵兄弟 你需要的人才 刚好今天下午全部到位了 我还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有这要巧的吗 赵安说道 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吧 郑高杰道 是这样 这次一共给你物色了三个行业的精英 都是各大企业的优秀人才 具体的资料我给你发邮箱里了 你有时间看一下 再做出具体的安排 挂了电话 赵安打开自己的电子邮箱 里面果然有一封未读邮件 点开邮箱 里面是三个人各自的简历 第一个是位三十来岁的男子 姓赵 是赵安的本家 名字叫做赵海东 老家是东北的 曾担任国家资源署的海外高管 有丰富的矿业开采和管理经验 第二位也是三十来岁的男子 名字叫做邓强 先前是在一家小型外企担任CFO 也就是首席财政官 有很强的财快管理经验 看到第三位的时候 赵安眼前一亮 照片上是一个成熟的美女 也是三十左右 或许不到三十 总之成熟的职业女性风情 让赵安下意识地忽略了她的年龄 资料上介绍 这个美女叫做徐文倩 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常说的MBA 曾在沃尔玛 微软等国外民企工作过 回国后倒是没有具体的工作经验 这次也是赶巧了 正好碰上正高级的猎头公司 在寻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就把这个徐文倩推荐给了赵安 看了邮箱里三人的资料 毫无疑问 这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赵安又没有别的人可以用 是骡子是马 先拉出来溜溜再说 再次打电话给正高杰 赵安说道 我现在在坦桑尼亚 正准备收购一家当地的矿业集团 而且 我已经和对方初步洽谈过一次了 你让赵海东飞到这边来 帮着我完成这次重要的收购 正高杰回应道 好的 那其他人呢 你准备怎么安排 赵安想了想 说道 你让邓强准备一个专用银行账户 我会给他转五百万过去 我在江城的CBD租了一个平层 你让徐文倩主持公司办公室的装修工作 装成什么样子 需要什么 都由他决定 资金从专用账户里出 正高杰心里嘀咕道 五百万 就这么交给一个素未蒙面的人 就不怕这人卷款跑了 说实话 赵安还真不怕 当初那个黄杰躲得那么好 不还是被赵安靠真实只眼给找出来了吗 并且五百万 对现在的赵安来说 还真不算什么 而且 徐文倩和邓强 分别作为将来公司的CEO和CFO 肯定会相互监督的 结束与正高杰的通话前 赵安还授权徐文倩 可以开始招聘组建公司必要的员工 务必让公司在赵安回去后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运转 接下来 就被李芷源拉着上了车 急匆匆地往草原伸出赶去 越野车一路向北 穿过一片高低起伏山谷 与平原的地形结合后后 在那一望无际的金黄草原 映入眼帘时 视觉冲击带来的 难以自制的激动和震撼 用李芷源的话来描述就是 当时就想直接滚下去 一直滚下去 长阳在草原中打滚 当然 滚是不可能的了 赵安用睁眼侦察道 前方好几只花豹在草丛中潜伏着 正准备袭击一群 正眉眉啃啃食着野草的黑斑林 拍下几张照片后 一行人继续前行 又经过一群羚羊的族群 李芷源开心地大叫道 赵安你快看 赵安笑道 看什么 不就是一群羚羊吗 李芷源笑道 这群羚羊肯定是羚羊中的时尚羊 你看他们 全部都画着眼线和烟熏装 刘长领哈哈笑道 那是格兰特邓林 以优美的脸部曲线闻名 李秋水打句道 说不定你画上烟熏装 还没有这些邓林好看 哈哈 李芷源冷哼一声道 要不你画一个试试 说不定你能成功打入邓林部落内部 据说羚羊都是一夫多妻制 没准会给你安排十几头母邓林 随时等候你的宠幸呢 李秋水打了个哈哈 指着远处的斑马群道 快看 斑马 赵安也是个去人 接唱道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着了 再给我看看 你受伤的尾巴 李秋水觉得自己上辈子 可能是欠了这两人的 以前就一个赵安 自己还能勉强对付 现在多了的李芷源 他就对付不过来了 再往北走的路上 已经可以看到 迁徙的主力军脚马了 开始只是一小群一小群 灵星地出现 继续往前就发现 一下进入了迁徙大军的领地 满山遍野 刘长林也是个老司机了 在这一段路行驶车速会比较慢 因为前方路上会不断有 慵懒的脚马和斑马 躺着挡住去路 食草动物在遇到情况时候 会先愣住 其实是在警惕 然后再做出反应 车速太快的话 必然就会有车祸发生 又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 李芷源就又忍不住 要下车去打滚了 这次赵安没有拦他 而是拉着李秋水 一起下了车 王斌和卫祥 也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 看着赵安抱住李芷源 李秋水则是一个人 欢快地从山坡上滚下去 惊得一群卧倒在草丛里的脚马 四散奔跑 玩闹了一阵 一行六人继续上路 一直抵达格鲁米提河的边上 在对岸一个拥有开阔视野的小山坡上 维克托和安妮大妈一行人 已经扎下了营地 等待观摩脚马大军过河的场面 李芷源开心大笑 远远地朝他们挥手 对面也挥手之意 等到赵安他们也开上了山坡 李芷源一下车 就拉着安妮大妈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分享着这一路上的惊奇经历 安妮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一边听着李芷源与吴伦次的叙述 一边微笑地同赵安他们点头招呼着 临近中午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零星脚马出现 接下来又越举越多 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军团 可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 脚马并没有立即过河 而是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地来回游荡 面对李芷源疑惑的目光 安妮大妈解释道 脚马的很多行为 让人琢磨不透 他们是群居动物 可是却没有首领 他们的很多行为 都是因为某一只或者几只 作为先行者 那么后面的脚马大军 就会被带动 并一拥而上地跟随 正说着 这不脚马俨然已经聚集到了岸边 准备过河了 众人立马拿起相机 静静地等待壮观的那一刻 先是两三只脚马汤进了河里 接着是三五成群的往前冲 然后是争先恐后的汹涌向前 过完河的脚马都聚集在岸边 他们是幸运的 没有遭遇掠视者的捕食 李芷源一手拿着长筒相机 一只手招呼赵安监生叫道 快看 鳄鱼来了 一群张开着血盆大口的鳄鱼 缓缓地朝脚马群逼近着 脚马群依旧不管不顾地 朝对岸前进 一头鳄鱼扑进脚马群里 咬住一只脚马的大腿 然后猛烈地左右摇摆 这就是著名的死亡旋转 旁边的一只脚马也是受到波及 腿部受伤 被困在河中无法动弹 发出绝望的叫喊 此时 赵安他们这些旁观者 除了静静地看着 无法做任何事情 心中不免有些感慨 感慨大自然的无情 但这又却正好是塞伦盖地的魅力所在 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这一个群落的脚马 全部过了河 继续一边啃食着野草 一边向北方水草风暴的地区迁徙着 李芷源眼中的惊奇和震撼 渐渐消散 又同安妮大妈一起聊了起来 赵安找维克托留下了联系方式 表示回到多多马 就会到维克托的机械仙区 联合矿业集团观摩和考察 日落时分 众人收拾了一下 启程往回赶 赵安等人 又回到昨夜住过的酒店休息一晚 维克托等人 则是连夜开回了多多马去了 这夜李芷源等人 持续了半小时之久 虽然他们知道 在房间里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还是忐忑地 一直过了很久 才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起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赵安等人离开酒店 悠哉悠哉地往大门方向出去了 往南的路上 他们没有过多地停留寻找动物 只是傻傻地望着窗外的草原 想通过他们们的双眼 再多看一些画面 多记住一些风景 出了塞伦盖地国家公园 李芷源又拉着众人 去曼雅拉湖游逛了一天 晚些时候 经过四次转机 辗转从江城抵达多多马的赵海东 赵安的新聘的海外总管 电话打到赵安的手机上 表示自己已经就位 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赵安把工资和小费 加倍付给了刘长岭 感谢他一路的照顾和陪伴 一行人才恋恋不舍地 前往坦桑尼亚的首都多多马 多多马 位于坦桑尼亚国境中部高原上 接近国土几何中心 相对经济中心达雷斯萨拉姆来说 多多马市较小 也不如达雷斯萨拉姆发达 维克托的机械先驱联合矿业集团 就坐落在多多马的市区 赵安等人在会和赵海东后 并没有立刻前往 而是在多多马的一家酒店先行住下 准备先行收集一些信息 再前往考察 并商议收购的事宜 赵海东个子挺高 长相略显粗犷 见到赵安后 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 赵安又问了一下其他的情况 当场录用 待遇方面 赵安则表示 对赵海东的待遇 对比之前在国企的时候翻三倍 并且 如果赵海东长期驻守坦桑尼亚的话 这边的所有产业都会交给他打理 并且将会拥有年利润的5%的分红 在酒店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 赵海东简单地给赵安等人介绍了 他所收集到的信息 他说道 根据我的初步调查 赵总所说的这家机械先驱联合矿业集团 成立时间超过了50年 是最早在坦桑尼亚开采坦桑时的企业之一 赵安问道 现在他们的运营状况怎么样 赵海东说道 据公开信息显示 这家公司的运营状况还算可以 只是近几个月的业绩有所下滑 从我的从业经验来看 他们要卖掉公司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 业主的年纪大了 而是开采年限太久 矿卖接近枯竭所致 只有金矿石矿山的运转还算良好 矿卖枯竭 赵安眉头微皱 新到这个维克托也是够阴的 这踏马矿都开采枯竭了 自己还买来做什么 呼得赵安又说道 赵海东找来一张坦桑尼亚的地图 在地图上比划道 他们的蓝宝石矿场和坦桑石矿场 都位于西南部的塔玛拉区 金矿石矿场位于阿鲁沙区 顺着赵海东的指引 赵安找到维克托的矿场 四个睁眼插下去 分别插在四个矿场的中心位置 一瞬间视野转换 转移到矿场的地下矿卖当中 果然 赵安的睁眼视野中 矿卖的表层坑洞密布 所含有的宝石光点 也是稀稀拉拉 赵安看向其中一个光点 睁眼对其的介绍是这样的 蓝宝石原矿石 重量2.3千克 内含中蓝色蓝宝石 进度为VS级 重量4克拉 为切割价格估值4万人民币 赵安之前了解过 蓝宝石的价格区间很大 根据它的颜色 进度 重量 还有切割 都有很大的关系 前三个都好理解 切割在蓝宝石的价值中 所占比重 却仅低于颜色 蓝宝石的切割 是为了保留住大部分的颜色 颜色是对价格影响最为关键 而不是为了精确 让蓝宝石为了形状的完美 这种大小和质量的蓝宝石 在表层矿脉显示的并不多 至少在睁眼视野下 闪烁的光点看来确实如此 坦桑石矿场也是如此 经过50多年 资本家们放肆地开采 表层矿脉几乎开采殆尽 可是赵安脸上 却露出惊喜的神色 因为睁眼视野下 表层矿脉下方 密密麻麻地闪烁着 赵安看向其中闪得 最亮的一颗之一 睁眼对其的介绍是这样的 蓝宝石原矿石 重量4.6千克 内含亮蓝色蓝宝石 宝石进度为IF级 重量10克拉 为切割价格估值 1亿8千万人民币 这次的介绍 在宝石的进度上 多了宝石二字 显然在睁眼的理解下 像这样质地的 才能承置为宝石 这块原石为切割的价值 就达到了惊人的1亿8千万 那如果切割出来的话 价格翻上一倍 都是有可能的 并且像这样 集数的蓝宝石 在下面一层的矿脉中 还是蛮多的 另一边的坦桑石矿脉 也是如此 表层矿脉 经过粗放式的开采后 有价值的矿石所剩无几 但是下层矿脉中 有价值 甚至说是高价值的 坦桑原石 比比皆是 细想一下原因 赵安有了自己的猜测 那就是 坦桑尼亚国内的 工业基础薄弱 缺乏高精度的 地质勘探设备 而像维克托这样的 老一辈资本家 又缺乏进取精神 一味的粗放掠夺式开采 赚取高额的利润之后 却不愿意 进一步增加投入 还不如卖掉划算些 当然或许年纪大和 无人继承 也是原因之一 资本家的话 半真半假 谁知道呢 于是赵安开口 问赵海东道 那你觉得 我们还有收购的必要吗 赵海东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都说得这么明显了 你竟然还想着收购的事 就踏马的那么想当资本家吗 但长期的职业素养 还是让他硬着头皮说道 赵总 就我的认知而言 这个机械先驱 联合矿业集团 没有收购的必要 赵安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说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非要收购的话 其实只要措施得当 其实是能以比较低的价格 完成整个收购的 对吧 赵海东懵懂地点头道 原则上 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赵总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 您的实力如何 但我觉得 真的没有必要 哪怕是新开一个矿场 可能投入和产出的回报比例 恐怕都还要高一些 赵安笑道 你的建议在我这暂时保留了 唯我的打算 说着 又跟一旁玩手机的李秋水说道 水哥 这个得势智慧你一下 关于维克托的联合矿业 李秋水正和李纸园组队玩和平精英 玩得正起劲 抬头猛逼地说了声 啥 然后又低头玩他的吃鸡游戏去了 赵安说道 根据我和你商量过的原则 好歹你也是股东之一 像你知会一声也是很有必要的 李秋水头也不抬 说道 我就是个小股东 大头都是你出 你决定就是了 以前咱俩是除了老婆 你不能动 现在是你只要看上啥 都可以随便用 呼的 他手机里传来轰隆的爆破声 李秋水尖叫着 从椅子上蹦起来 对着李纸园狂喷道 李警官 好歹你还是职业警察 手雷都不会扔的吗 李纸园唬着脸道 我炸的就是你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你看上 啥就可以随便用 我想问你看上啥了 想要怎么用啊 李秋水谈笑着说道 哎呀呀 你瞧瞧我这笨嘴 一不小心就说吐鲁嘴了 别生气 别生气 快拉我起来 我还能继续战斗 这两活宝 赵安哭笑不得 咳嗽了一声说道 是这样 我决定 对维克托的机械先驱 联合矿业集团 由赵海东主持 全力收购 李秋水的吃鸡 二人组头都不抬 王斌卫祥 则是漠不关心 只有赵海东是一脸猛逼 赵安可没有照顾 赵海东情绪的想法 接着说道 赵海东负责前期的 所有考察和谈判的工作 我会提供二百万人民币 作为这次谈判的资金 你可以自行招募人手 务必达成目标 赵海东能怎么办呢 对方是他的新任老板 还依附不差钱的鸟样 所以只能选择屈服了 反正 老话怎么说来着 来都来了 赵安继续问道 他们之前的挂牌价是多少 赵海东想都没想 说道 八千万美刀 赵安点了下头 说道 好 这样吧 我的底线是六千万美刀 你可以接着往下砍架 砍下来的部分 我会按提出的百分之三十 付给你 但我的要求 就是 这次收购 必须成功 不许失败 有问题吗 赵海东严肃道 没有问题 保证成功 绝不失败 说完就出门去 准备开始他的新工作去了 至于他要怎么完成 赵安不管 静等结果就是了 没理会吃鸡入迷的李秋水二人 赵安同王斌和卫祥说道 是这样 这边等赵海东 把维克托的矿场买下来 我需要你们留下一个 来担任公司副总 你们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人 不管是人品 还是为人 我还是信得过的 留下来 也不用你们管理公司 公司的运转 还是由赵海东主管 你们只需要监督 赵海东一人就可以了 王斌和卫祥面面相去 这就副总了 他俩还啥事都没干 就陪着领导旅游了一圈 就做火箭般的 升到副总级别了 赵安看他俩半天没说话 知道他们心有顾忌 便解释道 我毕竟也不可能常住这边 而赵海东又是出来乍到 我们对其的人品秉性并不熟悉 对你俩我却是放心的 所以我要求你们能留下一个 来替我监督赵海东的工作 还有公司的账目 其他的全都不用管 另外 留下来的待遇不便 只是会增加一个海外津贴 类似于分红的样子 而且最多两年 就会调回国内 怎么样 你俩表个态 谁留下 谁跟我回国 其实赵安也是没有办法 可是实在没人可用 最好的人选是李秋水 但是李秋水是立志要当渣男的 这里全都是不符合 他审美的黑人小姐姐 他哪会留下来做这个 而卫祥二人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赵安觉得 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试着用一下 不行再想其他办法 实在不行 留一个真眼在这 也是可以的 结果还是卫祥举手说道 要不还是我留下吧 既然老板这么信任我们 我愿意留下来 给老板把好官 绝不让萧小之徒有机可乘 听到卫祥的主动 王斌不禁有些汗言 惭愧地说道 老表你还年轻 还没有逃老婆 要不还是我留下 不能耽误了你 卫祥撇了撇嘴 用滇生老家话说道 老表你啥子意思撒 我正两年前回去再说 姑娘也扩一撒 你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 孩子虽然跟了你前头那个婆娘 但还是要时不时地 去看望一下的撒 免得以后长大了 生分了 见王斌还想说点什么 赵安连忙也用滇生官话说道 好了吗 就弄个决定了 卫祥留下 当这个公司的副总 给我把工作做好了 回来后 我跟你说个婆娘 亲切的乡音 逗得未祥哈哈大笑 其实他愿意留下 还有一个原因 长途晕迹的滋味 实在太难受了 接下来几天 赵安等人 便在多多马的周边随意游玩 有时也窝在酒店里 玩玩游戏啥的 第六天的时候 赵海东回到酒店 向赵安汇报收购进度 几天的忙碌下来 赵海东人都瘦了一圈 但精神却是十足 也是 他以前在国企工作 撤肘总是很多 而赵安则是直接打钱 其他全部不管 只要一个满意的结果 赵海东把一份异项书 放在赵安面前 说道 赵总 收购案这边 初步的异项已经达成 价格也基本弹拢 这是异项书 你看一下 赵安拿起异项书大体 看了一下 说道 价格方面弹拢了吗 赵海东说道 弹拢了 五千五百万美刀 赵安点了下头 说道 对方还有其他的什么要求吗 赵海东笑道 其他要求倒是没有 维克托先生只是表示过 希望尽快签署收购合同 完成交接 他想尽快回到英国的家乡 赵安也是吃笑一声 说道 这个维克托 老狐狸了 行 就这样 既然双方都希望尽快交接 那就安排在明天吧 赵海东微笑道 好的 赵总 赵安起身拍着赵海东肩膀道 交接完成后 你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全面负责矿业集团的开采工作 怎么样 有信心吗 赵总 赵海东受宠若惊地起身道 赵总 这 我这出来乍到 不太合适吧 赵安大大咧咧道 没事 你不用担心 这几个矿场 我早就请人看好了 依然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 我们收购完成后 立马会增添一批勘探设备 用来保障矿山的有效产出 赵海东见赵安说的信心满满 也定下心来 诚恳地说道 放心吧 赵总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赵安含笑道 到时候 我只给你配一个副总 其他的人选都有你来决定 你可要把公司的责任担起来哦 配一个副总 国企出来的赵海东 哪里还不明白赵安的意思 也点头说道 好的赵总 我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 赵海东领着赵安几人 驱车来到了维克托的公司 机械仙区联合矿业集团 维克托精神绝朔 满面红光地来到门口迎接 哪里有身体不行 需要退休的样子 双方在谈判的时候 维克托就了解了赵安的财力情况 所以现在 才显得异常的热情 维克托握着赵安的手 笑道 赵朋友 赛伦盖地一别 甚是想念啊 没想到赵鹏 有时如此的少年英杰 出手不凡啊 面对着维克托肉麻的恭维 赵安面带笑容 心里却是不停地吐槽 老婴并 接下来 维克托又给赵安介绍了公司的高层 这些都是 陪着维克托一起征战的老人了 以后公司换了东家 这些人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好在签订的收购合同中会规定 对老员工的退休安置问题 也不至于让这些人的境遇太尴尬 接下来就是合同的签订 双方交换了合同 赵安按照约定打款 这家名为 机械先驱联合矿业集团的公司 就是属于赵安的了 作者有话说 现实中收购公司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许多的程序和步骤 这里作者君就一笔带过了 希望看官们不必太较真 老话说得好 认真 你就输了 大家开心就好 老狐狸维克托 收到了赵安的钱 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好像走晚了 赵安会拉着他反悔一样 赵安也没有管他那么多 公平交易 你亲我怨 谁反悔谁是小狗 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 赵安虽然没有当过 老总管理过公司 但流程还是知道一些的 老话说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不是 于是 赵安召集了公司的高管 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第一项 就是宣布任命 任命赵海东 担任新的机械先驱 联合矿业集团的总经理 全权负责公司的 一切大小事务 至于原先的总经理 怎么安排 赵安没有说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也不认识 爱咋咋地 赵海东也起身 做了个自我介绍 勉励下各个同事之类的云云 接着 赵安又任命魏祥 为公司副总 工作范围倒没有说是什么 但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个副总 才是老板真正的心腹 唯一的作用 就是牵制和监督 总经理赵海东的 接着 由公司的现有的高管 轮流介绍公司各项情况 管财务的 管行政的 管矿务的等等 一一起身说了一大通 带着各式口音的英文 赵安四级刚过的水平 也听不太懂 无非就是账上没钱 工资拖欠 设备老化 工人备懒之类的 而且估计以老狐狸为客 拖的尿性 也不会给赵安 留下什么好东西 不过无所谓 赵安有把握 既然买下来 肯定是能有所产出的 至于能产出多少 就要看赵海东的运营情况了 赵安看了下 这些前公司的高管 心里冷笑了一下 各有心思也好 等公司运转走上了正轨 再慢慢地收拾他们 等这伙人汇报完 赵安微笑着说道 大家都是公司的元老 为公司辛勤工作 创造利润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三天之内 我会为再次为公司 注资一千万美刀 主要用于更新设备 和员工激励等 具体的规划 由赵海东统筹完成 到时候出一个清单和计划书 有问题吗 最后一句 是对赵海东说的 赵海东心领神会 起身说道 没问题 BOSS 开完了会议 案里就是要到各个矿山去考察 毕竟公司最值钱的 就是这五个矿山 赵安花五千多万美刀买下来 看都不去看一下 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于是 几个负责外务的公司高管 簇拥着赵安 驱车前往位于塔利马区的矿场 离得近一些的 是一个坦桑石矿场 这个坦桑石赵安后来了解过 是一种新型宝石 价值比蓝宝石略低一些 但在宝石市场 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 到了矿场 戴上安全帽 赵安领头走进矿区 进了矿区 就看见坑口坑坑洞洞的破败景象 几十个工人拿铁锹拿稿的干活 现代矿山设备几乎没有 几个仅有的电稿 在工人的操作下 还实灵实不灵的 赵安对赵海东吩咐道 该添置的设备不要吝啬 缅甸翡翠矿区 几乎都用上挖掘机了 这里也不该太落后才是 碳矿的设备也要跟上 钱不够 还可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 赵海东应道 是 赵总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赵安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道 不 你不明白 适当的投入 是为了更好的产出 在刚进矿区的时候 赵安就已经插下了针眼 仔细寻找一番后 在一个坑洞壁的内部朝下的位置 找到一块针眼 视野里亮度最高 价值也最高的坦桑石 针眼视野里 他的介绍是这样的 坦桑石原矿石 重量4.7千克 内含宝石级VB坦桑石晶体 晶体进度为VVS 晶体重量为0.45千克 为加工估值为600万人民币 VB的意思是 蓝色为主色调 VVS是第二高的进度级别 最高为Type1 带头走进了这个坑洞 赵安一边思索着 如何不着痕迹地 把这块坦桑石挖出来 一边继续跟赵海东说道 像这样的老矿区 表层的矿石早就开采殆尽 但我能肯定 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矿石 还没有发掘出来 所以就需要更先进的地质勘探设备 来保障我们的生产 然后对这个矿区现在的负责人道 你去找几个工人过来 不一会儿 来了几个带着工具的工人 赵安指挥道 对着那个坑壁挖下去 这个位置是赵安随意指的 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 果然 挖了半天 毛都没有发现 然后赵安又指挥挖另一个地方 依然是毛都没有 最后赵安又指了针眼 发现坦桑石的地方 说道 这也挖一下 工人们摸不着头脑 高管们也是一脸猛逼 赵海东也觉得 赵安是在消遣他们 赵安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让他们挖这几下 就是想让你们明白 这些表层矿坑 已经没有挖掘的价值了 并不是想消遣你们 突然几个 正在挖掘的工人 口中传来惊呼声 当地的鱼种赵安也听不懂 矿区负责人好像听懂了 连忙上前查看 好家伙 居然出货了 矿区负责人 捧着刚出坑的坦桑石 快步小跑到赵安面前 笑道 老板 出货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矿区的主产 高级坦桑石 赵安接了过来 肉眼仔细端向着 这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这块坦桑原石成块状 有一点层次感 有一个边上 露出一抹亮丽的蓝色 像是镶嵌在里面一样 这就是坦桑石了 矿区负责人 指着蓝色的位置说道 老板 这就是坦桑石了 就这块宝石的色泽 进度 至少能至20亿 20亿 赵安有些惊奇道 矿区负责人连连点头道 相信我 老板 20亿 只多不少 赵安忽然就明白了 矿区负责人说的 是坦桑尼亚的货币 单位是坦桑尼亚先令 对人民币的汇率 大概是360比1 也就是说 20亿坦桑尼亚先令 大概也就值人民币 不到100万的样子 但这也正是赵安的终极目的 通过汇率 来卡真实只眼的Bug 不然 要靠真实只眼 正合法的人民币的话 猴年马月能挣到百亿千亿 来满足真眼生 八九级的好运值 想到这 赵安对赵海东说道 你马上以我的名义 在坦桑尼亚银行开一个户头 然后把这块坦桑石卖掉 卖掉得来的 先令存入这个户头 赵安在缅甸的曼德勒 成功卡过一次真眼的Bug 不知道坦桑尼亚先令行不行 但不管怎么说 总要试试才知道 赵海东拿着证件去办事去了 赵安在矿区安兴等候 一边同李指缘 李秋水他们 随意聊天打去 也就一小时左右 赵安脑海中 想起机械般的女生 获得好运值21亿 好运值加21亿 成功了 果然能行 赵安心情莫名地激动起来 这下真眼的升级 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了 赵安心里默默地想着 好运值的增加是基于合法收入来计算的 但好像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汇率的因素 可能是不屑 也可能是汇率的计算太麻烦了 比方说 低于人民币汇率的免币吧 收获的免币换算成人民币 总会有小数点吧 到时是计算为好运值是四捨五入 还是忽略不计啊 而且还有汇率波动的因素 总之乱七八糟 管他了 既然真眼计算的好运值 自己出现这样的漏洞 还不让人抓住这个漏洞 给使劲地利用 没过多久 去给赵安办事的赵海东也回来了 虽然他不明白赵安这样做的用意 但老板的吩咐 还是赵做了 他拿着银行卡 和其他的一些证件 递给赵安道 赵总 你吩咐的事已经办妥了 这是银行卡和其他文件 你收好 赵安笑着结果说道 以后公司的收益 你就给我打到这张卡上 货币就用坦桑尼亚的先令 我有需要 我会自己转换的 赵海东点头道 我知道了 赵总 接下来 赵安又在众人的陪同下 参观了剩余的几个矿区 看着真眼视野下 密密麻麻的宝石和金矿时光点 赵安很是满足 这些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 还是他的好运值 好运值一涨 真实只眼的升级速度 做火箭般飙升 想想就是美滋滋 至于聚会率更低的地区 享受一刀999 瞬间满级的情况 赵安也想过 只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 确实也没有那么迫切 这第二嘛 就这样 有人帮忙采矿打经验也挺好的 自己就挂个机 好运值就自动的蹭蹭蹭的往上涨 他不香吗 完事了回到酒店 赵安最后给赵海东交代道 这里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们明天就启程回国 机票我们都已经订好了 我成功的注资和答应你的收购差价提成 在我们明天走之前都会到位 你之后的任务 就是尽心尽力地把公司正常运转起来 赵海东道 我会尽全力 把公司的业务做起来 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赵安恩了一声道 你的能力我是放心的 还有一件事 赵海东道 赵总 你说 我照办就是 赵安笑道 不是什么大事 而是国内公司的事情 国内的公司现在还没挂牌成立 等我回去了 你要做好跟国内的公司的对接工作 毕竟现在坦桑尼亚的矿业 是公司现在的唯一业务 赵海东笑道 你放心吧 赵总 这些事 我以前也做过 不会有什么差池的 次日早上 赵安按照既定的规划 把钱转到矿业公司的账户上 关于赵海东的差价提成 也如约付给了他 这一通收购下来 赵安的现金缩水了将近5亿人民币 但收获了一家老牌的矿业公司 五个成熟的矿场 怎么算都是不亏的 而且 这一趟游玩下来 无论是自然风光 还是动物世界 都极大的开阔了赵安的眼界 更重要的是 增进的同李子元的感情 订好的机票是早上10点 赵海东和卫祥开着车 把赵安李子元等人送到了多多马的机场 在起立马扎罗买下的越野车 也留给了公司 毕竟运回去的运费 都够买两辆的了 赵安等人到了时间就直接登机了 只有卫祥和王斌 还在依稀别 毕竟俩表兄弟的感情 还是蛮好的 一直到地勤人员提醒舱门快关闭了 王斌才转身快步 跑上了旋梯进了机舱 这次的航班不是在迪拜转机了 而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亚迪斯贝巴博来机场转机 然后再乘坐亚迪斯贝巴飞燕金的航班 回到国内 结果在亚迪斯贝巴机场转机 后机的时候 赵安碰到一个熟人 正是在缅甸的时候 把赵安五花大绑 后来又被赵安反绑的林婉孝 当时赵安正上厕所出来 转脚正好跟准备进门的林婉孝 差点撞到一起 赵安也有些惊讶 也没想到 回国转个机都能碰到熟人 此时的林婉孝 打扮是优雅时尚 像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 其实赵安对她的身份有些猜测 只是这些猜测 不好付诸于口 而林婉孝见了赵安 也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却马上又假装不认识 面不改色地跟赵安擦身而过了 让赵安想打招呼的举动 复之东流 回到后机的椅子上 恰好看到这一幕的李秋水 不动声色地往赵安这边靠了靠 又悄悄地看了眼 正玩手机的李指缘 一脸小剑地对赵安轻声说道 这李指缘还在旁边呢 你就那么地迫不及待 不顾一切地 想沾花惹草了 赵安比一道 去死吧 渣男 刚才那一位 是我惹不起的存在 我可一点都不想招惹他 而且一碰到他 准没好事 李秋水有些惊讶 但笑容更加玩味道 哟 还有赵公子这种 新近富豪招惹不起的存在 赵安没好气地说道 我算什么富豪 顶多就是一个爆发户 可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 李秋水道 这么水灵的一个女子 穿得那么时尚大气 能有什么身份 赵安也靠近李秋水 两个人的头 几乎都要靠在一起了 他轻声缓缓地说道 我怀疑这个美女 是国家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 你要不信 完全可以亲自去试试 到时候 一个妨碍国家安全的罪名 给你安下来 倒就是神仙也难救了 怎么样 你敢吗 渣男 李秋水惊呆了 然后又逮着赵安问道 那我就奇怪了 踏马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赵安面露得色 思索了一下措辞道 上次我去缅甸的时候 和他打过一次交道 也是从他那里得知 缅甸军方即将暴动的情报 所以我当机立断 立马开车连夜从曼德勒赶了回来 不然按照当时我们的计划 是要等到曼德勒的公盘拍卖 买好了翡翠原石才回国 可那样 我们就有可能 现在混乱不堪的缅甸 生死难料了 李秋水也没想到 赵安居然有这么离奇的经历 对他的说法倒也信了几分 他还是疑惑地问道 那他这次出现在埃塞俄比亚 是不是又有什么恐怖的事要发生啊 你说的 我心里怪害怕的 赵安心里也没底 虽然埃塞俄比亚政局一向稳定 算得上是非洲比较平稳的国家之一 但他们其中一部分人 信奉的异教 却往往是世界争端的挑起者 好在没多久 机场广播就通知他们登机了 又经过20小时的长途飞行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燕京国际机场 赵安和李秋水 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不想再坐飞机的四人又转成了动车 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终于又回到了江城 赵安情侣二人回了水岸花都 李秋水则回了自己家 王斌表示要回出租房 他还要给卫祥寄行李 赵安的精神还算可以 却被李芷源则以导师插为由 拉着赵安陪睡去了 又是一天的清晨 水岸花都的别墅内 李芷源小手拍打着赵安的胸口道 都怪你 你个下流的坏痞子 赵安苦笑道 怎么就怪我呢 正气的正直小伙儿 大清早的 哪受得了你这套 李芷源拉过被子 演了一下自己的暴露的春光 一挑没道 我不管 就怪你 本来还跟我妈约好 说一会儿去我家的 这下好了 搞得我手脚酸软 全身乏力 不怪你怪谁 原来李芷源早起洗完树 就给李慕沈一秋打过电话 约好一会儿 带赵安上门拜访的 看到熟睡中的赵安 却又捉弄之心大起 谁知道被赵安一把抓住要害 年轻人又不懂得节制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场面 小情侣又磨蹭了一个小时 终于还是起床收拾整理 呱呱胡子 梳梳头发 条条衣服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才双双出门 去往李芷源家里 已经给卫祥寄完行李的王兵 开着库里南 早早地就在楼下等着了 车上赵安还想着 第一次探望准月父母 是不是该买点 什么东西的 却被李芷源拒绝到 哎呀 买什么买 我妈那个人 对这些不讲究的 而且 你打算送的都是些贵重物品 并且你都带了上次在陆安买的茶叶 我觉得就挺好 赵安只好迂回地说道 那就再买两瓶酒 总是可以的吧 今天中午就开来喝掉 任谁也找不到毛病是不是 李芷源没好气地说道 还喝酒 我是不会再在你面前喝酒了 要不是喝酒 我也不会在你手里 现在想想 亏大发了呀 最后 赵安还是顺路 让王兵找了家烟酒行 买了两瓶红酒 花了小两万 也不算太贵重 李芷源只好游得他去了 李芷源家住在一个名为 丰树湾的小区 这个小区的居民楼 普遍是小型的高层 没有电梯高层 那样的逼迫感 小区环境还算安静雅致 草木轻松 说明物业管理得很好 听李芷源说 这个小区多数都是公职人员 因为当初开发的时候 有关部门参与了协同规划 再作为福利性质 让在职公务人员 以合适的价位购买 当库里南开进小区的时候 还是引来无数目光的观望 更有沉不住气的脱口而出道 我靠 库里南 咱们小区啥时候 有人结识开库里南的了 这话的深层意思 说明这个小区的公务人员 还算连结自律 所以 李芷源今天做库里南回来 还是稍微有些高调了 但按照赵安的说法就是 只要自身型的证 合情合理合法 高调一些也没关系的 惹得李芷源一阵白眼道 就你歪里多 希望一会见了我妈 你也能像这样一正词言 赵安善笑道 实在吓错了 女王陛下 到时候 你可要多多美言及究 李芷源冷哼道 瞧你那死样 在楼道口下了车 王冰先把车开走了 赵安提着上门的礼物 李芷源则同一楼的住户 热情地打着招呼 王阿姨 做饭呢 正做好了 一会下来吃点 王阿姨隔着窗户的房道 窗回应道 不了 我妈早就坐好等着呢 李芷源笑眯眯地说道 哟 周姨 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死丫头 今儿是周六 上哪门子班啊 楼道另一边窗户的周姨 假装恶狠狠地说道 你这死丫头 这都好多天没见你了 听说你立功了 升职也快了吧 李芷源假装大大咧咧道 嗨 没影的事 周姨又看了眼赵安 眼神银鱼地看着李芷源道 男朋友吧 李芷源有些害羞道 不跟你讲了 我先回家了 回头再找你聊啊 说完 拉着赵安 就往家去了 等他俩上了楼 旁边的王阿姨 贴着房道窗低声喊道 老周老周 刚才那车是啥车来着 看着不便宜吧 周姨淡淡地说道 劳斯莱斯 哭跪着呢 上了三楼 到了自己家门 李芷源掏出钥匙开了门 这次不用闪现进门了 哦不 不用叫开锁师傅换锁了 正记着围裙 在厨房忙碌的沈一秋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也没有出来看 只说道 圆圆回来了 李芷源放下手里的东西 扑到厨房 搂着沈一秋娇称道 哎呀妈 想死我了 抱抱 赵安也赶紧招呼道 阿姨好 沈一秋整个人被李芷源抱住 只好侧头对赵安微笑道 赵安来了呀 不用换鞋 就当做自己家就行了 哎呀 你个死丫头 快放开我 菜都快烧糊了 等李芷源放开 沈一秋赶紧把锅里的菜翻了几下 又把火条小一点 招呼赵安道 屋里坐 站过道上像什么样 然后又埋怨道 都说了 不用买什么东西 让人看见了 总不太好 赵安笑眯眯地把东西放桌子上 说道 才让人说闲话呢 沈一秋大气道 行 带就带了吧 不过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家里什么都不缺 你能来阿姨就很高兴了 知道吗 赵安微笑着回应道 好的阿姨 我知道了 叔叔没在家吗 值班呢 中午饭点才回来 说着 沈一秋又推了李芷源一下道 处着干什么 人家赵安第一次上家里来 也不招呼着 没点礼数 一扭头 又回厨房继续做饭去了 李芷源翻了一下白眼 走过去把赵安按在沙发上 道 大爷 你请坐 然后又去饮水机倒了杯水 端到赵安跟前道 大爷 请喝水 这娘们憋着大招呢 赵安心道 赵安假装受宠若惊 连忙道 不用不用 辛苦辛苦 李芷源看了下厨房的方向 搜了一下 把赵安扑倒在沙发上 低声威胁道 我告诉你 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啊 当心我回头收拾你哦 我的自由搏击冠军 可不是买来的 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赵安心道 嘴上却铲笑着说道 老婆大人 求放过 求放过 突然门口传来要是转动的声音 开门进来的李振国 正好看到在沙发上 你弄我弄的小情侣二人 当场傻眼 李芷源羞红着脸 从赵安身上爬了起来 馋笑着跑过来 结果李振国的包说道 爸 你回来了 来来来 我帮你拿包 李振国倾壳了一下 没有说话 赵安也连忙起身 善笑着说道 阿姨 有需要帮忙的吗 我来帮你打打下手吧 沈一秋不知道客厅发生的事 却也不会真的让赵安打什么下手 他说道 没什么好帮忙的了 都已经快做好了 老李 把桌子收拾一下 洗手吃饭了 果然 没过多久 厨房传来关闭抽油烟机的声音 沈一秋端着一道清蒸五昌鱼出来 放在桌子的正中间 赵安也连忙帮着摆放碗筷 七八个菜上了桌 都是些美味可口的家常菜 有李芷源爱吃的鱼香肉丝 还有皮条扇鱼 珍珠丸子 排骨藕片汤 煎虾饼等 这一桌子美味 有荤 有素还有汤 果然如先前沈一秋所说 虽然他不是专业厨师 但从这一桌子才来看 他刨厨的本事 不比那些专业的厨师差的 赵安把带来的红酒开了 拿了杯子 给美人倒上半杯 边酒还边说道 阿姨这烹调的记忆 真是没得说 从这一桌子菜来看 就已经比一些五星酒店的大厨 还要好得多了 沈一秋乐得合不拢嘴 好似夸他厨艺好 比夸他本人年轻漂亮 还要高兴一些 虽然沈一秋之前 才同赵安吃过一次饭 但后来李纸园受伤住院期间 赵安对李纸园无微不至的照顾 也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对赵安的认知和感官 也是越来越好 也真应了那句老话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这一次在家里用餐 就没有之前那么正式了 大家也熟悉了许多 气氛也热起了起来 李纸园一边吃 还一边分享 这一次坦桑尼亚游玩的经历 妈你不知道 那奇力马扎罗山 远看高耸入云 近看高大红尾 还有那山顶的雪盖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放着金光 别提多美了 沈一秋吃笑道 那还能比我们的喜马拉雅 珠穆朗马高了去了 母女俩的日常斗嘴 自动抬杠又开始了 赵安想着霍西尼道 对对对 是比我们的第一高峰差得远了 珠穆朗马是群山环伺 鹤立基群 奇力马扎罗是独领风骚 孤方自赏 没有可比性 气得李纸园在桌子下 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赵安却觉得不痛不痒的 面不改色地举杯 对沈一秋道 我一见阿姨就特别投缘 感觉非常的亲切 阿姨 我敬你一杯 祝您时光永驻 青春常在 沈一秋含笑地举杯回应 又浅尝了一小口道 真是个会说话的孩子 远远就该多跟赵安学学 别整天就知道 说些气我的话 这一餐饭下来 气氛还算热烈 有赵安和李纸园 轮流活跃气氛 把绝对的主角 沈一秋哄得那叫一个开心 酒都多喝了好几杯 李正国估计 还没从刚开门时的 尴尬场面中缓过来 整个用餐期间 几乎都没说什么话 有也是嗯 啊 哦之类的 饭后赵安主动收拾了碗筷 沈一秋拒绝道 不用 你坐着歇着就行了 这些让阿姨来坐就是了 李纸园坐沙发上 慵懒地说道 哎呀 妈 你就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吧 气得沈一秋怒道 我看谁都别收拾了 李纸园 我命令你 就去厨房刷碗去了 赵安也厚着脸皮跟着进去 不知道跟李纸园 悄悄咪咪的说了什么 一会儿 厨房里有传出李纸园 呵呵呵的笑声 完事了 沈一秋有些醉意 回房间休息去了 临睡前还是留了赵安吃晚饭 再走不迟 赵安却表示 想去公司看一下 等一下看情况再过来 这个公司开着就跟完事的 赵安就只是在 CBD租下一层写字楼 其他的就没有照管过 经理和财务主管 都是请猎头公司招的 面都没有见过一次 也就赚了500万给财务 让他们自己去搞定 装修和招聘的事宜 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把赵安心目中的公司 搞成什么样了 现在赵安回来了 肯定还是要把公司带向正轨 即使现在公司的业务 只有坦桑尼亚的矿业这一块 但未来 还是可以继续开拓其他业务的 比如 等缅甸稳定了 可以继续找机会 采购点原石啊 或者去其他 生产宝石的国家 再买个矿山 也是可以的呀 这里有人说了 都是国外的业务 还在国内开什么公司 但对赵安来说 这里是他生长的地方 他的跟在这儿 生是这儿的人 死是这里的魂 分不开的 赵安坐着王斌驾驶的库里南 出了丰树湾小区 路上 赵安问王斌道 吃了吗 王斌看了下后视镜 说道 吃了 就在路边找个小饭馆 随便吃了点 赵安点了点头 又问道 上次给你们的生活费 还有吗 没有我再给你拿点 还有还有 王斌握好方向盘 忙不迭地说道 上次赵总你给了十万 房租和押金付了四万多点 后来去了坦桑尼亚 也没有花些什么 手里 现在还有五万多 未想也不在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的 赵安笑道 我知道你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 一来总担着也不是个事 生活还得过下去 还是要从过去不好的往事中走出来 二来还可以照顾你的生活 相互也有个依靠 现在我给你的薪水 比大多数一线白领都要高 再找一个 也不是难事 王斌摇头道 暂时没考虑这些 或者还是不用了 女人只会影响我开车的速度 赵安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这天没法聊了 老凡尔赛了 库里男直接开到公司的地下车库 赵安下了车 然后带着王斌上了十楼 就是赵安租下办公室的楼层 电梯里又给徐温倩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到公司楼下了 现在他还蛮期待的 不知道徐温倩他们 把公司搞得如何了 走的时候 还是空荡荡的一片 现在该有点公司的模样了吧 出了电梯就看到前台处 有一位小姐姐 正无所事事地玩着手机 赵安都走到跟前了 头也不抬一下道 你找谁啊 有预约吗 赵安没说话 也不看他了 而是私下打量了一下 观望观望属于他自己的公司 从现在的装修来看 还是挺不错的 出了电梯口就是前台 前台后面设置了一面背景墙 空白的地方 估计以后是要安设公司名字的 前台小姐姐看着赵安奇怪的举动 心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开口道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正说着 一个身着职业装的漂亮美女 带着一行人 从办公区往这走来 正是赵安见过照片的徐文倩 这徐文倩 看着比照片上气场要强一些 走路带风 就是脸色有些冰冷 如果笑一下 就更好看了 走到赵安面前 大概三四步的位置停下 就这么看着赵安 啥话也没说 后面的人也不知道该干啥 气氛有些尴尬 赵安倾咳一下 微笑着说道 我就是赵安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多多关照 徐文倩带头 微微鞠躬 整齐地说道 赵总好 这声赵总好 喊得赵安飘飘欲鲜似的 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些人就是他的创业班底了 未来他将带着这些人 高挂长帆 直记沧海 赵安看着自己公司的员工 第一次心中生起 直挂云帆记沧海的豪情壮志 看着徐文倩 赵安说道 办公室都装修好了吗 徐文倩点头道 已经全部装修完毕 赵总这边请 走进办公区 嗯不错 有点公司的样子了 到了会议室 赵安走到主位坐下 徐文倩让其他人散去 只留下他和邓强两人 赵安笑道 挺好 我对两位的工作效率很满意 二位简单地 给我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吧 徐文倩面无表情地说道 好的赵总 我就为以后 主要主持装修工作 其他就是按照公司需求 招聘了财务 行政 前台 保洁等员工 一共15人 其他的业务的话 你还没有具体的指示 赵安微笑问道 我其实一直好奇 你这样的优秀人才 为何放着海内外知名的大企业不去 而是选择我这样 连公司名字都还没定下的公司 徐文倩不假思索道 我有我的职业理想 好吧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赵安笑道 那现在 你的任务来了 首先 你需要 帮我把公司的注册等官方手续给办下来 徐文倩公事话地说道 好的赵总 我需要一些你的身份文件 还有 你得选定公司名称 赵安沉吟了一下 说道 身份文件我一会儿会给你 公司名称就叫赵氏矿业 你看如何 徐文倩道 没有问题 这项工作一天之内就能搞定 赵安笑道 对你的工作能力 我没有丝毫的怀疑 徐文倩又问道 现在公司还没有业务范围 很多的工作都没办法开展 我想请赵总确定业务范围 你也不想自己的员工无所事事 就知道玩手机吧 赵安笑道 这几天就先这样 放心 会有事给你们做的 赵海东你们见过吧 在猎头公司见过一次 赵安道 我前几天刚刚在坦桑尼亚 收购了一家矿业公司 赵海东现在担任那边的总经理 之后一段时间 你们的工作 就是完成与赵海东工作上的对接 把那边的矿业集团 纳入国内公司管辖之下 接着 赵安又把坦桑尼亚的公司情况 简单地给他俩说了一下 徐文倩脸上的神色 总算有了些变化 他有些惊讶 赵安不声不响地 居然跑到非洲 买下了一个矿业公司 他说道 好的赵总 我会安排下去的 账上还剩下200多万 目前也没有其他消耗 赵安表示知道了 让他们先回去工作 说是工作 其实也就是玩玩手机 看看小说打发时间 赵安也默许了 毕竟公司确实还没理顺 强暗牛头喝水的事 赵安也不太想做 而且 那些作者辛苦地写了小说 没人去看 也不是回事 接着 赵安又打电话给李秋水 跟他讲公司装修好了 让他过来看一下 李秋水答应了 说过一回就来 不多时 李秋水就打电话过来 说已经到楼下了 赵安提前去电梯口迎接 免得让他也出现之前 自己遇到的 无人问津的尴尬场面 前台小姐看见老板出来 忙不迭地把手机收起来 赵安见了笑了笑 却什么都没说 先这样吧 等公司的注册手续下来 再整顿一下就是 叮 电梯门开了 李秋水搂着一个长腿细腰 有着一头大波浪的年轻美女 走了出来 什么情况 赵安惊讶了一下 李秋水给了他一个 心照不宣的眼神 对旁边的美女笑道 怎么样吧 我都跟你说了 我在CBD有家公司 你怎么就不信呢 赵安都无力吐槽了 但还是配合道 李总 公司高管还等着你开会呢 这美女眼神里的惊喜 藏都藏不住 哑声道 哇 李少 你真的好厉害啊 李秋水很享受美女的赞美 笑道 那走吧 然后把美女安排在会客室等待 自己则搂着赵安的脖子 被赵安带进了徐文倩的办公室 赵安对徐文倩介绍道 这位是公司的第二自然人股东 李秋水 平时他也不会参与公司的管理 这次就是带给你认识一下 你们相互留个联系方式 没事 你也不用联系他 除了分钱和出钱的时候 合着你就在这样的大美女面前 这样介绍自己 李秋水不满道 嗯 有公司联谊聚餐之类的 也可以打给我 我这人 很爱交朋友的 赵安拉着李秋水就往外走 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关上门就问他道 什么情况 这回来才一天不到 你就勾搭上了 李秋水搭搭肩 无奈道 那有神妖办法 我就开着大G在商业步行街外面多了一圈 这个妹子就以搭顺风车为由 上了我的车 赵安打句道 那他上了车 有没有说你车空调不好 想脱衣服呢 李秋水猥琐地笑道 脱衣服倒是没有 他穿得那么清凉 再脱不就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赵安笑骂道 下见 李秋水笑道 这下午的时间 气氛都烘托得差不多了 这女的 我基本上已经嚼嘴里了 晚上就可以本来打了 赵安再次骂道 下流 渣男 李秋水渐渐地说道 你还有脸说我 你不也是一样 家里红旗不倒 外边采气飘飘 赵安没好气地问道 我哪里外边采气飘飘了 自从我和李纸元在一起 我可从来没有 招惹过其他女的呀 李秋水眼神变得玩味 缓缓说道 那爱上珠宝的女老板 不就跟你暧昧不清吗 还有 你招个CEO 还招了个这么水灵的美女 赵安 你便坏了 赵安辩解道 我和爱情柔只是合作关系 没你想的那么肮脏 这个徐温倩 也不是我招来的 是猎头公司猎来的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李秋水摆手道 别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我懂 我都懂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赵安拉住他笑道 安全措施要做好 前车之鉴啊 李秋水气急 扔下一句 去死 摔门出去 赵安也没其他事了 准备叫王斌过来 送他回家 没想到砰的一声 门开了 李秋水去而复返 伸出半个脑袋 手里拿着一张烫金色的请柬 在赵安面前晃了晃 道 猜猜这是什么 赵安一把抓过烫金色的请柬 说道 什么东西 神神秘秘的 李秋水玩味的笑道 我也不知道 我表格陈东给我的 让我转交给你 记得带上我哦 嘖嘖 赵安好奇地打开请柬 上面用捐秀的字体写着 尊敬的赵安先生 卧司举办的 以帝王绿翡翠为主的 超级翡翠展览活动 即将于某某年某某月 某某日10点30分 在深城金色海洋展厅举办 旨在为喜爱翡翠玉器的 各界人士提供交流学习 与合作的机会和平台 县城邀赵安先生 及亲朋参会与交流 爱秦柔 诚挚邀请 深城金色海洋大厅 时间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而且 这张邀请函还是手写的 赵安是见过爱秦柔的签名的 跟这张邀请函上的字体 一模一样 赵安瞪了一眼李秋水 道 你不说你不知道吗 你还敢说你没看过 李秋水善笑道 我就瞟了一眼 记得叫上我一起哦 赵安没说话 李秋水再次要求道 哎呀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保证 去了之后 绝对不乱说话 绝对维护你高端的形象 可以了吧 赵安心道 这还差不多 就对李秋水说道 本来也就要带你一起去的 但你要是去了胡说八道 我就把你丢羊子江里去喂鱼 李秋水打了个哆嗦道 知道了知道了 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赵安被李秋水搞得不耐烦了 说道 你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再裸里巴缩 小心你的菊花 李秋水政策道 关于韩家的案子 警局已经审查完毕 检方已经提起公诉 作为受害方 法院通知我们参与旁听 虽然韩德忠已经死了 但是韩家团伙的大部分涉案成员 都被抓获 你有兴趣一起去吗 赵安想了想 去看看也好 自己跟韩家还真有些过节 这韩家等于也是 自己亲手送进去的 而且最后韩德忠临死前 还开枪打伤李芷源 去看看韩家悲催的结局 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便笑着说道 这是件好事 哪天啊 到时一定叫上我 他们还害得李芷源 受了那么重的伤 我早就想看看 韩世杰那狗东西 被千夫所指 人人唾骂的死样子了 李秋水也笑道 三天后 到时候我来叫你 说完终于走了 赵安也没什么事了 坐着王斌驾驶的库里男 回到了水岸花都 李芷源被沈一丘留在了家里 赵安一个人在家 也没什么事 便叫了个家政 打扫了一下别墅的卫生 晚餐懒得做 就随便叫了个外卖兑付了下 早早地就休息了 接下来两天 赵安每天都去公司关注了一下 他交代的工作完成的进步 公司的注册也办妥当了 门口招牌也挂了起来 赵氏矿叶 这四个烫金色的大字 就贴在前台背后的背景墙上 使得赵安的草台公司 终于有了点公司的味道 三天后 李秋水开着车过来 分别接上了赵安和李芷源 一起前往法院旁厅 对韩家违法犯罪的审判 他们到达时 正好赶上开庭不久 三个法官 两个审判员 和一个审判长 已经坐在席位上 检方代表也已就位 庞庭席上几乎坐满了人 显示了市民们 对韩家案子的关注 也有可能是这些年 被韩家坑害过的家庭 太多的缘故 现在看到韩家被公审的场面 人们都是喜笑颜开 喜闻乐见的 赵安几人好不容易 找了个位置坐下 正好听到公诉人 对韩家犯罪事实的一一列举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公诉人依法询问了 被告人韩世俊 通过法庭的举证 治证 清楚地表明了韩世俊 抢女干妇女 窝藏妇女卖印 强迫妇女从事卖印活动 的犯罪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 其应当对其行为 担负刑事责任 这是对韩德中长子 韩世俊的审理 赵安看向被告席 一个同韩世俊 长得颇为相像的男子 搭拉着脑袋 垂头丧气地等候对他的判决 接下来 检方依次对韩家系列 窝案的各名被告 依次控诉 其中就有韩世俊 李秋水的前女友黄杰 还有一个赵安 只知道名字的廖明凯 廖明凯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光头男子 从审理的过程才知道 这个廖明凯 是韩家的忠实打手 专门替韩德中 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事 手上还背负着 好几条人命 等到对黄杰的审理时 赵安不由自主地 打起了精神 看向了被告席的方向 这个坏女人 此时穿着橘黄色的号服 面容憔悴 心不在焉的样子 对公诉人的问题 也是简单的事 对 没错地回答着 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被韩世俊逼迫下海 又被其以妹妹为要挟 参与到对李家的诈欺案中 可是对赵安来说 那就是亲疏有别 你害别人 我或许还会同情你 但你以卑鄙无耻的手段 来坑害我的好朋友 那你就是罪该万死了 当然这种情况 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 事不关几时 是一个样子 事到临头 又是一个模样 韩家的窝岸涉案人员 高达四 五十人 一直审理了七八个小时才完结 最后当庭判决 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判决结果 其中 韩世俊被判二十年 罚金十亿 主要是对其在各个诈欺案中 身为主谋的处罚 韩德中的长子韩世俊 被判二十年 黄杰因为有积极退赃的行为 并且本身也是受害者 只判了五年 廖明凯就不用说了 死刑妥妥的 看到了坏人中被惩罚 赵安也是唏嘘不已 对李秋水轻声说道 这个事 你还是得记心上 我知道这些事对你有很大的伤害 让你的性格都产生了一些扭曲 有点放浪行骸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导你 但你记住了 做事留一手 多留个心眼也好 李秋水洒脱的笑道 没事 我就是玩玩 你亲我愿的 放心 我有分寸 不会太过火的 是了 几人随着人群走出审判大厅 人群里还在一轮纷纷 一个中年男子就骂骂咧咧的说道 狗日的韩德中 死得好啊 当初要不是他的急呀 我也不会把货车给贱卖了 害我当年亏了好几万块钱 我就说他死得好 还有一个中年女子哭诉道 我可怜的女儿 当初在维多利亚做服务员 就是被这个韩世俊逼迫 才做了那些剑步的人的事啊 我知道的时候 我都不想活了呀 人世间的幸福是相同的 但人的悲催各有不同 善恶到头 终究有报 坐在回去的车上 赵安对李子元说道 我过几天要去深城一趟 去参加一个展览会 你要一起去吗 我好给你订机票 头等仓哦 李子元苦闷着脸道 到明天我的假期就到期了 今天就是是最后一天 之后 我就要回到警队上班了 赵安笑道 那就算了 你还是留下来为人民服务吧 没事的 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李秋水笑道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有我给你看着他 保证不会让他有机会 沾花惹草的 李子元恶狠狠地说道 他一个人我还放心点 你跟着去我才是一万个不放心 哼 你个渣男 李秋水把情侣二人 送到水安花都 就自己回去了 就在别墅的门口 看着李秋水的车远去 直到消失不见 李子元吊着赵安的手撒娇道 肚子好饿 饿得我都前胸贴后背了 赵安笑道 那你想吃啥 我去做给你吃 李子元娇声笑道 我想要吃你 行不行 赵安左右看了下 见四下无人 便调笑道 这事得等天黑以后再说 这天还醒着 大白天的 吃糖僧肉 小心会招来别的妖精惦记的 赵安的俏皮话 惹得李子元娇笑不已 二人手拉手地进了门 直奔 厨房而去 对 就是厨房 里面有赵安上次买回来的米面凉油 冰箱里还有肉蛋奶糖 还有前两天赵安买回来的新鲜蔬菜 做顿晚饭还不简单 炒个肉 煮个汤 蒸个蛋 一顿小情侣合作的温馨晚餐就做好了 赵安开了瓶红酒 给李子元倒上半杯 李子元一挑眉 给了赵安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赵安哑然是笑道 你的酒量该练练了 别总是一杯就倒 万一那天喝倒在路边 你就可以上新闻了 李子元笑道 那网上的段子不是说吗 跟喜欢的人喝酒 才一杯就倒 那看不顺眼的人 哼 我才不会跟他们喝酒呢 赵安道 基本的社交总要有的吧 李子元头一歪 嘴角上扬道 随便怎么说 我说不喝我就不喝 谁还能把我怎么滴 赵安对他竖了的大拇指道 你厉害 我佩服 女侠 我敬你是条汉子 未表敬意 我干了 你随意 这种酒桌上的场面话 逗得李子元笑的 那叫一个花枝乱颤 前腹后仰 娇艳若花的脸蛋 显得更好看了 有花刊折直虚折 酒不醉人人自醉 第二天一早 已经升职为副队长的李景花 开着黑色凯美瑞上班去了 本来他就处在升职的关口 这次带队破获了寒家涉黑 以及诈气的窝案 还因此负了伤 立功受奖那是必须的 邻门一脚也顺利卖了过去 要知道 许许多多的公务人员 到老退休了 都还只是个政科级 二十多岁的政科级实职干部 还是刑警队这么重要的岗位 李芷源的前途 可谓是一片光明 赵安是睡到日上三杆 才悠悠行转 起床后随便吃点东西 应付了肚子 然后就坐在沙发上 开始打电话 先是打给了陆秀芬 想问问他 交代他在老家的买房子 买下了没有 其实赵安想加了简单得很 一个睁眼插过去 啥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但打这个电话 还有别的意义 童远在 义方的父母说说话 聊聊天 弥补一下 不能吸钱尽孝的遗憾 完事了又打点王兵 让他开车过来 他需要去一下公司 把一些事情落实一下 到了赵氏矿业 这次前台小姐姐 没在玩手机了 见了赵安赶紧起身问好道 赵总好 赵安大气的一挥手 直奔办公区而去 找到徐文倩的办公室 赵安让他召集高管开会 会议室里 赵安坐在主位 听取了徐文倩工作进度的报告后 赵安对徐文倩 以及员工的工作进度 表示了赞赏 然后布置下任务 赵安说道 同坦桑尼亚的矿业集团 完成全面对接后 我给你们安排一下 另外一个任务 徐文倩定神问道 什么任务 赵安笑道 就是申请国内保时矿场 开采权的任务 我们公司既然叫赵氏矿业 在国内也应该有 相应的矿场开采业务 而铁矿煤矿等资源密集型矿产 又不适合我们小儿精的团队 所以保时矿 是最目前适合我们的 徐文倩面无表情地说道 赵总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赵安但笑道 那就再招人 招不到就联系正高级的猎头公司 猎头也要给我猎过来 跟着我工作 不要担心前期的投入 日后的产出会远远高于回报的 徐文倩道 那赵总还有 保时矿开采资格的申请 还需要具体的矿场资料的 我们现在 赵安手扶额头 认真地私索了一下道 这样 你牵头 成立一个收购小组 我给你指定一个地方 去买下一个矿场来 资金方面 赵安笑道 你放心 资金方面有我在你 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 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目前还没有开发 到时候 你们同当地的 有关部门沟通的时候 说不定还能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这个地方 其实赵安早就看好了 之前赵安使用真眼 全国范围搜索黄杰的时候 可是把整个华夏的南方 都给搜了个遍 即使当时的主要任务 不是找保时矿 但插下真眼的一瞬间 有保时矿的地方 地下闪烁的金光 赵安还是有留意的 所以 来公司之前 赵安就特意把真眼插回 当初发现保光最多 且无人开采的地区 仔细搜寻一番后 轻松地找到之前 就有看到过的 且未开采的保时矿 位于贵省的桂林积穴石矿山 那片矿山 位于几乎无人涉足的密林深处 要不是赵安靠着 真实之眼的超凡能力 恐怕还不知道要多久 才会被人发现 因此 赵安才有把握 能以相对合理的价格 拿下这片区域的采矿许可 而且赵安还了解过 正品的桂林积穴石 在市场上的价值 同翡翠相当 而其中的玻璃洞鲜红色的积穴石 价值比起帝王绿翡翠 也是差不太多的 反正公司的员工 闲着也是闲着 不给他们安排点工作 不是白开工资吗 安排完工作 赵安准备要走了 却又被徐文倩留住了 徐文倩说道 赵总 之前公司没走上正轨 很多的手续都还没办 你看是不是趁此机会 给办一下 赵安疑惑道 什么手续还需要我亲自办 徐文倩叹了口气道 公司领导的任命 倒是可以省略了 我给你代办就行 但员工的劳动合同 却必须你亲自来签的 或者必须 你签一个指定的授权许可 还有这茬吗 赵安俯恶叹气 心道 果然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 接着 赵安就按照徐文倩的要求 给每个在职员工 签了劳动合同 其实就是在十几份 空白合同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 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 还给徐文倩签了一份授权许可 以后的新入职的员工 劳动合同 就可以由徐文倩代签了 三天后 也就是离翡翠展览会 还有两天时间 赵安带了李秋水和王斌 坐上了去深城的飞机 本来李秋水的意思 是想开车过去的 一路游荡过去 时间上也来得及 赵安却笑道 魔都毕竟是魔都嘛 你这开车兜风 究竟是想显摆点什么 或者是单纯的 只是想调个妹子 李秋水嗤之以鼻道 我们江城还有苏 秦 叶 肖四大家族呢 哪一个拉出来 不是藐视魔都的存在 赵安疑惑道 我在江城这么些年 怎么没听说过 这妖妞X的家族 李秋水笑道 番茄小说里啊 好多数的开头 都是这样写的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江城才是最厉害的 魔都虽大 但哪有我大江城的底蕴丰厚 说明他才是小地方M嘛 一点都不出名的 赵安被李秋水的歪理 折磨得很是无语 索性不理他了 头靠在座椅上假妹起来 下了飞机三人走 VIP通道出了机场 已经有人来接了 司机正是同爱秦柔 一起去缅甸的保镖之一 像赵安这样的VVIP嘉宾 还是爱秦柔的债主 在赵安提前通知航班的前提下 安排人过来接机 那是该有的礼遇 司机直接把车 开到一个装修的 极致奢华的酒店门口 负责迎接赵安的 正是爱秦柔的大秘书 财务总管艾米 这个身材娇小 五官秀美的女孩 此时正露出甜甜的笑容 对刚下车的赵安道 欢迎来到深城 赵先生 爱总已经在里面背上宴席 好为赵先生接风洗尘 赵安笑道 客气了 我这样恃宠而骄的偷窥变态狂 怎么敢劳驾爱大秘亲自迎接 艾米听她说起 当初逃离缅甸时 自己说过的狠话 不由得脸色一黑 想着又不是发作的时候 只好咬牙切齿地说道 赵先生 真会说笑 里边请吧 赵安率先走了进去 艾米偷偷地在她背后 比划了几下小小拳头 却又被回头笑咪咪地看她的赵安 看得正着 顿时艾米尴尬地 小脸瞬间染上了红蕴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赵安走进包厢的时候 艾秦柔其实还在工作当中 严格地说 是她的几个秘书 在给她汇报工作 身材火辣的波比 拿着一份文件 正对艾秦柔汇报道 前期我们预计的邀请函 已经全部发放完成 超过八成的嘉宾发出了回职 严明到时一定亲自前来 另外 预售的金额 已经达到了65亿人民币 艾秦柔道 已经预售出去的翡翠 已经安排雕刻大师 按照客户的需求 雕刻成成品了吗 波比笑道 大体都已经完成了 按照约定 等我们的展览结束 客户就能带走了 艾秦柔含笑道 非常好 珊珊 安保工作怎么样了 有着一头精致短发的珊珊笑道 哎呀 这个事 你天天都要问一遍 你就放心吧 我们雇了两个保安公司的安保人员 就是为了让他们相互较劲 出了问题 他们还要供担责任 你还是把心放肚子里 专心对付艾良业的反扑吧 艾秦柔笑道 其他问题我都不担心 安保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这个你一定要把好官 千万马虎不得 稍有差池 我就是万劫不复的结果了 正说着 波比用眼神示意艾秦柔一下 艾秦柔美目一转 这才看到出现在门口的赵安 连忙起身含笑道 赵先生来了 没有亲自去迎接 赵先生不要怪我失利哦 赵安笑道 没有的是 艾总公务繁忙 能百忙之中请我吃顿饭 已经是我三生有幸了 艾秦柔笑道 怎么这才一个多月不见 赵先生竟如此的生疏呢 这是在怪我招呼不周吗 李秋水在后边插话道 你不要怪他对你生疏 实在是我这兄弟 是个七管言 来的时候 他女朋友让我盯着他 让他不要在外边沾花惹草 艾秦柔呵呵一笑 问赵安道 这位是 赵安翻了个白眼 把李秋水拉到了前面道 这位就是江城出了名的渣男 李秋水了 当我费尽心思 想奋力往上爬的时候 我后腿 哈哈 艾秦柔看着这两活宝 在他面前互相拆台 一时间静笑的合不拢嘴 最后 他还是伸手对李秋水笑道 幸会了 李 海王 李秋水不以为意 亲握了艾秦柔的手一下 说道 艾总 我们之前见过一次 听说你年少多金 身价不菲 请问 你还需要腿部挂剑吗 指哪打哪的那种 艾秦柔脸上红韵微染 笑道 李海王说笑了 我只是一个弱小女子 在深城波云鬼绝的商场环境中 风雨飘摇 要不是赵先生伸出援手 恐怕早就被人吃的骨头 都不剩了 快请坐吧 艾米带着秘书们 出去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王炳也被安排在了外头 包厢里 就只剩赵安李秋水 艾秦柔三人 落座后 艾秦柔亲自给赵安二人倒了茶 说道 我们把翡翠运回来后 就紧锣密鼓地 开始展览会的准备工作 有一些提前看货的大客户 也交了定金 预购了成套的翡翠制作成品 资金也回笼了一小半 预计在展览结束后 销售的金额就能达到200亿左右 赵安潜明一口清茶 笑道 我来深城 是为了游玩的 不是来向你要债的 你给我当好向导就好了 艾秦柔浅浅一笑道 赵先生大气 可是我该表明的立场 还是得表明的 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赵安笑道 行了 说到合作 不知道艾总对鸡血石感兴趣吗 鸡血石 艾秦柔有些诧异 她没想到 赵安开始对鸡血石感兴趣了 在我们的产品当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只不过 赵安道 只不过什么 艾秦柔摇摇头道 只不过鸡血石的产量比翡翠还低 而且主要产自江浙昌化和草原的巴林 不知道赵先生说的是那个产地的 赵安沉吟一下 说道 我说的是产自贵省的鸡血石 哼哼 艾秦柔笑道 贵省确实有鸡血石没错 但贵省鸡血石质量有待商榷 而且商家以赐充好的居多 所以 贵省的鸡血石在市场上 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笑道 我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 主营方向就是宝石类矿产的开发 另外上个星期 我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买下了五个矿场 分别出产金矿石 坦桑石和蓝宝石 当然 贵省的鸡血石是我们的下一个开发的方向 艾秦柔脸上难得露出震惊的神色 老话说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他也就一个多月没见过赵安 却没想到 赵安自己却做下这么惊人的成就 赵安的能力他是知道的 没把握的事是绝对不做的 而且要做也是做得最顶尖的那种 所以赵安说他买下五个矿场 他由衷地相信 那肯定是能够出产 并且出产的质量都是很高的那种 赵安见到艾秦柔目瞪口袋的惊讶神色 心中也颇为得意 反而继续侃侃而谈道 并且准备新开的鸡血石矿场 出产量和质量都是能和昌化的矿场相比较的 我能够肯定地告诉你 每隔一个月就能出产一块玻璃洞的鸡血石 艾秦柔终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府长大笑道 哈哈 看来我选择的合作伙伴是对的 赵安 你 就是上天给我关上了大门 所打开的那扇窗 在一起 在一起 李秋水看热闹不嫌是大的 在一旁一边鼓掌一边怂恿到 可是这尼玛多破坏气氛啊 赵安都恨不得把他揪起来狠狠地揍一顿 然后丢到杨子江里去为鳄鱼 那心情就如同某明星在节目中说的一样 好气哦 但还是要保持微笑 艾秦柔也是略微羞涩地低了下头 但很快又坚定地换上了笑脸 洛洛大方地说道 是的 赵先生对我的帮助 以及将来能对我的帮助 都是超级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 超越我能承受的极限的 而我能回馈的 只是金钱这些俗物 所以 任后赵先生但有所求 我艾秦柔必将尽我全力 尚穷必落下之皇权 只为报答赵先生所给恩情的万一 听了艾秦柔誓言般的话语 李秋水也收起玩笑的神色 心头一万只羊驼奔腾而过 脑海中只剩下一句打油诗 朝此白地踩云间 小丑竟在我身边 垂死病中金座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这餐饭吃得李秋水一度地索然无味 一边拿叉子 叉着法式红酒烧鹅干配鱼子酱 一边的哀声叹气 赵安则和艾秦柔在一边 有说有笑地说着分别后的经历 你知道吗 在非洲 通常的水是不能喝的 要喝的话 可是我女朋友每天都要洗澡 那没办法了 我也只好一桶一桶地给她提过来 装到外边的水箱里 有一个晚上 我们住在草原的帐篷旅馆里 取水的地方是在野外 然后我去取水的时候 就碰到了一只雄狮 哇 它的脑袋 有西瓜那么大 牙齿还闪着亮眼的光 但我可一点都没感到害怕 毕竟同性是香吃的嘛 李秋水终于找到机会反击了 耻笑道 你知道那只狮子 为什么不攻击你吗 因为那只狮子 信奉的是一叫 她是不会吃猪肉的 爱情柔一点都没笑 反而一本正经地对赵安说道 那你和你女朋友的感情 一定是非常好的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认识一下 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 李秋水 圆 臭 吉 饭后 爱情柔略带歉意地表示 还有一些工作要忙 赵安笑道 没事 工作要紧 我虽然没见过太大的场面 但一般状况 还是能应付得了的 爱情柔便没有一直陪同 先行工作去了 等她走远 李秋水一把搂住赵安的肩膀 咬牙切齿道 老实交代 你们两个 有没有奸情 赵安没有回答 而是转过身 双手掐住她的脖子 恶狠狠地说道 你个狗日的 胡说八道 差点破坏我高大的形象 李秋水脖子被卡 说话吞吞吐吐吐道 我说的没错 你们两个 果然有 中午的时候 三人就在这个酒店 开好了房间 稍作休息 午睡了一会儿的赵安 又被李秋水拉了起来 说是要去逛街 赵安美好气得道 我一个大男人 陪你这个大男人逛街 我神经病啊 李秋水不以为然道 听说徐家会的美女超多的 而且这个季节 穿得又清凉 不去看看 可惜了 于是 赵安召集王兵 一起下了楼 准备在酒店前台 申请豪车服务 赵安的原话是 他才不是为了看美女 他是怕李秋水 被美女勾走了 没想到 爱情柔早已安排妥当 给赵安配备了一台兵力 以及两个专制司机 轮流为赵安提供出行服务 司机把赵安几人 送到了徐家会 就自己找地方停车去了 临走时留了电话 让赵安随时打给他 等赵安他们下了车 就发现 这里的美女是真的多 哪怕你的眼睛 只盯着一个地方看 都会有美女不停地 从你的视线中走过 可是就是有一点不好 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姐姐身旁 大多都是跟着异性的 而三三两两走一起的小姐姐 颜值就要差上许多 小子 今天总算是让我带到你了 今天我看你死不死 一个异常猖狂的声音 打断了赵安几人的雅性 赵安回头一看 正是同他在缅甸 有过一面支援的罗俊豪 这狗逼的脸居然治好了 赵安心道 赵安冷冷地看向罗俊豪 只见这货一左一右地 搂着两个妖艳的美女 旁边还簇拥着五六个 同样打扮前卫的少男少女 其中一个打着耳钉 涂着烟熏装的少年 对罗俊豪说道 罗少 他就是你说过的那只癞蛤蟆 罗俊豪冷笑着 对烟熏装少年道 没错 艾良叶 他就是想吃你解天鹅肉的 那只癞蛤蟆 艾良叶大概二十岁左右 染了头明黄色的头发 神情显得异常乖张 机要不逊 只见他嚣张地歪着头 眼神轻蔑地对赵安说道 小子 你是姓赵是吧 我姐那也是 你这种香把老能惦记的 我却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别一不小心惹了不该惹的人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说着又转头谈笑着对罗俊豪道 怎么的 罗少 今天终于堵到这小子 咱搁几个一起上 先揍他一顿 收点利息 罗俊豪想起 赵安曾展露过的强悍武力 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白手道 这家伙有两下子 别大意了 先叫人 听着他们的对话 赵安冷笑连连 本来心情挺好的 来着看看美女 痒痒眼 谁知道碰到这几个 自我感觉良好的垃圾货色 可惜这大街上的人来人往的 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赵安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李秋水王兵也跟着一起 艾良叶见了 急忙跑前面拦住道 小子 想走 没那么容易吧 赵安被搞得有些不耐烦了 转身对罗俊豪说道 姓罗的 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行 既然你不依不饶地想找茬 我成全你 你挑个地儿吧 罗俊豪也挺为难的 一方面他又想把缅甸之心的屈辱报复回来 一方面又对赵安的武力吃不准 上次六七个人被对方轻松推倒 自己也因此脸上挨了几下 直到前几天才修养好 见赵安毫无巨色地硬承下来 罗俊豪也是咬牙道 好 有胆气 这后面有个地下车库 是我们罗家的产业 有胆你就来 赵安冷笑道 带路吧 狗东西 希望你这次跪地求饶时 姿势要比上次在缅甸时好看些 罗俊豪阴沉着脸 一边摸出手机打电话道 二叔 把豪亭地下一层的车 全部给我挪开 我要收拾一个人 还有 把豪亭的所有保安都给我叫下来 对 全部 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打完电话 似乎有了底气 罗俊豪得意道 走吧 小子 有胆你就跟上来 说完 领头往后面一栋大楼走去 艾良叶也十分嚣张地推了赵安一下 道 走啊 这下知道怕了 孬肿 赵安反手就是一巴掌甩在艾良叶的脸上 艾良叶捂住脸 恶毒地看了赵安一眼 朝着罗俊豪的方向跑去 赵安吃笑一声 然后对李秋水道 水哥 咱们去挥挥这儿的地头蛇 李秋水脸色有些发白 他不知道赵安的武力 对方显然人多是重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们就在这大街上 对方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可一旦跟了上去 到了人家的地盘 可就不好说了 赵安笑道 没事 一会儿你看着就行 王兵会负责保护你 这家伙早在缅甸就跟我结下过梁子 这次不弄得他心服口服 恐怕没法善了 说着淡定自若地跟了上去 李秋水没办法 以他和赵安的交情 刀山火海自野去的 跟着罗俊豪进了地下车库 赵安环视了一圈 又默默地插下睁眼侦查了一下 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便放心地走上前去 只见罗俊豪已经被好几十人簇拥在中间 不知道哪个缺德玩意儿 还给他准备了一张靠背椅子 罗俊豪斜着坐在椅子上 一个妖艳的女子坐在他的大腿上 倚靠在他身上 一只手还揽着他的脖子 罗俊豪手一挥 打手们便把赵安三人团团围住 这下罗俊豪底气更加充足了 眼神更加轻挑道 姓赵的 你果然有种 等下我会慢慢地炮制你 今天哪怕是你跪着唱征服 也休想我侵扰你 赵安摇头呵呵笑道 就你这几个歪瓜烂草 可以开始了吗 别尼玛地浪费我时间 罗俊豪没想到赵安的底气在那儿 被几十号人团团围住 依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把他气得直打哆嗦 伸出手指着赵安 道 行 你 你很好 然后又站起来 怒吼道 给我上 弄死他 话音一落 打手们便一拥而上 冲向赵安三人 可是赵安的速度更快 迈开双腿 侧肾一个肩顶 撞翻挡在他前方的两个打手 眨眼间便来到罗俊豪的跟前 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在罗俊豪想 挣扎着爬起来时 又一脚踩在他的手掌上 疼得他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 啊 他之前搂着的妖艳女子 也尖叫一声 跑了出去 赵安懒得管他 轻声对罗俊豪说道 叫他们住手 住手 住手 快住手 啊 轻点 轻点 腾 腾 腾 罗俊豪惨叫道 其实在赵安冲出包围 道擒住罗俊豪 也就几秒不到 打手们除了最开始 被赵安撞飞的二人外 其他人也就刚挨着王冰的边 还被王冰打倒几个 李秋水则是毫发无损 只是被赵安的神勇 吓得有些吃惊 赵安一只脚不动 继续踩着罗俊豪的手指 一只脚往前挪了点 把椅子拉过来 大马惊刀地坐了下去 再用另一只脚踩到罗俊豪的背上 眼神冷烈地盯着罗俊豪道 我记得你在缅甸说过 井水不犯河水 这才几天 你就忘记了 罗俊豪趴在地上 面色猙獰道 快放开我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赵安见这丝 依旧嘴硬地不行 脚下微微用力 阿腾腾死我了 罗俊豪气烈地惨叫道 快放开我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安笑着对王冰和李秋水招了招手 让他们到自己身后来 然后笑道 我倒想放开你 可是你狗儿的犯件 一次又一次地来招惹我 我看着像是好欺负的样子吗 赵安也是对罗俊豪的 嚣张得性无语了 当初在缅甸原石市场的街头 就想着靠人多收拾自己 结果反而被自己揍趴下了 这次又是在魔都街头主动挑衅 又被自己擒住踩在脚下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了 依旧底气十足地威胁自己 赵安无意跟谁结仇 只想安安分分地挣钱过日子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想放过他 眼前的罗俊豪 就是其中之一 那就得好好说到说到了 赵安低下头对罗俊豪道 哎 你给我说说 我要是不放你 你要怎样 罗俊豪咬着牙 恨声说道 你再不放开我 我弄死你 赵安呕了一声 脚下更加用力 淡淡地说道 那我今天就不能留你了 二地下车库再次回想起 罗俊豪凄惨的嚎叫声 你快放开他 罗绍的家族是深城第一家族 你再不放开他 他的手指都要被你踩断了一旁的艾良叶 神色紧张地对赵安说道 生怕赵安一个受不住力 真给罗俊豪造成了什么伤害 赵安原本也没打算理艾良叶 听到这次开口 便气不打一出来 麻蛋 你踏麻的 好歹也算是一个豪门公子 就因为罗俊豪家比你家有钱一点 就给人当狗腿子跪舔来着 赵安仰头看着艾良叶道 哦 深城第一家族 很了不起吗 就可以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了吗 说着又朝艾良叶招手道 哎 你过来你 过来给我讲讲 罗家是有多厉害 可以让罗俊豪这么嚣张 艾良叶战战兢兢地的挪动脚步 弱弱的道 就是很厉害啊 得 三观不正 赵安懒得跟他废话 迅速地起身 一把拉住艾良叶的衣服 一戴 艾良叶柔弱的身躯 便趴在了地上 正好同罗俊豪趴在一块 赵安伸出另一只脚 也踩住艾良叶的一只手 顿时车库里 又响起了艾良叶杀猪般的哀嚎声 阿疼死我了啊 或许是疼得受不了了 艾良叶迅速地求饶道 我错了 放开我 求你了 赵安 你不是喜欢我姐吗 我把我姐送给你好不好 你快放开我 赵安啪的一个耳光 甩在他脸上 笑道 你这怂样 想让我放开你 行 艾良叶 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你现在给罗俊豪十个耳光 我就可以放你走了 不然 今晚上你也别想走了 你相信我 我会一直打 打到你服气为止 艾良叶纠结了 一边是钻心的疼痛 食指连心啊 一边是从小 带他做坏事的带头大哥 终于 艾良叶抬起另一只手 啪的一下 打在罗俊豪的脸上 一边还痛苦地说道 罗绍 对不住了 罗俊豪也被打猛了 在他印象里 艾良叶就像是他的走狗一般 叫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今天他吃了豹子胆了 敢动手打自己 还踏马的是打自己的脸 罗俊豪瞬间也怒了 麻蛋 这赵安我打不过 打你艾良叶还打不过 虽然姿势是趴地上 也是愤怒地抬起另一只手 啪的一下 打在艾良叶的脸上 他俩狗咬狗赵安没管 反而催促艾良叶道 还有九下 打完你就可以走了 艾良叶也是被罗俊豪打得火大 这下更加用力地 往罗俊豪脸上招呼 罗俊豪的脸上 瞬间留下五个指印 罗俊豪立马回进一个 响亮的耳光 打在艾良叶的脸上 立马肿了起来 赵安再次怂恿道 快点 他都没把你当人 你也不用留手了 用点力 往死里打 说着 敲咪咪地松开 踩着艾良叶的脚 艾良叶这下有机会 把手臂给轮圆了 在空中画了半个圆圈 最后落在罗俊豪的脸上 打得罗俊豪的头 都跟着连晃了几下 一阵晕眩的感觉 朝罗俊豪袭来 顿时怒火中烧的 起身 就按在艾良叶身上 因为赵安也松开了 踩住他的脚 还敲咪咪地朝后退去 罗俊豪骑着艾良叶 接二连三的耳光 向他招呼着 艾良叶呼地翻过身来 傅又把对方骑在身下 也是不顾后果地 同罗俊豪撕打起来 等到他俩打得头破血流 并且筋疲力尽 各自瘫倒在地上的时候 围观的其中一个 打手小声地说道 那个 罗绍 刚才那个人已经走了 那你 我靠 今天本来要置赵安于死地的 结果他俩 在这打伤打死的 赵安却悄悄咪咪地走掉了 气得罗俊豪放声哀嚎道 赵安我踏马的早晚有一天 一定要弄死你 突然又瞬间萎靡下来 仿佛有无数颗星星 在眼前晃啊晃的 耳边也是嗡嗡嗡轰鸣声 气息也迅速地衰弱了下去 整个人好似要虚脱了一般 那是赵安留下的真眼 看到他们二人打完了 远远地给他送上的一记虚弱术 本就身受重伤 又是怒火攻心 再加上一记虚弱术 被降低了生命力的罗俊豪 再也支撑不住 昏倒了过去 打手们一拥而上 惊呼道 罗绍 罗绍昏过去了 快叫救护车 罗绍昏过去了 而这些跟赵安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是艾良也打的 自己顶多就是不小心 踩了一下他的手指 还能赖得上自己不成 只不过这下子 再也没有了在街上 看美女的心情 叫过艾秦柔 给他安排的司机 回酒店去了 上了车 李秋水才缓过进来 拍着胸扑道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里的 要我说赵安 还是你行啊 有两下子 知道擒贼先擒王了 末了还挑起他俩内斗 自己全身而退 想想就刺激 赵安得意地笑道 那必须的 上一次敢跟哥们叫嚣的 还是韩世姐 这下监狱里待着去了 这个罗俊豪 我是不会轻易地 放他走出医院大门的 这件事后 赵安察觉到 罗俊豪牙字必报的本性 恐怕是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 那赵安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每天一记的虚弱数 绝对会给他安排得妥妥的 即使罗俊豪在医院 因为生命力的降低 而凄惨的死去 那也在所不惜 这种人 他背景深厚 财力也不俗 如果不能一棍子打死 他总跟赵安纠缠的话 赵安也会烦不胜烦 而且会迟早有一天 会把他玩死的 总之 死到有不死频道 你死好过我死 而且 玩死不如早死 赵安还是给爱秦柔打了个电话 把罗俊豪堵住他 以及地下车库发生的事 给他说了一下 爱秦柔听了 担心得要死 连忙问道 那你有没有事 受伤了吗 你在哪里 我马上来找你 赵安笑道 我能有什么事 你该不会是担心你弟弟 怕我把他给打死了吧 爱秦柔听他 还有心情开玩笑 也是放下心来 清脆一口道 他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不是你亲手杀的就好 那种渣子 不值得你给他偿命 赵安笑道 就是 咱可是瓷器 它是那种烂得掉渣的瓦片 确实不值得 怎么样 爱总 这都忙了一天了 可以邀请你共进晚餐吗 爱秦柔笑道 乐意奉陪 李秋水再度给了赵安一个有奸情的眼神 赵安没打算理他 谁知道李秋水也没打算放过这样的机会 打去道 小阿 虽说我是以海王为目标的 但现在我看来 我该以你为目标才是 赵安道 别扯大 我给你讲 我这属于魅力无法阻挡 你那是纯粹的恶臭味 招风影蝶 这是两回事 你不要混为一谈 李秋水想想也是 郁闷地说道 你说得对 你看我招惹的 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啊 怎么就遇不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婆娘呢 粗鄙 赵安无语道 好马配好安 你好歹也是个富二代 怎么就学了屌丝那一套啊 包装 人设 这才是海王渣男的必备技能 李秋水突然一惊一乍道 你不说起富二代 我还差点忘了 赵安笑道 咋的啦 又是 李秋水挠头笑道 是这样 前些点法院不是判决了吗 黄杰和韩家骗走的钱 之前被冻结了 审理结束后 法院便把钱打到我们家账上了 虽然损失了一部分 但还是有五个多亿 其中就有你帮忙贷还的 欠银行的两亿三千万 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这个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赵安就没刻意地去矫情一下 兄弟之间也没这个必要 赵安笑道 我说这两天怎么这么嘚瑟 原来是那个潇洒多金的李少 又回来了 李秋水拿出手机 给家里公司的财务打电话 让他把资金给赵安打过去 完了才给赵安接话道 哪里哪里 之前公司损失的六成的市场份额 现在寒加倒了 我们家现在的市场 倒是比以前还多了两成 赵安笑道 那感情好 只要公司好起来 你爸的精气神就好了 就不用催促你回去接班了 然后李公子又可以使劲浪了 是这个意思吧 李秋水笑道 你把我要说的都给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司机把车开到 红桥附近一家私房菜门口 爱秦柔已经在那等着了 赵安下了车 打量了一下这家私房菜馆 爱秦柔笑道 别看了 这就是深城最好的一家私房菜馆 我都是提前半年才预订到 正好赶上今天有人买单 我今天可是要大饱口福哦 赵安笑道 只要你不提前买单就好 一进门 餐厅里只摆了两张桌子 上面已经摆好了四五个冷菜 餐厅侧面是一道透明的玻璃 从外面能看到烟雾弥漫的厨房 厨房里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大妈 一手拿着酱油 一手拿糖的往锅里放 这个中年大妈穿着时尚 头发竖得很工整 有着很精致的小资情调 就是看他做菜架势 下料有些狠 爱秦柔带着他的五个好闺蜜兼秘书 赵安带着李秋水和王斌 依次落座 爱秦柔指着一盘醉蟹道 可以开吃了 这里是边吃边上的 赵安拿起一只公蟹 拨开蟹壳 对着蟹膏 就是一口咬下去 炖觉得又甜又香 蟹膏柔润 蟹肉滑糯 酒味浓郁 不禁点头道 确实不错 就冲这个醉蟹 今天这顿超值的 众人便一边品尝着美味 一边聊天 李秋水开心地分享着 地下车库一行的细节 添油加醋地形容了 自己等人的神勇 刻意贬持罗俊豪的卑劣 和爱良夜的怂样 艾米皱着可爱的小鼻子道 你们三个 对付五六十个 还全身而退 你怕不是在吹牛吧 李秋水冷笑道 吹牛 那地方叫豪亭对吧 那可是罗俊豪的地盘 当时罗俊豪就叫了 五六十号保安下来 在地下车库 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 那家伙 那正是 还好我们三人身经百战 在江城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被五六十个 小混混围攻过 当时就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四散奔逃 这次也不例外 知道吗 最后逼迫的罗俊豪 和艾良夜互伤耳光 磕头求饶 我们才勉为其难地放过了他们 你要是不信 现在可以去医院看看 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医院躺着的 恐怕没半个月 是下不了床的 众美女还是不敢相信的样子 实在是罗家在深城的势力太大 少有见他被欺负的时候 艾米道 我还是不敢相信 赵安 你说 你们把罗俊豪送进医院了 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李秋水直接被无视了 合着赵安说的你就信 我说的 就是放屁事吧 赵安笑道 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艾良夜或许半个月就能出院 罗俊豪的话 给他一个月 他也别想下床 众美女 听了都是面露喜色 波比更是夸张地 拍着自己傲人的胸不倒 太好了 这就叫恶人自由恶人魔 哎 为这两个混蛋的不幸遭遇 祝他们早日超生 干杯 公愁交错之间 美味的菜肴 也一盘盘地被端上桌 合计八个凉菜 八个热菜 这就很讲究 深城的本帮菜 讲究的就是一个浓油赤匠 而这家菜馆 把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下料狠 用量足 又能把握得当 烧出了本帮菜的精髓 一餐饭吃的是杯盘狼藉 众人也吃得各个度元 既有对美食为美喜爱 也是对德志罗俊豪等人受伤住院 的大块人心之感 最后终于让赵安买了单 一行人又一起回了赵安居住的酒店 深城华山医院 是上海最好的医院之一 豪华病房内 罗俊豪已经经过抢救 从抢救是推了出来 安置在病房内 但还是昏迷不醒 头上各处缠满了纱布 只留了眼睛和鼻子的位置 就连露出的眼睛部位 也是亲子一片 上方的吊钩上 挂了四五瓶液体 通过输液器 给罗俊豪输送着药物 四肢和胸口的部位 连接了心电监护仪 只是仪表的跳动 一直很缓慢而绵长 这是明眼人 都能看出的微弱信号 病床前站了一个 穿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 从头到脚 都散发出金钱的味道 这个中年妇女 头上挽了个发际 上面别了只祖母 绿宝石的发卡 耳朵上戴的是一对 红宝石的耳环 脖子上戴着一串 鸽子弹大小的 南洋珍珠项链 手指上戴的是 产自克什米尔的 蓝宝石戒指 手腕上戴着 帝王绿翡翠手镯 这人就是 罗俊豪的生母 身成最豪华家族的 女主人 王延宾 此时的王延宾 保养得极好的面容上 冷得能挤出 冰渣子来 眼若寒霜地 对主治医生道 我家俊豪 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 主治医生也有些尴尬 按理说 身成第一贵公子 在他的手下接受治疗 怎么也会全力以待 用最好的医疗条件 最好的药物 最好的医术 结果还是昏迷不醒 而且生命体征 还一点都不理想 主治医生戴着口罩 看不到他的脸色 但肯定是微微脸红的 他对王延宾说道 罗绍只是一点皮外伤 伴随着一点点的 轻微脑震荡 我们已经给他 用上了最好的药物 应该迟些时候 就能醒来 王延宾指着跳动缓慢 指数只有四五十的 心电监护一道 那心跳这么微弱 是怎么回事 主治医生也是搞不明白 便说道 或许是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没有检查到的病症 王延宾声音有些尖锐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儿子本来就是有病的咯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主治医生急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在观察观察 我们一会儿 再召集各科的专家教授 对罗绍的情况 做一个会诊 综合一下各方面的意见 结合罗绍的病理数据 再给出一个合理的诊疗方案 王延宾冰冷地说道 你们最好快点 明天要是俊豪还不能醒来 我便联系美国加州的医院 做我们家的专机 去美国治疗 主治医生连连点头道 是是是 我们会尽快的 尽我愿所能 一定把罗绍的病给治好 这个主治医生 恐怕注定要失望了 有赵安安排的 每日一记的虚弱数 持续地降低着 罗俊豪的生命力 罗俊豪又是有伤在身 虚弱数 只会让他伤得更重些 哪怕他转移到了美国加州 赵安也会想办法 把真眼插过去 继续给他安排上虚弱数的 科学是救不了他的 没准玄学可以 但除了赵安 没人真的会啊 王延宾又问身后的隋从道 那个艾良业 在哪家医院 隋从道 我刚了解过 在瑞京医院 具体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王延宾冷冷地问道 隋从整理了一下思路 说道 好像是罗绍和艾良业 准备收拾一个乡下楼 还动用了豪廷的所有保安 结果被对方突围 直接擒住了罗绍 保安们投鼠忌气之下 没敢再动手 结果对方又抓住了艾良业 逼迫艾良业和罗绍互扇耳光 谁知道罗绍静 王延宾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 吩咐道 把豪廷的所有保安 全部解聘了 一分的工钱也不要发 这些饭桶 废物 五六十人 连个小赤佬都抓不住 亥俊豪受这么重的伤 我让他们 谁也别想好过 那个小赤佬的来历查了吗 隋从尴尬道 只知道是从江城来的 其他的还在查 王延宾骂道 你也是个废物 赶紧给我查 查清楚了 我再想办法弄死他 隋从道 那艾家 王延宾道 艾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等郡豪父亲的计划收网 艾家就是砧板上的肉 任人宰割了 到时再收拾他们不成 然后又说道 郡豪这里也要让人盯着点 伤得这么重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出了什么差池 你也小命难保 听见了吗 隋从低头道 是 夫人 你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的 王延宾又重新昂起他那高傲的头颅 傲然道 敢惹我们罗家 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末了又说道 给我马上约香迪会所的 SPA服务 我要去保养一下 这一天天的 竟给我整些糟心事 害得我的鱼尾文都粗了一些 隋从点头道 是 马上去安排 另一边的赵安和李秋水 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酒店 艾清柔等人 把他送到了酒店楼下 艾清柔下了车 看着赵安欲言又止的模样 赵安见了便笑道 明天你准备很久的展览大会 就要开始了 怎么还愁眉不展的样子 艾清柔微微叹气道 博览会我 从来没有担心过 有你找到的翡翠打底 我是从来不会担心的 我担心的是罗家 赵安皱眉道 罗家 罗家怎么了 艾清柔道 罗家在深城根深蒂固 底下的产业遍及深城 他们很可能会把目标对向你 尤其是他妈妈王延冰 在深城市出了名的跋扈 就连我那便宜厚妈 都得让他三分 赵安笑道 我当时啥事 这是你就放心吧 还是那句话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才没把什么罗家放在眼里 正面冲突我没怕过谁 被地理的手段 也伤不了我 艾清柔这才展颜笑道 真不知道你的底气到底在哪 但我还是希望你小心一些 别被人吓了套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好吗 赵安点头笑道 行 你就放心吧 明天将是你的高光时刻 可不要关键时刻掉链子 那就不好收场了 艾清柔笑道 不会的 这点小场面 早就在我心里预演过许多遍了 目送赵安上了楼 艾清柔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车 回到自己的住处 明天 准备的十分充分的超级翡翠鉴赏大会 就要拉开帷幕了 今天是艾清柔主办的超级翡翠 博览大会召开的日子 一大早 金色海洋的展厅门口 就围满了人群 从天南海北赶到的玉石商人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聊的也都是关于今天展览的话题 赵安在江城建部的韩庆东 韩老头 就拉着他的一众老友吹嘘道 这次的展览 可不得了 据我所知 光是帝王绿的翡翠 就有好几块呢 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头 惊叉地说道 真的假的 这帝王绿翡翠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常见了 往年可是一块都难得见到一次 韩庆东笑道 老吕 你还别不信 实话告诉你吧 这批翡翠我其实提前看过了 还钉下了其中一块 而且特意请了深层的雕刻大师精心打造 一会儿进门的头一件 就是我钉下的摆件了 这东西 可是传世的宝贝 我可是要一代代地传下去的 老吕好奇道 老吴 别卖关子 你快给我说说 爱家的这批翡翠 到底咋样 我好有个底 看能不能有机会买下个一两块 也做成摆件 世世代代传下去 那是多好的美名啊 是吧 韩庆东得意道 要我说 搁几个 准备好你们的钱袋子吧 今天展出的翡翠 绝对物超所值 你们也知道 缅甸现在的情况很混乱 原始的货源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价格也是节节升高 措此机会 不知道何年何月 能有爱家 这样的魄力手段 能聚弃这么多高质量的翡翠了 老吕点头道 就是这个道理 老韩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麻蛋 不就是钱吗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还不如趁此机会 买下点趁心如意的宝贝 总比钱多留着发霉的好 韩庆东笑道 还是你老吕看得开啊 说着 又移了一声道 那不是老蒋吗 这老不死的 也听到风声了 说着 韩庆东往前走了几步 走到老蒋背后 拍了他一下道 蒋世林 老蒋 蒋世林回头一看 老脸上展露笑容道 哈哈 老韩 又见面了 韩庆东笑道 上次江城一别 我就说嘛 我们这些老东西 还是要多多走动 见一次面少一次 今天你来到了我的地盘 说什么 也要让我尽点地主之意 蒋世林笑道 老韩你 这就不地道了 今天明明是任爱家的主场 你还非得抢别人的主角当不成 是不是爱志远这些年 没在江湖上走动了 你就欺负爱家没人了 韩庆东脸上微红道 我哪里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他爱志远当年在翡翠玉世界的威名赫赫 如今他的长女 也是虎腹无犬女 心机手腕都是一等一的 我一个行将旧木的糟老头子 好心好意地请你到家做客 却被你这样污蔑 老蒋啊 我发现你才是心机最深的一个 挑拨离间的 坏得很啊 蒋世林笑道 你少给我来这套 快给我说说 这次展览会 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如此兴师动众的 把这些老家伙 都给炸出来了 韩庆东随即放松道 嘿嘿 还是瞒不过你 我给你讲吧 这次你老蒋 恐怕要准备大出血了 哦 蒋世林哦了一声道 那就要看这个爱侄女 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韩庆东哈哈一笑 又左右看了一下轻声道 你是不知道 我是亲眼看过了 帝王绿的翡翠 至少是五块 更要命的是 他手里还有祖母绿的翡翠 至于有多少 我就不知道了 祖母绿翡翠 这东西的毛坯 有多少年没见过了 听了韩庆东的小道消息 蒋世林眯起了双眼 心中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 祖母绿翡翠 是翡翠中的一种 就和帝王绿 苹果绿一样 是对绿色翡翠的一个具体划分 不了解的 常常把祖母绿翡翠 同祖母绿宝石混为一谈 其实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宝石种类 因为两者拥有相同浓烟的绿色 所以很多人 经常会把祖母绿宝石 和翡翠进行对比 从类别来看 祖母绿宝石属于宝石 而翡翠属于玉石 所以 它们所含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 祖母绿翡翠 是十分稀少的 物以稀为贵 所以 祖母绿翡翠的价值非常高 翡翠行业内 很多人都将祖母绿翡翠 等同于帝王绿翡翠 认为祖母绿翡翠 就是属于帝王绿翡翠 而祖母绿翡翠在市场上 因其饱满柔和的色调 以及稀有的特性 甚至比帝王绿翡翠 还要受到人们的青睐 所以 爱情柔手里 握着是所罕见的祖母绿翡翠 在蒋世林眼里 那就意味着爱家 对高端市场的把握 以及强大的侵略性 请来的专业主持人朱珍 可以开始今天的表演了 带着欢庆风格的音乐声响起 拿起话筒的朱珍 潇洒地走到展厅门口 搭起的主席台前 他面带笑容地说道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各位来宾 大家上 非常高兴能作为今天展会 开幕的主持人 我是来自深城电视台的 一名小主持 我叫朱珍 今天到场的 都是商界的成功人士 以及社会名流 在这里我衷心地希望大家 都能在今天的展览会上 收获多多 满载而归 举办的超级翡翠剑赏博览大会 开幕 首先有请我们的爱事集团 执行董事 爱秦柔女士致辞 场下作为今天的气氛 拖得赵安等人 带头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下一秒 带着一身朴素 却又显得精致打扮的爱秦柔 迈着优雅的步伐 走到了舞台中央 爱秦柔面颅微笑 环顾了一下四周 开口说道 首先感谢诸位嘉宾的利林 今天到场的 有我父亲的好友 也有我生意上的伙伴 但不管怎么说 来的都是客 喝的都是酒 我们爱事集团 今天举办这次的博览会 旨在为大江南北的朋友 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 使我们的珠宝玉器市场行业 能够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希望大家今天 都能不虚此行 谢谢大家 期待已久的超级翡翠剑赏 博览大会 终于拉开帷幕 就在爱秦柔的博览大会 即将开幕的时候 华山医院 特户病房内 身受重伤的 罗俊豪悠悠行转 经过医院的 十几位专家的连夜会诊 又紧急地 给他更换了药物 本来也就是 受了点皮外伤的 罗俊豪 硬扛过了虚弱术的效果 还是醒转了过来 最关键的其实是 今天赵安忙着 参加博览会 忘记给他送温暖了 但正是他在这个时候 醒了过来 才正好给他敲响了丧钟 试想一下 如果没醒过来的话 罗姆王延冰的性格 肯定是当机立断地 给他转院 乘坐专机 转移到美国加州的医院 而深乘到加州的距离 超过了一万公里 超过了赵安珍视之眼的 可不知范围 想要再给罗俊豪 补上虚弱数 可能还要费些周折 但此时的罗俊豪 虽然醒了 依旧觉得头脑昏沉 耳鸣眼花 就连呼吸都感觉 十分的困难 其中一个陪护 看到罗俊豪行转 激动地拍醒同伴道 罗少醒了 行了 你快去叫医生 另一个陪护 也激动地从椅子上弹起来 看了眼睁开眼睛的罗俊豪 顾不得自己心松地睡眼 跑去叫医生去了 先前的陪护 轻柔地对罗俊豪说道 罗少 罗少 你感觉怎么样 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生怕声音稍微大点 就会把罗俊豪吓昏过去似的 可罗俊豪脑瓜子嗡嗡嗡地 对他的声音听不太清 只是操着沙哑的嗓子说道 我在哪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头重脚轻的 眼睛也看不清楚 耳边也是嗡嗡的 跟快死了一样 正好医生进了病房 见到罗俊豪醒过来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心想着 这要是把罗家大哨给治出了问题 那对华山医院的声誉 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甚至会遭到罗家隐形的报复 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了 医生拿着听诊器 在罗俊豪的胸腹部隔听了一下 又翻了翻他的眼皮 查看了心电监护仪的数据 对陪护说道 病人刚刚苏醒 还是需要多休息 不要去过多地打扰 需要吃东西的话 也只能吃流食 我需要马上召开会诊 确定下一步的诊疗方案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有什么情况再通知我 说完 主治医生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陪护摸出手机给他的上级 也就是王延冰的随从打了个电话 把罗俊豪醒来的情况 以及医生的交代的话 给他汇报了一下 随从收到消息 又马上汇报给 正在做熏征的王延冰 王延冰闭着眼 一边熏征 一边说道 醒过来就好 要是再速醒不过来 我就拆了他们华山医院 真是一群饭桶 随从附和道 是是是 都是手下人不争气 才让罗少吃这些苦 受这些罪 王延冰又问道 今天是爱情柔那小妮子 那什么博览大会开幕的日子 随从道 是的 爱小姐主办的超级翡翠剑赏 博览大会 就是今天召开 听说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反响很好 王延冰冷哼一声道 先让他再蹦打几天 到时候再收拾他 博览会的现场 确实如王延冰的随从所说 气氛异常地热烈 当爱情柔邀请嘉宾们入场后 早就急不可耐的嘉宾们 急匆匆地一拥而入 进门的第一件展品 便惊得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玻璃橱窗里 一个用帝王绿翡翠雕制的皮修 静静地摆放在那里 韩庆东对人们的惊诧表情很是满意 得意地帮忙介绍到 这个摆件叫做皮修镇石 是由一整块帝王绿翡翠雕刻而成 深沉闻名的黄道清大师 耗施整整一个月 亲手打造 放在这个展会的首位 以供大家鉴赏 嘉宾们不禁开始嗡嗡嗡地窃窃私语 交头接耳 真是帝王绿翡翠 你看那色泽 那透明度 骗不了我 好漂亮的帝王绿翡翠啊 看着真是绿意盎然 水润心甜 还有人低声骂道 真踏马地暴舔天物 这么大件的翡翠 得掏多少个镯子 打造多少块的玉牌啊 狗日的韩庆东 就踏马地知道雕城皮修 简直桑尽天良 得 熟识的人一看这个皮修 就知道 这块帝王绿翡翠的主人 是韩庆东了 也只有他对皮修的喜爱程度 才能把这时所罕见的帝王绿翡翠 给生生的雕城神兽皮修了 蒋世林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老韩 这块翡翠 你预购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啊 韩庆东脸都笑开花了 道 呵呵 保密 保密 蒋世林瞥了他一眼 心到真尼玛不是东西 你踏马的 倒是宝贝到手了 让我们这些 手里空落落的 情何以堪啊 接着在爱情柔的带领下 他的五个闺蜜兼秘书 今天也化身解说员 为参观展览的嘉宾 细细地讲解 每一块翡翠的详细情况 这部 身材高挑的安琪 就用甜美的嗓音 给几位北方的客人介绍道 这块是产自 缅甸老坑的玻璃种翡翠 重量达到了25公斤 这在高种水的翡翠中 都是非常罕见的 因此 它的用途将会更加的宽泛 不再局限于手势的开发 听完了安琪的介绍 客人也是 很感兴趣地问道 这块翡翠 一会儿会出现在 下午的拍卖会上吗 安琪笑道 是这样 先生 我们的每一块参展的翡翠 前方都有一个明显的标牌 黄色的 就是下午会参拍的拍品 蓝色的 我们集团会留着自用 红色的 就是已经预售了的 等展会一结束 就会有客户来取走 这块翡翠的标识是黄色 所以下午 会出现在我们的拍卖会上 到时候 先生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与新衣的宝贝直接交臂 不得不说 爱琪柔这个展会办得 相当的高明 先是预售一小部分 既满足了一些大客户的需求 拉拢了一部分人 又让后来的人心仰难耐 再放出一小部分 再次拉拢一些 实力雄厚的大客户 自己手握里 还有一大部分 既能震慑竞争对手 还能一边有恃无恐地 蚕食整个市场 天哪 那什么 祖母绿翡翠吗 真的是祖母绿翡翠啊 一声惊呼传来 人们纷纷前往围观 只见展厅的中心位置 一个玻璃橱窗内 柔和的聚光灯照射下 三块大小不一 打磨得非常光洁的 祖母绿翡翠 齐整整地摆在那里 那美帝让人窒息的绿色 挑动着每一个嘉宾的心弦 在场的所有嘉宾 无不为这三块 祖母绿的翡翠迷醉着 韩庆东用肩膀 这下知道这个爱之女的手段了吧 蒋世林叹了口气道 哎 不服老不行啊 没想到当年被爱之远压了一头 灰溜溜地离开深城的市场 现在她瘫痪在床 我本以为可以重整山河 小小地扩张一下 却没料到她 还有一个 如此了得的女儿 韩庆东笑道 上个月我第一次见这批货的时候 也只是见到冰山的一角 就已经震惊得不得了了 如今看来 这爱家依旧气韵昌盛 有这个爱秦柔在 还得兴旺的几十载啊 中午的时候 爱秦柔安排了星级酒店请来的厨师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自助午餐 需要就餐的 就前往就餐区 吃饱喝足了 又可以继续过来参观 方便得很 展出的将近五百块 打磨的晶莹透亮的高绿高水中翡翠 包括其中一些已经预售出去的 还被雕琢成各式各样的翡翠制品 其中有韩庆东那样 要求雕成百件的 也有客户要求做出首饰套件的 也有客户要求做出印章笔喜之类的 风格各异 不易而足 这些翡翠 无不为道场参观的嘉宾们 带来一场视觉上的饕餐盛宴 实在是这次的展览会 展出的翡翠之多 种类之权 价值之高 真的是事所罕见 在展厅的一个办公室内 作为临时的主人的爱情柔 此时正抓住难得的空闲 躺在一张摇椅上小气 赵安和李秋水 也坐在一边小声地聊着天 王斌则打发他去协助安保去了 饭来了 艾米提着两大包的盒饭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赵安上前去接了过来 摆在办公桌上 道 嘿 吃饭了 艾情柔睁开眼 眨着美丽的大眼睛 看着赵安道 我没有名字的吗 叫谁嘿呢 赵安挠头笑道 我叫李秋水呢 李秋水无语地看了赵安一眼 心道合着我跟着你来 就是为你挡枪的 艾情柔扑刺一下笑了出来道 你可以直呼我本名的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叫我秦柔也是可以的 赵安诺诺道 行 我知道了 艾情柔眯着笑起来 给我叫一个听听 赵安掰开一次性筷子 递给他道 快吃饭吧 一会儿都凉了 说着自己 也拿起一份盒饭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艾情柔白了他一眼 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 嘟囔了一句 胆小鬼 也抓紧时间 吃了起来 饭后 艾情柔问收拾残局的艾米道 让你准备的事情 都还顺利吧 艾米点头道 嗯 你放心吧 都安排妥当了 我联系了各大行 派遣了工作人员 特地现场为这次展后的拍卖 提供银行服务 全力保障拍卖的顺利进行 非常好 艾情柔笑道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把肉吃了 总得扔点骨头 给他们炖汤喝 顺便还能看一看 他们为这几块骨头 蒸得头破血流的样子 下午两点的时候 展会就结束了 看似匆匆忙忙 其实不然 这次参加展览 也就几百个嘉宾 各个都是业内的行家里手 东西的好坏一眼便知 又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针对性很强 展会结束 就是万众瞩目的拍卖会了 这是当初在锐利时 艾情柔就定好的计划 一方面是因为 大老远的请人过来 看自己展示实力 不抛点实在的东西出去 也说不过去 另外 还可以借此试探一下 市场的反应 还可以回笼一部分资金 至少要把赵安的欠款 给还了吧 小型的拍卖现场 一百多个座位坐无虚席 甚至还有很多 在后面站着的 也没有因为没有座位 感到烦恼 反正只要能参与进来 哪怕站着也是行的 其实在展会开始之前 艾情柔就已经卖掉了 好几十块 其中就包括 韩庆东买下的那块 帝王绿翡翠 韩庆东也为此 付了十二亿的天价 实在是韩庆东 对这块翡翠喜爱的不得了 再加上最近缅甸的局势 又是十分糟糕 使得他从一开始的五亿 一直加到十亿 艾情柔都还没有松口 急得韩庆东 直接加到十二亿 还说什么 要是艾情柔 要是再不同意 他就要找上艾情柔家里 直接问贪倒在床的艾制远药了 所以 这次艾情柔综合各方面的考虑 再次抛出五十块翡翠 准备狠狠地宰上一波 只不过 这次帝王绿翡翠 只抛出一块 其余的 就都用其他高品质的翡翠来凑数 第一块拍卖的 是一块玻璃种的翡翠 这块翡翠 还是赵安在曼德勒的原石市场 找到的 当时也就花了十多万人民币 结果开出玻璃种翡翠来 价格翻了一百倍不止 拍卖师介绍完毕就说道 这块玻璃种翡翠 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起拍价一千万人民币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十万人民币 落锤开始 一千一百万 举拍的是 之前同韩庆东 在门口聊天的老旅 好家伙 一口就加了一百万 一千一百五十万 其他的客人也不甘示弱 也是举拍出价的 一千二百万 一千五百万 出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却句句交到了赵安心里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钱啊 当初爱情柔连哄带球的 只付了十五亿 就要带走这批翡翠 赵安出于多方考虑 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下子卖掉翡翠 回龙的资金 肯定是要先把赵安的欠款 给还上的 所以这些人漫天的喊价 赵安仿佛看到自己的头上 出现了一个弹框 不断地显示着 金钱加一百万 金钱加一百万的滑稽样子 最终 这块玻璃种的翡翠 被老旅以四千三百万的价格买下 老旅还喜笑颜开的 为自己买到心仪的宝贝 拍出了极高的价格 完全没有出现被留拍的情况 实在是因为狼多肉手 而且 这批翡翠的质量 也确实令人满意 再加上爱琴柔 手握巨量高品质翡翠的威慑力 就是你今天要是不买 那我就自己放到市场 一家独大 你买下了 大家还可以竞争竞争这个意思 最后压轴的帝王绿翡翠 也被拍出了十二亿五千万的天价 被彭承来的蒋世林 含恨拍下 最终这场拍卖 爱琴柔一共拍得 三十七亿四千万人民币的收获 展会结束 嘉宾们各自拿着自己的收获 打到回府了 爱琴柔收拢资金 安排爱米给赵安一次性转账 用以付清赵安的欠款 赵安猛逼地听着脑海中 想起机械般的女生 获得好运值 XXX 看着手机提示的前款到账短信 震惊地看着爱琴柔道 100亿 你给我这么多 你不过了吗 赵安看着手机里的短信提醒 脑海中想起了机械般的女生 收获好运值100亿 一百三十五亿 满足升级条件 请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主动升级 赵安不知道爱琴柔怎么想的 一口气给她转了一百亿人民币 不由地问道 你是打算不过了吗 给我转这么多钱 还是真的打算包养我 爱琴柔脸色微红道 什么包养 说得那么难听 这是还你的欠款 嗯 以及利息 你得把借条还我 这事才算了结 什么利息 高利贷吗 一个月利息百分之三十 赵安摸出钱包里 爱琴柔亲笔写下的借条 递到她手上道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的利息啊 还是你又有什么事 有求于我 爱琴柔称怪道 哎呀 给你你就拿着 叽叽歪歪的 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尼玛 赵安差点一口老血没喷出来 要不要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试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你有些过分了 赵安郁闷道 怎么还人身攻击了呢 爱琴柔脸蛋红红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会儿又说道 行了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今天先回去休息 明天我亲自带你们游完深城 安排司机送赵安三人回了酒店 爱琴柔给手下的团队开了个检会 安排了接下来的工作 其实 工作也早有计划 艾米他们的执行力也强 按照既定计划 强势扩张就OK了 爱琴柔回了自己家里 位于松江区的紫园别墅区 她的便宜后妈 去医院陪护艾良夜去了 别墅里除了保镖保姆 就只有她卧病在床的父亲 艾志远一个人 进了家门 爱琴柔静直朝艾志远的卧室走去 一个形容哭稿的老人 躺在卧室的床上 即使是瘫痪在床 艾志远的一切都有 专人打理 头发梳得很整齐 脸也被擦得很干净 可能是许久不见阳光的缘故 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 艾琴柔站在床边 看着自己的父亲 眼神复杂地说道 爸 我回来了 艾志远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道 回来了 展会办得很成功吧 艾琴柔道 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要托缅甸内乱的福 成交的价格 都比市场要虚高许多 艾志远道 那就好 按照我们妇女俩的约定 我以后不再干涉你 你可以自主地选择你的婚姻了 艾琴柔道 那你答应的股份呢 你还是要交给你那个私生子 艾志远淡淡地说道 那是你弟弟 艾琴柔语气陡然变得高昂道 我没有弟弟 我妈妈救我一个孩子 你不知道何美娟那个贱人 都把公司搞成什么样了 那是你和我妈的心血 虽然我妈不在了 但我不忍心 也不甘心 就这么败坏在他们手里 艾志远道 你懂什么 公司的地产项目如火如荼 海外项目也是高歌猛进 地产圈来钱 可比你现在珠宝玉器 挣钱可快多了 艾琴柔气急道 那只是 他们给你看到的表象 他们在董事局架空我 我现在连公司的账目都没资格查 他们肯定在憋着什么阴谋 艾志远道 哪有什么阴谋 别看我躺在床上动不了 公司里多的是我的人 给我通报消息 而且对美娟我是信得过的 我看你就是对他有成见 才会在这里散布着阴谋论 爸爸呀 艾琴柔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悲气地说道 你都躺着好几年了 公司早就变了天了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 艾志远淡淡地说道 我自有分寸 你给我出去 艾琴柔气得一跺脚 扭头擦着眼眶出去了 出门后 看到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说道 何管家 照顾好我父亲 他腰势有什么差池 我饶不了你 何管家淡笑道 放心吧 小姐 有我在 大家想来也是当初跟随艾志远的老人 还一直延续以前对艾志远的称呼 另一边的赵安回到了酒店 以劳累不堪 精神疲倦为由 拒绝了李秋水出门晃悠的提议 心里吐槽道 出去晃悠 哪有升级真实之眼重要 按照以前升级真眼的惯例 真眼的升级会让自己不省人事一段时间 提前给李秋水打好招呼 让他不要过来打扰 回到了自己单独的房间 赵安从里面关上房间的门 摊开左手的手心 虚幻般光芒流转的真眼 嵌在手心里 现在的真眼跟以前一样 多了一个可升级的选项 还有对这次升级的介绍 升级之后的真眼 将为宿主在现在基础上 提升一倍的整体身体素质 强化主动技能 治疗术 清晰术 虚弱术 每日的使用上限增加一次 增加主动技能 引燃术 净化术 毫无疑问 这次的真眼的升级 将使得真眼的功能更加强大的了 虽然还不知道 引燃术 净化术笔的具体效果 但仅仅是强化了 之前技能的效果 增加了一次使用上限 就已经牛批的不行了 这次赵安学经了 在床上选了个 舒服的姿势躺下 伸出右手 点击升级的选项 然后就跟以前一样 两眼一黑 昏死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赵安醒了过来 这是他第三次 完成主动升级了 什么事都有个惯例 习惯了就好 若无其事地爬了起来 脱掉身上穿的衣物 走进了洗手间 然后还是一边冲凉 一边查看真眼的变化 真实之眼八级 可回收 你可以在方圆一万公里内 不止十个 可以探查方圆十公里 含地下一公里的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 可以让你看到 所有隐藏的事物 真实之眼 不会被任何事物 看到和探查到 真实之眼 可以对宿主需要的 重点目标进行标记 真实之眼 为宿主提供 40倍强化的身体素质 强化主动技能 治疗术 清晰术 虚弱术 得使用效果 每日的使用上限增加一次 增加主动技能 隐燃术 净化术 下面还有对升级后 技能和新增技能的介绍 治疗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治疗术 大幅度恢复它的生命力 每天可以施展两次次 清晰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清晰术 大幅度恢复它的精神力 每天可以施展两次次 虚弱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虚弱术 大幅度降低它的生命力 每天可以施展两次次 隐燃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隐燃术 持续性对目标造成灼烧效果 并减少目标所受的治疗和恢复效果 每天可以施展一次 净化术 你可以在真眼范围内 对任意目标施展净化术 移除目标身上的简易效果 每天可以施展一次 赵安心道 果然 升到八级 虽然需要的好运值高达100亿 但升级后的效果 真的是强大无比啊 虽然真眼的基本能力 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隐藏的能力 肯定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比如介绍会更加详细 探查更加的智能什么的 更别说强化了40倍的身体素质 以及增加了两个主动的技能了 看着新增的主动技能 赵安心中跃跃欲试 找谁呢 有了 这不是有现成的大仇人吗 赵安心中冷笑着 之前忘记给你送温暖了 这次索性直接点 送你下地狱吧 赵安刚完成真实之眼 七到八级的手动升级 获得新的超级技能 就迫不及待地想率先在自己的大仇人 罗俊豪身上试验一下 毕竟自己之前忙着参加爱情柔的博览会 忘记给身在医院的罗俊豪 补上一记虚弱术了 说不定这时候 他都已经醒了过来 万一好得快一点 都踏马地出院了 自己曾夸下的海口 让罗俊豪一个月内出不了医院 那万一提前出了 自己不就成了吹牛皮了吗 想到这里 赵安几个针眼 查到深城几家有名的医院 挨个搜索罗俊豪的踪迹 看起来精神要比之前要好上许多 虽然纱布还没拆 但还是能吃东西了 一个陪护人员正拿了个勺子 小口小口地为他吃着稀饭 赵安看到这儿 决定等他吃完饭再送他上路 这是赵安能给他最后的人词了 毕竟古往今来 就算是死刑犯 行刑前还是给吃一顿饱饭的 赵安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看来这次升级用的时间并不长 穿戴好衣服 赵安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在酒店的餐厅要了份早餐 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关注着真眼视野里 罗俊豪的情况 此时的罗俊豪也已经吃过了 陪护人员去盥洗室洗碗去了 赵安心中默念道 罗绍 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一发引燃术 远程施展在罗俊豪身上 当时罗俊豪就痛苦地嚎叫起来 啊 我的头 我的脸 好痛啊 啊 或许是疼得太厉害了 罗俊豪伸手想撕扯包裹着的纱布 谁知刚碰上去 啄斑的疼痛更强烈了 另外一个陪护赶紧跑过来 扶下身体急忙问道 罗绍 罗绍 你怎么了 罗俊豪惨叫 快去叫医生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烧我的脸 痛死我了 快去啊 这个陪护也紧张得不行 急忙跑出去 去叫主治医生过来 罗俊豪头部的伤口 像是被灼烧一样 迅速地起了一些水泡 又快速地破裂 循环往复 不只是头部的伤 罗俊豪觉得自己的全身 都像是被烧着了一样 身体的水分被快速地蒸发 口干舌燥嗓子眼 像是被几十个烟头烫过一样 干哑得要命 而且很快 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沙哑地 啊啊啊的干嚎 赵安怎么会放他好过呢 趁着医生来之前 接着一发虚弱术 施展在他的身上 中了加强版虚弱术的罗俊豪 很快连嚎叫都嚎不出来了 只觉得头昏眼花的情形 再次出现在他的身上 而且这次的感觉更加地强烈 他心中不禁痛苦地想着 我这是怎么了 我要死了吗 这就是要死的感觉吗 好难受 好痛苦 我怎么会死 我怎么可以死 我是身成罗绍 我们家是身成最牛批的家族 赵安可不会管你什么身成第一家族 既然你一次又一次地主动地招惹我 不弄死你 我不被你弄死 也会被你烦死的 而且真是只眼升级附送的技能 可以在真眼范围内施展 弄死你 神不知 鬼不觉的 只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最多是多了一桩奇案 想到这 赵安的嘴角微微扬起 第二发虚弱术 施展在罗俊豪的身上 顿时罗俊豪连动都不能动了 思维都变得迟滞 只觉得身体灼烧般的疼痛 而自己只能默默地承受 连挣扎一下都办不到 这时 罗俊豪的主治医生带人赶到 发现罗俊豪不知道为何 就已经到了迷流之际了 他急忙翻了翻他的眼皮 只见他的眼睛通红一片 眼球上布满的血丝 并且又焦又干 像是被什么东西烧过一样 准备急救 主治医生吼道 强心针 度冷钉半支 话音刚落 一旁的护士尖叫道 病人的呼吸停止 心跳也停止了 主治医生再次吼道 准备除颤 都到了这般地步 主治医生做再多的工作 都是徒劳无功 引燃术的另一个效果 就是降低恢复效果和治疗效果 等他们用比以往更快的速度 开始急救的时候 罗俊豪罗大哨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医生可没管那么多 不管是身为医生的职责也好 罗俊豪的身份也好 该做的急救工作 还是要做的 看到这 赵安彻底地放下心来 收回插到医院的针眼 夹起一块五星酒店大厨 以高超厨艺所见的 糖心荷包鸡蛋 一口咬下去 外胶里嫩的蛋皮 包裹着六七成熟的蛋心 汁水丰满的糖心 在口腔里爆浆般地 迸发在口腔里 一股鲜香滋味 充斥着赵安的味蕾 赵安点头 表示不错 值得点赞 心满意足地 把盘子里的炒一面 一扫而光 再喝一口甜甜的豆腐脑 赵安心里吐槽道 活着真好 没管了 起身出了餐厅 找到李秋水的房间 却被服务员告知 客人已经退房了 WATE 搞什么费劫 赵安又打给李秋水 发现也打不通 只是才发现 信息里有一条未读短信 点开一看 正是李秋水发的 大概意思是 他妈妈被上次破产的事 想不通 犯了点病 后来随着韩家的落马 要好上了一些 昨天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又复发了 就连夜买机票赶了回去 由于赵安说过 不要打扰 就没有通知他 只给他留了条短信 赵安看了信息 有点蛋疼 吐槽道 这事你早说啊 搁我这儿 也就是一发治疗的事 实在不行 就两发 是吧 心情大好的赵安 也反而赛一把 但这事吧 还是得帮忙一下 毕竟是好哥们嘛 赵安把睁眼插到李秋水家里 找到他妈妈 一发强化版的治疗术 施展在李母身上 只见李母脸上的气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润起来 使得他原本有些昏尘的感觉 也渐渐消散 睁开眼睛 醒了过来 看着旁边守护着的李东 小声地跟他说着话 赵安见效果太好 就没有再用第二剂治疗术 还是要给医生留点发挥的空间 突然 赵安的电话响了 拿起一看 是爱秦柔打过来的 赵安接通 就听见爱秦柔 用古怪的声音说道 你知道吗 罗俊豪死了 就在刚才 死在了华山医院 据说死状很惨 赵安还是故意用震惊的语气说道 什么 怎么死的 这个消息真的 太让人激动了 死得真好 爱秦柔娇笑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赵安笑道 那影响 你今天带我游玩魔朵吗 爱秦柔眯起了眼睛 笑道 乐意奉陪 赵安结束了与爱秦柔的通话 等待爱秦柔派人来接他 期间给王斌打电话交代了一下 让他联系自己的战友 问他有愿意来帮他工作的没有 王斌表示 会尽力联系 赵安这样做 是觉得身边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 没有什么用的人才 这下子 有了爱秦柔转的大批现金 不如扩大一下自己的队伍 然后又给自己家里打了电话 得知赵大成已经在县城买下了房子 正在准备装修 赵安笑道 爸 早这样我也不用那么担心了 房子嘛 该买就买 有钱了不花 那努力挣钱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赵大成心情也挺好 说道 知道你小子有钱了 但你 还是得记住 有钱了也不能忘本 不可以为父不仁 还是要做一些善事 积德行善 才是传家知道 赵安笑道 知道了 叫你们考的驾照考下来了吗 赵大成不满道 老子还用你叫 正考着呢 那我就放心了 有时间到江城来一趟 你未来亲家母 还盼着见你一面呢 赵大成疑惑道 没你说过你 谈了女朋友啊 赵安也猛了 道 我没说过吗 哎呀 这不重要 关键是 你们现在的工作也别做了 安心当你的傅家翁就行 好了 就这样 我还有事 先挂了 你们要来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 赵安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 心倒好险 自己平时口花花惯了 忘了 还有这个乌龙 好在也不是什么大事 和李芷源的事 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自己也见过他的父母 都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 相反赵安还觉得 沈一秋很有涵养 说话做事很有分寸 是个很好的洁亲对象 完了想想 还是给李芷源打个电话吧 上次去缅甸 期间没给他打电话 把小景花气得 差点就哄都哄不好那种 电话接通 手机听筒就传来美女景花傲叫的声音 我还以为你被魔都的美女勾走了呢 怎么会想着我这个糟糠之人 是吧 赵安笑道 你直接就说 糟糠之妻也是可以的 你觉得我还有机会 娶其他的女子吗 李芷源心里甜甜的 笑道 谁知道呢 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将来的事 谁说的清楚 赵安信誓旦旦道 我神眼通天 能看过去未来 我就看到了我们白头偕老的模样 你还别不信 八十年后 你还是一如现在十八岁般的漂亮 李芷源恨恨笑道 我觉得我能活到八十岁就很好了 至于是不是和你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你要是敢在魔都 被其他小姐姐勾走了 那你可得想好了 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 绝对能把你打得鼻青脸肿的 让你妈都不认识你 赵安笑道 你放心 我和其他小姐姐 也就是正常交流 发呼情 只呼吏 我只属于你一个人 行了吧 李芷源哼了一声道 你看着办吧 no做no狗蛋 说完挂了电话 哟 李芷源什么时候都学会说 这种骚话了 赵安有些意外 看来情侣之间 还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没等多久 爱情侣就打电话来 说已经到楼下了 让赵安下去 下了楼才发现 是爱情侣亲自开车 坐进帕拉梅拉的副驾驶 爱情侣一边发动车子往前走 一边说道 有想去的地方吗 赵安笑道 完全没有 今天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爱情侣也笑道 那就行 帕拉梅拉在市区兜兜转转 最终爱情侣把车开到一个码头 这是一个游艇码头 码头上停靠着好几艘造型各异的游艇 一下车就有人给爱情侣送上钥匙 说道 爱小姐 你预约的游艇已经安排好 随时可以出航 看爱情侣接过游艇钥匙 赵安有些诧异道 你还会开船 我以为你只会开车 爱情侣白了他一眼 道 他们会所有培训业务 我就顺便考了游艇驾证 不是很难 但我平时也没有多少机会来开 就刚考到证的时候 带艾米他们来过一次 跟着爱情侣来到码头 上了船 自有工作人员帮忙解开缆绳 爱情侣把卡孔状的钥匙 插在钥匙孔里 启动电源就带着赵安起航了 对大海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蓝天 白云 蔚蓝的海水 赵安觉得 要是有个比基尼美女就更好了 爱情侣侣开得很慢 赵安就坐在他旁边 看着微风吹过他的脸庞 吹起他的秀发 竟看得吃了 爱情侣侣瞥他眼道 好看吗 赵安笑道 好看啊 不让看吗 爱情侣侣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道 再好看也只是一副皮壳而已 跟你商量的事呗 赵安道 有什么事你直说就行 不用这么的郑重其事的 爱情侣道 如果有一天 我辞去了爱氏的职位 就带着艾米他们 来投奔你好不好 赵安笑道 怎么了 放着千亿集团的继承人不做 跑来投奔我 你是在开玩笑吗 爱情侣叹了口气道 千亿集团 哼 烈火烹油罢了 我原本以为 这次能靠着你帮忙找到的翡翠 能够让他看到我的能力 让我有机会入主爱氏 现在赵安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一副吃瓜的模样道 来来来 详细给我说说 我很乐意听 爱情侣再次给了他一个白眼道 我还不乐意说呢 爱氏 有我妈的一部分心血 我原本不想看着他倒下 可是现在 我完全无能为力 明明能看到 他出现一些问题 却没有办法解决 赵安狠狠笑道 我还是不明白 你不是执行董事吗 爱情侣解释道 我只是爱上珠宝的执行董事 只管得了珠宝预期业务的事 爱氏集团的事 还掌握在爱良叶他妈手里 但是我感觉 就连爱良叶他妈 都失去了对爱氏的控制 所以我才担心 赵安心道 原来如此 豪门里的勾心斗角 果然是好大的一个瓜 看着眼前美女 一副无助的模样 赵安也无能为力了 各家人管各家事 自己也没兴趣 掺和豪门内的争斗 赵安笑道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即使不在爱氏工作 也能够过得很好 不如自己跳出来 摆脱束缚做真实的自己 也许你将来的成就 比现在的十个爱氏还强呢 爱情柔轻皱眉头道 我只是可惜我妈的心血 虽然她已经不在了 可就这么败在他们手里 我真的不甘心 赵安反驳道 我觉得你妈的心血 从来都不该是什么 老实子爱氏集团 爱情柔困惑道 哦 怎么说 赵安侃侃儿谈道 我觉得你妈妈最大的心血 和最好的作品 应该还是你本人才对 爱氏只不过是她 给你准备的陪衬 或者说 只是给你美好生活的保障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具体情况 也不用管爱良夜和你的具体关系 想来这些 其实在你妈妈的角度看来 都是无关紧要的 只有你过得好了 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才能得到安慰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为了爱氏的利益奔波劳累 还不讨好的样子 别人高兴了 给你快骨头 不高兴了 还会替你出局 爱情柔眉头舒展开来 展颜笑道 我发现你真的很会说话 我都有种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的感觉 你继续 赵安笑道 当一件东西 你不能完全把握的时候 不如坦率地放开它 你才能解放你的双手 获得自我释放的快乐 爱情柔脸色微红 笑道 我总感觉你在开车 但我又没有证据 赵安一本正经地说道 就像现在你和爱氏的情况一样 你为爱氏打生打死 累死累活地 想晚就太于水火 对方却像防贼一样 处处给你屎半子 还想方设法地准备弄死你 逼你嫁给顽固子弟 好独吞家产 你这不就是 被别人给卖了 还替人数钱的那种低级趣味吗 爱情柔沉默了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良久 好似想通了什么 对赵安笑道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决定了 这次我回去 就辞去爱事的一切 自己成立一家公司 重头干起 到时你可要帮我哦 赵安笑道 帮你没有问题 但你得首先告诉我 这船发动机都不响了 你都没想过加油吗 加油 爱情柔看向油表的指针 指向灵处 顿时一向淡定从容大美女 也有些猛圈了 好半天才愤恨地说道 何美娟 我跟你没完 赵安还不清楚情况 还在感慨 爱情柔 今天怎么如此的失态 肖问道 怎么了 怎么了 爱情柔气急败坏地怒骂道 肯定是何美娟这个贱人 买通了游艇会所的工作人员 在游箱上做了手脚 现在游艇没游了 动都动不了 只能顺着洋流在海上漂流 得知这个消息的赵安 也是有些猛圈 他们出海也有两三个小时了 一直也是漫无目的地开 早就偏离了航线 这下子茫茫大海 四下里出了海水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赵安把睁眼插在游艇上 找到游箱的位置 果然在游箱的底部 找到一个筷子头大小的孔洞 这个孔有明显的人为的痕迹 想来燃油就是从这个孔里 流出去的 赵安又摸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求救 然后又气得想把手机丢海里 没信号 问爱情柔道 游艇上有配卫星电话吗 爱情柔回过神来 一边翻找 一边说道 你觉得他们存心要害你 会给你留后路吗 果然 两人把游艇上上下下翻了个遍 除了两瓶水 毛都没有找到 爱情柔沮丧道 本来还说带你兜风 现在恐怕连命都得搭上了 赵安安卫道 你放心 艾米他们联系不上你 时间一长 自然会报警处理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如何在没有物资的情况下 生存下去 等待救援 爱情柔茫然地看着仅有的两瓶水 第一次在赵安面前失去了分寸 不知所措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就靠这两瓶水 我们两个要怎么撑到漫无期限的救援 说着说着 眼眶一红 就要哭出来 赵安连忙安慰道 别哭别哭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我们肯定能等来救援 放心放心 谁知道不劝还好 这一劝 艾情柔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撕心裂肺的那种 对不起 赵安 都是我害了你 他们原本只是想害死我 都是我把你给连累了 艾情柔一边哭着 一把扑到赵安怀里 靠在赵安的肩膀哭泣道 我虽然对何美娟他们 有很大的成见 可是我从来没有害他们的心思 我只是想拿回我妈妈的产业 我只是不想 碍事在他们手里衰落下去 他们怎么下得了这种死守 赵安拥着艾情柔柔软的娇躯 轻拍他的背部安慰道 别害怕 不会有事的 你先别哭了 听我说 好不好 一直哄了好半天 艾情柔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只是眼睛还是红红的 一脸无措的样子 赵安也是特别的无奈 第一次觉得 真眼功能上的不足 要是有传送闪现之类的 世界那么大 哪里还有能困住她的地方 现在和一个大美女 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 周围除了海水还是海水 有真眼在手 方向倒是不愁 可是游体没游啊 控制不了方向 忽然 赵安看着真眼视野里 前方出现的一个小岛 对艾情柔说道 你会游泳吗 艾情柔正道 会一点 怎么了 赵安笑道 那就还好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 这个小岛完全出现在两人视野里 赵安道 现在我们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我们是待在游艇上等待救援 好处是 游艇上有GPS 救援队找到的几率很大 坏处就是这个游艇没有物资 生存很难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抛弃游艇 游到这个小岛上 至少在陆地上 能到想办法生存下去 你说呢 艾情柔眼神坚定道 救援遥遥无期 我觉得 我们应该到小岛上去 先活下来 再说其他 赵安从游艇内翻出救生衣 二人穿戴好后 戴上仅有的两瓶淡水 扑通一声跳到海里 向前方的小岛游去 好在现在是夏天 海水并不算很冷 艾情柔从小生活优越 游泳练得很好 再加上救生衣辅助 游起来也还算轻松 赵安更是不在话下 之前在缅甸就展示过 超过的水中技巧 当然 这只是刚开始 海里不像游泳池 或者是普通江河那样简单 有波涛 有洋流 二人的求生之路 这才刚刚开始 深城 华山医院 面色铁青的王延冰 看着工作人员正收敛 罗俊豪惨不忍睹的尸身 历生质问着主治医生道 昨天不是都苏醒过来了吗 好好的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 主治医生也是茫然的一无所知 诺诺地说道 罗夫人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罗少的脸上 有明显的被灼烧过的痕迹 身体的肌肉也有些干枯萎缩 身体的水分 也有被大量蒸发的迹象 可这些现象 在医学上都是解释不通的 我很抱歉 罗夫人 罗少的事是我们的失职 没有尽到权力救治的义务 请节哀顺便 王延冰双眼通红 怒吼道 我不管 人交到你们华山医院 现在却死得这么惨 还死得不明不白的 你一句解释不通 就想把我打发了 我告诉你 这事儿 没完 正在这时 一个面色苍白 眼角有些浮肿的中年男子 被几个保镖模样的男子中 簇拥着 进了病房 王延冰一见中年男子 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扑到男子怀里哭诉道 老罗呀 你可算是来了 你再不来 我就要 随着俊豪一起去了 这个中年男子 便是罗俊豪的老爹 又身成第一富豪之称的 罗恒涛了 罗恒涛的脸色也很难看 陈生问道 怎么回事 怎么会搞成这样 谁干的 这罗首夫也是个人才 独生子被打到住院 看都没来看一下 这一下知道了死讯 才过来看一下 这一看 也是怒不可遏再次道 究竟是怎么搞的 到底是谁干的 这么不把我罗恒涛放在眼里 快说 王延宾恨声道 还不是爱家的那个小杂种 爱良业 伙同一个小赤佬 一起欺负俊豪 好家伙 明明是罗俊豪 伙同爱良业收拾赵安 这下反被倒打一耙 爱良业倒成了主谋 也是 在他眼里 赵安也就是个 没什么来头的乡下佬 榨干了也没什么油水 还不如爱良业家大业大的 足够他吃下的了 罗恒涛怒道 爱家这是嫌命长了吗 爱志远这老东西 但我罗恒涛好欺负吗 电话拿来 最后一句 是跟身后的保镖说的 身后的一个保镖 赶紧递上罗恒涛的一个手机 罗恒涛接过电话 就拨打一个号码 接通后毫不避讳地就说道 对爱家的计划 可以收网了吗 对方说信信地说道 老大 还差一点火候 请耐心等待 罗恒涛怒吼道 我不想等 立刻执行收网计划 现在 立刻 马上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要让爱家家破人亡 让整个爱家 老大 我保证 让爱家上下 鸡犬不留 挂了电话 罗恒涛的脸色 依旧阴沉如水 沉声道 那个小赤佬 有消息吗 王延冰哪知道赵安去哪了 便说道 只知道是江城来的乡下佬 其他还没消息 估计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觉得 先收拾爱家 再来收拾这个小赤佬不迟 同一时间 锐进医院 同样的豪华专户病房内 一个中年美妇 正坐爱良业旁边 喜滋滋地对爱良业说道 小叶 这下子 你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个小赤人好死不死的 跑去开游艇出海 老娘略施小技 就让他葬身于父 死得远远的 再也别想打爱家家产的主意了 说话的 正是爱良业的生母 爱秦柔的便宜后妈 他此刻还不知道 因为罗俊豪的死 罗家决定对他出手了 还在这里 因为成功地坑害爱秦柔 而沾沾自喜 爱良业恢复的 就要比罗俊豪好的多了 毕竟没有赵安的特别照顾 赵安又没有多余的技能可用 就暂且放过他了 没想到 还是招来爱良业的记恨 只见他一脸开心地问道 妈 那个叫赵安的小赤佬 也同他一起吧 我就知道 他跟那个小赤人有奸情 敢打我 这下 一起下地狱去吧 哈哈 阿疼 这一笑 又扯动脸上的伤口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爱良业面有得色地说道 妈 那个罗俊豪怎么样了 那晚上 我可是把他得揍晕过去了 和美娟淡淡道 揍了就揍了 咱们以后也不用怕他 他们罗家虽然是的 咱们爱家也不是吃素的 你以后就是爱家 唯一的继承人了 就别跟在他后面 当小跟班了 敬干些狗屁捣造的事 爱良业善善地应道 哎呀 妈 我知道了 殊不知 针对他们娘俩的阴谋 已经悄然来临 茫茫大海上 赵安正拉着爱情柔 奋力地往前游 已经游了半个小时 前方的小岛 依然遥遥在望 下午的时候 又起了一些风 吹起的海浪 然后两人的行动更加困难 爱情柔的脸色异常地苍白 他看着拉着他救生衣 一直努力往前游的赵安 断断续续地说道 赵安 我 我游不动了 你放开 放开我 自己游过去吧 赵安的体力依旧充沛 只不过拉着一个人 使得他的行动也有些不便 不然以他的素质 早就登陆小岛了 只见他回头 对爱情柔大声吼道 你闭嘴 放轻松点 你要是游不动了 就写着 我拉着你就好了 爱情柔只好闭嘴 任由赵安拖着他往前游 偶尔恢复了一些力气 就帮着滑一下水 累了 就飘水上些话 近了 在赵安的努力下 离这个小岛的距离越来越近 爱情柔心中也突然燃起了希望 再加上又不想成为赵安的累赘 也奋起余力 拼命地往前游了起来 可是他好像又高估了自己 刚游了几分钟就又觉得手脚酸软 小腿的肌肉开始抽筋 疼得他眉头紧皱 背齿按摇不敢出声 生怕打扰到还在拼命前行的赵安 再近了一些 水流的方向似乎有些改变 流往了小岛的方向 使得赵安的行动变得轻松且快速起来 拉着爱情柔 一鼓作气地顺着浪头 冲到了沙滩上 躺在湿漉漉的沙滩边缘 赵安的精力依旧充沛 只不过在水里抛久了 回到陆地有一些踏实感 便任由海水一波一波地冲击在他的身上 扭过头看了爱情柔一眼 只见爱情柔也瘫软着身体 享受劫后余生的快感 赵安索性把身体呈大字摆开道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老子回去再收拾他们 湿透的头发散乱地盖住了爱情柔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嘴唇哆嗦地道 好冷 赵安赶紧起身过去 扶着他起身道 你先起来吧 我们去找地方生活 爱情柔站起身来 舒缓了一下筋骨 似乎站立让他舒服了一些 他的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 也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喜悦 努力地笑着说道 谢谢你 赵安也笑道 看来人还是不能太嘚瑟 指不定老天给你安排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在后面 爱情柔道 没关系 你刚才也说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赵安切换了一下针眼的视野观察了一下道 水源的话有我在你不必担心 现在应该先找个地方 想办法生堆火 之后我们不管是烤衣服 烤食物 还是求救 都必须要先生火 那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爱情柔笑道 这些我都不会 好丢脸 一直在拖累你 赵安拿出一直系在身上的淡水 递给爱情柔一瓶刀 先喝点淡水 补充点水分 我们先去寻找可以生火的物资 别担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出事的 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岛 大概也就比一个足球场大一点 岛上的植被还算茂盛 有灌木 也有桥木 赵安捡到一些干苔藓 又在一棕榈树上 收集了一些干枯的棕树皮 这些都是毅然的东西 用来做引火的材料 再好不过了 爱情柔在海滩上找到一些干木板 和一些干树枝 笑着对赵安道 你打算怎么生火 钻木取火吗 赵安笑道 几千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 就学会了钻木取火的方法 没道理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吧 说着 二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 赵安准备生火了 他挑选了一块质地疏松的木板子 作为底板 这种木板钻起来轻松 用来生火 比其他的材料好多了 再挑了根结实且较直的树枝 在一块石头上 把头膜尖 萤火用的苔藓和棕树皮 放在旁边 生火的准备就做好了 赵安用另一根树枝和藤条 做了个公钻 蹲坐在地上 用一块小木板 压住负责钻动的树枝 另一只手快速来回拉动公钻 不一会儿 就在松木板上钻出一个小孔 爱情柔就在他旁边 安静地看着 看着认真专注的赵安的侧脸 他忽然觉得 有一个这样的男人在身边 是那样的安心和踏实 哪怕的流落荒岛 身边什么都没有 很多人说的 有请营水宝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吧 大概几分钟时间 松木板在赵安的努力下 渐渐冒起了阵阵青烟 小孔的周围 也出现了很多黑色的粉末 粉末上零星的有火星闪过 赵安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迅速地丢开树枝 小心翼翼地 把黑粉末倒在 甘苔藓和棕树皮的中间 双手捧着它们 轻轻地一吹 一股浓烟冒起 再吹 炽热的火焰 便在赵安的手里升起 赵安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快速地把火种 放到细小的干树枝 堆成的柴堆下面 火种点燃了柴堆 赵安脸上的笑容 更加地灿烂了 开心的地大笑道 我们有火了 我靠 我第一次钻目取火 居然就成功了 爱情柔微笑着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靠在她肩膀上说道 你真棒 感觉 你好像什么都会的样子 抖音上学的 赵安顾不上开心 脱下上身的衣服 递给爱情柔道 你就在这里把衣服烤干 我下海去看看 能不能抓点食物来 当我们的午餐 嗯 还有晚餐 早上两人就出门了 到现在在海上 飘了三四个小时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 生火又去了一个小时 早上吃的那点食物 化作的能量早就 消耗殆尽 所以 此时落难的二人 肚子早就抗议得不行了 赵安又回到海滩上 插下针眼 搜寻海里的鱼虾螃蟹 这些可都是他们的食物了 赵安的视野再次变换 眼前的大海 不再是为之迷茫的一片 而是一个超大号的水族箱 海里视野范围的一切东西 都清晰可见 鲁鱼 鲲鱼 石斑鱼 黑毛鱼等数不清的各种鱼类 在水中欢快地游动着 海底的石块中 还有龙虾和螃蟹 挥舞着大钳子 掠视着更小一些的虾米 还有密密麻麻的海螺和贝蕾 光着上身的赵安 踩着沙滩上的潜水 往更深处走去 等到水没过腰部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快速地向一条超大的大黄鱼接近着 这条大黄鱼 重量2.8公斤 野性四星 肉味鲜美 肉质细嫩 综合营养价值高 肉味鲜美 肉质细嫩 综合营养价值高 对人体有良好的滋补作用 就是你了 赵安迅速地靠近这只大黄鱼 惊得它尾巴一摆 就想快速地逃走 可它的速度快 赵安更快 双手在水中快速地滑动几下 身体就像离弦的剑一般追了上去 这只大黄鱼 见速度上没有优势 灵活的变换方向 试图摆脱赵安的追捕 可是赵安在水里也很灵活 没几下功夫 就被赵安抓住他的塞盖 提着他的脑袋 就被拖出了水面 哈哈 赵安开心地笑着 一手提鱼 一手划水 倒养着游回了岸边 又在岸边找了一块坚硬的贝壳 当做刀具 把这只大黄鱼给开膛破肚 在水里清洗干净 再用贝壳 在两边的表皮上 划上几下 这样更容易把鱼更均匀地烤熟 这才再次把鱼提着 走向火堆的方向 爱情柔远远地 就看见赵安手里提着的大鱼 惊喜地跳起来 大声对赵安喊道 啊赵安 你太棒了 等到赵安走到跟前 爱情柔还是忍不住 对他手里的大鱼惊叹道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赌石厉害 没有想到 你抓鱼都这么厉害 赵安爽朗地笑道 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 以后有机会一一表演给你看 又找个几根树枝 把这条五斤多的大黄鱼串起来 做了个架子 放在火堆上烤了起来 炽热的火苗 撩过黄鱼的表皮 使得滑鱼的表皮微微齐卷 露出里面白嫩细腻的肉质 赵安亲笑道 抱歉了 这里没有调料 不然肯定能让你吃上 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 爱情柔微微一笑 说道 还好啦 本来流落荒岛 我都做好了忍饥挨饿的准备 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点水 也有了烤鱼作为食物 我又怎么敢 做更多的奢求呢 赵安笑道 水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的 你放心 虽然环境可能差强人意 但是在吃喝上 我还是能尽我所能 满足你日常所需的 爱情柔天天一笑 说道 我知道 我很满意 很满足 天色渐晚 深沉 爱上珠宝公司内 忙完了工作的艾米 伸了个懒腰 看了下一旁的安琪说道 我忙完了 一起下班吃饭吧 咱们吃火锅去 怎么样 我请你 安琪伸手刮了下艾米的小鼻子 笑道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天天吃 你该长肉的方 还是不长肉 艾米委屈地低头看了下 说道 小怎么了 小有小的风格 小有小的可爱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大的 也还有喜欢小的呢 安琪咬了下手里的笔 一本正经地说道 据我所知 95%的男人 喜欢的都是前突后翘 身材有料的那种 艾米不甘心地说道 那不还是有5%吗 安琪眼神玩味地看着她 微笑道 还有5% 喜欢的是男的 艾米愣了好半天 才反应过来 双手挠着安琪的痒痒道 好啊 你居然挤兑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呵呵呵 办公室里响起的愉快的笑声 突然 门开了 一脸焦急的波比冲了进来 对玩闹的二人道 秦柔有跟你们联系过吗 我这一下午打电话就没打通过 艾米笑道 哎呀 人家跟赵安出海过二人世界去了 没准在海上看日落 也说不定呢 安琪也说道 没有啊 我们一直在忙 没有接到过秦柔的电话 她在海上 想必没有手机信号 你打不通也是正常 波比急道 这很不正常好不好 游艇上有卫星电话 秦柔对工作那么在意 就算谈情说爱 也会打电话 关注你们的工作进度的 你们一个电话都没接到 说明秦柔可能遇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危险 艾米也紧张道 对对对 她以前基本每天 都会问我财务的状况的 那怎么办 这电话也打不通 安琪沉声道 珊珊负责秦柔的日程安排 这个事情 还是得找珊珊 还靠谱一些 波比立即醒悟道 对对对 找珊珊 找珊珊 走 此时 无名荒岛上 赵安同艾秦柔 已经烤好了鱼 正一口一口地 用手撕着吃 艾秦柔撕了一小块鱼肉 放在嘴里仔细地嚼着 好似在吃着什么真咬美味 一边还说道 书上说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要细细地咀嚼 好充分利用食物的营养 赵安笑道 是这个脸 但是 有我在 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今天咱们吃鱼 明天咱们就吃虾 这片海域的物产 超级丰盛 咱俩人 吃到天荒地老 都吃不完的 艾秦柔 眯起月牙般的漂亮眼睛 笑着说道 这是我这辈子 吃过的第二好吃的鱼了 赵安得意地笑道 那是必然 当一个人 极度饥饿的时候 吃什么都是香的 常人或许会顺着 问这个第一是谁 赵安就是故意不问 掉人胃口 哼 艾秦柔也故意生气道 你怎么不问问 第一是谁 哈哈 赵安笑道 那不用问 肯定是令堂了 气得艾秦柔牙痒痒 但也真让他说对了 他脸上带着 回忆的神色说道 我很小时候 有一次 爸爸赌尸赌输了 家里的钱全部赔光 有一天 爸爸从江边 捡了一条死鱼 说是看着轮船撞死的 他从水里游过去 捡回家来 当时还特别的新鲜 晚上妈妈 就把那条鱼用了 很少的一点油 煎了 一家人吃了个饱 我记得 那就是我印象中 吃过的最好吃的鱼了 赵安笑道 原来你们家 还有这么励志的故事 艾秦柔白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后来听我妈妈说 当时爸爸 是准备暴食沉浆自杀的 后来他看到了那条鱼 就想到了我们 要知道 当时我们已经很久 都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了 然后他就振作起来 就有了后来的事 后来什么故事 赵安一副 吃瓜群众的样子问道 后来 艾秦柔 今天似乎特别想倾诉 一点也没在意 赵安调侃的样子 说道 后来 我爸爸在一堆 不值钱的废料里 解出一块冰种翡翠 当时就卖了十多万 然后就越赌越大 就有了后来的碍事 哦 原来是这样 赵安笑道 原来令尊才是 赌世界的态斗啊 艾秦柔笑道 你别不信 当时的韩庆东 和蒋世林之类的 都跟在我爸爸后面 期望我爸爸指缝里抠出点 就够他们吃的了 然后 我爸爸就在深城 开了第一家玉器店 扩展到现在 有一百多家 赵安把最后一块 完整的鱼肉丢到嘴里 说道 你吃饱了吗 没有的话 我再去海里给你抓点 艾秦柔微笑着摇头道 我感觉我已经吃撑了 赵安点了点头 起身道 我去找点东西 咱们搭一个庇护所 然后一溜烟的跑没影了 不一会儿 赵安就抱着堆树枝 和棕树皮跑了过来 丢地上 又跑了 如此往返了几次 地上的材料 堆积得像小山一样 赵安才停下 选一个比较平坎的地方 找了两根长点的 带树叉的小树干 当作立柱 用石块垒起来 固定住底部 再用另一根长点的小树干 放在树叉的位置 当作横梁 其余的的树枝 就一头放横梁上 一头放地上 当作支撑 艾秦柔也明白了赵安的打算 帮着把棕树皮 铺在最上面 总算在天刚黑的时候 搭好了这个三角形的庇护所 多余的棕树皮 被赵安铺在了庇护所里面 再捡了些石块 把火堆围了起来 一个简单又温馨的小窝 就这么成型了 赵安终于坐了下来 艾秦柔也挨着她坐在一起 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就这么看着火堆出神 梁九 艾秦柔才悠悠地说道 赵安 这里荒无人烟 救援遥遥无期 你都不肯接受我吗 在你心里 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赵安叹了口气 说道 不 今天你经历了大起大落 现在是你心理防御最脆弱的时候 感情上可能会有一些错觉 另外 我也不想伤害你 艾秦柔道 是因为李芷源吗 赵安苦笑道 不全是因为她 她是个好姑娘 最关键的原因 还是我之前的一些事情 过去五年 我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 和一个女孩谈恋爱 是我自以为是的那种热恋 可是就在年初 她却突然告诉我 我就是她养的一个备胎 我只是她的其中一个备胎 还是想踹就踹的那种 后来呢 赵安道 后来她死了 被她其中一个备胎杀死了 所以你才这么克制 所以 你就一直跟我保持 若即若离的距离 艾秦柔没有说话 但她的眼神 却诉说着千言万语 赵安递过一瓶水 艾秦柔摇头表示不要 赵安笑道 喝吧 没事 我在岛上找到一束淡水 这水就是从那里接的 稍微有点苦 但喝还是能喝的 真言的好处充分利用起来 找这点东西 那真是大财小用了 艾秦柔这才结果 先是小稳了一口 再喝了一大口笑道 我觉得 一点都不苦 很甜 还真是 友情饮水宝 艾秦柔累了一天 这时靠在赵安的肩膀上 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 不一会儿 就睡着了 赵安看着他熟睡的面旁 轻轻地叹了口气 又望着火堆发了火呆 等爱情柔睡得熟一些 轻轻地把它 放在棕树皮垫子上 还细心给他用干草 做了个枕头 这才走了出去 赵安用捡来的干树枝 堆了三个柴堆 成品自行依次排开 最后点燃 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路过这里的船只和飞机 如果看到的话 就有可能会派出救援 再不计通知海上救援队 也是可以的 他们获救的希望就会很大 深称 游艇会所码头 四五艘样式各异的豪华游艇 停靠在静谧祥和的码头边上 突然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 一辆外形彪悍的越野车 后面还跟着一辆造型酷炫的摩托车 飞速地向游艇会所冲来 即使将要靠近大门 也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越来越近 越野车反而加速地冲向大门 哐当一声 铁支的栅栏门 被越野车整个撞开 在空中翻滚几圈后 又重重地落地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 直冲会所的大厅而去 会所的保安 眼看敌人气势汹汹 根本不敢上前 只能拿出对讲机 战战兢兢地向上级汇报 队长队长 有人袭击 有人袭击 大门都被他们撞飞了 他们冲到办公区去了 要不是门前有台阶 估计越野车还不想停下 摩托车率先急停 放下脚架 一个穿着火辣 身材前吐后翘的 女骑手下了车来 女骑手帅气地摘下头盔 一张鹦鹉俏丽的脸蛋 就露了出来 只是这张漂亮的脸上 此刻却写满了愤怒 这人正是爱情柔的 五号大秘 人间凶器波比了 越野车上 也一次下来四个风格不同 但同样靓丽的女孩 艾米 杰西卡 安琪 珊珊 爱情柔的五个闺蜜兼秘书 全部到位 此时全都是怒气冲冲 气势逼人的样子 会所的保安终于反应过来 二三人 把五个娇嫩的美女团团围住 其中一个领头的 像是队长的样子的 指着波比等人怒道 你们是什么人 冲撞京城会所的大门 大半夜的 是想找死吗 艾米平时娇滴滴的 此时却凛然不惧 怒视群保安 不屑地说道 一到大门而已 多少钱 老娘十倍赔给你 但我要是找不到我要的人 姑奶奶今天就吊几台挖掘机来 拆了你这破会所 保安队长见来者不善 陈生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要找什么人 波比插着腰 怒道 你还没资格跟我们说话 去叫你们老板来 深城作为华夏最大的城市 什么样的牛鬼蛇神都有 身家亿万的有钱人比比皆是 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惹得起的 保安队长为难道 老板早就下班了 要不我叫我们经理来招呼各位 珊珊性子急 可不想听他敷衍 也说道 先把你们经理叫来 你们老板也得叫 今天我要的人找不到 你们会所就是关门 也赔不起 不多时 一个胖嘟嘟的中年男子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来不及擦脸上的汉 就对五人陪笑道 几位美女 不知道比会所有什么的罪的地方 万请包涵 我们里面说 里面说 波比依旧一脸气愤道 什么里面外面 就在这说 你就是这里的经理 胖经理继续陪笑道 是是是 就在这也行 少全 去给几位美女搬几张椅子来 保安队长应声道 是 就准备招呼人去了 珊珊道 不必了 就在这说 我问你 今天早上 爱氏集团的爱情柔小姐 是不是在你们这里开船出海了 胖经理点头道 是的 爱小姐今天早上 是在我们码头 驾驶我们会所的游艇出海的 有什么问题吗 安琪怒道 有什么问题 早上出海 现在大半夜了 都还没有回来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胖经理产笑道 几位有所不知 我们游艇上配备的物资充足 食物淡水卫星电话 应有尽有 客人就是在海上玩个十天半个月 都是情有可原的 安琪道 那你马上打游艇上的卫星电话 如果能打通的话 这个事儿算我们的错 如果打不通 我们还真拆了你这破会所 是是是 几位稍等 胖经理应承道 少全 把游艇部主管叫过来 保安队长少全 立刻跑到一旁打电话去了 这时 一辆黑色保时节开到了门口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下了车来 胖经理连忙上前迎接到 苏总 这个叫苏总的会所老板点头问道 怎么回事 让人闹到这里来了 胖经理便把这几位美女的来意 大提给说了下 苏总点头道 好了 这事 我知道了 我亲自处理 说着就走上前 对艾米等人道 我是这个会所的老板 苏世林 艾家现在做事都这么霸道的吗 艾米冷笑道 我们不代表艾家 我们只负责爱情柔小姐 今天如果找到他人 那么万事皆休 若是找不到 我才不管 你会所有都大后台 要知道 像这样的高端会所 基本上是不挣钱的 那他挣的是什么 是人脉 是一个个能付出 高额年费的高级会员 所带来的庞大人脉 苏世林陈生道 游艇部主管还没到吗 到了到了 游艇部主管快速跑来 这是一个瘦小的年轻男子 对苏世林打招呼道 苏总好 苏世林打招呼道 马上拨打艾情柔小姐 早上开走的那艘 游艇上的卫星电话 游艇部主管面有愧色道 苏总 来之前我已经打过了 打不通 苏世林脸色一变 抓住他一领陈生问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游艇部主管也慌了 紧张地说道 苏总 我一接到少群的电话 就在中控室 拨打了游艇上的卫星电话 打了好几次 一直没打通 苏世林脸色一寒 心道 出大事了 苏世林意识到 事情大条了 自己这个会所 可能被动地 卷入到豪门的争斗当中 这跟他的经营理念 可是完全相悖的 苏世林开这个会所 目的是为了联络 深层各界高层人士的人脉关系 并不想参与 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 苏世林也顿感头大无比 只见他深呼了一口气 努力使自己静下心来 转身对艾米等人道 几位 不如和我一起到中控室去看一下 我们的每个游艇上 全都安装了GPS 在中控室通过GPS的定位 应该就能找到艾小姐了 艾米不知可否道 希望如此了 与此同时 艾秦柔家的别墅内 已经熟睡的何美娟 接到一个远洋电话 瞬间睡意全无 惊呼道 什么 公司的地产项目被无限期叫停 一开盘 公司的股份就被大规模抛售 显然 罗家的报复来了 罗俊豪惨死在医院 艾良业却活得好好的 罗恒涛作为深层首富 对艾家早就虎视眈眈 阴谋暗部 这次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雷霆万军 打得何美娟措手不及 何美娟挂掉电话 坐在床上 眉头紧皱地沉思着 这时 灯开了 何管家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低声问道 出神夭视了 美娟 何美娟起身 到门口看了下 艾志远卧室的方向 又关上门低声地说道 大哥 刚才海外的主管打电话来 说是美国的地产项目 被州政府叫停了 今天早上 公司的股票 又被大规模地恶意抛售 这时候 已经下跌了六个百分点了 何管家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之前公司的项目 不是进行得很好吗 何美娟委屈道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懂这些 都是下面人说的 哥 现在怎么办 公司花了大笔资金 开发海外项目 这下全泡汤了 何管家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我在艾家只是个打杂的 公司一切都是 你在掌管 何美娟低声问道 要不 找艾志远商量一下 何管家急道 你疯了 他要知道 你把公司给搞砸了 他的股份还会给你吗 何美娟也急道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倒是想的办法呀 何管家道 违京之计 你只有 先召开公司的董事会 稳住公司股东的情绪 先把公司的口径给统一了 把事情给瞒下来 再想其他的办法 何美娟连连点头道 好好好 就这样 游艇会所中控室内 苏世玲阴沉着脸问道 能定位到艾小姐所驾驶的游艇吗 游艇部主管在操作台上操作一番道 苏总你看 这就是艾小姐驾驶的游艇的定位 还在缓慢地向东北海域前进 能定位就好 苏世玲暗暗松了口气道 把她的行动轨迹调出来 游艇部主管再次操作一番 在操作台的屏幕上显示出一条线 这条线的前半截还算平稳 后半截就蜿蜒曲折了 苏世玲一看就知道 事情还是无法避免了 转身对胖经理命令道 马上派出公司的救援直升机和救援船队 并把事情和定位通报给海市救援队 请他们参与协助救援 接着又对艾米他们说道 抱歉 几位女士 我们会所对艾小姐可能的遭遇 负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营救 务必保证艾小姐的安全 艾米道 船队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一起去 面对艾米的步步紧逼 苏世玲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道 好 为表诚意 我也去 艾米小声嘀咕道 这还差不多 苏世玲又问游艇部主管道 事情出在你们游艇部 你们部门今天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 游艇部主管想了想 脸色难看到 有一个码头的员工 今天早上突然无故离港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苏世玲气的火帽三丈 一巴掌扇到他脸上道 踏马的 怎么不早点回报 会所的会员都是非富即贵 一丁点的疏忽大意 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我经常给你们说 要注重细节 注重细节 你们就是这么做的 还踏马不赶紧报警处理 一天时间 他一个乡下来的小赤老 走不了多远 赶紧抓他回来 抓不到人 老子就拿你泄分 艾米他们对苏世玲的骂街 无动于衷 说道 苏总 船准备好了吗 可以出发了吗 苏世玲沉声道 应该差不多了 走吧 会所自有的救援直升机 连夜起飞 艾米他们上了船后 救援船队也跟着出发 一起紧急地参与 对爱秦柔的搜寻救援 天刚亮的时候 爱秦柔就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庇护所外赵安 坐着面对火堆的背影 脸上微微一笑 坐起身来 双手揉了揉睡的 有些僵硬的脸 整理了一下头发 扑到赵安的背上 双手搂着他的脖子道 我们就在这里住下 住一辈子 好不好 赵安笑道 你就这么点知向 艾秦柔点头道 对啊 我就想过安安静静的 与世无争日子啊 不可以吗 赵安翻了下火堂里 烤着的椰子蟹和大龙虾 取笑道 一般说这种话的 都是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子 越近人间冷暖 看近世间沧桑 你是哪一种情况 艾秦柔道 都不是 我就是刚醒来的时候 特别的心安 觉得有你在 真的特别的踏实 赵安笑道 我昨晚上也没有一直守着你 我在沙滩上点了求救的篝火 快天亮时 还下海去游了会儿游 顺便给自己来了 发强化版的清晰树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百倍 这个是赵安 粉媒说 艾秦柔看着沙滩上 冒着青烟的篝火 又看了下火堆里 烤着的早餐道 真的 赵安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好 有吃有喝有你 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余生 好不好 赵安用一根树枝 把烤熟的椰子蟹和龙虾扒拉出来 铺在一张木板上 笑着说道 饿了吗 刚出炉的海鲜大餐 快吃吧 赵安指着木板上 烤的烂熟的椰子蟹和大龙虾 问艾秦柔道 今早上刚抓的 椰子蟹和龙虾 你想吃哪个 艾秦柔似笑非笑地看了眼赵安 淡淡地说道 我选虾吧 因为他虾 大清早地就掉你手里了 赵安干笑了一下没说话 掰下一个蟹腿 自顾自地就吃了起来 正吃着 海平面上出现了一艘船 赵安见了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指着船含糊不清地说道 快看 有船 这艘船明显是看到了 岛上赵安点起的黑烟球救信号 静止朝着小岛的方向驶来 赵安拉着艾秦柔 就往沙滩上跑 一边跑一边还大喊着 北我们在这儿 等赵安都能看到船上的人影时 船只停下 放下一艘快艇 有几个人下到快艇上 又飞驰着向赵安他们驶来 快艇一直开到了沙滩的边上 几个美女刷刷地就往沙滩上跳 不是艾米他们 还有谁 艾米尖叫着 冲向艾秦柔 连哭带笑地抱住后者 哽咽道 啊呀 秦柔 我差点都以为见不到你了 艾秦柔抱住艾米 其他几个美女也拥了上去 抱成一团 好半天才各自松开 艾米依旧拉着艾秦柔的手 死活不松开 赵安倾可以声道 那个 我上边还烤了龙虾和大螃蟹 几位要不上去吃点 波比道 吃你个大头鬼 老娘几个为了找你俩 一晚上没睡觉 你倒好 还有心情吃龙虾 艾秦柔笑道 好了好了 这次要不是赵安 恐怕你们真的就见不到我了 我们先上船 其他的 回去再说 几人上了快艇 又转到救援船上 也见到了一起参与救援的会所老板苏世霖 苏世霖见艾秦柔安然无恙 也是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上前对艾秦柔道歉道 艾小姐 因为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给您造成的不便 我深感抱歉 艾秦柔淡淡道 苏总是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多说无意 一切等 我们先回去再说 苏世霖自讨没趣 去驾驶室指挥救援队返航 顺便补觉去了 这一晚上艾米他们没睡 她也是没机会睡觉的 艾米见没外人了 便叽叽喳喳地 把得知艾秦柔失联后 她带着几个美女 冲进游艇会所 逼迫会所老板 派出救援队的壮举 说了一遍 波比不愤道 什么叫你带头 明明是我带的头好不好 艾米缩头瞥了她一眼道 是是是 你凶大你有理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艾秦柔也但笑道 好了 现在我也安全了 大家也辛苦了一个晚上 找地方歇息一下 我们回去以后 再找那些人算账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 救援船回到了游艇会所 艾秦柔抛弃的 没游的游艇也被找到 被另一艘船拖回了码头 苏世霖过来 对刚下船的艾秦柔道 艾小姐 刚才我手底下的人汇报 对你驾驶的游艇 动手脚的员工已经抓到了 你看对她的处理 有什么指示 艾秦柔淡淡道 我没什么指示 交工处理就行了 苏世霖继续道 艾小姐 我们愿意对艾小姐这次的遭遇 做出一定的赔偿 我们也愿意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 争取给艾小姐一个完美的交代 艾秦柔依旧淡淡道 那我等着 接下来 艾秦柔开着帕拉梅拉在着赵安 艾米他们各自开车 回到了爱上珠宝的公司 刚一到公司 波比就紧张地跑了过来 在艾秦柔耳边嘀咕了几句 艾秦柔也是脸色一变 对大家道 马上到会议室一试 赵安 你也来 赵安心里吐槽道 什么事搞得这么紧张 这是一间正常的办公室 艾秦柔在当中主位坐下 赵安则随意地坐在角落里 大家落座后 艾秦柔说道 波比 把你知道的情报 给大家通报下 波比说道 好的各位 我刚刚收到紧急的情报 艾氏集团在今天早上 被多部门联合查封了 艾良叶的老娘和美娟 作为企业法人 因为涉嫌多项罪名 被带走调查了 艾米惊呼道 你这消息这么惊爆的吗 艾秦柔道 别打岔 让波比说完 波比接着道 进一步的情报显示 昨天美国时间的上午 艾氏在美国的地产项目 就被当地政府无故叫停 艾氏集团的股票 也在交易所 被大规模的恶意抛售 造成股价大跌 今天早上和美娟 又被安了一大堆的罪名 被带走 就连在医院就医的艾良叶 也因为涉嫌殴打 罗俊豪致死 被警方带走调查了 我有理由怀疑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 针对艾氏集团的 一次恶意行动 艾氏 恐怕很难翻身了 赵安接话道 那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安琪接着说道 当然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个影响不算太大 我们是艾氏旗下的 独立子公司 和母公司是独立经营的 赵安笑道 那就还好啊 你们不是一直跟艾良叶 他们不合的吗 他们出了事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啊 怎么一个个的 还愁眉苦脸的样子 艾氢柔道脸色凝重道 话不能完全这样说 在深层 有能力对艾氏下这样死守 并且有理由这样动手的 只有罗家了 可能是因为罗俊豪的死 他们这样大动干戈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雷霆万军 没理由会单独放过我们 肯定还有未知的手段 在不明处等着我们 赵安道 我靠 这个罗家在身称这妖牛批吗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我们还只能被动挨打 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反制的吗 安琪道 就以往的案例来看 罗家 针对的企业或者个人 几乎都是一棍子打死 很难翻身的 除非 赵安问道 除非什么 艾氢柔接过话茬说道 除非我爸爸复原 以他的关系人脉 再抛弃一部分利益 应该能度过这次难关 赵安眉头紧锁 沉默着 赵安思虑良久 对艾氢柔说道 当初你说艾氏有危机 说的就是这个 艾氢柔道 当时我只是觉得 艾氏的状况不太正常 何美娟似乎失去了 对艾氏的控制 整个艾氏漏洞多得像个筛子 财务和人士 好像都在各行其事 都在敷衍着何美娟 然而 她仿佛对我的戒备更多一些 赵安又问道 那这些问题 在爱上珠宝就不存在了 你对这里有着绝对的掌控 这里的人都是你的绝对心腹 他们想栽赃陷害都没有办法 那他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你们呢 正说着 珊珊的电话响了 她接通听到对方说一句话 立马就炸了 什么 有人袭击了翡翠仓库 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翡翠和珠宝 爱情柔也紧张地站起来问道 珊珊 怎么回事 珊珊放下电话道 刚才保安公司的人汇报说 有一伙暴徒袭击了我们的翡翠仓库 把我的存放在仓库里的翡翠 和贵重珠宝全部抢走了 其中还有未交付的翡翠订单 什么 办公室的众人全部大惊失色 就连一向淡定从容的爱情柔都惊慌失措道 怎么会这样 不是有两个保安公司的人看守的吗 珊珊道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要不我们现在去现场看看 爱情柔起身道 你先报警 我们去看看 走 一行人下楼取了车 往爱上珠宝的翡翠仓库而去 到了地方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和医院的救护车也到了现场 医务人员把重伤员抬上救护车 呼啸而去 几个警员在勘测现场 也有几个警员在向伤势较轻的保安询问情况 保安杂杂呼呼地描述道 当时乌鸦鸦的一大群人 全部黑衣蒙面 手持棍棒 呼啦啦地就冲上来 二话不说 见我们的人就打 我们的人被打得措手不及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们给撂倒了 这是一个货柜车开了进来 他们的人一拥而上 三两下就把我们的仓库给搬空了 警员问道 这批翡翠珠宝价值多少钱 价值200亿人民币 爱情柔挤进去道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我的这批翡翠和珠宝 总价值高达200亿人民币以上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暴力抢劫案件 我希望警方加大侦查力度 尽快替我这样的优质纳税企业挽回损失 值不值200亿先不说 反正先把虎皮扯起来 往大了闹 闹得越大越好 闹大了 罗家就不一定兜得住了 放心吧 爱小姐 一个头戴大言帽 肩扛两杠三花的警官走了过来 爱情柔一见来人 低头委屈道 张队长 我们家最近接连遭遇变故 昨天我驾驶游艇出海 邮箱被人戳了个洞 还故意拿走游艇上的物资和卫星电话 差点就使我葬身大海 今天又有蒙面歹徒大规模的 暴力袭击我公司的翡翠仓库 抢走了价值亿万的珠宝玉器 张队 深城是不是已经沦落到 歹徒可以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张队 显然跟爱情柔是认识的 他咳嗽一声说道 我们已经封锁了深城的各大交通要道 对过往的车辆进行严格的审查 你放心 我们会加大破案力度 尽快挽回你的损失 说着 又低声对爱情柔说道 你们两家 最近闹得太过火了 严重地影响了深城的经济活动 以及治安管理 上头都有些不满了 爱情柔更加委屈道 张叔说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家管事的又不是我 这冤有投债有主的 该找谁找谁去啊 张队长叹了口气道 警方现在也没有办法 没有足够的证据 也没办法抓人 总之你还小心一些 对方可能失去理智了 什么样的婚招都会使 罗俊豪家中 挂掉电话的罗恒涛 一个巴掌打到王延冰脸上 怒道 谁让你派人抢劫爱家的仓库的 王延冰无脸哭道 我这不是想着府邸抽薪吗 爱情柔那小妮子 没了这批翡翠 交不了客户的订单 一定完蛋 罗恒涛怒道 我看你才完蛋 现在老陆他们 被警察堵在城里 出都出不去 就踏马地躲在 我们以前的旧仓库里 万一他们被警察抓到 把你供出来 你就等死吧 王延冰顿时慌了 拉住罗恒涛的衣服道 怎么办 老罗 怎么办 罗恒涛道 现在知道慌了 踏马地 我已经让陆成峰他们 放弃货车 分散出城了 王延冰松了口气道 那就好那就好 罗恒涛怒骂道 好个屁 刚才伸成二把手 给我打电话了 叫我收敛一点 别太过火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你踏马地以后做事 能不能不要自作主张 我对艾家谋划了三年 这下行动进行了一半 毛都没捞到 就卡在这里了 王延冰急道 那就这么放过艾家 俊豪不是白死了吗 罗恒涛哼了一声道 艾家经此一意 已是伤筋动骨 不可能翻身了 以后再找机会 拍死他们便是 王延冰瞪大眼睛道 是啊 反正你儿子多的是 俊豪被人死了 仇都不用报 正好给他们疼位置 罗恒涛甩下一句 不可理喻 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延冰看着罗恒涛摔门出去 暗暗地一咬牙 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翡翠仓库内 如今空荡荡的 毛都不剩 已经恢复冷静的艾情柔 巡视了一圈 对几个心腹道 行了 这里交给警方处理 我们回去吧 赵安笑道 你们先上车 我去上个厕所 艾情柔白了他一眼 率先走了 赵安在听说 警方已经封锁了路口 就觉得 行动的暴徒们 应该还在城里 就在全程挨个插下针眼 搜索帝王绿翡翠 果然在一个废旧仓库里 发现一个货柜车 里面就是这次艾情柔 被截的珠宝翡翠 唯一可惜就是 没发现半个个人影 趁这次上厕所的机会 赵安打个电话给王斌 让他想个办法 匿名地把货柜车藏身的地址 透露给警方 尽早地找回这批货 王斌是特种兵退役 通讯联络的行家 这点事对他来说 完全是小问题 完事了 赵安上了艾情柔驾驶的车 准备回酒店休息 车行驶到半路时 在一个等红灯的路口 一辆泥头货车闯过红灯 直冲艾情柔的坐驾而来 借远处的泥头车来势汹汹 赵安猛地打了个机灵 按下扣子松开安全带 奋起一脚踹飞 怕拉没拉的车门 跳下车去 再在引擎盖上一拍 身体一个360度的空翻 落在车的左侧 拉住车门往怀里一拽 左侧的车门 横抱着把吓傻了的艾情柔 从车里给抱了出来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 前后也就一秒左右的时间 就完成了踹门救人的一系列动作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肯定会惊呼一声 帅呆了 可惜没人注意 此时失控的泥头车 反而更加疯狂 加大油门直冲赵安而来 赵安抱着艾情柔从容的后退 一直退到对面的车道上 泥头货车的前轮 直接撵过帕拉没拉 把这辆价值百万的豪车 撵得稀烂 这辆泥头货车不甘心的 还欲继续往赵安冲来 无奈被帕拉没拉的残骸 卡住了轮子 挣扎了几下 依旧动弹不得 泥头货车终究停了下来 车门啪的一声打开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 五大三粗的标形大汉 手里提着一把西瓜刀 赵安眼神一缩 行道 不只是来势汹汹 恐怕是来者不善啊 泥头车的副驾驶车门也打开 包括货箱里 陆陆续续跳下来 有三四十号人 高矮胖瘦都有 同样的特征 就是人手一把西瓜刀 领头的大汉喝道 兄弟们并肩子上 罗夫人说了 砍死他们 一人打赏五百万 人人有份 赵安低头轻声问爱情柔道 你相信我吗 爱情柔眼含泪花的连连点头道 我相信你 赵安淡淡一笑 把他放在地上站着 道 那你就在这看我表演 顺便报警处理 爱情柔哽咽道 好的 我知道了 赵安笑道 老天爷要人灭亡 必先要人疯狂 对方已经疯了 等我们扛过这一波 就是他 他 闷得死气 早知道是这样 就应该对那个司机 施展虚弱数 说不定货车一失控 就自我解决了 顺便把货箱里的坏人 一起解决了 这下子 不得不亲自下场 跟他们练练手 这大街上的开片 有点意思 赵安面对眼前的局势 依旧毫无聚色 反而主动向他们冲击 带头的大汉脸色一变 喝道 上 砍死他 乱刀砍死 说着 举起手中的刀 砍向赵安 这一刀成必杀之势 直奔赵安的天灵盖而去 一击极重的话 赵安就是脑袋开花 不死也残的局面 大汉身后的混子小弟们 见老大带头出手了 同样纷纷扬起刀具 气势十足的大吼道 杀 爱情柔下的脸色发白 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凶杀场面的他 尖叫一声 立刻用双手捂住眼睛 可是又不放心赵安 只好无助地双手 搂住自己的肩膀 脚躯经不住地瑟瑟发抖 乱哄哄地向赵安杀来 赵安插下真眼的视野里 这些人的动作 都像是放慢了十倍 当然不是他们变慢了 是赵安变快了 真眼的升级 连续提升了他四十倍的身体素质 早就是人形猛瘦的他 一点都没把这些小混混放在眼里 赵安嘴角微微向上一扯 身形急速向前 他的出手如闪电般训捷 一手擒住大汉持刀的手 用力一捏 另外一只手 已经握拳击打在大汉的鼻梁上 大汉持刀的手 吃痛之下 握刀的手指自然松开 赵安另一只手顺势结果 再一脚揣在大汉的胸口 伴随着胸骨断裂的声音 这个领头的镖形大汉 便向炮弹般道飞出去 撞飞后面几人后 就倒地不起了 赵安迎身而上 抬手一刀磕飞 砍向自己的刀刃 顺手在那人身体上 快速地划上两刀 其中一刀 可能划到了动脉上 顿时他身上的鲜血 像不要前世地标射出来 洒落得到处都是 赵安一个转身 躲过另外一人的劈砍 回旋一踢踹在来人身上 来人同样胸骨断裂 倒飞出去 这群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非常凶悍 即使被赵安残忍地放倒几个 这些人依旧丝毫无惧地 欲把赵安置于死地 赵安眉头轻皱 按道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别怪我下重手了 赵安飞起两脚 分别踢飞两个暴徒手里的西瓜刀 迅速落地后 抓住他们的头发 用力往中间一合 暴徒二人 顿绝脑袋被火车撞到一样 额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轻包 轻淤之血密布 红中大吕之声在耳边响起 两眼一抹黑 倒在地上 赵安丢掉了刀 他觉得不习惯 还不如拳脚使得痛快 那拳拳倒肉的脆声响 让人血脉喷张 热血沸腾 肾上腺素极度飙升 总而言之 就是很爽就行了 此时场上站着的 还有二十来人 依旧怒目圆瞪 凶悍不减 一个八脸汉子 持刀指向赵安 喝道 上 砍死他 人人有赏 赵安摇摇头 冲上去 在他的刀还没劈下来之前 对他就是一记下勾拳 顿时他惨叫一声 满口的黄牙 带着血肉从口中喷出 赵安快速地接上一记直拳 八脸汉子的整个鼻梁 凹陷进脸部 打得他涕泪横流 倒在地上捂住脸不停地哀嚎 仿佛身后长眼睛似的 赵安双手一举 擒住两只披下来的手 用力一拎 后面两人原地空翻 赵安分别在他们腿上踩上两脚 把他们的腿骨踩断 踹到一边 继续下一个目标 接下来 剩下的混子 全部被赵安一一打倒 不是手骨粉碎性骨折 就是颈骨断裂 还有些是胸骨 琵琶骨的破损断裂 一个个的躺地上哀嚎不止 在不负刚开始的凶悍模样 反倒像启实的乞丐 可怜兮兮的 凄惨得很 做完这些 赵安才回头 对爱情柔帅气的一笑 道 看够了没 报警了吗 爱情柔整个人都惊呆了 好半天才弱弱地说一句 没 没 没报呢 赵安笑道 那就报啊 不然你要怎样 爱情柔这才摸出手机报了警 把这里发生的事 给警方通报了一下 顺便把安琪他们叫过来 帮着处理这里的事 赵安则走到一开始的带头人 驾驶货车的标行大汉身边 这个大汉依旧昏迷不醒 显然赵安把他伤得不轻 至少肋骨是断了几根的 赵安检查了他的鼻息 只是有些微弱 两个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把他打醒过来 赵安从他身上摸出他的手机 丢到他面前道 给你的主子打电话 我有话跟他说 大汉颇为硬气 不为所动 赵安举起巴掌 欲要再打 大汉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大 大 大哥 我动不了了 哦 早说嘛 赵安依旧把巴掌 落在他脸上 说道 密码是多少 赵安按照大汉给的密码 解开了手机 翻出通讯路 找到名叫罗夫人的联系人 拨打过去 喂 彪子 得手了吗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钱我会马上转给你们 电话那头传来王延兵 急切又欣喜若狂的声音 赵安冷笑一声 对着电话说道 罗夫人是吧 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说完把电话摔在地上 重重一脚踩上去 手机立马碎成渣渣 一个真实之眼 插到罗俊豪家里 找到王延兵 一发加强版的虚弱术 施展在他身上 接着在一发虚弱术跟上 王延兵顿觉得两眼一黑 觉得全身虚弱无比 又觉得 仿佛万军重弹压在他身上 不仅是他身上 他的全身上下 都像是掉进了深水里 四周的空间全部向他挤压 但是他又感觉吸不上气 又呼不出去的样子 窒息般的眩晕感阵震袭来 王延兵的身体 再也支撑不住 手机滑落在地 自身野冬的一声 倒在了天鹅绒地毯上 这次赵安就不对他 使用引燃术了 准备用虚弱术 慢慢折磨死他 这个恶毒的女人 叫这么多人来开片砍他 当我是渣渣灰吗 大家好 我是渣渣灰 是兄弟就来砍我吧 想想就有些滑稽 迟溜 一阵刺耳的汽车 急杀的声音响起 越野车上下来几个女孩 正是得知消息 赶过来的艾米杰西卡等人 几人又把艾秦柔团团围住 紧张地问道 秦柔 你没事吧 为什么用诱 好像这一幕 早上在荒岛上出现过 赵安心里吐槽道 怎么就没人关心一下我呢 正想着 艾秦柔梨花带雨地扑到赵安怀里 丝毫不顾赵安身上 沾染的斑斑血迹 小手握拳 不停地锤打着赵安的胸口 哽咽地说道 你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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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不跑呢 你怎么就这样冲上去 万一伤着你怎么办 赵安拍拍他的后背 爽朗地笑道 哈哈 这只是小场面 再说我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跑了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哼 大男子主意 艾秦柔道 那现在怎么办 赵安笑道 你好像被吓糊涂了 这不是有专业律师在吗 交给安琪 处理就是了 安琪道 没错 我看秦柔不是被吓糊涂了 是被你给迷婚头了吧 艾米复和道 就是就是 秦柔每次一见到你 就分寸大乱 昏昭评出 完全没有一点霸道总裁的形象 艾秦柔羞红着脸 趴在赵安的胸口 不敢见人了 好在警笛声响起 张队长带着大队人员赶到 警员们纷纷下车 迅速地拉起警戒线 防止围观群众的误入 其实哪有围观群众 见到这里 武打骗一般的打斗场景 周围人早就躲得远远的 生怕血溅到他身上 张队长走过来 对艾秦柔说道 艾小姐 你没事吧 赵安抱着艾秦柔 带他回答道 他没什么事 只是受了些惊吓 回去歇息一下就好 张队长松了口气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赵安笑道 他道没事 但我有事 张队 这还是法治国家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张队长有些说不上话 被赵安一阵抢白说得哑口无言 赵安继续道 朗朗乾坤 竟然有这么多的暴徒持刀行凶 公开泄斗 把我们这样的路人都给吓坏了 张队长急道 不是 赵安笑道 不是什么 我们只是路过 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张队长道 你这是正当防卫 不会有一点法律责任的 赵安白手道 不需要 这些人也只是炮灰 是弃子 我们也犯不着跟这些人死磕 张队长 你说是吧 张队长沉默了一会儿道 行 你们可以先回去 有什么需要 还请你配合我们 赵安点头道 行 拥着艾情柔上车走了 安琪开车 艾米坐副驾陪同 其余人自己坐车回去 车上 艾情柔终于肯从赵安怀里出来了 称怪着对艾米道 艾米你个死逆子 以后再敢胡说八道 看我不打死你 艾米举起双手投降道 我错了 老板 求放过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开车的安琪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里 艾情柔道 先送赵安回酒店吧 他现在又脏又破的 赵安满不在乎道 我倒是无所谓 我反而担心你们的安全 罗家已经彻底疯了 公然抢劫不说 这次又公然在大街上行凶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安保力量 艾米道 怎么加强吗 我们雇的保安公司的人 几乎全都折在翡翠仓库了 剩下的人 估计也扛不住罗家这样疯狂的举动 艾情柔皱眉道 这不像是罗家的做事风格呀 罗恒涛做事 一向是谋定而后动 老谋深算的 或许是这里面 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赵安笑道 干脆 你们这几天 就暂且和我一起住酒店 出入都有我和王斌陪同 最大限度地保障你们的安全 艾情柔道 只能先这样了 就是太麻烦你了 你为我做的太多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实在不行 你就肉 赵安心里吐槽道 不行不行 这个话不能说 万一艾情柔说 好呀 肉长就肉长 那我是接受呢 还是接受呢